兰亭居内,树影斑驳,炎炎夏日却驱散不了孟延熙心底的寒意。 孟延熙一身素白的长裙显得她越发病奄奄的,她抬眸看着昔日对着姐姐疼爱有加,相敬如宾的姐夫。 徐燕烈,紫袍金冠,挺鼻薄唇,一副文质彬彬,千和有礼的文雅模样。 她看向孟延熙的时候,眼神带着一丝躲闪,却难掩急迫地开口道,孟家如今出世,暂且将你的管家全交出来。 等到孟家被平反后,整个博公府还是由你一人说了算。 孟延熙眼底闪过怒意,对上徐燕烈坚定的眸光,道。 你只怕是忘了当初孟府是如何为你铺路,还有你向父亲娶妻我时,曾经的允诺。 徐燕烈的脸色难堪了几分,看向孟延熙时多了一丝的不耐烦。 如烟的父亲刚被升为正三品的中书侍郎,对博公府的名声吼。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给你和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 况且,如烟性子温和善良,不会与你争抢什么。 你的管家全不过是暂时交代如烟的手中,等孟家的事情风头过了,再交还给你便是。 你又何必为了这点小事,斤斤计较。 孟延熙的心狠狠抽痛一番,替娜为了这个博公府操劳死去的孪生姐姐孟月慈感到不值。 就在前日,她的姐姐孟月慈拖着病重的身子回了孟府,为了能让她的两个孩儿在博公府好好地活下去, 孟月慈要求自己顶替她的身份成为博公府的主母。 而真正的博公夫人孟月慈,也就是孟延熙的姐姐,她已经病死在了自己怀中。 可悲的是,眼前让姐姐从前赞口不绝的男人,得知孟府落难后,便迫不及待地要夺走她主母的掌家权。 徐燕里,见她不语,当下便冷了脸,索性也不再伪装道。 不管你怨不怨,今日的掌家权我是务必要给如烟的。 你也不必觉得委屈,要怪就怪孟府连累了你。 还有为了保全博公府,今日便将你降为妾,如烟台为正妻。 过段时日,我便会与如烟重新办一次婚事。 孟延熙不可置信地看了像许燕里,冷笑出声。 当初你在孟府求娶我的时候,你又是如何承诺的? 姐姐不过是嫁给眼前的男人短短五年的时间, 她便将自己的承诺抛至脑后,孟府的事情还没有完全被定罪。 她却迫不及待地将外事带回府中,还要将姐姐的正妻之位让给一个无眉无聘的外事。 许燕里面色难看了几分,但,一想到什么,她的态度又变得果决。 如烟是我的救命恩人,当初为了救我她受伤了身子。 况且,如今她怀了我的骨肉,我的命都是她救的。 她不求别的,只想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 她心善,念在孩子份上,愿意让你留在博公府。 梦言细得的四肢冰冷,再次抬眸时,看向许燕里的眼神变得凌厉。 她学着姐姐的样子开口道,你既然早有谋划,方才又何必假惺惺呢? 她的话落,院外便出现一道鲜瘦的身影。 她脸色有些苍白,一双楚楚可怜的剪瞳,正委屈巴巴地看向许燕里。 许燕里见状,立马收起脸上的不快,目光温和地转身过去,将柳如烟揽入自己的怀中。 关心地问道,你怀着身孕,怎么不好养着?万一累着,可怎么了得? 梦言细的目光落在柳如烟的那笔自己,还要平坦的小腹上,心中有种说不上来的滋味。 当初姐姐难产,险些一失两命,许家无一人作陪,许燕里更是彻夜未归。 回来之后,也只是随意用公务繁忙搪塞过去。 柳如烟依偎在许燕里的怀中,声音柔柔弱弱地开口道, 姐姐,你也不要怪燕里这般,都怪我身子不好,才会让她如此紧张。 许燕里见孟言细的目光一直落在柳如烟的肚子上,一脸警惕地将柳如烟护在自己的身后。 而后,对着孟言细警告道,这些都是我的主意,你不必用那样的眼神看着她。 孟言细冷眼看着她,反问,我什么样的眼神? 你以为我要对她做什么?又能对她做什么? 还是说你们合谋起来,做了什么对不起我和孟府的事情? 许燕里的眼底一闪而过得慌乱,被孟言细收进眼底。 但她的面色很快就恢复如常,声音中带着一丝怒意,孟府的事情都是你父亲旧游自取,怨不得别人。 你别想将那些气撒在如烟的身上,若是她跟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为你是问。 说完,她就要拉着柳如烟离开。 孟言细猛然从座位上站起,站在许燕里的跟前。 冷冷道,既然柳小姐的身子如此娇弱,你当初就不应该让她怀上孩子,让她承受那些苦。 随即,她又看向躲在许燕里身后,畏畏缩缩的柳如烟,冷哼一声,不用装出一副楚楚可怜人畜无害的模样。 你若是个好的,也不会无眉无聘,就与人苟合,做出这等不齿之事。 既然怀了孩子,身体又不好,就应该还好好的在自己的院中待着,又何必出来药物扬威? 柳如烟被孟言细的话说得两眼通红,委屈巴巴地咬着下唇,看向许燕里。 孟言细不理会对方的神情,继续开口问道,今日之事,母亲可是知晓。 许燕里轻轻地拍了拍柳如烟的手背安抚后,才语气不善地回答,母亲说,此事都有我一人决定。 孟言细只觉心中越发的苦涩,当初许燕里的婆母病重,是姐姐这些年,衣不解带地守在婆母身边,才让她的身子有了好转。 当初许燕里的母亲还亲口对姐姐允诺过,伯公府的主母之位只会是姐姐一人的,日后不管如何,她都只认姐姐这么一个儿媳。 将妻为妾,这跟休妻有何区别?母亲也知晓。 孟言细不甘地开口问道,许燕里有些不耐烦,孟府出了那么丢人的事情。 许府还愿意留着你,已经算好了,你别得寸进尺。 孟言细只觉自己似是坠落冰窖,寒入骨髓。 她再次抬眸时,眼中变得心红。 两年前,你被人陷害,背负采购变质粮食的罪名,边关士兵吃了变质的粮食,状态不佳,死伤无数,是父亲信你,在皇上面前立保你,使他成为百姓口中的黑心官员。 每日过得如过街老鼠般,如今孟府出世,你们许府却急着要撇清关系,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人之意境吗? 第二章,还有伯公府一账。 许彦里脸色难堪,但还是理直气壮地反驳道,就算没有你父亲的多管闲事,这事,我自己也可以摆平,少拿着从前的事情来邪恩,我许彦里从来都不欠谁的。 她说完,也不愿过多地停留,拂袖,揽着柳如烟的鲜瘦的身子,转身离开。 孟严夕只感觉自己气血翻涌,即便她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她还是低估了许彦里的厚颜无耻。 站在一边的木东又气愤,又心疼地对着孟严夕说道,少夫人,我们去寻老夫人讨要说法去,老夫人自是最疼爱您的,肯定不会让你受这个委屈。 孟严夕收起眼底的寒意,伸手将木东拉了回来,这么大的事情,母亲都答应了,祖母不会没有听说的,既然许彦里敢大张旗鼓地来兰廷居说此事,定是经过家人的默许。 旭秋吉的眼泪都快出来了,孤严这是要将您逼上绝路,方才奴婢瞧见那柳如烟离开的时候,眼中得意洋洋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茶。 若是让老爷知道,孤严如此对您,只怕到时候他会来伯公府找孤严拼命。 木东满是担忧地说着,提及自己的父亲,孟严夕的眼底泛起一阵泪光。 父亲只生了两女友一儿,对子女都是极为疼爱的。 孟府算是书香门第之家,家风严苛,孟府的男人向来只求一生一世一双人。 故此父亲,也希望女儿能被好人家善待。 姐姐与许彦里成婚这么多年,才会对许彦里有求必应,清尽所能,为她铺仕途。 为的就是能让姐姐,能被许家人善待。 只是两年前,父亲为了保下许彦里,拿着自己的官职抵消了她的罪行。 自那之后,父亲的名声便一落千丈。 可,偏偏不久之前,父亲却又被皇上重新启用,还是郑四品的官职,一个月前刚刚被正式受用,父亲还没有来极的高兴,就被扣上了贪污的罪名。 所有的罪证都全部统一地指向父亲,让她难以辩驳。 父亲自小就教导他们世间离法,从不允许他们跃举。 孟严希清楚得父亲的为人刚正,就算饿死,也不会做那等贪污的勾当。 只可惜,家地还小,姐姐已离开人世,明知父亲心中有冤,也无人能为她洗清。 许彦里就是看待他们孟府,如今没人可以撑起门楣,欺负他们孟家没人。 许彦里的烂命,怎么配让父亲动手? 孟严希压下心中滔天的恨意,声音冷然地开口道。 慕东见自家少夫人开窍了,不似从前处处忍让,心中也是替她高兴几分。 只是很快,慕东的脸上就又挂上了担忧之色,如今的孟府不似从前那般风光。 少夫人又要怎么与现在的许伯公府抗衡? 门外响起一道轻力的声音,红袖进来蓝亭居后, 面容淡淡地看了眼孟严希,说道, 少夫人,夫人请您过去一趟。 慕东有些不悦,往日红袖见了少夫人都是笑脸盈盈的, 现在却是一副冷淡敷衍的模样。 孟严希目光凌厉地落在红袖的身上,抬手,啪, 一巴掌狠狠地落在了红袖的脸上。 红袖被打得脑瓜子嗡嗡作响,捂着红肿的脸,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孟严希。 孟严希历声训斥, 我如今还是伯公府的当家主母, 见了主母不行礼, 平日母亲就是这么教你们规矩的。 红袖虽然心中有气, 但她说到底也只是夫人身边的一个下人, 就算在孟严希这里挨了巴掌, 也只能瘦着。 想到很快她就要被降为伯公府的妾室, 一个不受宠的妾, 到时候还不是连他们这些下人都不如。 思极此。 红袖这才勉强压下心中的那丝不快, 规规矩矩地朝着孟严希跪下磕头道, 少夫人, 都是红袖一时心急乱了分寸, 还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饶了奴婢这一次。 孟严希声音冰冷得地开口, 这次暂且放过你, 若是再犯, 定不轻饶。 孟严希的目光淡淡地在她身上扫过, 而后道, 你先回去, 我收拾收拾一番, 便来。 是。 红袖一言硬下, 逃一般地离开了兰亭居。 旭秋有些担忧地看向孟严希, 少夫人, 您方才那样对待红袖, 只怕被夫人看到了, 她会不乐意, 毕竟红袖是夫人身边的陪嫁。 孟严希无所谓地吃笑一声, 红袖敢这般轻视我, 还不是得了主子的受益, 既如此, 为何还要给他们留脸面? 旭秋和暮东打心底, 为孟严希感到不值。 孟严希拉过两个贴身丫鬟的手, 温声道, 走吧, 帮我好好收拾一番, 这怕是我最后一次, 以伯公府当家主母的身份试人了。 两个丫鬟听后, 一边帮着孟严希梳洗, 一边在偷偷地抹泪。 艳阳高照, 烈日灼灼。 孟严希微微抬头, 感受阳光带来的灼热, 身上的寒意稍稍被压下。 她来到清新居时, 学着姐姐往日那般温婉儒雅的模样, 朝许夫人微微扶身行礼, 母亲。 许夫人端着茶杯假意喝茶, 没有理会孟严希, 两酒之后。 她才将手中的茶盏轻轻放下, 脸上依旧带着瓷河的笑容, 朝着孟严希招了招手道, 月辞来了, 在这傻站着作合, 快到母亲身边坐下。 孟严希笑而不语, 目光清冷地落在许夫人的身上, 顺势在她身侧的位置坐下。 向来乖顺温和的孟氏, 却用这般眼神打量自己, 许夫人秀眉微醋。 再次抬头时, 许夫人依旧如从前那般动作轻易地拉过孟严希的手, 哀叹一声道, 孟府出了这样的事情, 你也别太难过。 你还有伯公府可以依仗, 燕丽也会想办法, 尽可能地帮着你父亲摆平此事。 孟严希在心中冷笑一声, 孟府这才刚刚出事, 伯公府的人, 就如此迫不及待地要踩踏姐姐的颜面。 孟严希不着痕迹地躲开许夫人的手, 声音冷淡, 带着疏离地开口道, 府中还有许多事情要我去处理, 母亲换我来若是没有其他的事情, 而习便先回去了。 许夫人见她要走, 忙开口道, 且慢, 见她坐好。 许夫人这才开口说道, 这些年多亏你没日没夜地打理伯公府, 如今你的身体也每框日下, 我们都心疼你, 不如将那管家全交出去, 给那女子去打理。 你也在伯公府, 好好的过养尊处优的日子。 第三章, 让出正妻之位。 孟严希侧头, 目光淡淡地落在她的身上, 声音听不出任何的感情。 母亲, 女子出嫁从夫, 您也是饱读世书的贵夫人, 不会不知道, 将管家全交出来, 对于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 孟严希并不是在乎伯公府的管家全, 她只是想要从这个婆母口中得知, 她的态度。 她目光落在许夫人的身上, 带着一丝期许。 许夫人却将自己的目光收回, 理所当然地解释道, 管家需要耗费太多的精力, 你如今的身子, 怕是吃不消, 再说, 你父亲事情影响太大了, 对伯公府的名声不好。 那些后宅贵夫, 个个都是人精, 你出入那样的场合, 有损宴里的名声, 她会被抽几两股的。 孟严希的双手紧了紧, 目光变得凌厉。 闻所闻, 所闻非真闻, 我父亲一生堂堂正正做人。 那年饥荒, 他自己啃着下人都不吃的窝窝头, 将府中大部分的银子拿出来救济灾民。 他这样是金钱为粪土, 清白之人, 又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的父亲本可以高枕无忧, 风风光光告老还乡的, 两年前, 是父亲用他半辈子才做上的正三品中书侍郎的官位, 保下您的儿子许燕里的, 他如今的风光就全是他自己得来的吗? 孟严希说到最后, 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他清冷的眸中也染上雾水。 许夫人的脸色瞬间淡了下来, 人总是会变得今非昔比, 况且, 以燕里的才能, 就算没有你父亲的帮衬, 他迟早有一天能取得不错的成就。 你父亲这么做, 也无非是为了能让你在博公府过上更好的生活, 并非是真心实意的要帮燕里。 孟严希突然嘀嘀地笑了起来, 只是眼中带着悲凉。 是啊, 今非昔比, 这么说来, 母亲是已经知道燕里要另娶妻的事情了。 许夫人也不想孟严希将事情闹开, 便换上笑脸道, 来人总是图个新鲜, 等日子久了, 燕里自然会发现你的好。 现在不过是为了躲避风头, 暂时让你退不为妾, 这也是为了能让你好好养病, 等你病好了, 便将这主母之位还你。 他看了看孟严希继续道, 我们女人不都这样过来的, 你且大度险, 薄公府也会给你留个体面。 孟严希突然站起身来, 体面从来都不是别人给的, 而是自己挣的。 既然你们都那么想要管家权, 那就拿走, 我会让管家到我院中对过账目后, 将管家权交回给母亲, 至于母亲要给谁, 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许夫人的脸色淡了下来, 夫妻齐心, 薄公府总有一天能越来越好。 你想福的日子还在后头, 孟严希的脚步顿了顿, 母亲说笑了, 而希只有吃苦的命, 您忘了, 日后我只是宴里的妾啊, 怎么敢跟她称夫妻呢? 又何来的想福, 既然如今薄公府今非昔比, 想必也有银子, 还我从前贴补在薄公府的那些嫁妆。 为了燕里的好名声, 母亲应该也不希望让燕里落的, 要拿女人嫁妆贴补过日子的名声是吧。 孟严希不管许夫人黑沉的脸色, 继而道, 清点账目的时候, 我会好好的将那些都一并的清点好, 送到母亲这里。 许夫人一听便急了, 那些东西都是你自愿拿出来的, 哪里还有还回去的道理? 而且, 你的东西不也是燕里的东西, 夫妻兼因坦诚相待, 何必如今斤斤计较? 孟严希只觉好笑, 姐姐为了能帮许燕里试图顺遂, 几乎花了大半的嫁妆, 才能让她步步高升, 转身他们都将这些忘了, 却还要她懂事。 懂事这个词, 从来都不是给那些狼心狗肺之人的。 他们靠着父亲给姐姐准备的嫁妆铺路, 如今许燕里得势了, 倒是忘了自己一路是怎么走来的了。 姐姐是真心实意, 想要跟许燕里好好地过日子, 可她不同, 她对那些薄情寡义之人没有任何的感情, 也不是任由他们随意拿捏的。 姐姐那十里红妆, 他们薄公府的人一件都不配拥有。 孟严希眼底带着锐利, 没有平日的乖顺, 若是母亲说服燕里永不纳且另娶他人, 我也可以不计前嫌, 用心为薄公府付出的。 许夫人猛地从座位站起身来, 指着孟严希气急道, 你真是越发不懂事了, 这样是犯了妻出之条, 日后别人会说你善赌, 眼里容不下一点沙子, 是随时可以让燕里将你修了。 孟严希不为所动, 只是转身目光淡漠地落在了许夫人的身上, 自古男人修妻, 不都是随便给女子安个罪名, 便可以将女人打发出去吗? 只是修妻落得不好的名声, 也不只是我一个。 许夫人背弃得脸色胀红,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孟严希却是无动于衷, 红袖忙上前轻拍许夫人的后背, 帮她顺气。 她有些看不过去, 忙帮着劝说道, 少夫人, 您现在这样跟夫人说话, 就不怕少爷知道后给你一纸修书吗? 那孟府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回去也是跟着过苦日子, 受人唾弃。 您跟夫人好好道歉, 夫人不会跟您计较的。 孟严希看着刚刚被自己打过一巴掌, 依旧不老实的红袖, 毛子微眯, 寒沙摄影道, 主子说话, 还轮不到你一个吓人插嘴, 伯公府就是这么教养吓人的。 她仰起病胶的小脸, 提及孟府, 她的脸上满是幸福, 孟府就算在破败, 至少加风症, 有真正疼爱我的家人, 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孟严希没有再停留, 转身往门外走去。 她刚刚所说的那些话, 无非是要打她们伯公府的脸, 说她们加风不正, 费尽心思。 红袖盯着孟严希离开的背影, 她们谁都没有想到, 孟严希都到了这个时候, 竟然态度还这么的刚硬, 丝毫没有害怕被修。 许夫人顺气之后, 才冷哼一声, 她的那些嫁妆, 迟早都是伯公府的, 只要两个孩子在, 她总归是要妥协的。 伯公府的人都清楚, 孟月慈有多疼爱那两个孩子, 这也是孟月慈明知道许燕里变心了, 还愿意为她付出的原因, 孩子就是她的软肋啊。 第四章, 你外祖父贪污被罚了。 从庆兴居出来之后, 孟严希一直神情淡然, 旭秋有些担忧地, 在孟严希的身侧关心道, 少夫人, 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奴婢给你情抚衣过来看看吧。 不必, 我没事, 等父亲回来的时候, 告诉我一声。 孟严希声音狠淡地说着, 姐姐的尸身还在家中, 她出府需要得到长辈英语, 今日自己对许夫人诸视这样的态度, 只怕她不会同意, 让自己回府送姐姐最后一程的事情。 她想到姐姐那对儿女, 眼眸突然微微泛红。 不知不觉中, 孟严希来到了清雅院。 只是还在院外, 她便听到孩子细弱地哭声, 呜咽着哀求。 奶娘, 不要再打哥哥了, 是木木不小心将竹台打翻的, 不怪哥哥。 啪, 王奶娘拿着柳条狠狠地抽在许子涵身上。 许子涵咬着衙门哼一声, 嗯, 孟严希推门而入, 就见许子涵被捆绑在长凳上, 裤子已经被脱下, 白嫩的屁股上都是被柳条抽打过的痕迹。 许一幕则被丫鬟压在地上跪着, 瘦小的身子在地上动弹不得, 满是泪痕地朝着眼前的王奶娘哀求着。 许子涵被打得满头是汗, 愣是没有哭出来,咬着牙对王奶娘怒道, 你不过是伯公府的一个下人, 我要将你虐待我的事情告诉祖父去, 让他将你发卖出。 王奶娘背对着门口而站, 根本就没有察觉孟延熙的到来。 他似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 你外祖父贪污被罚了, 你父亲马上就要给你寻个后娘回来, 这侯府的主母很快就不是你那病秧子母亲的了, 以你先顽劣,不学无数的性格。 你说, 伯公爷是信你的一个三岁孩童的话, 还是信我的话? 你胡说, 外祖父肯定是被人陷害的, 我不准你污蔑他。 徐子涵不顾身上的疼痛, 不停地在板凳上用力地挣扎着。 最后无济于事, 徐子涵对着王奶娘的身上狠狠地吐了一大口的口水。 诶? 你个有娘生没娘娇的也东西, 找死! 说着, 王奶娘朝着自己的手心吐了一口口水, 搓了搓, 抬起柳条狠狠地朝着徐子涵的身上挥去。 碰! 啊! 王奶娘突然发出一声凄惨的哀嚎。 她的双膝狠狠地跪到了地上, 疼得她脸色惨白。 当看清眼前的来人时, 王奶娘忍着疼, 从地上爬起, 对着孟年熙狡辩道, 少夫人, 小少爷实在太皮实了, 她竟敢在房中玩烛火, 险些将院子点着, 老奴实在没有办法, 才用这法子训她的。 原本压着许一幕的丫鬟, 脸色也白了几分, 立马将许一幕松开。 许一幕跌跌撞撞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扑进孟年熙的怀中, 软软诺诺的声音带着哭腔, 奶兄奶兄地指着他们控诉道, 母亲, 他们胡说, 哥哥没有, 是王奶娘让木木自己去吹烛火, 不小心打翻的。 许一幕说着, 还将那只被烫红的小手, 悄悄地往后躲了躲。 许子涵原本坚毅的模样, 在看到孟严熙出现的时候, 一双带着满眼怒意的黑毛, 也红了几分。 木东此刻已经给许子涵松绑, 将他从长凳上抱了起来。 孟严熙没有说话, 而是将两个孩子一同揽入自己的怀中, 对不起, 是母亲的疏忽, 没有将你们护好, 日后不会了。 许子涵的身子微僵, 这是母亲第一次选择相信他们。 孟严熙将两个小家伙, 从自己的怀中拉开, 拿过帕子, 轻轻地将他们脸上的泪痕擦干。 随后起身, 目光冷立地落在王奶娘的身上, 对着身后的木东说道, 将我的长鞭拿来。 木东将别在腰间的那条 被摸到泛着光泽的长边 递到了孟严熙的手上。 孟严熙扯了扯手中长鞭, 慢慢地靠近王奶娘, 声音如鬼魅般地问道, 我方才可是听到王妈妈说, 我父亲贪污被罚, 我不过是一个病秧子, 伯公府很快就要换当家主母。 就算伯公府要换主母, 这两孩子也都是你的主子, 轮不到你一个当奶娘的 在这里虐待和污蔑我的孩子。 孟严熙不等王妈妈狡辩, 抬起手中的鞭子 朝着王妈妈的身上 狠狠地抽了下去, 边起边落。 王妈妈的凄惨的哀嚎声 在清雅院不停地传出, 这一鞭是你作为侯府的下人 在背后鞭排主子的, 这一鞭是你无中生有 欺辱伯公府子寺的, 这一鞭是混淆黑白, 侮辱我父亲的, 这一鞭是你身为木木 和寒寒的奶娘失职的, 这一鞭是你无辜惩罚小主的, 孟严熙没打一下, 便将王妈妈所有的罪行 一一道出, 王妈妈此时也被 孟严熙打得皮开肉绽, 在地上惨叫连连, 身子止不住地颤抖, 少夫人, 老奴是夫人身边的人, 你不能这么对我, 王妈妈实在疼得不行, 只能搬出诸事来压孟严熙, 听了王妈妈的话, 孟严熙的眼底含义更深, 他握着鞭子的手更加用力了几分, 鞭子挥向王妈妈的力度更加用力, 啊, 王妈妈的声音变得更是凄厉, 孟严熙对着王妈妈道, 不管你是谁的人, 犯错就要受到惩罚, 我今日会将你的所作所为, 一一告诉父亲, 伯公府已经容不下你, 这尊大佛了, 王妈妈本以为少夫人会如从前那样, 只要自己搬出夫人来, 她就忌惮, 可今日少夫人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王妈妈听到孟严熙要将自己赶出伯公府, 这事也慌了, 忍着身上的巨疼, 朝着孟严熙跪下, 哀求道, 少夫人, 老奴刚刚也是一时心急才说错话的, 您大人有大量, 就饶了老奴这次吧, 老奴都这一把年纪了, 要是被赶出伯公府, 只有死路一条了, 方才你胆大妄为的时候, 怎么就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的结果, 孟严熙声音清冷地反问, 朱氏这时匆匆地赶来, 见王妈妈被孟严熙打得满身是伤, 对着孟严熙开口责备道, 伯公府向来都是宽厚待人, 你怎么能对寒哥和木木的奶娘夏如此狠手,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伯公府都是些什么歹毒之人, 才会对夏人如此心狠手辣, 朱氏说着, 就要去抢夺孟严熙手中的长鞭, 孟严熙将手中的长鞭往旁边的方向躲了躲, 朱氏的手不小心被鞭了一下, 他痴疼地捂着自己的发红的手, 指着孟严熙道, 孟严熙, 你们孟家就是这么教你的, 不但虐待夏人, 还敢对婆母动手, 这等不孝, 我要让燕里将你修了, 第五章, 容不下夏人, 孟严熙的眸子瞬间染上星红的绿色, 对着朱氏说道, 修我可以, 将我这些年贴补在伯公府的银子都还我, 孩子我带走, 我自然会在和立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否则, 没门, 朱氏没有想到, 孟严熙平日畏畏缩缩的一人, 今日会这般牙尖嘴利, 对于自己的拿捏丝毫不畏惧, 换作平日, 自己一说让许燕里修她, 孟严熙就会讨好的拿出自己那些嫁妆填补薄公府, 如今许燕里要取柳如烟进门, 她又是刘府的嫡女, 自然是给足她排面的, 只是办一场婚事, 需要耗费不少的银子, 朱氏有些不舍, 便想要从孟严熙这里挤出来, 朱氏回过神来, 才意识到孟严熙所说的是何离, 还要带走孩子, 她的脸色立马冷了下来, 对着孟严熙道, 就算你要离开柏公府, 也只有被修的份, 何离, 你怎么敢妄想, 孩子是许甫的, 这些娘一直都是柏公府养着你, 你怎么好意思说孩子要带走的事情, 孩子带走, 跟着你回孟府, 被人指着几两股骂小偷吗, 跟着你那丢人现眼的父亲, 当过街老鼠, 孟严熙的眸子微微发红, 手中的抓着的长鞭忍了又忍, 她, 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的反问, 祸不及父母, 您身为的我的婆母, 宴里的母亲, 句句不离诋毁我父亲的话, 何谓过街老鼠, 父亲的事情都还未定罪, 婆母为何就如此笃定我父亲贪污, 难道此事是您亲眼所见, 还是你们一手策划, 母亲的教养好, 就不会不顾身份辱骂亲家, 当年许府落难的时候, 是父亲一手将许燕里救下, 如今父亲遭人陷害, 没有想到, 第一个见他孟家的人, 是我的枕边人, 和真心以待的婆母, 三十年河东三十河西, 如今婆母病好了, 夜里仕途顺遂了, 就要抛弃糟糠之妻, 这不是宠妾灭妻是什么, 朱氏被孟严熙说的, 脸色一阵红一阵黑的, 指着孟严熙愣是半天挤不出一个屁来, 两久之后, 才挺直身板, 对着孟严熙反驳道, 此事人证物证都指向你父亲, 定罪是迟早的事情, 既然敢做, 难道还不让别人说? 孟严熙目光冷淡地, 落在朱氏的身上, 声音透着冰冷的口吻, 父亲常说, 即便所有的人都不站在自己的这边, 但是作为家人, 他是每个人最后的依靠, 不论何时他, 都会站在身边, 为家人保驾护航, 然后他也做到了, 此事别人, 不管如何议论父亲, 薄公府的人都没有资格这样说他, 薄公府能走到如今的地步, 有一大半的功劳, 是他的, 此事虽然没有错, 但是这话从孟严熙的嘴里说出来, 却是让朱氏的心中很是不悦, 他想要开口辩驳, 却听到孟严熙继续道, 王妈妈这样品行不端, 张口无德的吓人, 今日受罚的每一边都是他最有应得, 这样的吓人, 我是不敢再将他留在寒歌和木暮的身边, 若是母亲执意要将他留下就随你处置, 说完, 孟严熙拉过两个小家伙, 就要离开, 朱氏这才反应过来, 事宜让人将他拦下, 你把话说清楚再走, 王妈妈见状, 立马跪到朱氏身边哀嚎道, 夫人, 你可要为老奴做主啊, 老奴, 在伯公府几十年, 也算是伯公府的老人了, 一直以来都是兢兢业业的为伯公府做事, 少夫人今日这般对老奴, 说出去, 别人以为老奴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 要让老奴今日如何见人, 夫人不如一杯毒酒, 赐死老奴算了, 那些不知道情况的吓人, 听了王妈妈的话, 都以为是孟严熙心情不好, 才故意拿着王妈妈出气的, 看向孟严熙的目光都变了, 在院外开始小声的议论, 原来平日少夫人的温婉都是装的, 看王妈妈身上的伤, 哪里有一点当家主母的气度, 分明就是想要将王妈妈打死呢, 最近, 你们还是少去招惹少夫人, 免得惹得她, 不快将你们贩卖了, 新少夫人就好进门了, 她也得意不了多久了, 怕什么, 少夫人不是病重了吗? 怎么刚刚看她跟夫人理论的时候, 也不像是生病的样子, 该不会平日那些都是装的吧? 就是为了让少爷对她心里有愧, 像她这样的独妇, 难怪少爷会喜欢上柳姑娘, 那柳姑娘生的娇美, 对人也是和善, 知性大方, 他们两人相比, 真是有着云泥之别, 他们的对话很小声, 但孟严熙自小习武, 在听力也异于常人, 他们的话全都被孟严熙听了进去, 孟严熙神情冷厉地回头, 将那些吓人的模样都一一地记下, 原本还在谈论的吓人, 瞬间被吓得住了嘴, 心虚地埋下脑袋, 朱氏也借机敲打孟严熙, 你这样磕待吓人传出去, 别人会说你心思歹毒, 手段很辣, 容不下一点沙子, 朱氏为了不让伯公府留下话柄, 声音放缓一些, 对着孟严熙开口道, 你跟王妈妈好好地道个歉, 再从你的嫁状中拿出一些银子, 出来给王妈妈请郎中看病, 此事就这样过了, 道歉, 孟严熙冷笑一声, 王妈妈见孟严熙朝自己看来, 下意识地往朱氏身后躲了躲, 朱氏见状, 脸上也带着一丝怒意反问道, 你到底要将伯公府闹成什么样子你才满意, 宴里都跟你解释过了, 还要我们怎么样? 孟严熙看着朱氏有些不明所以, 她明明什么都没有做, 怎么就成了她无理取貌? 她稳稳了情绪反问道, 母亲可知, 王妈妈对两个孩子做了什么? 方才在院中发生了什么? 您连听都没有听我们解释, 就开始给我们定罪, 是不是太早了? 还是说, 王妈妈是母亲受益, 可以随意欺负两个孩子的? 朱氏听到这里, 脸上的神情显然闪过一抹心虚, 孟严熙将朱氏的神情收入眼底, 心也跟着沉到谷底, 她拉过两个小家伙的手, 对着他们说道, 寒歌, 木木将刚刚王妈妈 是怎么对你们的事情告诉祖母? 寒歌此刻疼得, 已经脸色有些微微泛白, 许一幕率先站出来, 伸出自己被竹叶烫伤的手, 第六章, 发卖出去, 就在他要解释的时候, 王妈妈着急的率先说道, 是子涵小少爷在房中玩烛火, 屡教不改, 老奴一时心急这才冲动, 打了子涵少爷一番, 谁承想被邵夫人撞见了, 邵夫人不听奴婢的解释, 老奴一顿毒打, 许一幕看着黑白颠倒的王妈妈, 气得小脸通红, 指着王妈妈就目到, 才不是这样, 王奶娘胡说, 明明就是王奶娘让木木自己去吹灭烛火, 木木不小心将烛台打翻了, 然后将屋内的帘子烧着了, 王奶娘将火了之后, 他就要打我, 是哥哥不让他打我, 骂了王奶娘一个下人也敢动手打主子, 他要去告诉祖父, 将王奶娘惹恼了, 他就将哥哥绑在凳子上毒打, 还让人将木木按着跪在地上, 不让木木起来, 许一幕一边说, 一边抬手将自己的膝盖上的裙子露出来, 上面跪的都是尘土, 随后, 他又伸出白皙的小手, 将许子涵的衣裳拿了起, 上面露出触目惊心的鞭痕, 柳条鞭打的痕迹又细又深, 伤口层层叠叠的, 细细看去, 孟严熙才发现, 许子涵的身上还有许多细小的伤疤, 朱氏的脸上也划过一抹惊讶之色, 回头看向王妈妈, 还不等王妈妈解释, 许一幕继续开口道, 平日王奶娘还经常用细细小小的针扎我跟跟哥哥, 还威胁我们不准对别人, 不然回来他就用别的办法折磨我们, 他还将我们的吃食克扣下来, 给我们吃粗粮馒头, 许一幕一边说着, 一边从自己的怀中掏出一小块有些泛黄的粗粮馒头, 看到这里, 王妈妈这才有些慌了, 夫人, 老奴没有, 我是他们的奶娘, 看着他们长大的, 怎么会这样对他们, 也不知道孩子是受了谁的指示, 才会这样说, 夫人, 您可要给老奴做主啊, 王妈妈一边哭丧着, 一边混淆是非, 许一幕说到底还是个孩子, 被二王妈妈这么一说, 气得一张笑脸涨红, 一双葡萄大的信眼死死地瞪着王妈妈, 他才是胡说, 木木说的都是真的, 他就是个坏蛋, 孟严夕朝暮东递了一个眼神, 暮东会议, 悄悄地往王妈妈的房内摸去, 在桌面上看到吃剩的午膳, 很是丰盛, 一看就不像是一个奶娘该有的吃食, 他气愤地将其中一盘八宝鱼端了出来, 对着众人道, 这是从王妈妈的房中端出来, 王妈妈这个, 你又作何解释? 王妈妈看到目东手中自己吃剩下的八宝鱼, 吓得魂都要飞了, 盯着他手中的盘子, 支支吾吾半天, 才开口说道, 寒根和木木非要吵着在我的房中吃饭, 这些东西不过是他们吃剩下来的, 老奴觉得丢掉可惜, 就将他们都留下, 想着晚些吃, 许一目对着八宝鱼咽了咽口水, 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道菜, 他求了王奶娘很久, 今日才让小厨房那边给他做了, 若不是自己不小心将竹台打翻, 今日就可以吃到一口, 一直没有说话的许子涵对着王妈妈怒道, 我们没有吃, 想要吃这些东西, 都要看这个老太婆的心情, 徐老夫人不知道何时已经站在了院外, 听着里面的动静, 她的脸色一沉, 怎么回事, 王妈妈此时已经脸色的吓得惨白了, 她目光求助地投向一边的朱氏, 这一幕正好被孟严熙收在眼底, 她不明白, 木木和韩哥都是徐府的孩子, 朱氏作为他们的祖母, 为何要想办法去苛待自己的孙儿孙女, 王妈妈是府中老人, 若是背后没有人受益, 她不敢如此胆大妄为, 孟严熙的眸子, 微眯地在朱氏的身上扫过, 朱氏见徐老夫人来, 赶忙上前搀扶着, 母亲, 您怎么过来了? 就在朱氏想要开口指责孟严熙的时候, 她率先一步, 拉着两个小家伙, 一同整齐地跪在了徐老夫人的跟前, 眼泪更不要钱一般地往下落, 孟严熙朝着徐老夫人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 声音哽咽道, 祖母, 阅词不好, 尽管全心全意为伯公府付出, 也得不到母亲的认可, 如今就连我所生的一对儿女都保护不好, 连一个下人都能欺负我们娘三, 方才王妈妈说, 孟府如今败落了, 再也没有人为我撑腰, 我不过是伯公府的一个弃妇, 马上就要被新的主母给取代现在的位置, 日后连个下人都不如, 还说污蔑寒歌说她是个不学无数无人管教的孩子, 孟严熙捡起地上饭黄的粗粮馒头, 继续哭诉道, 若不是今日无意壮见, 越此也不知道伯公府的小姐和小少爷竟然连吃的都不如下人, 说着, 孟严熙捡起许一目那骨瘦如柴的小手, 随后又将许子涵满是伤痕的小身板露出来, 让许老夫人查看, 许老夫人还是心疼自己的小曾孙的, 看着两个小家伙身上带着各种各样的小伤痕, 拄着拐杖怒道, 岂有此理, 给我茶, 将院中照顾汗歌和木木的下人都给我找来, 半炷香的时间, 许老夫人身边的容嬷嬷便将事情问个水落石出, 她对着王妈妈大怒, 混账东西, 薄公府的小少爷和小小姐都敢这么磕淡, 来人将王妈妈拖下去重打三十大板, 并且发卖出去, 王妈妈听后吓得脸色发白, 朝着许老夫人重重的磕头哀求道, 老夫人, 老奴知道错了, 日后再也不敢了, 您就要饶过我这次吧, 世上眉宇不透风的墙, 旧然你要这么做见自己, 我就随你的愿。 许老夫人脸色铁青的将王妈妈踢翻在地, 王妈妈见许老夫人没有回旋的原地, 忍着身上的疼痛, 转而朝着诸氏求饶道, 夫人, 这都是你让老奴这么做的, 你救救老奴, 三十大板那是要老奴的命啊。 诸氏听后, 朝着王妈妈狠狠地甩了一个巴掌, 目光凶狠地瞪着他, 你胡说什么, 不想活命了吗? 连自己都敢编盘, 来人将他嘴给我堵上, 拖下去受罚。 话落, 几个粗食的婆子上前将王妈妈拖着往别处去, 不多时, 不远处便响起板子起起落落的声音, 伴随着王妈妈呜呜咽咽咽的哭声。 孟严熙朝着徐老夫人扶身行礼后, 带着两个小家伙就要离开。 许宴里和诸氏谋划的事情来的时候, 徐老夫人都已经听身边的容默默说过了。 此而, 徐老夫人声音温和地唤了孟严熙一句。 孟严熙脚下停顿, 脸上带着苦涩的笑容, 祖母, 月辞晚些来新斋堂寻宁。 第七章, 被虐待的小家伙。 徐老夫人看着孟严熙离开的背影, 越发地单薄消瘦, 终究还是他们徐府亏欠了她。 轻叹一声, 走吧, 我们回去。 母亲, 我送你。 朱氏殷勤的就要上前搀扶, 却被徐老夫人不着痕迹地躲开, 面对朱氏的脸色沉沉的。 朱氏看着徐老夫人走远之后, 脸上讨好的笑容这才垮了下来, 对着身边的红袖说道, 去盯着王妈妈, 若是她敢说些什么不该说的, 就直接。 红袖对上朱氏的目光, 立马会议地点头, 转身出去。 孟严熙带着两个小家伙回到兰亭居, 她将身边的下人都平退, 只留下姐姐的陪嫁续秋和木东两人。 寒哥儿, 木木你们过来。 孟严熙声音有些颤抖地唤了一句。 徐子涵平日因为母亲处处逆来顺受的性子, 她是对母亲心中有怨的, 并不愿意跟母亲亲近。 只是今日的母亲让徐子涵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她迈着小步子, 缓缓地朝着孟严熙靠近。 续秋去准备些容易消化的吃食, 孟严熙说话至于徐子涵和许一目, 已经来到了她的身边。 她拉过许一目的嫩白的一双小手, 手背被竹叶烫起一个大大的水泡, 周边的皮肤也是又红又肿的。 孟严熙满眼心疼地从木冬的手中将那烫伤膏接过, 轻轻地替徐一目擦上。 有些疼, 木木忍忍, 很快就好了。 木木乖巧地点了点头, 对着孟严熙说道, 母亲, 木木很坚强, 不会哭, 这样母亲是不是就不会不要我们了。 孟严熙给徐一目上药的手遁住, 她试着将眼底的泪一逼回去, 再次抬头时, 换上淡淡的笑容。 母亲这个世上最爱你们的人, 你们这么可以, 又怎么会舍得将你们丢下, 日后别人再这样, 你就反驳她。 木木一双的好看的信念, 这才多了极许的亮光, 甜甜地笑了起来。 孟严熙给徐一目上过药之后, 才将徐子涵拉到自己的身边, 示意她趴在自己的床榻上。 徐子涵有些别扭地站在原地不愿意动, 孟严熙无奈道, 你身上哪里我没有见过, 她一边说着, 一边抬手去拉徐子涵的衣服, 看到徐子涵身上的那些伤疤时, 孟严熙的手将了半空, 随即快速地将徐子涵身上的衣裳都脱了, 那些除了层层叠叠的伤疤之外, 还有不少细小的针眼。 孟严熙只是轻轻地碰了下徐子涵的手臂。 死! 徐子涵倒吸一口气, 目光有些委屈地盯着孟严熙小声道, 疼。 孟严熙看着她身上的那些伤口, 泪流满面, 哑着声音问道, 这些都是王妈妈打的吗? 徐子涵将自己的别过一边, 轻轻地点了点头, 他那样欺负你, 你为什么不跟府里人说, 为什么不告诉我? 孟严熙声音忍不住地拔高了几分。 徐一幕伸手轻轻地拉着孟严熙的衣袖, 红着眼解释道, 母亲, 你不要怪子涵哥哥, 是那个王奶娘说母亲现在不得宠了, 若是我们不听话, 跑去找母亲告状, 母亲定会去闹, 到时候父亲就会将母亲休了, 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母亲了, 我们不想变成没有母亲的孩子。 哥哥也不是故意闯祸的, 是王奶娘经常让木木干活, 木木做不好, 王奶娘要打木木, 子涵哥哥是为了保护木木才挨打的, 子涵哥哥才不是坏孩子。 徐一幕的声音越说越哽咽, 最后委屈地哭了起来, 抬着小手臂故作坚强地擦拭自己的眼泪, 木木日后做事小心一些, 这样哥哥就不用因为木木挨打, 被祖母责备, 母亲也不用离开徐府了。 孟严熙心疼将将两个小家伙揽入自己的怀中, 声音有些颤抖沙哑地说道, 对不起, 是母亲没有将你们护好, 日后不会了, 我会将你们所受的苦千倍万倍地从他们的身上讨回来。 孟严熙将两个小家伙松开, 对着他们认真地说道, 一切都不是你们错, 你们是伯公府的小主人, 日后若是再有下人敢欺负你们, 就第一时间告诉母亲, 母亲帮你们惩罚他们好不好。 好, 徐一幕高高兴兴地应下, 根本就没有发现眼前的自己的母亲已经坏人了。 徐子涵听着孟严熙的神情, 有些震愣地看着她。 孟严熙没有在意徐子涵的目光, 拿过药膏一点点地替她上药, 她引导地问道, 这些伤都是怎么来的? 徐子涵咬着牙没有说话, 倒是徐子涵每次挨打, 王妈妈都要许一幕在一边看着, 她记得很清楚。 孟严熙每擦一处许一幕就卡口道, 这是用柳条打的, 这是用扫帚条打的, 这是竹条打的, 哥哥身上还有好多地方是用针扎的, 王奶娘最喜欢扎哥哥的手指。 她说, 那儿扎得疼, 又看不出来, 还能让别人以为哥哥是个没有规矩的。 孟严熙听得倒吸口凉气, 身子都开始颤抖起来, 她才想起, 之前自己来徐府吃饭的时候, 徐子涵手中的筷子经常掉落。 那时候, 朱氏还在饭桌上阴阳姐见, 说她教的孩子没有一点规矩, 吃个饭连夹菜都夹不住。 孟严熙猛地看向两个小家伙, 问道, 王妈妈那样虐待你们,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徐一幕很认真地开始思考道, 大概是两岁生日过后, 王奶娘对我们的态度就变了, 从最开始克扣我们的吃食, 到后面给哥哥安上那些不好的油头, 借机来惩罚哥哥, 后面就慢慢地开始, 让我们帮她干活, 这段时间更是变本加厉了, 对我们非打即然骂。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 孟严熙很是心痛, 两个小家伙的反问。 一直没有说话的徐子涵, 突然抬头看着孟严熙说道, 我们说过了, 只是母亲为我们讨要说法, 每次都引得祖母不快, 还会跟父亲吵架, 我们不想看到母亲难过, 母亲已经很辛苦了, 身子还不好, 这些都不疼的, 忍忍就过去了, 等子涵长大了, 就可以更好地保护母亲和木木了。 孟严熙的泪眼夺眶而出, 徐子涵伸手细心地将她脸上的泪痕擦干, 只是她的小手放在孟严熙脸上的时候, 身子僵住了。 第八章, 七主, 孟严熙将王妈妈对两个小家伙的所作所为一一记下, 她拉过两个小家伙的手叮嘱道, 母亲要同你们说一件事情。 两个小家伙认真地盯着孟严熙重重地点了点头, 孟严熙深吸一口气, 才缓缓地对着他们说道, 晚些或是明日, 你们随母亲一同回去孟府, 你们的兮兮姨姨去世了, 我们去送她最后一程好不好。 许一幕的神情有些惊讶地看向孟严熙, 嬉熙姨姨怎么会突然就去世了, 她不是还没有出嫁吗? 许子涵不语, 只是一脸探究地盯着孟严熙看。 孟严熙目光格外温柔地对着许一幕解释道, 她身体不好, 突然生病, 离开得匆忙, 去见了姨姨。 你们好好的给她磕个头, 姨姨没有成亲, 这辈子没有孩子, 你们就当是她的孩子, 最后送她一程好不好? 许一幕不明白为何母亲要这么说, 但是她想着母亲的话总归是为了自己好的, 便乖乖地点头印下。 相比于许子涵而言, 她似是察觉到了什么, 一张冷峻的小脸上, 毛子突然变得红红的。 母亲, 我们可以见她最后一面吗? 许子涵声音带着一点哽咽的问道, 孟严熙鼻尖酸酸地点头印下, 晚些你们祖父回来, 我回去同她说一声, 得了英语, 我们就能回孟府了。 许子涵垂下脑袋不再说什么, 帮着他们上好药后, 又让辅医特意过来给两个小孩认真地检查了一遍。 辅医在给许子涵检查的时候, 脸色变了变, 小少爷的身上怎么都是这些伤痕? 他的体内还有残留的银针, 小少爷他们的吃食都是安排的药膳, 怎么他们会身子这般虚弱, 营养不良? 有劳了。 孟严熙将腹衣送走之后, 特意将两个孩子的身体状况让旭秋散播出去, 很快整个伯公府上上下下都知道, 王妈妈虐待和苛待两个孩子。 而王妈妈又是夫人房中出来的人, 大家很容易就能联想到, 此事是诸事的手笔, 若不是有背后的主子受益, 就是给王妈妈食个胆子, 他都不敢这样做。 旭秋伺候两个小家伙吃东西, 孟严熙则带着木东去了徐老夫人的新斋堂。 徐老夫人坐在高堂之上, 下手位置坐着的是许伯公, 而朱氏坐在另外一侧。 看到众人都在, 孟严熙的神情微微一愣, 面上淡淡地朝着正堂里面走去。 对着徐老夫人微微扶身, 随后对着在座的长辈见过礼后。 徐老夫人这才声音温和地对着孟严熙说道, 此而过来祖母这里这里。 在徐府如今对自己还算在真心的就剩徐老夫人了, 她微微汗手朝着徐老夫人的身边走去。 徐老夫人伸手满是心疼地拉过孟严熙的手问道, 寒歌和木木身上的伤现在怎么样? 府一看过了, 说两个孩子的身子很差, 营养不良, 在寒歌的身上还残留了银针, 方才回去兰亭剧问过两个孩子了, 那些伤都是王妈妈打的。 孟严熙说话的时候, 声音有些哽咽。 徐老夫人一时一惊, 抓着是孟严熙的手紧了紧。 什么? 王妈妈怎么敢对我们薄公府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 朱氏想要开口解释, 母亲, 那银针许是寒歌调皮, 不小心弄到身上的, 况且, 那两个小家伙本来就挑食, 做了那么多好吃的, 还能将自己吃成营养不良。 这传出去还以为是我们薄公府不给他们吃东西, 将他们饿得了。 孟严熙听着朱氏的话脸色冷了几分, 反问道, 母亲, 今日木木说, 他们吃的的都是这些连下人都不吃的粗粮馒头, 那些大鱼大肉已经进了王妈妈的肚子, 从他们两岁开始, 王妈妈就想尽办法, 克扣他们的吃食, 他们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就吃这些东西, 能不营养不良吗? 方才我让旭丘给两个孩子煮的小米粥和鸡蛋羹, 他们都吃得很开心, 挑食的孩子会吃这些东西吗? 朱氏被孟严熙的话问的气节, 她话锋一转道, 王妈妈照顾不好木木和寒歌, 那就换人照顾, 毕竟她是府里的老人, 罚也罚了, 若是将她发卖出去, 恐怕是让人觉得我们薄公府太不尽人情了一些, 母亲的意思还要将王妈妈留下, 孟严熙毫不客气地反问, 朱氏有些心虚地看了眼徐老夫人, 继而解释道,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薄公府的名声着想, 徐老夫人听了孟严熙所说, 脸色已经气得铁青, 拿起身侧的茶盏, 对着朱氏的方向重重地砸了过去, 我们薄公府就是对下人太过宽容, 事到如今你还在为王妈妈开脱, 是不是此事跟你有关? 朱氏吓得脸色发白, 盲跪下解释道, 木木和寒歌都是宴里的孩子, 我怎么会? 儿媳不过是为了薄公府的名声考虑罢了, 王妈妈今日必须离开薄公府, 徐老夫人不容置换的声音响起, 是, 朱氏不敢再反驳, 孟严熙的眸子微眯, 他们之间有见不得人的勾当, 朱氏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王妈妈的, 她给身边的木冬递了个眼神, 徐老夫人拉过孟严熙的手, 面上恢复以往的温和, 祠儿, 祖母改日让容嬷嬷给再挑两个合适的人送到你的房中, 帮着照顾木嬷和寒歌, 让祖母劳心了, 账本的事情已经让下人去盘点了, 等祠儿交出涨家权之后, 时间便宽裕些, 我自己都可以照料好他们的生活, 孟严熙将话点名, 徐老夫人自知对孟严熙有愧, 是我们博公府对不住你, 等艳丽回来, 我们会好好地训斥她一番, 日后你还是艳丽的平妻, 如烟进门后, 也不会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的, 孟严熙垂眸, 看向徐老夫人那慈爱的脸, 突然将自己的手, 从徐老夫人的掌心抽出, 她声音很冷淡地问道, 祖母, 咱们北国并没有平妻之说, 说得好听是平妻, 说直白一些还是为妾, 降妻为妾, 不过是比府中下人好听一些的称呼罢了, 祖母有何必拿来挖苦我, 此而是有自知之明的, 第九章, 三十年河东, 三十河西, 徐老夫人的老脸一红, 看着孟严熙片刻后, 安慰道, 这么做也只是一时的, 艳丽如今正式升官的结果眼上, 艳丽答应我了, 等风头过了之后, 她会将正妻的位置还给你的, 若是风头一直不过呢? 孟严熙苦笑一声, 徐老夫人依旧慈爱地看着孟严熙, 不会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河西, 总有过去的时候, 孟严熙垂眸看着自己, 那双青春年华的双手, 再想想姐姐那双为了薄公府操劳到其俭的双手, 冷笑着抬头, 三十年, 河东三十河西, 女人又有多少个三十年, 我嫁入薄公府的时候, 薄公府的房顶漏雨, 都拿不出银子来修缮, 一家人挤在滴水的房中, 心却是一体的, 如今薄公府在北国混得风生水起, 一草一木都是用得上好的, 身穿滑服, 锦衣玉石, 心却变了, 孟严熙鼻尖酸色, 她抬起头来, 将眼泪从自己的眼眶中逼了回去, 她朝着徐老夫人的方向跪下, 对着她老人家说道, 既然燕里不需要词儿, 那就请祖母和父亲劝劝燕里, 让她将孩子给我, 一份和离书将放我们回孟府去吧, 徐老夫人没有想到, 孟严熙会这么说, 她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对着孟严熙道, 什么, 你可知和离女出去是要被人欺负的, 更何况如今孟府这样, 你回去要拿什么生活? 孟严熙不卑不亢地说道, 当初父亲给我的那些嫁妆, 足够我带着孩子挥霍一辈子了, 那几间铺子的收益都是很不错的, 我已经让陪嫁嬷嬷开始清点那些嫁妆了, 从前博公府日子不好过, 此而填补了一些, 如今博公府的日子也渐渐好起来, 那些银子我会让账房那边将我的那些嫁妆都补上, 日后也不会传出博公府要用女人嫁妆的事情, 这样能保全博公府的好名声, 主事一听就急了, 这些年全靠孟严熙名下, 那间铺子改善了博公府的生活, 她不仅要将铺子收回, 还要将从前贴补的银子都清算回去, 这不是要她的命吗? 都是一家人, 又何必事事分得这么清楚? 你只是每月定时朝着如烟汇报账目情况, 实际还将博公府管家全交由你来管, 我们都做出这样的退让了, 难道还不可以吗? 你到底要任性到什么时候? 孟严熙简直要被诸事气笑了, 她看着诸事的眼神变得冷立下来, 母亲的意思是, 累死累活的人依旧是我, 而管家管得好了, 功劳是别人的, 管不好, 责任是我的, 我累了, 管不动了, 该是我的一分不能少, 不该是我的, 一分我都不会多要, 日后博公府的涨家权, 我不会再动半分, 说完, 她也不管那些人的脸色有难堪, 直接对着徐老夫人说道, 令妹身子不适, 病故, 我想带着两个孩子, 回去送令妹最后一程, 还请祖母允许, 诸事脸色当下黑了几分, 对着孟严熙道, 如今孟府这般, 还是不要带着孩子回去触眉头, 万一影响, 宴里的升官可就不好了, 孟严熙没有理会诸事, 而是目光看向徐老夫人, 眼底带着一丝的期许, 徐老夫人轻叹一声, 放软声音对孟严熙叮嘱道, 虽然你母亲的话说得不好听, 但也不是, 没有道理, 若想要回去, 就自己的回去看一眼便回来, 也算是尽了姐妹情义, 九昭年岁上小, 父亲身子不适, 不宜操劳丧葬之事, 我想回去, 孟严熙的话还没有说完, 许伯公便将手中的杯盏重重地砸响, 指着他怒道, 你现在是伯公府的人, 事事都要以伯公府为重, 你回去帮着孟府操办丧事, 是想要我们伯公府一起被戳几两骨吗? 孟严熙愣了片刻, 姐姐从前常说, 公爹是徐府最为民事里的知人, 她以为今日之事, 公爹会站在他这边, 会像从前那般讲道理, 原本这一切不过是个幌子, 在孟府倒台之日起, 都纷纷撕下了伪善的一幕, 所谓的夫妻恩爱, 家庭和睦, 相敬如宾, 这些不过是演给姐姐看的, 为的就是让姐姐心甘情愿地为伯公府付出, 如今她死了, 就连想让孩子送她最后一城都这么难, 孟严熙的眸色微红, 目光在他们的身上环视一圈, 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说的, 家人之间要风雨同舟, 不论在什么时候, 只有扭成一团才能共度难关, 徐府有难的时候, 孟府的动用各种关系和手段保全徐府, 如今父亲遭人陷害, 徐府就是这么挤着撇清关系, 我孟严慈是嫁给许燕里没有错, 但我也是孟府的儿女, 北国最重孝道, 难道我不应该孝敬, 将我养大成人, 教我礼仪廉耻的父亲吗? 难道我不应该去送自己同胞妹妹一城吗? 伯公府宣称最重名声, 可你们所作所为, 让我看到的都是落井下石, 让人瞧不起, 孟严熙说完头也不回地往外面走去, 碰, 许伯公将手中的茶盏, 摔碎, 发出一声巨响, 对着孟严熙的离开的背影怒道, 你看看, 他说的都是什么话, 这是明显不将伯公府放在眼里, 他既然那么想要离开伯公府, 那就如他所愿, 将他修了, 从前他是死是活也轮不到我们管, 诸事闻言, 上前伸手, 放在许伯公的背后, 轻轻地为他顺气, 轻声地安抚道, 月次平日都是最听话懂事的, 许事这段时间事情烦多, 才让他变了性子, 老爷您也别动母, 宴里要取如烟进门, 需要耗费大量的银子, 他那些嫁妆留着也没有什么用, 还不如我们帮着他一起画, 等到见他名下那几个铺子的电器, 还有那些田地器都拿到手之后, 他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听了朱氏这么说, 许伯公脸上的怒意这才稍稍减退, 徐老夫人声音带着一丝无奈地说道, 你们这样将词而逼得太紧, 万一他真的铁了心要合理, 伯公府也会落得不好的名声, 朱氏朝着徐老夫人露出一抹谄媚的笑容道, 母亲, 您放心, 只要有孩子在, 孟月慈硬气不起来, 等过段十日, 他认清了孟府如今的局势, 自然就会为我们伯公府卖命了, 还为走远的孟严夕听着里面几人的对话, 一阵寒意瞬间袭来, 第十章, 轻点嫁妆, 木东满眼心疼地看着自家邵夫人, 声音都有些颤抖地问道, 邵夫人, 徐府的人都不让你回去孟府, 我们还能带小姐和少爷回去送孟姑娘最后一程吗? 孟严夕收起眼底的难过之色, 抬眸看向徐府那些人刚刚所在的地方, 声音冷冷地说道, 回, 他们都不拿我们当家人看, 我们为什么还要受制于他们? 为了他们在徐府委屈求全, 木东有些不放心, 万一夫人他们随便给你按个七书之条里面的错处, 到时候将你休了, 小姐和少爷要怎么办? 木东画的让孟严夕脸上的含义更深了几分, 它可以和离无所谓, 可如今看来, 两个小家伙留在伯公府日后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 孟严夕想到许一幕和许子涵身上那些层层叠叠的伤, 加上朱氏对两个孩子的态度, 不得不让孟严夕想到其中有什么蹊跷, 就算要走, 现在也还不是离开的时候, 只要我不走, 他们为了伯公府的名声, 不会真的休妻的, 从前的伯公府是什么样的, 众人都是清楚, 当初我嫁入伯公府, 一点点地将伯公府变好, 如何伺候生病的婆母, 邻里乡里也都是有目共睹的, 他们不敢在这个时候休了我, 抛弃糟糠之妻, 这是要被人戳几两骨的, 孟严夕说话之余, 已经在心中有了自己盘算, 目东见孟严夕不似从前那样忍让了, 打心里为孟严夕感到高兴, 这些年, 伯公府能从一五所有, 变成如今北国的小有橙色门地, 除了孟严夕父亲的帮扶, 暴露之外, 很大一方面的原因, 是因为姐姐的闲名在外面, 那些世家勋贵的夫人们, 都喜欢跟姐姐往来, 那些夫人们, 都是因着姐姐时不时地在外面宣扬许宴里的美名, 这才渐渐地让那些勋贵, 开始注意到了这个不棋眼许宴里, 姐姐是个心系之人, 记得每一个勋贵夫人的喜爱, 每次见面都会特别用心地, 按着每位夫人的喜欢, 变着花样, 讨得他们开心, 许宴里曾说, 娶妻要娶嫌, 此生能取得姐姐这等贤妻, 是她莫名大的荣幸, 等她日后升官发达了, 一定会将姐姐这些年吃过的苦头, 好好地弥补回去, 许宴里的出头之日, 姐姐是等来了, 只不过这一次等来的, 不是许宴里的好好弥补, 而是许府全家的设计, 甚至连姐姐最后的嫁妆, 都想要占为己有, 一窝子的蛀米虫, 实在是让孟严熙恶心, 孟严熙的毛子微眯, 很快唇角, 却又微微上扬, 贪得无厌的人, 迟早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薄公府这才刚刚开始, 孟严熙说话至于脸上的笑容, 格外的鬼魅, 姐姐有嫌妻之名, 可她不是, 她是牙子必报的孟严熙啊, 木东看着孟严熙挺直的背影, 突然感觉今日的少夫人给人的感觉很解气, 她总感觉少夫人要开杀戒, 开杀戒? 木东脑海中闪过这个词的时候, 也被自己吓了一跳, 但看着已经远去的孟严熙, 木东的心里莫名地感到开心, 她一边小跑着一边对着孟严熙喊道, 少夫人, 您等等奴婢, 主仆二人回到兰亭居的时候, 两个小家伙已经睡了半晌了, 旭秋帮着他们的行囊都收拾好, 轻声对着孟严熙说道, 少夫人, 方才林妈妈来过了, 她说, 夫人的嫁妆都已经清点好了, 让您回来之后去库房, 她再与你好好地说说那些嫁妆的事情, 孟严熙微汗手, 进去房内看了眼两个熟睡中得小家伙, 轻轻给他们在肚子上搭了一个小薄被, 这才捏手捏脚地退了出去, 在这里守着, 任何人来都不能让他们进去, 孟严熙叮嘱续秋之后, 这才往一边的库房方向去, 孟严熙进去库房的时候, 远远就看见林妈妈拿着那嫁妆单子, 轻轻地叹息, 林妈妈是姐姐的陪嫁, 也是他们小时候的奶娘, 他们得生母走得早, 林妈妈心疼他们, 待她和姐姐就像家人一般, 极好, 孟严熙的目光落在林妈妈, 那发白的头发和有些单薄的背影, 不免红了眼, 林妈妈, 孟严熙轻轻地唤了一句, 林妈妈回头, 将手中的嫁妆单子收好, 抬起一只粗糙的手放在孟严熙的脸上, 将她垂落的头发轻轻地别在耳后, 声音中带着一丝隐忍地对孟严熙开口道, 孩子, 委屈你了, 听着许燕里和许府那些薄良又难听的话时, 孟严熙没有哭, 林妈妈只是一句委屈了, 却让孟严熙顿时红了眼, 林妈妈是从孟府出来的, 修养都是极好的老人, 这一次她捏着帕子, 也怒了, 许府实在太不像话了, 这跟外面那些落井下石之人有何区别? 林妈妈说话, 至于还将目光扫向那些已经空了大半的库房, 替孟府的付出感到不值, 月辞, 林妈妈知道你自是放不下那两个孩子, 但这一次他们实在是太过分, 你当初是许公子八台大叫风风光光取进来的正妻, 岂是他们一句说将气为平气就可以接过去的事情? 林妈妈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拉过孟严熙的手继续道, 老奴相信老爷不会做那种糊涂事, 肯定是其中有什么误会, 这次就当是看清许府那些人的嘴脸, 你要记好了, 做人不能失了骨气, 孟家女不适合离不起。 孟严熙一头扑进了林妈妈的怀中, 委屈的眼泪却是再也止不住地流, 就连林妈妈都清楚父亲的为人, 可父亲尽心帮过的许燕礼和整个博公府的人, 却要这般出言诋毁父亲, 真心与假意一眼就能看得清楚。 林妈妈轻轻地拍了拍孟严熙的后背, 声音温和了几分, 别怕, 不管少夫人做什么样的决定, 老奴都会站在少夫人这边。 孟严熙将自己脸上的泪水捏着帕子擦了擦, 从林妈妈的怀中出来之后, 拿过林妈妈手中的那些嫁妆单子看了看, 林妈妈这才开口道, 这些年, 许少爷要用到银子买仕途的银子, 都是从少夫人的嫁妆中拿的, 还有夫人吃的补品看病的那些银子, 也都是少夫人从家中拿出来, 嫁妆单中有一大半的东西都已经变卖, 除了变卖的, 还有不少的东西被许少爷拿着去送人了, 包括拿金丝整套头面, 也在前不久被许少爷拿了去。 第十一章, 回孟府, 如果孟严熙没有猜错的话, 那整套的金丝头面是许燕礼拿去送给柳如烟了, 林妈妈怕孟严熙难过, 没有将后面的话说出来, 只是看着空了一大半的库房, 心都在滴血, 若是帮了值得的人, 这东西出去了就出去了, 只是对于许燕礼那样的白眼狼, 林妈妈真心就感觉不值当。 当她知道许燕礼理直气壮地说要娶别人进门, 让自家的少夫人将气为平气的时候, 她都想撸起袖子, 去狠狠地将许燕礼胖揍一顿, 何为平气? 北国还有没有这样的说, 许燕礼真是没有枉费她这些年读的圣贤书, 又当又立, 为了保全薄公府的名声, 硬生生地给窃造了个平气的厅之名, 林妈妈越想越气, 胸口都在剧烈地起伏着, 孟严熙见状担心地问道, 林妈妈,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林妈妈尽可能地让自己平复一些, 但实在是忍无可忍, 她出门去, 单手抄起门外的一把扫帚, 气势汹汹地, 就往许燕礼锁在院子方向走去, 嘴里还怒道, 少夫人, 你等着, 老奴去给你报仇, 记得老奴回不来了, 给老奴收尸, 孟严熙跟着跑了出去, 才发现, 林妈妈的脸上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目冬见状, 忙跟着, 上前拦住林妈妈的去路, 孟严熙也冲了出去, 抱着林妈妈的腰, 跟着一起哭道, 林妈妈别冲动, 我们不是一定要拼个鱼死网破的, 此而有办法, 跟他们玩命, 不值得, 不值得的, 孟严熙红红的双眸, 声音都哑了, 林妈妈这才回过神来, 将的理智拉回来了一点, 将几人的手, 从自己的身上拉了下来, 心平气和地整理好自己的衣裳之后, 拿着扫帚, 在院外的那些落叶上扫了扫, 地脏了, 该扫扫了, 她一边说着, 一边忍着泪, 将院外的落叶都扫干净后, 这才偷偷地抹泪, 回到院子里, 只是林妈妈没有回去库房, 而是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中, 拿出一本厚厚的账本, 她将账本塞到了孟严熙的怀中, 目光带着一些期许地看着孟严熙道, 这是这些年少夫人用自己的嫁妆填补薄公府账本, 要怎么做, 全由少夫人决定, 孟严熙的神情微微一愣, 看着林妈妈扮赏后, 脸上忽然患上笑意, 我正愁这样的账本要上哪旬去, 有了她事情就好办了, 孟严熙一边说着, 一边忍认真的, 开始翻看林妈妈做的那些账目, 她和姐姐看账记账, 都是由林妈妈一手调教的, 所以对于林妈妈会做账的事情, 孟严熙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林妈妈还不知道, 孟严熙的改变如此大, 她原本以为孟严熙会为了薄公府表面的平静, 一再地忍让下去, 可这次孟严熙却没有让林妈妈失望, 林妈妈试探性地问道, 少夫人是打算将那些花出去的银子都要回来吗? 孟严熙秀眉微调, 唇角的笑容明媚动人, 从前是家人, 银子花了就花了, 现在不是了, 对于那些不配的人, 斤斤计较有时候也是一种美德, 说完她将手中的账本递回林妈妈的手中, 林妈妈将这些账本都收好, 留着用, 林妈妈长舒一口气, 将账本小心地收了起来, 主仆几人将嫁状单的东西都清点过后, 收拾好行囊, 林妈妈背了马车等在侧门, 准备带着孟严熙和两个小家伙回孟府, 守门地悄悄去给朱氏通风报信, 孟严熙将两个小家伙抱着上了马车, 就在她准备上去, 身后突然响起朱氏声音, 她扬声道, 孟严慈, 你真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 没有长辈的允许, 你怎么能偷偷带着两个小家伙回去孟府, 朱氏的嗓门大, 这时正是人多的时候, 经过她这么一喧闹, 周边陆陆续续地围上来不少看热闹的百姓, 众人都纷纷好奇地朝着孟严熙他们所在的位置打量, 孟严熙停下上马车的动作, 朝着朱氏微微扶身, 依旧是一副乖乖媳妇的模样, 她公顺地唤了一句母亲, 随后脸上又露出几分委屈又惊恶的模样, 看向朱氏道, 母亲, 方才在大厅的时候, 您不是说妹妹病故, 实在惹人怜惜, 又念弟弟上小, 父亲年迈, 家中无人操持妹妹弟丧葬之事, 让我带着木木和韩哥回孟府多待几日, 好好帮着父亲分担丧葬之事吗? 孟严熙说着就朝朱氏跪下, 满是惊慌道, 难, 难道是儿熙听错了? 还请母亲责罚, 慈儿与熙儿姐妹一场, 她生前最是喜爱木木和韩哥, 慈儿这才想着带上他们一同去送妹妹一场, 朱氏没有想到孟严熙会先将自己一场, 抬头看向周边那些人的神情, 如今这个架势不得不让孟严熙带着两个小家伙离开, 只是, 这时, 徐燕里脸色黑沉地从里面走了出来, 对着孟严熙就开始指责道, 月慈祖母身子不适, 一直喊着要见你, 孟府那边, 等过两日送葬的时候再回也不迟, 孟府又不是少了你就不行了, 祖母年岁大了, 如今又病着, 你知道他老人家吃药怕苦, 每次都是要有你这个孙媳妇为, 才能乖乖地喝下, 孟严熙不恼, 依旧保持着温温婉婉婉的样子, 只是仰其脸的时候, 徐燕里从孟严熙的脸上看到一抹倔强, 只是再次开口之时, 孟严熙的眼中闪着泪花, 红着眼说道, 我在博公府一直都遵守孝道, 孝敬长辈, 恪守妇道, 相夫轿子, 一直都是围绕着博公府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而活, 如今妹妹突然因病而故, 我虽是博公府之父, 却也是孟府的嫡女, 我们年少就没了母亲, 长兄为父, 长姐为母, 我只是想要送妹妹最后一程, 等将妹妹的后事安顿好, 月辞回来该如何法, 我都认, 孟严熙说到最后, 声音都是哽咽的, 那些围观的百姓, 哪里还有不明白的, 无非就是孟严熙想要回去给妹妹送行, 博公府那些人不愿意让她回去罢了, 有些好事的百姓在一边小声地开始嘀咕道, 这博公府的人真是奇怪, 徐老夫人生病了不去请郎中看看, 让孙媳妇陪着, 难不成这孟月慈是什么神丹妙药不成, 陪在身边病就能好, 第十二章, 博公府不休妻, 只有王妻, 我看他们就分明就是不想要让孟月慈回去, 哪里找来这么多的借口, 你们听说了没有, 那徐燕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听说她最近跟那中书侍郎女儿柳如烟的, 走得挺近的, 也不知道是徐府哪个下人说的, 徐燕离很快就要让孟月慈, 让出博公府主母的长家权, 还让她正妻降为平妻, 平妻是什么, 不就是妾吗? 不可能吧, 徐少夫人可是北国赫赫有名的贤良之妻, 这么好的女子也轮到这样的境地, 未免太让人寒心了, 众人说着, 看向许燕离的目光多了几分的鄙夷, 朱氏也有些坐不住了, 就在她准备开口帮着许燕离说话的时候, 耳边率先传来小声的嘲讽声, 这徐夫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听说孟月慈在博公府这三年, 她病重了三年, 是孟月慈衣不解带地在她身边伺候, 拿着自己的嫁妆给朱氏买各种补品, 寻各种名医, 这才勉强让她的身子恢复一些, 我看她哪里像是有病的样子, 孟月慈才是消瘦得让人心疼, 看她唇色发白, 没有一点好气色, 怕是劳累过度导致的, 这徐府太不像话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 数落着博公府的不是, 朱氏和徐燕里的脸色也瞬间沉了下来, 敢怒而不敢言, 自己做的那些事情, 从别人的嘴里说出来, 却觉得很是难听, 朱氏目光狠狠地落在孟延熙的身上, 看着那马车怒道, 你要回去也可以, 这马车你父亲明日上早朝要用, 你要回去孟府就坐牛车回去, 孟延熙原本低垂的眸子, 快速地闪过一抹狠力, 再次抬头时, 看向朱氏的眼神却是显得无比委屈, 对上朱氏声音夹杂着哀求, 母亲, 这马车是我的陪驾, 寒歌身上还有伤, 木木的身子也一直不是很好, 府中不是还有一辆马车吗? 父亲上朝一直都是用的那辆马车, 我将自己的陪驾马车拿出来用, 也是为了不耽误父亲上早朝。 孟延熙的话刚说出来, 徐燕里就有些不悦地想起, 明日答应如烟陪他一同去花市买花, 他的话没有说完, 就见原本安静下来的人群, 瞬间对着他指指点点的, 孟延熙在别人看不到的角落, 也对着徐燕里露出得逞又轻蔑的笑容, 这下北国满城的人都会知道, 徐燕里为了陪心腹, 薄情寡义, 将自己的正妻撇下, 就连正妻妹妹去世, 不愿前往。 等那些指责声差不多的时候, 孟延熙这才适时的哽咽开口道, 夫君说的, 有公事缠身, 不能一同前往, 原来陪女子逛花市, 已经成为公事的中的一部分了。 孟延熙说完, 捏着帕子, 洋装难过地擦了擦眼脚的泪水, 随后朝着朱氏微微浮身, 便直接上了马车。 事已离开, 朱氏和许燕里还站在原地愣神时, 就见那些百姓朝他们投去了不善的眼神。 朱氏面色不是很好地对着那些怒对一句, 看什么看, 我教训自己的儿媳有什么不对的。 说完, 朱氏扯过许燕里的衣袖便往里面走。 许伯公看着他们两人灰头土脸地回来, 有些奇怪地问道, 你们不是去祖兰月慈回去孟府了吗? 怎么就只有你们自己回来了? 月慈和那两个孩子呢? 朱氏黑着脸, 这孟月慈就是痴雄心抱子胆了, 现在连婆母的话都敢反驳, 他刚刚外面是什么意思? 那样说, 不就是明摆着要让外面的人以为我们博公府的人欺负他吗? 想到这里, 朱氏的心里就感觉一顿窝火, 堵得他心里很是难受。 刚刚他在外面还道得绑架我, 等他回来, 有他好看的。 朱氏骂骂咧咧地说了一堆。 随后, 朱氏又回头看向许燕里道, 明日的花式, 不要带着如烟招摇过世了, 如今孟府的事情传得满城风雨, 明日一早你也去孟府, 就算装也要装个样子出来, 堵住那些百姓的嘴。 许燕里有些不想, 张了张口, 想要辩驳, 却是对上许伯公那黑尘的一张脸, 关键时候, 切勿放松警惕。 许燕里这才有些不情不愿地点头硬下, 而后转身离开。 许老夫人这个时候从偏院出来, 将刚刚他们的对话都听了进去。 她轻叹一声, 你们都是太着急了, 若不是燕里早早就要 娶那女子的事情, 说出来, 也不至于月次现在变了个性子, 伯公府现在处处都是要银子的时候, 这个是时候让她交出管家权, 再想让她心甘情愿地 为伯公府掏自己的嫁妆, 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诸事低头不语, 还是许伯公道, 谁也没有想到, 孟府的事情会这么快, 柳家那边也说了, 若是不早点做选择, 他们就要将这次的机会 压着别人的身上。 燕里如今年纪也不小了, 若是错过这次晋升的机会, 又要等下次。 许老夫人是最了解孟月慈的人, 他继而叮嘱道, 既然他已经带着孩子回去了, 那就随他去就行了。 外面有人问起来, 就说是我们伯公府的意思, 月慈是个心善, 又性子软的, 很好哄, 要想他心甘情愿地 为伯公府付出, 你们就要学会笼络他。 话落, 徐老夫人朝着朱氏伸出手, 将他招到自己的身边, 那传家的镯子, 等月慈回来之后, 就给他拿出去, 别含了他的心。 朱氏一听, 脸上就有些不悦, 他眉头微醋, 母亲, 那镯子是要给伯公府的日后真正而习的, 怎么能给他? 徐老夫人看着, 脸上多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暂且先借他代代, 又不妨爱什么, 况且, 你看北国那家薰贵士族, 有修妻的? 有的只是王妾。 朱氏的听后, 脸色微微发白, 但一想到自己今日在孟年西身上所受的那些窝囊气, 朱氏的脸上很快便换上喜盈盈的笑容。 他乖顺地应下, 是, 母亲。 徐老夫人看着府门, 向来慈和的脸上突然多了几分的锐利与狠力, 不远处的茶馆四楼靠窗的地方。 书童看着自己的公子, 好奇地问道, 公子您为何从刚刚开始就一直盯着伯公府的方向看? 第十三章, 孟年西被删。 即使与一身素白衣裳, 见眉冷目, 高挺的鼻梁更显几分冷硬, 薄唇微敏, 只是脸色苍白无血, 目光看向远处的伯公府, 眉眼间透着骇人的冷意。 他身子慵懒地倚靠在窗边的贵妃椅上, 一只手端着茶杯, 一只手随意地搭在扶手, 指尖轻轻地敲击, 给人一种并娇又金贵的气质。 公子, 书童见他不语, 又小声地唤了一句。 即使与凤眸微挑, 将手中的茶水一饮而尽, 薄唇轻起道, 这伯公府的人, 看起来不似外面传言那么好呢。 离得那么远, 书童听不到他们的对话, 可自己公子不同, 他自小天赋一柄, 除了文韬武略样样精通, 是北国赫赫有名的第一才子, 还会纯语, 只可惜他身子得了怪症, 身子才越发虚弱。 刚才伯公府那些人的谋算, 全都被季使与看了进去。 书童有些好奇地问道, 公子是不是看到了什么? 继使与想了想, 从贵妃已上起来, 随后将茶盏一丢, 稳稳地落在那堆叠放好的杯中。 他薄唇微敏, 声音轻浅地说了一句, 无关我们的事情, 只是北国这段时间要上演好戏了。 书童看着出了门的公子, 有些摸不清头脑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而后喃喃自语道, 什么好戏? 公子, 你与我说说看。 孟严熙的马车很快回到了孟府的门前, 孟严熙率先下了马车, 而后又将两个小家伙从马车上抱了下来。 孟九招得知孟严熙要回来, 早早就等候在了门口, 看到他们回来, 他立马上前帮着抱过两个小家伙。 大姐, 孟九招的毛子微微发红, 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地喊了一句。 孟严熙将手轻轻地放在孟九招的肩头捏了捏, 回去再说。 孟九招今年刚刚到树发的年纪, 从前家中很多大小事宜都是他在处理。 如今孟府的重担只能落在孟九招的身上, 看着他那懂事少年郎的模样, 就像是一夜间长大了, 孟严熙有些心疼。 他从将目光收回, 担忧地问道, 父亲的呢? 孟九招的脸上的神情不是很好, 折指里间, 阿姐走后, 父亲不吃不喝地守着在阿姐的尸身旁, 刚刚昏倒了, 我才将将他抱回房里, 这会儿刚刚睡下。 孟严熙放轻脚步, 在门外远远地看了父亲一眼。 只是不见一日, 父亲的身子就单薄了不手, 原本就没什么肉的脸颊, 都微微凹陷下去了。 孟严熙远远看着父亲的眉心紧促, 一副睡不安稳的样子, 他小心地降门关上。 此时也来不及悲伤, 他从自己的怀中拿出银子, 塞到了孟九招的怀中。 这个你拿好, 葬礼上很多需要用到银子的地方, 就由你来安排。 阿姐, 这些银子, 等九招长大后, 会想办法还你的。 孟九招看着那些银子, 声音很小地说着。 孟严熙的眸子微微发红, 抬手轻轻地摸着孟九招的脑袋, 叮嘱道, 阿姐不要你还, 这些本来也是父亲给的, 记住外面人, 问起这些银子是怎么来的。 你就说是父亲给你二姐留的嫁妆, 千万不能说漏嘴了。 孟九招将孟严熙的话记下, 重重地点了点头。 孟严熙拿过一边的笔墨纸验, 将要验请宾客的名单一一写下, 来不及做勤俭, 他便与孟九招一同亲自写勤俭, 忙完那些的时候, 已经是入夜了。 与此同时, 下人都没有闲着, 将府中的灯笼都换上了白色的。 孟父站在游廊下, 看着忙碌的两人, 脸上满是愧疚。 他步履蹒跚地, 朝着姐弟二人的方向走去了过去。 两个小家伙原本低头在一边玩耍, 见孟府过来, 立马小跑着往孟府的跟前凑, 两个小家伙声音天天换了句, 外祖父, 哎, 孟父挤出一抹笑容, 对着两个小家伙伸出手, 揉了揉他们的脑袋, 而后耐着性子对他们说道, 外祖父同你们母亲还有事情说, 你们跟续秋姐姐去花园玩好不好。 两个小家伙察觉家里的氛围不对, 也就乖乖地硬下, 随着续秋出去。 等到两个小家伙远离之后, 孟府的脸色才立马黑了下来。 孟严西上前喊道, 父,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啪, 孟父在孟严西的脸上狠狠地甩了一巴掌, 对着孟严西怒道, 谁让你们自作主张的。 孟九招先是一愣,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上前扶着孟严西摇摇欲坠的身子, 红着一双眼睛, 焦急地对孟父喊道, 父亲。 孟严西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她拉着孟九招随同自己一起跪下, 父亲, 这都是惜而自愿的, 跟九招没有关系。 孟父打了孟严西之后也后悔了, 看着她脸上那高高肿起的脸颊眼中满是心疼, 你大姐已经不在了, 你这样冒用你的姐的身份进入博公府, 若是被别人发现, 你辈子就完了。 孟府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她尽可能地压低声音, 对着孟严西说道, 孟严西目光坚毅地看向父亲, 心中也是苦涩的, 她将自己的目光落回姐姐的尸身上, 未来会如何, 严西自愿承受。 孟府恨铁不成钢地再次抬手, 只是巴掌久久都不舍得在落下。 孟严西仰起自己的脸上, 对着孟父道, 若是父亲打我能感觉好受一些, 那就打吧, 事已至此, 已经没有回头路, 可走了。 孟父看着态度坚决的孟严西, 她轻叹一声, 将自己的手放下, 声音有些带着一丝哽咽地说道, 孩子, 你为这个家付出已经够多了, 又何苦要去伯公府, 接替你阿姐的位置, 干这瞒天过海的事情, 日后, 你一定会后悔的。 父亲, 阿姐过得并不像她的说那么幸福啊, 况且, 阿姐病得蹊跷, 就算再怎么操劳, 也不会身体亏损得这么厉害, 两个小家伙在伯公府过得也不好, 身上到处都是被奶娘虐呆的痕迹, 伯公府的人不会轻易将孩子放手的, 若是颜希, 不去, 姐姐这些年所受的苦, 谁来替她讨回。 孟颜希越说越替姐姐感到不值, 她双眼红得厉害, 继续道, 徐燕里还要重新娶妻, 将正妻为妾, 这是对阿姐莫大的羞辱。 她很难想象, 若是当初承受这一切时, 姐姐本人, 她该要多伤心。 第十四章, 动了手脚的账本, 孟府的那双明亮的毛子也瞬间红了起来, 这都是你阿姐的命, 你还年轻, 又何必赌上的自己的一切, 跟那些不值得的人在一起。 孟颜希伸手握住自己的父亲, 那双瘦小的手, 邵时, 寒冬, 我落入湖水, 我虽称她为阿姐, 但她却与我同岁, 若不是阿姐拼尽全力, 将我从刺骨的湖水中救起。 如今我已经不成人了, 阿姐唯一的牵挂, 就是这对儿女, 父亲颜希向你保证, 定会好好的。 孟府看着孟颜希执着的模样, 也清楚她的性子, 是轻声地叮嘱到, 实在在伯公府过不下去了, 咱们就合理回来, 孩子的事情, 可以另想办法。 是, 孟颜希这才破涕而笑, 孟父将她从地上扶起。 孟九招也跟着起身, 上前搀扶着孟父到一边的位置上坐好。 众人, 守着孟颜慈的尸身, 一言不发。 孟颜希的目光落在孟颜慈的脸上, 仔细地打量着, 她那苍白中带着紫气的脸色, 生前阿姐的肤色太过蜡黄, 每次见面都是匆匆见过, 阿姐就要开始为伯公府的事情忙碌了。 孟颜希都来不及为孟颜慈好脉, 她忽而想到什么, 拿出一枚银针, 在孟颜慈的那双粗糙奇茧的手上扎了下去, 银针的颜色瞬间变成了黑色, 孟颜希的毛子微眯, 伯公府的人原来一早就没有打算让姐姐活下去。 早年间, 孟颜希因体弱多病, 被父亲送到了山里跟一位大师学习医术, 孟颜希生的聪慧, 对于那些医书有着过目不忘的本事, 对待病病里的理解更是一点就通, 故而孟颜希很小, 就被药王神医收到门下当了关门弟子。 在赫山的那些年, 药王神医对她更是疼爱有加, 为了不让她成为什么都不懂的女子, 药王神医还请了夫子教她读书识字, 还教她世俗的规矩, 女子该会的管家管账。 说来她也是刚刚下山才两年, 便很快地适应了这些管家长家的日子, 将整个孟府打理得井井有序的。 即便是到了现在, 到伯公府要管那么一大家子的账目, 她亦是信手拈来。 姐姐跟她讲过的那些关于伯公府的事情, 她也记下了, 只是那些人的嘴脸跟姐姐所看到的一幕却大不相同。 孟颜希看着孟颜希手中发黑的银针时, 脸色也跟着变了变。 这事,姐姐不是病死的, 是被毒死的, 毒入骨髓, 身子都是淤血, 所以才会看起来身子发着紫气。 孟颜希解释道, 孟府的身子晃了晃, 她没有想到伯公府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孟颜希冷静下来, 看向孟府问道, 父亲, 这次你被控诉贪污之事, 可否跟我好好地说一遍? 孟府汗手, 脸上满是沧桑, 一下子就老了。 那日上面的人, 让我将府衙的账本整理好, 送到上头。 我连夜, 将账目清算好, 早早将账本送到了上官的手中, 之后便离开。 只是离开前, 我好似看到了宴里的身影, 起初并没有太在意, 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就离开了。 次日, 上官带人来家中说我贪污府衙五百两银子, 还将账本拿来给我看, 我看过了, 那账本确实是我呈上去的那本, 里面账目仔细查阅下来, 也确实是少了五百两银子, 到如今, 我都没有想明白, 缺少的银子, 究竟是哪里出了纰漏? 上官也是念在父亲如今年迈, 这才没有将我收押入奸, 只是经过这么一闹, 对你们的影响就大了, 都是为父不好, 成为你们的绊脚石。 孟府说到这里, 他落寞地垂下脑袋, 五百两? 这也太瞧不起我父亲了, 孟严希的脸色难看地骂了一句, 孟府听着孟严希的话, 那些不好的心情, 这才缓解了几分, 那账本不知道, 父亲可否将拿来给我歇儿瞧瞧, 孟严希下意识地问道, 孟府听后, 脸色变了变, 伸手将孟严希的嘴巴堵上, 小声地在他耳边叮嘱, 从今往后, 你就是孟月慈, 孟严希已经病死了, 孟严希这才意识到, 在家人面前他放松了警惕, 一时说漏了嘴, 孟夫见他汗手, 这才轻叹一声, 账本已经被上官拿走了, 他们也在核实此事, 也怪我自己一时疏忽, 没有将好好的将账本整理好, 才会出了这样的纰漏, 等上面查完下来, 日后, 你们就离我远一些, 这样也可以对你们的影响小一点, 孟九招满是心疼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而孟严希更是红了眼睛, 爱与不爱, 从细节一眼就能看出来, 薄公府的人得知此事, 都纷纷与父亲撇清关系, 就连正妻都迫不及待地要换掉, 父亲却害怕他们受到牵连, 主动要离他们远一点, 孟严希委屈地看着孟夫, 父亲不是说, 一家人要风雨同舟的吗? 父亲为我们遮过的风, 挡过的雨已经足够多了, 这一次就换我们保护你吧。 孟夫看着这个从前娇娇弱弱的孟严希, 如今气势一点都不输给那些好狼, 他不由地重重地点了点头, 孟府率先将自己的手伸了出来, 孟九招的手也跟着放在孟府的手背, 孟严希的手放在最上面, 还像儿时那般喊出属于他们的口号, 同舟共济, 其度难关。 一日清晨, 水雾缭绕, 徐燕里在徐老夫人的逼迫下, 不情不愿地来到了孟府的门外。 此时孟府大门敞开, 徐燕里静止地往里面走去, 此时孟府到处挂着白色的灯笼, 雾茫茫地看着一片寂静的孟府的, 徐燕里小声地唤了一句, 乐瓷。 偌大的大堂内, 回荡着徐燕里的响声, 不知道为何, 他总感觉今日的孟府寒意逼人。 他迈着步子, 朝着停放孟月瓷的尸身的地方走去。 徐燕里掀开格挡的白布, 往里面看了看, 他的脸色瞬间煞白。 孟月瓷那张脸看起来亲子亲子的格外瘆人。 徐燕里没忍住惊呼一声, 啊! 他一边往外面跑, 一边鬼哭狼嚎着。 徐燕里再次回头的时候, 只感觉身后有一个目光, 正在冷冷地盯着他, 耳边还环绕着孟月瓷的声音, 夫君。 第十五章, 心中有鬼。 就在这时, 一直没有出现的孟严熙突然出现在徐燕里的跟前, 面无表情地对着他悠悠地唤了一句, 夫君。 徐燕里在重时刻遇到孟严熙, 又是用这样的声音, 险些被吓尿。 对着孟严熙就是一声惊恐的哀嚎, 鬼啊。 徐燕里想要跑, 却被孟严熙伸手从身后揪住了他的衣领, 狠狠地往后一拽, 硬生生地给拉了回来。 不要, 不要, 不要怪我, 不是我的主意徐燕里下意识地挣扎着说道。 孟严熙的毛子微眯, 声音冷立了几分, 在徐燕里的耳边如鬼魅般地响起, 是谁的主意? 徐燕里突然想到什么, 忙回头看了眼身后, 还穿着孟月瓷衣上的孟严熙, 这才回过神来。 死的是孟严熙, 不是孟月瓷。 刚刚自己的丑态全被孟月瓷看了进去, 看到身后的人是他, 脸色立马沉了下来。 对着孟月瓷黑着脸, 斥责道, 刚刚去哪里? 神神叨叨地想要吓死谁? 换作平日被徐燕里这样责备几声, 孟月瓷就会立马跟徐燕里道歉, 讨好他。 但今日的孟月瓷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 目光疏离地看着他。 徐燕里被看得有些不自在, 将自己的别道一边去, 继续道, 我饿了, 去给我准备些吃的。 今日不是跟柳姑娘约好了吗? 你不去赴约, 只怕他会伤心难过, 不如去刘府吃吧。 孟月瓷感人的意思很是明显。 徐燕里一如既往地坐在一边座位上, 一副理所当然的语气, 我是帮你的, 别这么不识好歹, 去给我做些吃的简单点, 水蒸淡葱要切成碎末, 小米粥放点南瓜, 要熬将南瓜熬烂, 来个凉拌菜下周, 剩下的来点蒸虾, 去可去投, 蘸料还是照做之前配比来, 醋少点, 放些糖。 徐燕里自顾自地说了一堆, 等他再次回头的时候, 发现孟延熙早就不见踪迹了, 他朝着饭厅的方向寻去, 就见孟夫他们都围坐在饭桌前吃着早餐, 见他过来。 孟夫和孟九昭都没有从前的热情, 孟夫装作没有看到, 孟九昭只是掀起眼皮, 随意地在徐燕里的身上瞥了一眼, 而后继续埋头吃饭。 这样的落差感, 让徐燕里感觉有些不适, 他有些委屈地朝着孟月慈的方向去, 就见他正在仔细地给两个小家伙弄着吃食, 完全不去理会自己。 还是许一幕有些愚心不忍, 向征信地朝着徐燕里招了招手道, 爹爹过来坐这里。 他一边说着, 一边将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的桌子, 徐燕里硬着头皮往许一幕的方向坐了下去。 父亲, 徐燕里对着孟夫淡淡地喊了一句, 孟夫这才抬头, 目光锐利地落在徐燕里的身上。 他声音冷硬地问道, 听闻, 你要将让阅词当窃? 徐燕里拿着碗的手顿了一下, 脸色有些不是很好的, 看向一边若无其事的孟严熙。 孟夫看着徐燕里这般没有担当的样子, 胸口剧烈地起伏, 他将筷子重重地放在一边。 徐燕里随同将手中的碗放下, 站起身, 居高临下, 不以为意地看着孟夫道, 不是让他当妾, 只是平妻罢了。 啪! 孟夫抬着手, 狠狠地甩在徐燕里的脸上。 他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的道, 平妻, 不就是妾吗? 悦慈跟着你, 这些年吃尽苦头, 到头来你, 就是这么对他的。 徐燕里红肿着半边脸, 可想而知, 孟夫用了多大的力气, 一直将他高高捧起的孟夫, 是第一次动手打他。 徐燕里脸上带着怒意, 将自己的手紧了紧, 骨节发白。 他尽可能地让自己语气平缓下来, 对着孟夫说道, 慈儿还是伯公府的少夫人, 如焉身子孱弱, 不惜后宅女人之间的勾心斗角, 日后伯公府还是有慈儿来管, 并不会对他的地位有什么影响。 孟夫听着徐燕里的言辞, 被他气得脸色胀红, 看着眼前玉树临风的男子, 一眼失望。 他本以为徐燕里从前只是家境差了一些, 只要自己好好地帮扶, 他就能长大变得更有担当。 但他错了, 有些人骨子里就是臭的, 就算外表收拾得再华丽, 也掩盖不了他那里的腐败。 合离吧。 孟夫沉吟良久之后, 长舒一口气道。 徐燕里抬头, 态度坚定地对着孟夫道, 我跟月次不会合离的, 这辈子我都不会将他抛弃,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能给他一个更好的生活。 孟夫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地说着, 你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私心, 再给自己找寻借口罢了, 他要的从来就不是一个华丽的牢笼, 而是家人的真心实意, 既然你们伯公府容不下他了, 就将他交还给我, 让他在孟府当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这些年月词, 想要什么都随他, 伯公府从来都没有亏待过他, 现在和离人, 让外人怎么看待我们伯公府, 怎么看我许燕里? 许燕里此时也是毫不客气地反驳, 而后, 许燕里不管众人的脸色难看, 继续补充道, 我许燕里这辈都不可能写和离书, 若是父亲执意要辞而离开, 我只能给他一纸修书。 说完这话, 还不等孟府开口, 他率先离开了桌面, 往门口的方向走去, 孟府盯着他离开的背影, 气得脸色铁青。 孟九招也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攥紧双手, 对着孟严熙道, 我去帮阿姐出气。 孟严熙目光落在许燕里的身上, 眸色渐渐变得沉冷起来, 不必, 晚些自然有人会替我们收拾他, 何必脏了自己的手。 说吧, 孟严熙开始忙碌起来, 准备迎接宾客, 门口的行人往来, 车水马龙, 唯独没有往孟府里面走的人。 许燕里挺直几倍, 脸上高傲的神情, 朝着孟严熙的方向投去一目光。 似是要告诉孟严熙, 孟府的繁华已经过去, 日后的生活只能依仗他。 许燕里的身子悄悄地往孟严熙的身边凑近一些, 小声地在他耳边说道, 孟府的丧葬之事都没有人前来上香, 晚些, 以便随我一同回去, 府中的婚事还需你的操持。 第十六章, 在府中养尊处优。 啪, 孟严熙抬手巴掌, 狠狠地朝着许燕里的脸上, 重重地扇了下去。 清晨的孟府门口很安静, 巴掌声清脆又响亮, 惊动了外面行走的路人和原本沉浸在难过中的孟家人。 他们都用不可置信的目光朝着孟严熙和许燕里的方向看去。 许燕里捂着自己的红肿的脸颊, 眼底的怒意丝毫不减。 他克制地看向孟严熙质问道, 孟月慈, 好端端地发什么疯。 下一秒, 孟严熙收起獠牙, 对着许燕里露出一副委屈的神情道, 今日是妹妹的丧事, 是夫君不该在这个时候说那样的话。 你与柳姑娘的婚期还长, 等妹妹下葬之后, 我再回去伯公府帮夫君操办你们的婚事, 也是来得及的, 方才我也是一时心急, 失了手。 说吧, 孟严熙恰到好处地挤出几滴泪水。 那些停下脚步的路人, 对着许燕里小声地议论着, 不停地指责许燕里不是人, 在这个时候, 还要往孟府的心头上撒盐。 许燕里自小就受到府中的娇宠, 就连成婚之后, 孟月慈和孟府的所有人都是对他极好的。 只是从那日, 他跟孟月慈提及让他交出涨家权之后, 这一切都变了。 孟月慈不似从前那样对他热情, 孟府也不如从前那样对他百般包容。 这让向来在孟府趾高气昂习惯的许燕里, 感觉无比的落寞。 心中的那股落差感, 让他感觉很适不适。 一时间, 他有些失去理智, 对着孟年息怒道, 难道不是吗? 你瞪大眼睛好好看看, 如今的孟府哪里有还有人前来? 你们孟府已经没有从前的风光了, 今日是不会有人来你们孟府上香的。 日后, 你们孟府唯一的依靠就是我们伯公府。 我这么做是为了谁? 还不是为了给你一个安稳的生活。 你以为这些年, 你在伯公府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 就是怎么来的? 许燕里耿着脖子, 红着对孟年息怒道。 孟年息的看着许燕里的眸色, 突然冷了几分, 嘴角却带着一抹细血的笑意。 是吗? 伯公府会也会记得恩情吗? 当初我嫁入伯公府的时候, 摇摇欲坠的府邸, 雾外下大雨, 房内下小雨的伯公府, 如今也是一片盛景, 那儿的寸草寸土, 今日伯公府的繁盛, 和你如今的锦衣玉石, 难道是你一个挣来的吗? 我出到伯公府的第一年, 拿出嫁妆中的一百两银子, 重新修缮了伯公府的那摇摇欲坠的房子, 期间你求职, 为了能让你仕途顺遂, 大大小小的嫁妆, 花了不下三千两。 我去伯公府的第一年, 婆母生病, 因常年营养不良, 身子骨极差, 我到伯公府的这三年, 一不解带, 除了忙于家事之外还要打点那商铺, 管账, 剩下的时间都是陪在婆母身边, 她的所吃那些人参, 燕窝, 滋补的东西, 那一样不是从我的嫁妆中逃出来的银子。 孟严西拉着自己的腊黄瘦弱的脸, 对着许愿里质问道, 夫君好好看看, 我孟严慈的样子, 哪里看起来像是在伯公府养尊处优的那样子。 这分明就是一副疲劳过度的躯体啊。 如今婆母的身子好了, 夫君的仕途顺遂, 我本以为自己的要苦尽甘来, 终于可以过上舒坦的日子了。 可夫君是如何做的? 孟严西每说一句话, 许愿里的脸色就难看一分, 她的脸色难看得可低沫。 孟严西所说的那些都是她在夜晚翻看林妈妈从前记下的账本一一记下的。 她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许愿里被孟严西的话堵得气劫, 她抬头就见那些人都在对着自己指指点点的。 许愿里要重新娶妻的事情, 从孟严西知道后, 她就让人开始在外面大肆宣扬了。 如今的北国有不少的百姓都知道。 与此同时, 传去的还有伯公府忘恩负义的名声。 孟严西继续当着外人的面去刺激许愿里, 她要将许愿里逼得失去理智。 她哄着眼睛继而说道, 我可以将正妻的位置让出来, 但如见伯公府也算是顺风顺水。 我只要求将昔日用在伯公府的那些嫁妆, 统统换回来, 那是父亲给我的嫁妆, 我不该如此祸害。 被孟严西当众说出这样的话, 许愿里向来就耗面子。 指着孟严西就怒道, 好,我们会将你在伯公府填补的那些嫁妆统统都还你, 日后你也不用再用这样的事情要挟我, 我许愿里不欠你的。 孟严西脸上的神情格外地冷静, 她反问道, 什么时候还清? 说着, 她又给孟九招递了一个眼神。 孟九招很快地就明白了孟严西的意思, 转身进了里面。 许愿里没有想到她会如此粉心, 想着孟严慈除了刚刚所说的那些银子, 应该也不会有更多的嫁妆贴补在伯公府了, 以目前自己的官品, 要一次性拿出那些银子也不是不能。 思极此。 许愿里为了争口气, 对着孟严西咬牙道, 三日后, 你这些年在伯公府的银子我都会一次性给你还清。 话落。 孟九招从里面走了出来, 将一张写好的鞋意递到孟严西的手中, 一试两份。 孟严西认真地看了看之后, 确认没有问题, 这才对着许愿里道, 签下吧, 三日后将东西都凑齐, 这张欠条也就作废。 许愿里看着孟严西的做法, 她气得全身都在颤抖, 对着孟严西放下狠话道, 你等着, 希望你不要后悔。 你不签, 我倒是会遗憾终生, 放心, 我孟严慈做事, 从来不走回头路。 许愿里的双手成拳周遭都是在指责她的人, 她飞快咬破自己的手指, 在两张鞋意上面按下自己的手印。 孟严西将其中一张鞋意递到了许愿里的跟前。 许愿里看都没有看, 便将那薰指揉成一团丢到地上。 孟严西不急不慢地将自己的那张鞋意 整齐地叠好, 放入自己的袖带里面。 随后, 这才捡起被许愿里丢在地上的那团鞋意, 塞到她的怀中, 声音听不出一丝感觉地说道, 还是收好, 免得母亲回去说我做伪证, 各自留底银子, 一道一起销毁。 第十七章, 药王的关门弟子。 许愿里对上孟严西那张脸, 只感觉格外地陌生, 但脸上也带着一丝的厌恶。 她在孟严西的耳边小声地说了一句, 正是因为你没有如烟的柔情, 才会导致我爱上别的女人。 孟严西冷笑, 从前的阿姐可是世上温柔的女子。 她知书达理又孝顺, 说话总是温温柔柔的, 从前的许愿里总是说阿姐说话好听, 像是百灵鸟那般清脆, 又让人感觉舒服。 是她到博公府的管家的这些年, 那些下人总想在阿姐手底下耍滑头, 她才不得不变地锋芒。 两个孩子出生时, 阿姐生产完还要强撑身子去伺候生病的婆母, 还要管着府中的大小事情, 还要为许愿里铺露愁银子。 为了讨回那些老赖的银子, 给许愿里铺露, 阿姐不惜女子的名声, 出去跟别人争锋相对, 换来的却是婆母, 嫌弃她抛头露面, 没有女德。 许愿里指责她不知羞耻, 转身却又毫不客气地 拿走那些阿姐赌上女子名声的讨要回来的银子, 去买自己顺遂的仕途之路。 到头来, 许愿里将自己的无耻 就这么轻飘飘地推到了阿姐的身上。 孟严熙同样凑近许愿里, 嘲讽道, 又当又立, 没想到你这么无耻。 许愿里的耳边响起孟严熙的话, 脸上写满了不可知。 她看着孟严熙愣了半晌, 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直到孟严熙唇角勾笑着 从许愿里的身侧离开, 然后若无其事地站在原地, 许愿里这才回过神来。 突然, 孟府的外面 卷起一道强劲的旋风, 一道白袍身影 一闪而过地冲入内堂。 孟严熙愣了一瞬, 这才意识到什么, 飞快地朝着内堂的方向冲了进去。 就见白袍老者 拉过自家阿姐的手 已经哭得稀里哗啦的, 嚎啕大哭道, 嘻嘻, 师父不是将你的身子 已经调理好了吗? 怎么才下山没几年, 就劳累成急暴病死了。 他一边伤心地说着, 一边就想要扛起孟月次的尸身离开。 你爹爹那个不靠谱的糟老头, 师父早说, 他不安生好心, 将我的好大徒儿累死了, 咱们不入他们的祖坟, 师父带你上山, 咱们回赫山, 师父将自己的风水宝地 分你一半。 要望神医红红的眼睛, 转身之鱼, 就与站在一边的孟严熙 对上视线。 孟严熙看着要往老头哭的真切,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着老头哭。 心里不免感觉暖暖的, 眼眶也跟这儿红了起来, 想着, 日后, 若是自己的真的死了, 师父也会这样分自己的风水宝地给他吧。 要望神医, 看着眼前眸色如此熟悉的女子, 她的眼泪瞬间憋了回去, 抬起了自己的袖子, 擦了擦眼角, 胃干的泪痕。 指着孟严熙之无半天, 才问道, 熙熙, 孟严熙上前朝着要望神医做了一个静声的动作, 轻轻嗓子, 对着她道, 要望神医, 您节哀顺变, 这都是妹妹自己的命。 她一边说着, 一边示意要望神医将阿姐的尸身重新放回席子上。 要望神医方才伤心过度, 没有认真地查看孟严词, 这才一时将人认错了。 看到自己的徒儿还好好的, 活蹦乱跳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要望神医的难掩脸上的喜色。 只是她满是疑惑地看着孟严熙, 想要开口, 却被孟严熙用手堵住。 她在要望神医的耳边小声地叮嘱一句, 什么都不要说, 什么都不要问, 只当我就孟严词, 回头我会好好的跟师父解释。 要望神医想要问点其他的时候, 徐燕里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两人的跟前。 要望神医故作难过地, 拉着孟严词的尸身道, 你们将我的徒儿累死了, 我不管你们陪我一个。 孟严熙神情一愣, 立马明白要望神医的意思, 她满是为难地说道, 神医眼下, 孟府就只有我和弟弟二人, 若是您不要嫌弃, 我们可以。 就在要望神医想要开口做选择的时候, 徐燕里急迫的声音突然响起, 在下见过要望神医, 在下自小就对医术很感兴趣, 也对要望神医早有耳闻, 我应是比他们都更加适合当年的徒弟。 然后, 要望神医一直都是人精, 她很快地就察觉到自己的徒儿并不喜欢徐燕里, 甚至还带着一丝的厌恶。 她若无其事地起身,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笑盈盈地对上徐燕里的视线, 问道, 收你不是不可, 只是要给我一个必须要收你为徒的理由。 徐燕里想了想, 母亲的身子一直都不好, 加上柳如烟的身子也是娇弱, 若是能借机与要望神医搭上线, 日后自己的仕途也会更加顺遂, 母亲和如烟的身子也能更好地到调养。 四季此, 徐燕里朝着药王神医露出一副难过的神情, 母亲身子一直不好, 我想学医能够帮着母亲调养身子, 还有我所爱之人也。 徐燕里沉浸在自我感动的话语中, 突然就听到药王神医不耐烦地开口道, 我堂堂药王不收你这等品行不端之人为徒。 徐燕里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 就听到药王神医指着一边的孟严熙说道, 就你了。 孟严熙故作惊讶地看着药王神医摆了摆手, 我只是一位后宅妇人, 药王神医要收我为徒恐怕我愚笨, 也学不好, 神医还是好好再考虑一下, 就你了。 药王神医露出傲娇小眼神, 看着孟严熙在心中暗爽, 徐燕里也从不可思议中回过神来, 看着药王神医忍不住地开口问道, 为什么? 他不用说理由。 药王神医原本不想理会徐燕里的, 但是他问了, 药王神医就开口道, 老夫乐意, 我就喜欢他重有福相的女子。 说完, 他还不忘将目光看向一边的徐燕里, 又看了看孟严熙道, 离开他, 你的日子会更好。 话落, 药王神医也不管徐燕里被漆黑的一张脸, 静止地就往外面走。 走, 给师父上茶。 药王神医冲着孟严熙你的喊了一句, 孟严熙忍着笑意, 跟了上前。 只是路过徐燕里的时候, 他伸手将孟严熙拦下, 目光带着恳请, 将这次的机会让给我。 第十八章, 不速之客。 孟严熙猛地靠近一步, 声音清冷地反问道, 让给你。 继续在你身后, 为你默默扑路, 却要被你们说成在府中养尊处优的废物吗? 徐燕里没有想到感到他会拒绝, 他急迫地反驳道, 我从未说过, 你是废物。 哼, 你们的意思是如此, 徐燕里, 我是瞎, 不是蠢。 从你们落井下十之日起, 我们的夫妻情分就已经到头了, 日后你我各不相干。 孟严熙说完, 头也不回地往外面走去。 他来到门口的时候, 药王神医已经坐在太师椅上, 一身素白的长衫, 形同老神仙一般。 孟九昭也很上道地端过茶水在一边候着。 药王神医见孟九昭过来, 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胡子, 扬声道, 孟月词品行端正。 即日起, 我赫山药王, 收他为关门弟子, 请诸位见证。 化落。 孟九昭道, 贵, 凤茶。 孟严熙很清楚, 师父这么做, 除了让自己的医术, 有条明路可走, 就是为了帮自己撑腰, 他眸中微红。 这一跪, 此后孟月词就是孟严熙, 孟严熙便是孟月词。 孟严熙跪下, 从孟九昭的手中拿过茶杯, 双手奉上, 徒儿请师父喝茶。 药王神医将他手中的茶杯接过, 一饮而尽, 随后便拿出一个红布包裹的东西给他, 这是见面里。 孟严熙看着那熟悉的包裹, 眸光微动, 双手将东西接过, 揣入了自己的怀中。 药王神医将他从地上扶起, 几人又来到孟月词的牌位前上了乡, 药王便离开了。 序言有些不甘心地挡住了药王神医的去路, 他小声地试探道, 神医, 家母和爱妻身子不适, 可否请您回去替家母和爱妻诊治一番? 爱妻? 药王回头看了眼孟严熙所在的位置。 许燕李立马解释道, 是府中另外一妻。 药王的脸色瞬间变了, 他冷着脸道, 北国的人都知道, 名为许燕李的男人取得一嫌妻, 名为孟月词。 那些茶馆的说书人常说, 许燕李是个有福之人, 如今你仕途顺遂, 却要另取别妻, 舍弃遭康之妻者逼亡。 药王完全不理会许燕李那难看的神情, 继续说道, 我赫山药王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不就忘恩负义, 品行不端之人。 许公子还是另请高明, 还有, 老夫也祝你们百年好和。 药王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许燕李的心瞬间堵得慌, 面色难看地直接甩袖离去。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前面突然响起一阵异样, 众人商议的声音不停地从人群中传了出来。 一辆滑贵的马车从不远处驶来, 缓缓地停在了孟府的门前。 孟严熙有些疑惑地朝着那马车探出了脑袋。 孟府看了眼马车上下来的男子, 率先反应过来, 忙上前给对方请安。 孟严熙和孟九昭不明所以, 但也跟着一同前往, 行礼。 许燕李停下脚步, 看着那熟悉的马车, 眸子晦暗。 等看清从马车上下来的男子, 他的瞳孔骤然一缩, 转身就要往回走。 他没有想到, 孟府如今变成这样, 竟然还会有身份这么尊贵的人, 前来给孟严熙上巷。 早前, 他就听闻孟严熙是个了不得的女子, 除了医术了得之外, 武术也不错, 就连龟中女子会的东西他都会, 是个出挑的女子。 许燕李没有想到, 孟严熙这个未出阁的女子, 竟然还认识这么多的权贵。 他目光看向一边的孟严熙, 只觉更是刺目, 心中想着, 若是孟严熙有孟严熙一半的好, 自己也不会做出另娶妻的事情。 三皇子里面请, 孟夫小心翼翼地在他的身边伺候。 只是路过孟严熙身边的时候, 济世宇的那淡漠中, 带着一丝慵懒的目光, 在孟严熙的身上淡淡地扫过。 而后, 若无其事地往孟府里面走去。 孟严熙愣了一瞬, 在脑海中的飞速地寻找孟严熙的身影, 确认自己不曾与他有过任何的交接。 这才将方才孟严熙看自己的那个眼神, 归一结为误伤。 他走在后面伸出手, 轻轻地扯了扯孟九昭的衣袖, 小声地在他耳边问道, 父亲什么时候与这么大的人物勾结上了? 孟九昭也纳闷地摇了摇头道, 这么大的人物不应该只有你才认识的吗? 父亲从未跟这些皇子有过什么联系。 孟严熙也梦了, 这三皇子不请自来, 只怕是有事。 他小心地跟在季诗语的身后, 仔细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男人只是到孟严熙的牌位前了上香之后, 将随礼送上, 就准备离开。 许燕里看到季诗语谄媚的上前, 说道, 三皇子, 我是许燕里, 有些围观的事情, 下官想要向三皇子请教一番。 原本面无表情的季诗语, 抬头, 目光冰冷地落在他的脸上, 嘴角却是勾出一抹魅惑的笑容。 许燕里, 不认识。 季诗语说完, 绕过许燕里, 就要离开。 他突然想到什么, 回头看了许燕里。 原本有些失落的许燕里, 见状立马狗腿般地上前, 笑问, 三皇子你找下官? 既然自己连做官都不会, 就不要站着那个位置, 早日请辞吧, 将机会留给更有能力的人。 继诗语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许燕里的脸色瞬间下得惨白。 等许燕里再次回过神来的时候, 才发现在双手都冒着冷汗。 孟燕西看着那个病黏黏的的三皇子, 突然感觉他说话的样子真帅。 他下意识地叫住了他, 且慢。 孟燕西开口的时候, 愣了半赏, 自己如今是孟月慈的身份, 要如何将那香包给他。 既诗语停下脚步, 顺着孟燕西的方向看了过去, 声音淡淡地问了一句, 怎么? 孟燕西想了想, 还是从自己的怀中掏出一个香囊, 递到了季诗语的手上。 这是妹妹还在的时候, 给我的香包, 听闻对入睡有很大的功效, 我看三皇子的眼底泛着清黑, 这个香包应该是对您有所帮助。 书童想要上前帮着季诗语将东西收下, 却是被季诗语率先一步拿过。 他拿在手中静静地把玩后, 便将香包收入自己的袖带中, 声音慵懒地对着孟燕西说了一句, 谢了。 书童看着季诗语一系列的动作, 脸上写满了震惊之色, 他自小就跟在季诗语的身边, 自然清楚三皇子的洁癖到底有多严重。 特别是女子拿过的东西, 他从来都不碰。 可眼下, 季诗语却将孟燕西一个人附地 从怀中掏出来的香包, 宝贝般地塞到自己的袖带。 第十九章, 百嫁子。 书童浩天有那么一瞬间, 感觉自己的天都要塌了, 他暗暗地揣摩, 最后得出一个让他自己有些崩溃的想法, 那便是他们的三皇子喜欢人妇, 更喜欢人妇身上蹭过的东西。 季诗语不知道, 浩天在脑海中将自己想得这么龌龊, 回头目光落在浩天的那神情怪异的脸上, 还不走。 浩天这才收回目光, 屁颠屁颠地跑着跟了上去, 华丽的马车在街道上招摇过世。 三皇子很久都没有露面了, 今夜却是特意给孟延熙上香, 这让北国的人纷纷猜测三皇子与孟夫的关系。 加上前面药王神医来给孟延熙祭奠的事情也传开了, 一时间孟夫成为眼中的香伯伯。 不少薰贵为了想要孟家帮着他们跟药王神医迁上线, 在孟延熙出殡当日纷纷前来上香送礼, 大道皇子、丞相、小道三四品的官员, 往孟府送的那些礼品更是堆积如山。 朱氏早早就打探到了这个消息, 他对着许燕里道, 晚些孟延熙那个短命鬼出殡, 你快些吃, 我们一同去孟府送行, 给孟府的人撑腰, 以免那些外人看不到我们去, 还以为我们博公府的不懂礼节。 昨日, 许燕里在孟府受到了那么屈辱, 听着朱氏的话, 他的脸色已经铁青, 被打到红肿的脸, 就连今日还是带着一些淤血, 他不想再去孟府处眉头。 母亲要去, 就自己去吧, 儿子不想自讨眉去。 许燕里情绪不是很好地开口说道, 徐老夫人看着脸色不好的许燕里, 忙安抚道, 要王神医将月慈收到门下为他的关门弟子, 这说来也是为我们博公府争光了, 等他从孟府回来之后, 可以借机好好地办一场宴席, 顺带将要王神医请到我们博公府来, 这样不管要王神医是收谁为徒, 只要月慈一日是我们博公府的人, 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为博公府铺路。 许燕里轻轻地焊手, 他突然想到什么? 从自己的怀中掏出一张鞋翼, 将那张皱巴巴的宣纸打开, 放在桌面上。 朱氏有些疑惑地问道, 这是什么? 许燕里想到昨日在孟府受到的那些耻辱, 脸上带着一丝怒意地开口解释, 昨日孟月慈当着众人的面, 让我签下他嫁妆三日内退还给他的事情, 我签了, 让帐房那边好好地清点一下, 这些年我们一共用了孟月慈多少的嫁妆, 尽快凑齐, 一同还给他, 日后他再也没有办法拿着嫁妆的事情邪恩了, 我许燕里也就不欠他的了。 什么? 许老夫人的脸色瞬间变得不好, 朱氏也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将那张按了手印的宣纸拿起, 认真地查看这上面的内容。 他一边看着一边念叨, 伯公府将在三日内把孟月慈嫁妆贴补尽数归还。 最后是许燕里按的手印, 朱氏看到这里, 只感觉自己的脑子一热, 又重新跌坐了回去。 他一脸恨铁不成钢地对着许燕里说道, 我的儿啊, 你怎么能答应他这个请求呢? 你可知, 这些年孟月慈在伯公府贴补了多少的嫁妆银子吗? 许燕里有些不以为地说道, 不就是几千两银子吗? 他要一次性还他便是, 这有什么难的? 朱氏险些要被许燕里的给气死, 他后知后觉地发现, 许燕里和他们都被孟月慈给耍了。 燕里, 你着了他的道了, 我现在就去找他好好的算账。 这些年, 他在伯公府吃住那些费用都要除去, 才能将他贴补的嫁妆还给他。 况且, 他在伯公府的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 这些都是不便宜的。 朱氏气势汹汹地说着, 徐燕里也认为有道理, 对着朱氏重重地点了点头。 徐老夫人的声音突然响起, 你们且慢, 今日是孟严熙出病的日子, 不要闹得太过难看了, 顺便再让账房那边 将伯公府这些年的账目都拿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 看他会不会偷偷拿着伯公府的银子 回去补贴孟府。 经过徐老夫人这么一提醒, 朱氏这才反应过来, 孟府现在已经算是穷途陌路了, 怎么可能还能拿出 那么多的银子 出来给孟严熙置办这么好的葬礼。 朱氏不由地想到, 孟悦慈是拿着伯公府的银子 回去贴补娘家了, 他的脸上突然生起一抹笑容。 若是这样, 我们就可以拿了孟悦慈的错处 将他修出伯公府, 这样一来, 他的那些嫁妆就都是我们的了。 朱氏说话的时候, 还不忘将手中的那鞋翼 直接撕得稀碎。 不用管他, 等他回来伯公府 自然就会老老实实的, 还会像从前那样听我们的话。 徐燕里听后轻轻的汗手, 也就没有将还孟严熙嫁妆的事情 放在心上。 母子两人吃过饭后, 便朝着孟府赶去。 今日的孟府 与昨日徐燕里在的时候, 有所不同。 孟府的院子前, 停满了那些华丽的马车。 而伯公府的马车往那一停, 显得破烂, 又小气。 伯公府内唯一一辆拿得出手的马车, 就是孟悦慈的陪驾。 只是他将马车带走, 出行只能是依靠这个破破烂烂的老古董。 朱氏从马车上下来, 轻轻地拢了拢得自己的衣裙。 看着自己乘坐的马车, 如此破烂他只感觉自己像是失了面子一般, 心中憋了一肚子的火。 朱氏将这一切都归根到了孟悦慈的身上, 若不是他坐着那辆陪驾马车回来孟府, 他也不必向现在丢人现眼。 朱氏让下人先进去告诉孟悦慈他们过来了, 他站在门口, 像从前那样等着孟悦慈出来, 将自己恭恭敬敬地迎接进去。 他在门口等了半天, 晒得满头大汗, 也不见孟悦慈出来迎接自己的身影。 他一边用手扇风, 一边有些不悦地开口问道, 方才你确定通知你们少夫人说, 我们来了? 红秀重重地点了点头道, 少夫人说知道了, 奴婢这才出来了。 是不是少夫人忙忘了? 夫人不如我们自己直接进去吧。 红秀小声地在朱氏的耳边说道, 朱氏等了半天都没有等来孟悦慈, 心中早已经憋了一肚子的火。 他对着红秀道, 再去, 就说我在外面等着他。 第二十章, 百嫁子二。 红秀想到方才孟年熙的态度, 有些担忧地看向朱氏, 试探地问道, 夫人, 少夫人那边好似忙地抽不开身, 不如我们先进去吧。 原本就不开心的朱氏, 被红秀这话地说的, 心中那股莫名的火, 瞬间被烧起。 他双手压着心中的怒意开口道, 往日只要我来, 都是他亲自出来的迎接。 你跟他说, 他若是不来, 我今日便在这里等着。 往来不少的行人, 和那些来上乡的薰贵们, 他们都将朱氏的话听到, 纷纷朝着朱氏的方向看去, 目光带着一丝嘲笑。 朱氏只当他们是因为孟月慈没有出来迎接自己, 看他的笑话。 朱氏对着红秀命令道, 还不赶快去, 去问问他是不是要将我热死他才甘心。 红秀听后立马转身, 便快步地往孟府的方向走去。 因为此刻, 那些贵妇看朱氏的目光变得很是微妙。 红秀来到孟府内的时候, 孟颜希正在与那些贵妇攀谈, 他将事先准备好的香珠拿出来给那些贵妇分了分, 那些香珠都有香对应的功能。 孟颜希为了救孟府, 他将那些香珠说城市要王神医做的, 那些妇人拿到之后都跟拿到了宝贝一样。 对他很是感激, 原本就有贤明在外面的孟月慈一时间更是让众人刮目相看。 红秀站在一边张了张口, 想要跟孟颜希搭话。 可从头到尾, 孟颜希却是连一个眼角都没有给他。 红秀看着外面的烈日, 想着要是晚了, 夫人定是要责怪了, 加上她的身子本来就刚好不久。 想着这些, 红秀急得忙对着孟颜希喊道, 少夫人, 夫人许你有事。 原本在跟别的贵妇说话的孟颜希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回头朝着红秀的脸上重重地扇了一巴掌。 啪, 红秀捂着自己的脸, 红卓眼不敢置信地看着孟颜希, 跪下。 孟颜希冷冷地呵斥道, 平日夫人对你们太过宽容了, 才会让你们这些下人分不清楚情况。 你没看到我在跟夫人们说话吗? 连这点规矩都分不清。 红秀很是委屈地红了眼, 少夫人, 奴婢也是无奈, 夫人在外面等着您, 奴婢担心她身子受不住, 这才一时心急。 孟颜希歪着头冷笑一声, 宾客来了, 孟府都是自己进来的, 母亲自小就懂规矩, 这些礼数做得比我好。 她知道我的辛苦, 来了定会自己进来。 你好大担心, 怎么敢在背后诋毁主子, 来人将她拉下, 绑了丢柴房, 等忙完再发落。 话落, 从其他地方出来几个身材壮瘦的婆子, 将红秀直接脱了下了去。 一直在外面等候的朱氏, 被晒得满头大汗, 脸颊通红, 身子也跟着有些摇摇欲坠的。 往来的那些行人, 见朱氏这般, 对着她指指点点的。 这让朱氏感觉, 面子上很是挂不住。 又过去了半炷香的时间, 朱氏还不见孟颜希出来迎接自己, 就连红秀都没有回来, 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更加难看。 最后忍着一身的怒意, 气冲冲地往孟府的方向走去。 朱氏来到里面的时候, 身上的衣裳被汗水浸泡, 脸上的妆容也都花了, 很是不得体。 那些贵妇看到朱氏来, 小声地说道, 这不是孟颜慈的婆母吗? 听闻她身子不太好,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我看她看起来, 不像是身子不太好的样子, 而是看起来, 脑子不太灵光的感觉。 朱氏听着那些话, 面子上挂不住, 她的目光在四周环视一圈, 都没有看到孟颜慈的身影。 而后直接闯进了灵堂。 看着跪在地上的哭哭啼啼的孟颜慈, 朱氏瞬间感觉晦气。 她上前一步, 将孟颜慈从地上拉了起来。 对着孟颜慈道, 方才我在外面等你, 你为何不出去接我? 孟颜慈看到朱氏故作吃惊地说道, 母亲, 您怎么过来了? 还不等朱氏开口? 孟颜慈继续说道, 您怎么会将自己搞成这样? 旭秋快来, 带夫人下去换身衣裳。 朱氏不走, 对着孟颜慈露出狠厉的目光道, 红秀呢? 刚刚我让她进来通报的, 你就红秀藏到哪里去了? 孟颜慈抬手将自己脸上的泪痕擦拭干净。 故作恍然地说道, 哎呀, 方才我以为红秀是撒谎, 便将她关到柴房去了。 朱氏闻言脸色瞬间又难看了几分。 你, 你就是故意的, 诚心要与我过不去的是不是? 你明明就知道我这身子不好。 你还故意让我在外面晒着太阳, 等你这么久? 你就是诚心想要害死我, 看我丢人是不是? 朱氏越说越是气愤。 孟颜慈被说得扑通一声, 跪在朱氏的跟着, 红着眼睛满是委屈地开口道, 我对母亲的一片孝心田地可见, 母亲怎么能这样出口侮辱月次的名声? 是月次哪里做得不够好吗? 您可以说出来, 月次改变事。 孟颜慈说到最后, 声音变得有些哽咽。 她抽气片刻后, 继续说道, 方才儿媳真的不知道母亲过来了, 加上红秀还插嘴主子间的谈话, 我才一时没有注意, 月次想着, 母亲平日都是那么体谅我的人, 怎么会在我忙碌的时候, 等着我出去迎接, 想着都是红秀乱说的, 这才没有放在心上。 况且, 母亲在伯公府的时候就说过, 自己不会来参加孟府的丧葬之事, 这才没有第一时间出去门口, 将母亲迎接进来。 孟颜慈说的时候, 态度十分的恳切, 让那些贵妇看得更是心疼。 对着诸事就开始说道, 是啊, 那个名叫红秀的丫鬟, 真是太没规矩了, 就算有天大的事情, 都应该等着主子将事情说完, 可她上来就不分时候地打岔, 实在该法。 徐少夫人还是对待下人太过仁慈了, 只是打一巴掌, 送到柴房, 换我, 都将这样的人给发卖出去了。 朱氏没有想到, 孟颜慈会这样说, 话里话外都是骂自己的意思, 就算朱氏再怎么反应迟钝, 她都知道, 孟颜慈说着那些好听话, 背后的含义, 无非就是要让她当众难堪。 孟颜慈看着朱氏这样一容不整的模样, 有扬声说道, 母亲我让下人带您去洗漱换身衣裳, 您身子不好, 若是再来这里染了病气就不好了。 本来就堵了一口气朱氏, 听了孟颜慈的话, 抬起巴掌, 狠狠地朝着孟颜慈的脸上打去。 第21章, 永不复见。 就在手要喷到孟颜慈的脸时, 孟颜慈抢先一步, 抓住了朱氏的手腕, 目光变得很立起来。 朱氏有一瞬间的愣神, 她再次看向孟颜慈的时候, 她的神情又恢复了平日的温婉, 好似刚刚的狠立只是自己的错觉。 孟颜慈抓过朱氏的手腕, 将她拉着交到了林妈妈的手中, 声音温和地对着林妈妈说道, 林妈妈母亲身子不适, 您先带她下去休息。 该到亲朋好友都已经到场了。 接下来就是便是与亲人相见的最后一面了, 此棺木一概便是永不复见了。 孟颜慈不想让朱氏这样的人渣, 让狄姐的葬礼染上晦气。 下官。 随着法师的一声话落, 孟颜慈牵过两个小家伙来到了棺木面前。 她看着昔日对自己疼爱有加的狄姐, 此刻安安静静地躺在棺木中, 从前便是阴阳相隔了。 她鼻尖突然酸涩地厉害, 抬眸就见父亲和小弟已经气不成声。 孟颜慈蹲下身子, 将两个小家伙从地上抱起。 许一幕第一次见死人, 有些害怕地抱紧孟颜慈的脖梗, 摇头不敢靠近。 而寒歌则是目光紧紧地盯着棺木的中的女人, 一双漆黑的毛子红红的。 孟颜慈啊这声音对两个小家伙道, 别怕, 沐沐, 你看看, 这是你的家人啊, 她是我们最亲近的家人, 我们血浓于水, 你再看她一眼, 日后再想见就见不着了。 说到最后, 孟颜慈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往下落。 沐沐小心翼翼地从孟颜慈的脖梗处探出头来, 她一双明亮的黑眸落在孟月慈的脸上, 只是一眼就让许一幕突然感觉很想哭, 她鼻尖发酸, 黑眸肃然流出痘大的泪珠。 哇, 许一幕情绪瞬间地变得很是激动, 对着棺木中的女人哭着喊道, 母, 母亲, 是母亲, 呜呜, 母亲, 沐沐乖, 你别不要沐沐。 许一幕挣扎着就要往棺木中爬。 孟颜慈没有抱住, 许一幕爬进棺木, 抱着孟月慈的尸身, 又抱又轻, 哭得稀里哗啦的。 孟父将许一幕从棺木中抱了起来, 指着孟颜慈道, 沐沐, 你母亲在那呢, 这是跟你母亲长得很像的兮兮姨母, 沐沐不哭。 许一幕看着孟颜慈, 再看看棺木中躺着的孟月慈, 心里还是很感觉很难过, 一抽一抽的, 根本就哭得停不下来。 孟颜慈看着许子涵红着眼睛, 不敢哭出声的样子, 感觉很是心疼。 他抱着许子涵的手紧了紧, 哑着声音道, 韩哥, 你想不想拉拉姨母的手? 许子涵眸子满是悲伤, 对着孟颜慈重重地点了点。 孟颜慈抱着许子涵, 让他的身子往关内靠近一些, 他那双小手轻轻拉过孟月慈冰冷的手, 及时道, 盖棺。 声音响起, 孟颜慈抱着许子涵往后退了退, 韩哥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棺木中的女人, 身子也颤抖得厉害, 孟颜慈抬眸就见许子涵已经泪流满面, 堂内的哭声一片, 伴随着长钉入棺, 一声, 两声, 三声, 鞭炮声四起, 抬棺手跟着一同上前, 准备下葬之事, 时辰道, 起官, 起, 孟九招捧着孟月慈的牌位走在最前头, 未嫁女藻王按规矩是不能入祖坟的, 孟月慈早早死前就让他们在自己的死后嘛, 将他的尸身丢在乱葬岗那边边不必祭拜, 孟父却将孟月慈带着朝自己祖坟的方向走去, 这倒是让那些出来看热闹的人感到稀奇, 土坑是让人提前挖好的, 棺木众人合力将棺木放在土坑里面, 之后, 做了间的祭拜仪式, 这才回去孟府, 许燕里一直跟在自己送葬队伍最后的位置, 他静静地看着今日发生的一切, 他们回到孟府时, 诸事已经在那些礼品前开始一件件地盘算那些礼品, 红珊瑚, 玉如意, 翡翠观音, 夜明珠, 里面的东西随便一件出来都是价值连城, 诸事没有想到以孟府的名声, 还能有这么多的薰柜来给他们送随礼, 早知如此, 他就不那么快跟孟月慈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了, 诸事突然想到什么, 他伸手摸了摸自己身上的东西, 掏出一个质地和橙色都不错的金香玉手镯, 就在他对着那手镯依依不舍的时候, 孟年熙他们从外面回来, 诸事收起脸上不悦的神情, 患上平日的温婉, 上前对着孟年熙道, 累了吧, 孟年熙将自己的手不着痕迹地躲开, 目光淡淡地在那堆东西上面扫过, 诸事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 他忙献宝一般地将东西拿了出来, 送到孟年熙的手上, 脸上一如既往地露出对孟年熙的疼爱, 满脸愧疚道, 悦慈, 我们也知道这段时间委屈了, 但你放心, 你在我心中一直都是唯一的儿媳, 这个早该传给你了, 只是母亲总不计事, 便将此事忘了, 从前的孟月慈最想要的就是得到婆母的认可, 想让他将这个镯子传给自己, 也算是得到了婆母的认同, 可嫡姐等到死都没有等到, 最嘲讽的是, 嫡姐前脚刚刚下葬, 后脚朱氏便将这个东西送到了自己的手上, 孟年熙目光只是淡淡地在那镯子上扫过, 他没有伸手去接, 而是嘴角微微上扬, 对着朱氏道, 这个还是留给新二席吧, 我一个切实不配戴这么好的手镯, 免得最后被人误会, 这镯子是我偷的, 我赔不起, 朱氏递手镯的那只手将在了半空, 徐燕李健壮忙将那只手镯 从朱氏的手中拿了过来, 对着朱氏道, 母亲, 您怎么能将这么贵重的东西拿出来给他, 孟年熙无所谓地转身, 吩咐下人, 林妈妈, 您让下人将这些东西登记入册, 收入库房, 好好检查入库, 说完, 他又到一边让人将府里灵堂收拾好, 朱氏看着孟年熙没有理会他们的意思, 只能对着孟年熙命令道, 晚些就要回去, 今日不能在孟府过夜了, 孟年熙也正想回去好好地将薄公府的事情处理一番, 日后再也不跟薄公府事情有什么太多的牵扯了, 好, 孟年熙一言应下, 这让朱氏错以为孟年熙是在跟他们示弱, 脸上不免多了几分得意之色, 第二十二章, 传家之宝, 将孟府的事情都忙完后, 孟年熙坐上自己的马车便率先离开回薄公府去了, 朱氏和许燕李原本在后院等着孟年熙一起回去的, 可等来等, 去, 却不见有人来换他们一同回去, 到前厅拉过孟九昭问道, 你低解呢? 孟九昭眸中带着怒意, 对着朱氏没有什么好脾气地说道, 走了, 朱氏与许燕李两人相视而看, 脸色瞬间变了阴沉下来, 对着孟九昭开口责备道, 我们在后院等他半天, 他怎么走了都不打一声招呼, 越来越不像话了, 朱氏对着孟九昭怒斥一声, 孟九昭眸子沉了冷了几分, 对着朱氏和许燕李声音极冷地说道, 阿姐在这里忙前忙后的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走了, 看着天色渐黑了, 这才快些回薄公府去了, 你们又不是没有腿, 什么都要等阿姐, 孟九昭看着他们的目光写满了不悦, 孟九昭此时没有什么心情, 不等许燕李和朱氏再说什么, 直接转身离开, 朱氏见孟府对他们的态度也没脸在孟府久留, 乘坐他们那辆破破烂烂的马车往伯公府的方向回去, 朱氏想着白日在孟府看到的那些好东西, 心里洋洋地对着许燕李说道, 燕李, 月辞向来都是对你摆一摆顺的, 今日他们孟府收了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 只要拿出来一个, 就可以给如烟他们府中要的那些聘礼和办一场不错的婚事了, 你晚些回去好好地哄哄乐词, 让他回去跟你岳父将那些东西分我们伯公府一些, 许燕李被孟府那样下了颜面, 他脸色沉沉地对着朱氏说道, 我不会再因为银子的事情去劳烦孟月词了, 他在伯公府花出去的那些嫁妆我回去就想办法, 把那些银子尽快凑齐, 那些年你那孟月词的还少吗? 那些都是他自己给的, 哪里还有还回去的道理, 他是我们伯公府的人, 这辈子都别想从伯公府的门走出去, 他拥有的都只会是我们的, 你岳父爱你如命, 如今就剩他一个女儿了, 日后定会更加疼爱孟月词, 你是他夫君, 那些东西不给你还能给谁? 学院里坐在一边闽唇不语, 不管朱氏怎么说, 他就是不松口, 转而道, 母亲, 今日那手镯您拿来, 我去送给如烟, 他如今有了我的骨肉, 身子又不是很好, 这段时间, 我又冷落了他, 儿子拿着那镯子去哄他开心, 朱氏有些不情不愿道, 这是还要你祖母说了算, 我去跟祖母要, 徐燕里淡淡地回了一句, 没有强求, 只是想到, 柳如烟如今有孕在身, 要紧早将婚事办了, 不然到时候挺着大度进伯公府的门, 会让柳如烟的名声不好, 想着, 很快马车停到了伯公府的门口, 徐燕里快速地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他直接去了兰亭居, 徐燕里到的时候, 孟严熙正在房内看账本, 听到动静, 孟严熙头也没有抬, 而是静静地继续查看那些账目, 越词, 徐燕里看着他不为所动的样子, 对着他轻声地唤了一句, 孟严熙抬起头来, 目光清冷, 看不出一丝感情地看向徐燕里, 道, 何事? 徐燕里看着孟严熙那种如上位者的气势, 突然愣在了原地, 静静地看着他, 孟严熙见他没有说话, 继续低头静静地查看自己手中的账目, 徐燕里见他对伯公府的账目的事情, 还是这么地上心, 以为是孟严熙对自己还有感情, 这段时日的那些行为, 不过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力罢了, 当即心里多了几分高兴之色, 他的声音也跟着温和下来, 越词, 我想跟如烟的婚期提前一些伴, 最好是定在这个月底便能完婚, 孟严熙将手中的账本放下, 目光清冷地看向徐燕里, 冷不丁地问道, 随你, 徐燕里没有想到, 孟严熙会是这样的态度, 神情微微一愣, 眉宇倾醋, 心里却是有种说不上来的滋味, 孟严熙见他欲言又止的模样, 有些不悦地开口道, 还有其他事情吗? 没有的话, 就先回吧, 慢走不送, 还有, 我将如烟的喜好, 对婚事的要求, 还有聘礼那些, 多跟你说一声, 你操办的时候, 心里也好有个底, 徐燕里一边说着, 一边从自己的怀中拿出一本小册子, 随后放在孟严熙的跟前, 孟严熙有些好奇地将那册子打开, 就见里面洋洋洒洒地写满了柳如烟对婚事的要求, 一, 宴熙要请北国最好的酒楼厨子, 二, 请京剧班, 三, 薄公府种满花, 四, 喜福要上等的软烟螺, 柳如烟的提的每一个要求, 分明都是在为难自己, 孟严熙看着上面的要求, 忍不住地吃笑出声, 看着徐燕里问道, 除了这些是要求, 他还有别的想法吗? 徐燕里从来都没有亲自操办过薄公府的大小事宜, 自然不清楚柳如烟所说的那些东西多难办到, 北国最好的酒楼就属一品居的, 而一品居的这个酒楼却不似表面这么简单, 那些厨子除了会做吃食外还会杀人, 那是一个大型的信息收集站, 能在一品居做事的人每个拉出来的身份都不简单, 柳如烟真是张口就来, 自己什么身份心里没点数, 一品居的厨子就算皇上要点名让他们去做吃的, 也要看他们乐不乐意, 再者便是金剧班, 整个北国的富道人家都知道这金剧班是北国最出名的剧班, 他们的出演已经排到了明年的三月份, 哪个请他们演出的不是薰贵, 就算薄公府有心想要花大价钱请那金剧班的过来, 人家也不会为了薄公府的几个歪瓜裂枣, 去得罪那些薰贵, 徐燕里摇了摇头道, 没有了, 如烟说不想你难办, 就提了这些要求, 你先按照他提出来的要求去办, 回头, 等他再想起什么了, 我再告诉你, 孟严熙听着徐燕里的话, 简直要被气笑了, 他面露难色, 看向徐燕里, 有些为难地说道, 上面的那些要办也简单, 只是有几件事情, 我一个夫人出面恐怕不妥, 此事还是要有你亲自去跑一趟, 才显得有诚意, 第23章, 不自量力一, 这几日, 孟严熙是第一次同徐燕里这样说话, 让他感觉自己像是被人需要的感觉, 立马换上温和的笑容, 看着孟严熙问道, 何事? 关于柳小姐所说的, 要请最好的酒楼一品居的厨子, 来博公府当伙夫的事情, 我恐怕无能为力, 还有便是那金句般的, 也不是我一个后宅女人能请来的, 这两桩事情, 还是请你自行处理, 徐燕里想着, 不就是请人过来办事吗? 只要银子给到位, 那些人自然会过来, 为了能将柳如烟尼娶回家, 徐燕里也是舍得花银子的, 她当下便将这两件事情答应下来, 好, 我这两日便亲自去办, 孟严熙听后, 这才重重地点了点头, 对着徐燕里认可道, 这样是最好的, 显得你更加有诚意, 徐燕里被冷落了这么多日, 孟严熙突如其来地认可, 瞬间让徐燕里的心里, 有种谁上来的欢喜, 孟严熙将册子收好, 放在一边, 抬头见徐燕里还没有离开, 目光低防地落在她的身上, 没什么事情便早些回去歇息吧, 孟严熙立马下竹课令, 徐燕里的眉宇清措, 这里也是我的院子, 我徐燕里的话还没有说完, 孟严熙就感觉自己的耳朵要被人侮辱了, 立马开口阻拦道, 好了, 柳小姐的身子不好, 如今又是有身孕, 若是被她知晓, 你在这兰亭居留宿, 只怕她会难过, 请回吧, 徐燕里想了想, 也觉得孟严熙说的道理, 对着孟严熙这般大度的做法感觉赞赏, 想着日后自己应该要好好的对她才是, 这样, 孟严熙就能勤勤恳恳地为伯公府付出, 又嫌妻辅助, 又有自己心爱的女子做陪, 自己便是这个世界最为幸福的男人, 似及此, 徐燕里的脸上多了一丝笑意, 对着孟严熙道, 你也早些休息, 不要太累了, 叮嘱完, 那些, 徐燕里这才欢欢喜喜地离开, 孟严熙等到徐燕里离开之后, 这才将林妈妈给自己做的那张本和尚, 林妈妈在孟严熙的身边, 有些不解地问道, 少夫人, 您都准备跟伯公府翻脸了, 为何还要帮着孤严去操办婚事, 孟严熙似笑非笑地看着林妈妈, 声音带着一丝愉悦, 因为好玩啊, 好玩? 林妈妈不明所以, 木东从外面端着水盆回来, 听到林妈妈的话, 他忍着笑意解释道, 林妈妈方才那柳小姐, 拿来的那个册子上面的东西, 明明就是要刻意为难少夫人的, 少夫人将那些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交到孤严的手上去办, 到时候就算办不成, 柳小姐要怪起来, 也是孤严的错, 少夫人这么一来, 是为了将撕下柳小姐伪善的一幕, 而来也是让孤严吃点亏, 让她理解少夫人管家的不义, 孟严熙朝着木东的方向伸出大拇指, 分析得头头是道, 林妈妈不似孟严熙和木东想得这么深, 不过听完木东所说的之后, 林妈妈突然也很好奇, 到时候发生的那些事情, 孟严熙将手上的账本交到林妈妈的手上, 温生说道, 账本我都看完了, 没有什么问题, 将这个先藏起来并且抄录一份, 是, 林妈妈将账本拿过, 这时候, 红袖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少夫人睡了吗? 老夫人和夫人, 请你过去一趟, 在孟严熙这里吃过几次亏, 红袖也学会老实, 孟严熙听了红袖的话之后, 直接起身将屋内的烛火吹灭, 随后, 悠哉地躺到自己的床榻上, 木东和林妈妈愣了片刻后, 立马会议, 两人相视一笑, 而后听孟严熙盖好被褥, 这才退了出去, 对着外面等候多时的红袖说道, 少夫人身子不适, 已经歇下了, 有什么事情明日再说, 可红袖神情有些紧张地, 朝着孟严熙屋内的方向看了过去, 林妈妈的脸上, 很是不好地, 朝着红袖的方向看了一眼, 怎么? 少夫人这几日都没有好好休息, 实在累了, 躺下了刚睡一会, 老夫人和夫人这么晚了, 寻少夫人是有什么急事? 这倒是没有, 红袖声音很小地回答, 林妈妈站在门口, 态度强硬地对着红袖说道, 既然没有, 那就回去跟老夫人他们说, 少夫人已经歇下了, 明日当少夫人起来, 自然会到老夫人的院中请安, 再说, 事情也不迟, 红袖有些不甘地, 朝着孟严夕的房内看了看, 里面明明就有人影晃动, 但孟严夕不愿意出来, 红袖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好朝着林妈妈的方向微微汗手, 那就有劳妈妈, 等着少夫人醒来, 告诉她老夫人和夫人夜里寻过她, 会的, 林妈妈看着红袖, 有些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看着红袖了离开, 林妈妈立马紧跟着出去, 将兰亭居的院门关上, 等她再次回到房中, 看孟严夕的时候, 她已经睡下了, 林妈妈替孟严夕掖了掖被子, 这才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 一日, 许燕里早早起来去了一品居, 看着眼前气派的一品居, 说来这还是她第一次到这里, 看着眼前那些身穿华服的, 进出酒楼的人, 许燕里突然感觉有些不妙, 她刚进去, 便对着店小二问道, 你们掌柜的在哪? 许燕里此话一出, 那些原本正在吃饭的人都纷纷朝着她的方向, 投去一个奇怪的目光, 店小二也奇怪地朝着许燕里的方向走去, 疑惑地问道, 这位客官找我们掌柜的有何事? 许燕里此时也感受到, 来自四面八方怪异是目光的打量了, 她眉宇微醋, 随后对着店小二说道, 我来寻你掌柜的, 跟谈一些事情, 你去将她请来见我便是, 店小二脸上的笑容一将, 她在一品居这么些年, 还没有一个人一上来就敢说要找他们掌柜的, 更何况还摆这么大的架子, 要让他们掌柜的亲自去见她, 店小二仔细地辨认眼前的男人, 她将整个北国所有厉害的人物都想了一遍, 却也没有想到她个什么东西, 她想不到, 便抬头朝着二楼的方向看去, 二楼的店小二剑装立马会议, 您是? 店小二小心翼翼地看着许燕李问道, 许燕李理了理自己的身上的衣裳, 谦和有理的自爆家门, 在下是伯公府的许燕李, 第24章, 不自量力二, 店小二以为自己听错了, 疑惑地朝着许燕李看去, 再次开口问道, 什么? 许燕李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谦和地对着店小二继续说道, 在下是伯公府的许燕李, 店小二听清楚之后, 原本还算客气的脸色, 肉眼可见地黑了下来, 转身便离开, 许燕李这时也察觉到对方的不对劲, 忙上前拦住了店小二的去路, 很是不满地问道, 我说, 我来许你们掌柜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店小二原本不想跟他计较, 但许燕李却是上杆子上前找抽, 在一品居还是第一次见有人敢这么嚣张, 店小二将手上的毛巾随意地搭在自己的肩头, 对着许燕李痴笑一声, 我们掌柜的没空, 不吃饭就请你出去, 许燕李的见眉紧促, 他堂堂薄公府的公子, 什么时候连一个店小二都敢欺负到自己的头上来了, 当即就黑了脸, 对着店小二说道, 我今日就不是来吃饭的, 我是来许你们掌柜的谈事情的, 若是耽误了他做生意, 你恐怕担不起, 识趣的, 现在就去将你们掌掌柜的叫来,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店小二的嘴角一扯, 对着许燕李轻蔑的扫尸一眼, 语气冷淡地说了一句, 你还不够资格, 你以为这一品居是什么地方? 你若是来闹事的, 我劝你现在离开, 一个小小薄公斧的人, 也敢到我们一品居叫嚣, 说吧, 店小二抬手轻轻地拍了拍双手, 从暗处出来几人目光不善地落在许燕李的身上, 许燕李见此刻不少的宾客, 已经坐到了一品居的酒楼里, 吃茶和点心, 他想着就算一品居掌柜的有什么背景, 但眼前这个店小二身份低贱, 断然是不敢对自己做什么事情的, 这么一想, 许燕李的胆子也跟着大了起来, 你敢动我一根手指试试, 许燕李挺直自己的后背, 对着店小二怒道, 来人将他丢出去, 从今往后, 一品居都可以入内, 唯独薄公斧的许燕李不可敬内, 日后见到此人直接往外丢便可, 店小二的话落, 根本就不给许燕李说话的机会, 几人直接将许燕李抬着, 从一品居里面丢了出来, 碰, 一品居的外面发出一声响, 哎哟, 许燕李躺在地上, 吃疼的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屁股, 等他翻阴过来的时候, 就见一品居的门口站了不少看热闹的人, 他忍着疼, 从地上爬了起来, 站在一品居, 想要进去跟那店小二里论一番的时候, 从里面出来一人, 将许燕李的画像贴在了门口, 上面写着, 狗都可入内, 许燕李都无权入内, 那些看热闹的人, 看着上面的内容后, 忍不住地哄堂大笑起来, 对着许燕李的方向, 指指点点地说道, 那个便是许燕李, 这一品居听闻对待客人, 都是客客气气的, 服务都很周到, 这还是第一个被禁止进入的人, 定是做了什么不要脸的事情, 一品居这样口碑的老酒楼, 才会禁止他入内, 抛弃糟糠之妻的人, 能有什么好福建, 活该他, 从前那些要卖脸陪消的事情, 都是孟月慈帮着博公府的人做完了, 一直躲在博公府和孟月慈身后的许燕李, 还是第一次门办事, 事情没有办成就算了, 还闹了这么大的笑话, 这让许燕李的脸色瞬间变得难堪, 脸色又黑又红又青的, 他心里那口气堵得慌, 上前想要进去, 门外守着的人, 直接抬手将他给拦了下来, 对着许燕李冷冷地说道, 你不能进去, 许燕李什么时候受这样的委屈, 就连一品居的看门的人都敢骑在自己头上拉屎, 许燕李的怒了, 他朝着一品居的方向走去, 想要硬闯进去, 守门的人周身的气势瞬间冷了下来, 还不等许燕李说话, 直接将许燕李重新丢到台阶下面, 死, 许燕李痴疼得倒吸一口冷气, 对方根本就不跟许燕李多说, 守在门口的那些人, 看起来一个个身强体壮的, 不似寻常人家, 看起来更像是恋家子的, 许燕李打不过那些人, 就算是心中有气, 也不敢再往上碰钉子了, 他只能对着一品居的方向, 怒道, 你, 你们都给我等着, 一品居的人只是冷眼看着许燕李, 压根就不将他放在眼里, 许燕李见他们不为所动, 心中窝火的厉害, 转身一瘸一拐的的往伯公府走, 许燕李回到许老夫人新斋堂的时候, 满脸的疲惫, 衣上也都脏兮兮的, 许老夫人满是心疼地关心道, 这是怎么回事, 许燕李端过容默默送来的茶水, 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抬起自己的衣袖, 将唇角的茶水擦干, 而后坐在一边默不作声, 许老夫人第一次见到许燕李这样, 满是担忧地看着许燕李问道, 燕李, 你这是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什么事情? 许燕李想到今日的事情, 他脸上, 斜满脸上难堪, 两久之后, 这才对着许老夫人说道, 今日我去一品居, 清里面的伙夫, 小儿让请他们过来, 我到那跟店小二说, 要寻他们掌柜的地谈些事情, 起先还是客客气气的, 但是一听我的薄公府的公子之后, 那店小二的态度立马就变了, 他根本就不理会我, 许燕李越说越气愤, 对着许老夫人继续控诉道, 更过分的是, 他们竟然还将我直接抬着, 丢出了一品居, 那么多的看着, 我的言辩都丢完了, 什么? 许老夫人听到许燕李去招惹一品居的事情, 惊呼一声, 许燕李还以为祖母是为了自己的事情而打抱不平, 接而道, 他们还在一品居的门口贴上了我的画像, 说一品居狗都可以入内, 除了他许燕李不准踏入一品居半步, 许老夫人被许燕李的话给吓得脸色发白, 北国那些薰贵都知道一品居背后是有强大的势力, 这股势力就连北国的皇上都有所忌惮, 他怎么敢去一品居寻那掌柜的跟他商议合作的事情? 许老夫人看着眼前的许燕李, 脸上突然染上了一丝的怒意, 对着许燕李问道, 是谁从怂恿你到一品居请伙夫的? 别说我们博公府没有那么多的银子, 可以请那种地方出来的伙夫, 就算有,一品居的掌柜的也不可能让那些伙夫出来单独帮着做婚宴, 这简直就是胡闹。 许老夫人说着重重地将手中的拐杖砸向地面。 第25章, 要以博公府为重, 许燕李愣了片刻,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许老夫人发这么大的火, 他不敢将这是柳如烟的要求告诉许老夫人。 许燕李只好小声地解释道, 月子说一品居的是最好的酒楼伙夫, 也是最好的, 让我到那试试。 碰, 许老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桌面, 对着身边的容嬷嬷道, 去, 将少夫人请过来,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是安的什么心? 容嬷嬷文言出去, 许燕李看着许老夫人如此怒气冲天, 瞬间不敢再多说什么, 只是在一边安抚道, 祖母别生气, 身子重要。 许老夫人目光不悦落在许燕李的身上, 又心疼又无奈道, 孟月慈让你做什么? 你就什么都听她的。 许燕李不明白许老夫人的意思, 也没有意识到她今日的行为是多危险的事情。 祖母这不怪月慈, 是我也想要给如燕一个最好的婚事。 为了维护柳如燕在家人面前的好形象, 许燕李有意地将这事是柳如燕提出来的完全隐瞒下去。 许老夫人听后, 脸色难看几分, 想着孟月慈不安好心, 明摆着就是要将许燕李往火坑里面推。 孟延熙不急不慢地从兰亭居赶到许老夫人这里之后, 她前脚刚刚往新斋堂里面迈, 一个茶盏猛地从自己的上空砸来。 碰! 茶盏四散而开, 地上溅起的碎片将孟延熙的手划伤, 她那双心嫩的手瞬间被划破, 血水顺着自己的指尖缓缓地往下滴。 孟延熙的眸子微眯, 目光冷淡地在自己手上扫过。 随后淡然地拿出一方帕子, 将自己的手上的血迹擦拾干净。 孟延熙抬眸看向坐在高堂之上的许老夫人, 此时她的脸上蓄满了怒意。 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温和, 看到孟延熙的身影, 许老夫人立刻起身, 在容默默地搀扶下, 朝着孟延熙的方向走去。 孟延熙垂眸, 将自己的眼底的冷意连起, 就这么几倍笔直地站在原地。 来的时候, 容默默已经将许老夫人为何动路的事情, 告诉过自己了。 她清冷的眸子看向一边许燕里。 许燕里有些心虚地收回自己的视线, 就在孟延熙还没有收回目光的时候, 许老夫人突然朝着自己的脸上狠狠地甩了一巴掌。 孟延熙猛地回过头, 眸中带着冷力之色。 许老夫人准备朝着孟延熙打第二巴掌的时候, 却被孟延熙抬手抓住了许老夫人的手腕。 目光是嗜血地盯着许老夫人, 冷冷地问道, 月子不知道自己的做了什么错事, 惹得祖母如此不快。 这是孟月辞嫁入伯公府这么多年, 第一次当众反驳她。 许老夫人的动了动胳膊, 对着孟延熙怒道, 放肆, 你自己做过什么事情? 难道还要我再提醒? 孟延熙紧了紧手, 捏得许老夫人吃疼, 声音急冷地说道, 需要, 孙夕今日一直在蓝亭居, 没有出去过, 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事, 会惹得您如此不快。 孟延熙说完, 直接将许老夫人的手甩开, 自己则是目光极冷地落在她的身上。 许老夫人看着孟延熙, 已经没有了从前的公顺, 反倒是多了几分咄咄逼人的气势, 她的神色微愣, 但想到孟延熙怂恿许燕里, 去一品居的事情。 许老夫人的怒意不减地问道, 我知道你, 对于燕里要娶柳姑娘的事情, 心中有怨, 但你是伯公府现今的当家主母, 一言一行, 所作所为, 都是要以伯公府为重, 你怎么能? 还不等许老夫人的话说完, 许燕里立马开口阻拦道, 祖母, 这是不怪乐词, 是我自己想要这么做的。 您别生气了, 是我不好没有能耐将他们请来, 我再去寻其他办法, 请那儿的伙夫便是。 许老夫人听到许燕里, 还要去招惹一品居, 气得差点两眼一黑, 直接晕了过去。 你再敢去招惹那一品居, 你就等着来给你祖母收尸吧。 许老夫人一边说着, 一边拿过拐杖, 重重地朝着许燕里的身上打去, 孟严熙很自觉地走到一边的座位上坐着, 静静地看着他们演戏, 许老夫人没有办法借机收拾孟严熙, 这才将手中的拐杖收起。 而后, 又将矛头指向孟严熙道, 你常年在那些贵妇圈中游走, 定是清楚, 那一品居背后的势力强大, 一品居的伙夫都是, 了不得的人物。 你怎么能让燕里去请一品居丢人? 许燕里一头雾水地看着许老夫人, 什么势力强大? 不就是一个存在时间比较长久的酒楼吗? 许老夫人见他实在不懂, 立马耐着性子解释道, 那一品居听闻, 里面的东家是富可敌国, 只要北国有财政困难, 都是一品居出手相助。 在一品居的小到殿小二大到掌柜的, 个个都身怀绝技, 身手都是很不错的。 如今北国的皇上要见一品居的, 东家一面都难道, 就连一品居的掌柜的, 皇上都要给他几分的薄面。 你如此到一品居去寻那掌柜的, 是对掌柜的大不敬。 他们只是将你丢出去, 禁止你再踏入一品居, 已经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了。 换个人, 现在从一品居出来的, 可能就是一具尸体。 什么? 徐燕里听得几倍惊出一身的冷汗, 有些后怕道, 为何从来都没有人跟我说过, 这一品居的事情? 孟严熙一脸无辜的抬眸看向他们, 对着他们的摇了摇头道, 此事, 我也没有听过, 更不清楚一品居的厉害之处, 我不过是个后宅妇人, 不似那些圈中贵女, 能打探到这么隐秘的事情。 徐老夫人疑惑地朝着孟月慈的方向看去, 不是你, 燕里怎么会想到, 要去一品居请伙夫? 是啊, 孙喜也从来没有想到, 要去请一品居的的伙夫, 一是价钱高, 二是那些伙夫, 根本就看不上我们薄公府的那点银头小利啊, 可这些都是柳小姐指定要的, 她还要求请京剧团呢。 孟严熙一边说着, 一边让旭秋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册子, 递到了徐老夫人的面前。 她垂下眼眸, 对着徐老夫人故作为难地说道, 我那些没有关系的, 除了前面两项剩下的, 我都可以勉强将办到, 燕里想要给柳小姐一个终身难忘的婚事, 她想要的, 我会尽可能地满足便是, 只是像柳小姐这么善解人意的姑娘, 就算没有请到一品居的伙夫和京剧团来助场, 也能理解的对吧。 孟严熙说完, 还不忘朝着徐燕里的方向看去。 第26章, 用不了多久, 少夫人救。 徐燕里的脸色, 瞬间地变得难看了几分, 但她依旧不相信, 像柳如烟这么心地善良的, 温柔体贴的女子, 明知那两个很难办到, 还要让他们伯公府去请。 徐燕里向来都是重视面子, 若此时真的是柳如烟, 为了让伯公府的人出洋相, 她心中也会生出一些芥蒂。 徐老夫人是人精, 她又怎么会不知道, 这其中的那些弯弯绕绕。 她看着孟严熙递过来的册子, 认真地翻看着上面的那些内容。 若是伯公府按照她所要求的来办这场婚事, 只怕伯公府再多的银子都要被她败光了。 徐老夫人的越往后面看, 那脸色越发的难看, 最后期的脸色铁青。 徐燕里还不知道, 此刻的徐老夫人对着柳如烟提出来的那些东西, 已经气急了。 还在对着徐老夫人温声说道, 如烟说了, 就算那些东西不好弄到, 她可以退让的, 不是一定要这么隆重, 提出那些要求, 不过是想要看看自己在伯公府众人心中的地位。 徐老夫人将那些册子重重地丢到地上, 对着徐燕里怒斥道, 这些要求都是她提的。 徐燕里皱着眉, 将册子从地上捡了起来, 疑惑地看向徐老夫人问道, 不全是, 有些是我之前就答应她的。 祖母, 孙儿就这么一个喜欢的人, 如今伯公府的日子好了, 我想给她一个好的婚事。 女子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我不想让如烟后悔。 徐燕里理所当然地说着, 徐老夫人简直就要被徐燕里这智障般的想法给气死了, 但是为了维持自己在孙儿面前好祖母的形象, 徐老夫人只能将满腔的怒意压了下来, 转而看着孟延熙, 随后有些心疼地对着徐燕里说道, 你说什么胡话, 当初陪你和伯公府走过最艰难日子的人是她, 如今你为了曲柳姑娘要如此大动干戈, 你要那些外人怎么想, 怎么看待约词啊, 你这么做是对不起她这些年对伯公府的付出, 我不同意。 孟延熙站在一边目光的淡淡地落在他们的身上, 徐燕里原本还对孟月慈露出一副愧疚的神情, 但孟延熙却是笑着摆了摆手道, 无妨, 夫君只要开心就好, 夫君就是我的天, 不管你想要做什么, 我都会支持到底。 徐老夫人听后, 脸色黑了几分, 徐燕里看向孟延熙的目光, 则是多了几分的赞许。 徐老夫人也没有想到, 孟月慈会这么说, 换作平日, 他定会以死相逼, 若不是这样, 徐燕里也不会偷偷在外面背着孟月慈养着柳如烟, 一直等这个合适的机会才说, 要将柳如烟迎娶进门。 徐老夫人试探地问道, 月慈, 这些你当真要帮着燕里完成? 孟延熙忙不迭的地点了点头, 柳姑娘都张了筋口了, 若是不帮着柳姑娘完成, 燕里定会惹得柳姑娘不快。 他上前拉过徐老夫人的手, 继续懂事道, 祖母不是常常说, 家何万事兴吗? 花点银子, 能买来整个博公府的安宁和兴盛, 这又有何不可? 况且, 如今燕里眼看着就要升官了, 日后的仕途定是越来越顺遂, 银子花出去迟早都能回来的。 柳姑娘又是李大人的嫡女, 想必在北国是认识不少的薰贵, 来参加宴席和送礼的那些薰贵也多, 总不能博公府的婚事办得太过寒沉了, 让外人笑话了去。 孟延熙拉着徐老夫人的手, 明显感受到她老夫人佳琪的身子在微微地颤抖, 却还要忍着对徐燕里的怒意。 徐燕里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徐老夫人的异样, 反而顺着孟延熙的话说, 还是阅词想得周到, 既如此咱们更要将这次的婚宴办好, 若是银子不够, 你尽管跟我说。 徐燕里一边说着, 一边还将这个的俸禄交到了孟延熙的手上, 这银子你且拿着, 买东西不用省。 孟延熙欢欢喜喜地将那些银子收下, 对着徐燕里笑了起来。 是, 徐老夫人的将自己的抽从孟延熙的手中抽了出来, 气急败坏地朝着座位坐了回去。 容嬷嬷见状, 换了一杯茶水递到徐老夫人的面前, 老夫人喝杯茶。 徐老夫人真的是被气到了, 端起茶杯, 喝了一大口。 转而不愿去看孟延熙和许燕里两人。 孟延熙将那册子从许燕里的手中拿了过来, 而后对着许燕里说道, 那一品居和金剧团若是很难请到的话, 你还是要过去同柳姑娘说一声, 就说我已经登门拜访过了, 对方不愿前来让柳姑娘换别的试试。 许燕里想到今日丢人的事情, 也不想在柳如烟的面前丢了自己的面子, 便按照孟延熙所说的点了点头。 孟延熙见许燕里答应, 唇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抹得逞的笑容。 祖母, 竟然没有什么事情, 孙席便先告退了。 孟延熙对着许老夫人的方向微微浮身。 许老夫人捂着的自己的心口, 朝着孟延熙摆了摆手, 示意她快些离开。 许燕里紧跟其后, 等到他们两人都离开之后, 许老夫人这才对着身后的容默默地问道, 他们这是商量好了, 来气我这个老太太的来了。 容默默看着孟延熙离开的方向, 面色变得凝重, 满是疑惑地对着许老夫人问道, 老夫人, 您有没有觉得, 邵夫人好像跟从前大不相同了? 被容默默这么一提醒, 许老夫人也感觉孟月慈的变化很大。 许老夫人让身边那些无关紧要的下人都退了下去, 在容默默的耳边小声地问道, 那些东西孟月慈可是有暗示吃。 容默默地朝着许老夫人重重地点了点头, 就那几日, 邵夫人回去孟府, 没有吃, 回来后又开始每日服用了, 想必用不了多久, 邵夫人救。 许老夫人的眸中闪过精锐与狠力的目光, 对着容默默说道, 给他家大量, 最好能让他在宴里成婚前。 这样一来, 伯公府婚室上的那些银子支出就要一切从简了, 宴里到时候就算要怪, 也只是怪孟月慈这个扫把心。 容默默会议地朝着许老夫人点了点, 老奴明白, 咔! 房顶突然发出瓦片碎裂的声音, 谁? 许老夫人和容默默的心瞬间悬了起来, 对着房顶喊了一句。 第27章, 徐老夫人犯病。 徐老夫人示意容默默出去查看, 等到容默默回来之后, 就见她的脸上多了几道血印子。 徐老夫人忙起身, 紧张地问道, 怎么回事? 容默默伸出自己的手, 摸了摸自己的被猫抓伤的老脸, 解释道, 屋顶上有一只黑猫, 方才出去看见有两只猫正在打闹。 老奴过去, 那只黑猫突然跳到老奴的身上, 将老奴的脸抓伤了。 徐老夫人听了容默默的话, 这才放下心来, 没人就好。 她收了一辈子的好名声, 可不能因为此事将自己的名声给毁了。 就在这时, 徐老夫人突然脸色变得惨白, 她双手抱紧自己的身子, 面色痛苦地哀嚎道, 哎, 哎, 疼, 好疼。 一边容默默不明所以地, 上前要去搀扶徐老夫人。 可是她的手刚刚碰到徐老夫人的身上的, 徐老夫人便疼得哀呦乱叫。 叫抚一, 抚一, 快。 徐老夫人疼得脸色又清又白, 对着容默默的哀嚎道。 容默默被徐老夫人吓得忙, 转身去让下人叫抚一过来。 徐老夫人这时疼得在地上打滚, 只感觉像是有千千万万只的虫蛇, 在自己的身上啃咬。 哎, 呦, 徐老夫人哀嚎着, 她突然躺在地上不停打滚, 地面冰冰凉凉的感觉, 能够让徐老夫人的身子感觉好瘦一些。 容默默见状想要上前去搀扶徐老夫人起来, 只是她那温热的手刚刚碰到徐老夫人的时候, 徐老夫人疼得身子都在打颤。 老夫人, 老奴拉你起来。 容默默说着, 就要朝徐老夫人的伸出手。 徐老夫人吓得脸色惨白, 对着容默默惊恐地怒斥道, 滚, 离我远点, 不许碰我。 徐老夫人一边说着, 一边还不停地在地面翻滚着。 但这样, 只能是让徐老夫人的身上传来的疼痛稍稍缓解一些。 福一, 怎么还没有来? 徐老夫人哀嚎着问道。 容默默满是担忧地朝着院外看了看, 又让下人去请朱氏和伯公爷过来。 等容默默再次回到正堂的时候, 就见徐老夫人正对着桌角不停地撞自己的头。 原本是全身疼痛的徐老夫人突然间身上的那些疼痛 瞬间全都转移到了徐老夫人的头。 此刻, 她只感觉自己快要疼死了。 容默默回来的时候, 看到徐老夫人的头发已经散落, 像是着了磨一般, 不停地朝着桌腿的方向撞击自己的头。 老夫人, 容默默惊呼一声, 上前想要将老夫人拉开。 但任由容默默怎么拉, 徐老夫人就是疯了般的要甩开容默默的手, 回去那个桌腿的地方。 抚衣进来的时候, 看到徐老夫人这般疯魔的样子, 被吓得愣在了原地。 这是怎么回事啊? 抚衣不解地问道, 容默默都快要被挤死了, 对着抚衣解释道, 老奴也不清楚, 方才老夫人还等老奴好好地说话, 我出去看一圈回来, 老夫人就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容默默说着眼里, 也带着一丝的泪花。 她见抚衣不为所动, 对着抚衣催促道, 你快过来, 给老夫人看看, 她到底是怎么? 抚衣这才回过神来, 盲背着药箱上前。 只是抚衣的手刚放到老夫人的手腕上, 徐老夫人就疼得将她的手甩开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查看老夫人的身体状况。 情急之下, 抚衣只好对着下人说道, 来人将老夫人按住。 下人快速地围了上来, 将徐老夫人按住。 哎呦, 疼, 疼, 松开我。 徐老夫人此刻已经疼得满头对着众人, 就是一顿哀嚎声。 那凄厉的哀嚎声听的众人毛骨悚然。 抚衣忍着害意将自己的手放在老夫人的手腕上, 替她好脉。 只是让抚衣感到奇怪的是, 徐老夫人的脉象平稳, 根本就察觉不到有哪里不对的地方。 她的身子甚至比一般的人都康健。 但此刻徐老夫人被那些下人这样按着, 疼痛折磨的她面目猙獰, 看起来十分的可怕。 抚衣对着那些人道, 松开老夫人, 她应该不是生病了, 是中邪。 这病我治不了, 让夫人去请驱邪师来。 众人一听, 徐老夫人中了邪术, 抓着老夫人的手纷纷松开, 看着徐老夫人露出惊恐的神情。 北国之人对着这些东西, 是深信不疑的, 都不愿意去沾染这些东西。 在北国人的骨子里, 下意识地认为, 能沾染上邪碎的定是坏事做尽, 才会沾染上那些不吉利的邪术。 徐老夫人听着府衣所说的那些话, 心中满是不悦, 但此刻疼得她难以忍受, 根本就没有精力去反驳。 只是她也清楚, 这事若是传出去, 日后她的老脸就要丢尽了。 于是, 徐老夫人忍着疼痛, 对着容嬷嬷道, 不许, 不许去, 我, 我没事。 徐老夫人磕巴着, 将自己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容嬷嬷却是满眼担忧地问道, 老夫人, 我让人去悄悄地请回来。 徐老夫人实在是太疼了, 想了想, 还是点头同意了。 另外, 一边的蓝亭居内, 林妈妈风风火火地, 从外面赶了回来, 一脸神秘地对着孟延西开口道, 少夫人, 你可是新斋堂那边发生了何事? 孟延西将自己手中的竹简放下, 朝着林妈妈的方向去。 原本在一边忙碌的徐秋和木东 见林妈妈神神秘秘的样子, 也一脸好奇地凑上前。 林妈妈怎么了? 你快说。 旭秋在一边催促道, 林妈妈眉头微挑, 眉飞色舞地对着他们说道, 听闻老夫人中邪了, 我们从新斋堂出来后的不久, 老夫人就躺在地上疼得开始打滚, 还疯了一般地抱着猪腿, 不停地撞自己的脑袋。 中邪? 旭秋猛地瞪大了双眼, 一脸不可置信地惊呼一声。 林妈妈回头看了看院外, 见没有人, 这才放心地继续道, 是啊, 起先老夫人还不愿意去请驱邪师的, 应该是徐老夫人实在疼得受不了, 这才答应暗中将那驱邪师请来。 坏事做多了, 才会招惹上那些东西。 木东一脸幸灾乐祸地说着, 唯独只有孟严夕坐在一边, 面色淡淡地, 只是听着林妈妈的话, 她的嘴角却是情不自禁地上扬着。 片刻后, 她朝着林妈妈的方向, 勾了勾手指, 在她耳边神秘说道。 第28章, 中邪。 林妈妈看向孟严夕, 脸上也跟着笑了起来, 老奴这就去办, 一定给她宣扬到位。 孟严夕朝着林妈妈摆了摆手, 示意她去。 木东和续秋两人相视而看, 故作不悦地说道, 邵夫人你跟林妈妈说什么悄悄话, 怎么不跟我们说,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孟严夕摆手笑道, 伯公府的人对外宣称, 是徐老夫人生病了, 让驱邪的法师, 扬装成郎中的样子禁服的。 徐老夫人在心斋堂堂的死去活来的。 徐伯公, 朱氏, 徐宴里他们都过去了新斋堂。 旭秋在一边给孟严夕侦查, 一边问道, 邵夫人, 你要不要去新斋堂看看徐老夫人。 孟严夕直接半躺在贵妃椅上, 吃了冰镇过的葡萄, 悠哉悠哉的, 我又不是郎中, 更不是去邪师去了也没有, 就对外宣称, 我也病倒了。 况且过了今夜, 祖母的病就会自然好的, 无妨。 沐东好奇地问道, 邵夫人怎么知道, 因为祖母中邪了呀。 孟严夕秀眉微挑地看向沐东解释, 旭秋和沐东这才意识到什么, 两人相视而笑。 蓝亭居外管家突然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 对着孟严夕喊道, 邵夫人, 不好了不好了, 外面吵起来, 您快去看看。 孟严夕原本还装作病烟烟的样子, 听了管家的话, 眼中一闪而过的笑意, 忙从贵妃椅上坐起身来。 对着管家问道, 怎么回事? 孟严夕一边走着, 一边问道。 管家支支吾吾的, 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孟严夕当下沉了脸色, 你若是不说实话, 让我待会过去, 怎么处理? 管家这才小心地对着孟严夕说, 夫人让人请的驱邪师, 佯装成郎中, 可好巧不巧的, 偏偏要入门的时候, 一位认识驱邪师的人, 拉着驱邪师千恩万谢的。 驱邪师不想被认出来, 极力地否认, 可对方却是生气了, 非要拉着那些认识驱邪师的人一同辨认, 一来二去博公府外, 便为了不少看热闹的人, 都在好奇地问到底谁中了血。 孟严夕听后, 脚下的步伐又快了几分, 她得好好的在众人面前露个面, 这中邪的锅, 到时候博公府的人, 想往自己的身上扣都难。 没事, 你且放心, 我自会安排好。 孟严夕声音温和地对着管家说道, 有了孟严夕的话, 管家的心这才放松了一些, 对着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些年博公府的事情, 只要是他们搞不定的, 都是由孟严祠出面, 他就像是博公府的定海神针, 只要有孟严祠在前面挡着, 博公府什么事情都不怕。 几人很快地来到了博公府外, 看着外面的乌泱泱的人, 孟严夕满意地在人群中, 看到了林妈妈得意的笑容。 两人隔着人群相视而笑, 但很快, 孟严夕便收好自己的脸上的笑意, 上前对着那拉着驱邪师的男子说道, 方才你的事情, 我们已经听闻了, 但这位是我们博公府请回来的李郎中, 祖母突然偶然疾病, 府一正巧不在府中, 祖母现今危在旦夕, 你若是真心想要感谢之前的驱邪师, 可到对方的住处寻。 说着, 孟严夕就想要带着驱邪师离开, 男子的性格是比较偏激的, 瞬间因为孟严夕的否认感觉很没有面子, 他伸手拉着驱邪师的胳膊, 对着众人说道, 我记性很好的, 不会认错, 他就是那个李舒适。 李舒适被男子拉扯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窝囊气? 若不是, 看在博公府的给的银子还算多的份上, 他早就跟众人摊牌了。 男子为了跟众人证明自己所说是对, 他开始瞅准李舒适身后的包裹, 趁着李舒适不注意的时候, 将对方背后的包裹扯了下来。 你, 李舒适想要转身去抢, 发现孟严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自己的身侧, 挡住了他的去路。 孟严希看着东西已经被那男子放在地上打开了, 露出一堆驱邪用的器具。 他才神情紧张地对着管家喊道, 快来人。 管家看到眼前的情况, 知道一切都晚了。 就在管家带着人兵荒马乱地朝着男子的方向赶去时, 男子率先一步将驱邪剑拿了起来, 对着众人欢喜地证明道, 我就说这人是李舒适, 这把驱邪剑当初就是替我孩子斩断了邪碎。 这下众人对于男子的话是深信不疑。 孟严希见状也就放心了。 管家带着人将男子拉了下去, 又快速地将东西帮着李竹适收好。 李面请。 孟严希没有多做解释, 而是带着李舒适直接往伯公府里面走。 剩下的众人都在好奇徐老夫人到底是怎么了, 才会让向来温婉的孟月慈此刻行色匆匆的。 伯公府的其他人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孟严希带着李舒适到里面时候, 就见徐老夫人此刻已经是蓬头垢面的, 身上的衣裳都被汗水浸泡湿了。 脸上的神情因为疼痛, 看起来十分的古怪和扭曲。 朱氏和许焰里站得远远的不敢靠近。 许伯公则是满脸的担忧的, 看着徐老夫人心里担忧又无计可施。 看到李舒适过来, 他忙上前迎接。 李舒适快来帮我母亲看看, 这是招惹了什么邪随? 李舒适还是第一次发疯这么厉害的老夫人。 他的眉宇深皱, 对着许伯公道, 你们是不是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不然徐老夫人身上的煞气怎么会如此的重? 李舒适抬手放在自己的额间, 开了天眼, 脸色变得更加凝重, 对着众人继续道。 而且, 他的身上还有很重的阴气, 老夫人的手上有人命。 此话一出, 众人的目光下意识地朝着孟严夕的身上看去。 孟严夕故作虚弱地请咳一声, 咳咳咳, 然后对着他们露出无辜的神情。 怎么了? 为何要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众人收回自己的目光, 李舒适意识到了什么? 脸色忽然沉了几分。 对着许伯公道, 老夫人身上的煞气, 我可以帮着他消除, 不过害人害己, 那些害人的事情就不要再做了。 若是下次再因为这是充了煞气, 我不会再出面了。 朱氏有些不甘心地在孟严夕的身上看了眼。 孟严夕则是目光紧紧地看着李舒适, 试图从他的脸上看懂他真的会驱邪。 还是说他知道伯公府的什么事情。 第29章, 六人。 许氏孟严夕探究的神情太过明显, 李舒适突然抬眸对上孟严夕的清冷的目光, 他落落大方地对着孟严夕作一。 而后, 对着许伯公道, 准备东西在院中做法。 李舒适一边说着, 一边将手中的宣纸递到朱氏的手上, 上面那些东西都是需要准备的, 在半个时辰内备好。 朱氏拿着那些东西看了眼, 下意识地就将自己手中的宣纸往孟严夕的手上递。 孟严夕正想要用什么样的由头, 拒绝办此事的。 耳边就响起李舒适的声音, 许夫人, 此事要由你亲爱办, 少夫人身子不是很好, 我怕驱邪的时候将她身上的摒弃过到许老夫人的身上。 李舒适又将目光看向孟严夕劲而道, 除了少夫人之外, 你们最好都守在这里, 这样许老夫人的身子能恢复得快些, 中间有些需要家人的协助驱邪。 孟严夕站在一边越听越迷糊, 总感觉这李舒适有些东西, 至少他很清楚地知道的心里在想什么。 许伯公一听, 也想让许老夫人快些好起来, 便对着孟严夕说道, 既然李舒适都说了, 你身子还病着, 就先回去歇着, 等你祖母好歇了再来。 孟严夕故作心疼地顺着许老夫人的方向看去, 祖母平日那么疼爱悦词, 我回去也是休息不好, 还是在这里守着祖母吧。 不便, 你姐回去就好。 许伯公没有好脸地对着孟严夕说道, 孟严夕在心中暗喜, 面上却是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开口道, 是, 一切听从父亲的, 那月次就先退下了, 等祖母没事了, 我再来。 他一边说着, 一边朝着, 众人扶了扶身, 这才退了下去。 只是路过李树市的时候, 孟严夕的直觉告诉他, 今夜的这里, 所有的人都别想休息好。 从新斋堂出来后, 孟严夕看了四下无人, 这才对着身边的木东道, 今夜让人去盯着新斋堂的动静, 他倒想要看看这李树市到底想要做什么。 木东满是疑惑地看向孟严夕问, 少夫人, 这李树市不是您让林妈妈请回来的吗? 不是, 孟严夕果断地说道, 她的目光顺着新斋堂的方向看去, 就连木东都察觉到这李树市的用意。 那么, 她刚刚的一系列行为就绝非是偶然了。 孟严夕在脑海中飞速地寻找, 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到, 这李树市跟迪姐有过什么交接。 主仆几人很快回到了兰亭居, 林妈妈满脸喜色地赢了上前,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按照以往诸事的信德府里有什么事情, 都是让孟严夕去办。 林妈妈想着, 他们最快也要到夜深了才能回来。 孟严夕闷唇不语, 进来之后便让木东将院门关上。 而后, 对着林妈妈小声地问道, 林妈妈李树市那边, 你先提前跟她打过招呼了。 林妈妈被孟严夕问得一脸疑惑地看向她, 什么? 方才新斋堂发生什么事情了? 不是, 只是那李树市好像是有意要帮我一办, 所以这才来问问, 是不是你先跟她打过招呼了? 孟严夕温声说着, 孟严夕想了想对着林妈妈说道, 晚些让人去新斋堂看看李树市是怎么驱邪的。 还有, 管家那边将博公府的那些账目都清点好拿过了吗? 对于此事, 她不想再拖下去了, 已经在催管家去办了, 之前邵夫人不计较那些, 您这边陪嫁的人很多都帮着打理博公府的那些店铺, 所以需要些时日, 能将人撤回来的银盛都已经将人撤回了, 还将你那些从前博公府的安插在您嫁妆那几间铺子的人都遣散了。 林妈妈说着, 脸上露出了一丝担忧的神情, 对着孟严夕说道, 邵夫人那些人都是夫人那边的亲戚, 只怕您将他们都从店铺赶走, 少了捞油水的活了, 日后他们定会想着法子来找您算账。 孟严夕冷笑出声, 一窝子栽的猪蜜虫就算不将它们赶走, 我在它们那儿也不会落什么好, 还不如趁着这次机会将它们清理干净。 林妈妈看着孟严夕的言行举止, 由衷的感觉自家的少夫人跟从前大不相同了。 她欣慰地笑了起来, 声音温和地对着孟严夕道, 少夫人, 那柳姑娘和姑爷的婚事, 您还要帮着操办吗? 孟严夕抬眸看着林妈妈, 脸上浮现一抹顽味, 办, 为何不办? 只是那些银子都从伯公府的账目上出, 不用替伯公府省银子。 几人立马明白孟严夕想要做什么, 突然抿嘴笑了起来, 林妈妈更是欢快地答应道, 是, 夜里。 孟严夕没有像往常一样早早休息, 而是吩咐木东前去新斋堂打探里面的情况。 木东到新斋堂外面的时候就见院门敞开, 李书氏将做法的桌子摆在正中的位置, 木东躲在不远处的树后正好能将里面的情况都看清, 只见徐老夫人被捆在一张太师椅上, 面目猙獰地不停地挣扎着, 声音嘶哑地不停哀嚎着。 而许宴里, 朱氏还有许伯公则是围绕着徐老夫人所做的太师椅, 不停地转圈走动, 随后便听闻李书氏对着他们说道, 跪, 化落, 几人齐刷刷地对着徐老夫人猛然下跪, 不多时, 又听到李书氏嘴里念念叨叨说些木东听不懂的话, 紧接着李书氏又道, 起, 朱氏, 许宴里和许伯公整整齐齐地起来, 然后又继续围着徐老夫人开始转圈圈走动, 这样的行为往返了很多次, 木东忍着笑意, 看到最后, 只见几人已经累到快要须脱了, 这李书氏哪里是来给徐老夫人驱邪的, 分明就是来伯公府六人的, 看着许宴里他们被李书氏这样溜着折腾, 木东前几日堵在心口的那郁闷之气, 瞬间消散了, 只是他再次抬眸, 看向李书氏他们所在的方向时, 李书氏也朝着木东所在的位置看了一眼, 他明显地察觉李书氏的嘴角微微上扬, 木东下的忙收回目光, 片刻后, 他再次朝着新斋堂院子看去, 李书氏嘴里依旧蒸蒸有词地念着, 每次他睁眼的时候都让木东有种被窥视的错觉, 他的脊背瞬间感觉发凉, 也不敢留在这里多看了, 转身快步地朝着蓝亭居的方向跑去, 回到蓝亭居的时候, 木东跑得气喘吁吁的, 旭秋朝他递了一杯茶水过去, 木东接过之后咕咚咕咚地喝完, 抬头时就见几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他的身上, 如何?都打探到什么? 灵妈妈忙开口问道, 第三十章李书氏奇怪的行为, 木东眉飞色舞地将刚刚他所看到的东西跟几人说了一遍, 灵妈妈听后也跟着高兴起来, 不停地称赞李书氏确实是个不错的驱邪师, 只是在一边孟严夕看起来面色有些凝重, 木东轻轻地扯了扯灵妈妈和旭秋的衣袖, 几人这才发现孟严夕的不对劲的地方, 盲收起脸上的笑容, 灵妈妈对着孟严夕有些担忧地问道, 少夫人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还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你们没有感觉这李书是奇奇怪怪的? 他来伯公府所做的那些事情, 好像就是为了帮我们而来的。 孟严夕淡淡地说道, 随后想了想, 稷儿分析说道, 可我并不记得, 从前跟李书是有什么交好, 他更不可能为了帮着自己的出气特意来伯公府, 可他这么做又是为了何事? 还是说, 这背后受到了何人的指使? 是敌还是有? 孟严夕的此话一出, 众人瞬间陷入了沉默, 脸色都跟着变得凝重起来。 少夫人许氏李书是也看不惯伯公府他们的做法, 这才特意来教训他们的, 或是这李书是在伯公府发现了什么? 灵妈妈跟着解释道, 只不过这个说法, 灵妈妈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在北国这样的地方, 像李书是这样的能人意识, 从来都不会多管闲事, 帮人要么是为了银子, 要么就是为了别的, 总之就是有利可图。 独独不可能是为了那微薄的正义感, 闲得多管闲事。 孟严熙沉吟良久, 对着灵妈妈问道, 这个李书是都跟北国的那些薰贵熟。 灵妈妈摇了摇头, 说来这个李书是的行踪轨迹也算是神秘, 很少见他跟什么人走得特别的近, 都是拿钱替人消灾。 就在几人在商议的时候, 哗啦, 一道瓦片衰落, 发出清脆的碎裂声。 谁在外面? 灵妈妈的目光变得凌厉起来, 几人同一时间将孟严熙护在他们的身后, 目光紧紧地盯着门口的位置。 两久过后, 也不见外面有什么动静, 目东对着他们安抚一声, 你们在这里待着, 我去看看。 说完, 目东便小心地往门口的方向走去, 叙秋和灵妈妈却是一脸防备地盯着目东的出门的身影。 喵院内, 一道黑色的倩影一闪而过, 一只黑色的妈儿突然坐在院墙的位置, 眸子闪着清光紧紧地盯着目东。 目东长舒一口气, 对着黑猫无奈道, 是你啊。 说完, 他便自顾自地转身就要离开。 这时, 黑猫突然转身, 抢先一步进了房中, 快速地跳到了孟严熙的身上, 只是就这么一瞬间, 黑猫盯着孟严熙的脸看了两久, 他又快速地从他的身上跳了下去, 一脸警惕地盯着孟严熙。 闪电, 你又调皮。 旭秋看到黑猫对着笑着说道, 孟严熙也回头看向这只黑猫, 从前他就听嫡姐说过这只黑猫是个野猫, 从前他总是会小心翼翼地靠近嫡姐。 嫡姐看他可怜, 时常给他吃食, 后面一来二便跟这只黑猫混熟了。 方才许是这只黑猫察觉到自己不是嫡姐, 所以此刻才会对着自己一脸警惕。 孟严熙学着嫡姐往日温婉的样子, 对着黑猫笑道, 闪电, 饿了吧? 他一边说着, 一边便开始朝着闪电的方向慢慢靠拢。 闪电看着孟严熙的样子, 又动了动鼻子, 看着孟严熙快要走到自己的跟前, 这才快速地从房门的方向冲了出去。 蹲坐在高高的院墙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孟严熙。 两久后, 他转身快速地离开。 旭丘有些莫名其妙地说道, 奇怪了, 平时闪电, 看到少夫人都要轻易地上前挨着, 让贴贴抱抱, 还要摸他的小脑袋, 今日怎么像是受到惊吓了一般。 木东和林妈妈几人也感觉到奇怪, 只有孟严熙自己一人清楚闪电为何跑。 他的鼻子很是敏感, 察觉到了自己和嫡姐的不同之处, 应该是太久没见了, 不太熟了。 孟严熙的淡淡地解释道, 在从前的位置上给他放些吃食。 孟严熙叮嘱一番, 便舒适好睡下了。 一日清晨, 孟严熙让火房那边准备了吃食, 早早带着人一同送到了新斋堂。 还未进院子, 孟严熙便看到院内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人。 他们早已经没有往日的盛气凌人, 个个都四仰八叉, 毫无形象可言地躺在院子的中庭, 呼呼大睡。 孟严熙环视一圈, 就见原本坐在凳子上一手撑着自己脑袋羞气的李舒适, 不知何时正目光好奇地打量着自己。 孟严熙的秀眉微醋, 李舒适察觉后, 快速地收回自己的目光, 若无其事的模样看向别处。 而后, 起身道对着孟严熙解释道, 他们实在太累了, 旧。 孟严熙对此并不在意, 而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祖母呢? 李舒适指了指李坚, 孟严熙朝着她微微扶身, 便往李坚的位置走去。 容嬷嬷跟着老夫人也折腾了一夜, 也是上了年纪。 就连孟严熙进来, 容嬷嬷此时也毫无察觉。 孟严熙示意吓人, 将许宴里他们喊起来, 自己则是带着主仆几人来到了许老夫人的床榻边。 看着头发散乱, 衣上脏乱的许老夫人脸上净是疲惫的之色, 孟严熙的眸中带着冷立的。 随后抬手轻轻地推了推许老夫人, 祖母, 祖母醒醒, 起来吃些东西。 折腾了一夜, 许老夫人早就虚脱了, 好不容易天亮了, 这才得意休息片刻, 听到耳边的声音。 许老夫人的脸上明显露出一抹不悦的神情。 孟严熙的唇角微钩, 手上推嗓的动作更加用力一些。 祖母, 她推着不见许老夫人有什么反应, 立马换上哭腔, 对着许老夫人的大腿处狠狠地掐了一把, 带着哭腔喊道, 祖母, 祖母, 您怎么了? 别下词, 您快醒醒。 孟严熙掐着许老夫人腿上的动作更加用力一些。 啊! 许老夫人的哀嚎声猛然从房内转出来。 听了一夜许老夫人哀嚎的许伯公、 朱氏和许燕里, 这会听到许老夫人的凄惨的哀嚎声都猛然地惊醒。 忙从地上爬起, 想要往礼房冲进去。 几人刚要起来, 突然感觉双膝一软, 直接往房门的方向摔了下去。 跪得板板正正的。 孟严熙此时刚好从房内走了出来。 第31章, 李树氏的坦白。 此刻看起来像极了朱氏, 许伯公和许燕里朝着自己行跪拜礼一般。 许伯公和朱氏抬头的瞬间看着孟严熙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 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许伯公对着孟严熙冷吃一声, 你还站在那儿做什么? 不赶紧过来, 叫我们扶起来。 孟严熙听到许伯公的话, 这才悠悠地回过神来, 故作要上前搀扶他们的样子。 但转念一想, 脚下的方向一转, 往李树氏的方向, 焦急地说道, 李树氏, 你快进去看看祖母, 是不是身上的邪气还没有完全地消失? 方才我看她睡觉, 突然发出一声凄惨的哀嚎。 李树氏拿起驱鞋剑, 快速地随着孟严熙往里面走。 孟严熙也故作担忧, 许老夫人的情况随着一同进了礼间。 许伯公想要起来, 但双腿实在没有力气支撑, 还是在下人的搀扶下, 最后才勉强能够站起身来。 进到李坚时, 几人看着孟严熙一脸悠然自得, 红光满面的样子, 脸色瞬间地变难看至极。 无妨, 应该中邪后的后遗症, 好好休养几日便可。 李树氏叮嘱道, 随后, 他又看了看孟严熙, 对着朱氏说道, 夫人与老夫人的五行属相都合, 日后还是由夫人多陪在老夫人的身边照顾, 这才能让徐老夫人的日后不再沾染邪气。 朱氏听了, 很想原地去世。 徐老夫人虽然平日给人感觉, 看起来是温和的老太太, 但只有朱氏清楚, 徐老夫人的刁钻。 这些年, 他借着身子不是为由, 将照顾婆母的事情, 都推到了孟严慈的身上, 自己倒是乐得清闲。 听着李叔氏那样说, 朱氏有些难为情地看向孟严熙, 想要他替自己说话, 跟李叔氏说他身子不是的话, 主动将那些火揽下。 但孟严熙却是将自己的脸别向一边, 完全没有理会朱氏的暗示。 反倒对着朱氏道, 母亲这段时日身子也大有好转, 若是有母亲的精心照料, 祖母定能长命百岁, 身体康健。 李叔氏看着朱氏的脸色, 继而说道, 看样子, 许夫人好像有什么要说的? 许伯公面色不好地看向朱氏。 朱氏立马老实地答应下来, 照顾婆母的本是我的事情, 这是自己燃的, 只是因为这些年我身子不适, 这才让乐词代劳。 孟严熙垂下眸子, 声音温婉道, 是啊, 从前要照顾婆母, 要照顾祖母, 还要打理伯公府的营生, 人情往来, 只是来伯公府三年多, 我的身子便是每框日下了, 这管家的大粮日后我再也挑不动了。 说完, 孟严熙倾咳一声, 脸都咳红了。 李书氏也趁机道, 宋老夫人会被邪气沾染上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这些年, 伯公府借用了邵夫人的身上的气韵, 若想要日后伯公府顺遂, 就要你将借来的气韵还给邵夫人。 众人有些不解地看向李书氏, 朱氏盲开口问道, 怎么换? 李书氏若有所思地说道, 若是想要让伯公府日后越走越顺, 完全不影响今后的气韵, 那便要将这些年少少夫人对伯公府的付出, 换算成银子的方式, 交还给邵夫人。 众人一听, 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朱氏更是疑惑地看向李书氏, 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劲的地方。 李书氏倒是一脸无所谓地继续说道, 若是你们不愿意这么做, 从前借来多少的韵纳便会反噬, 今日伯公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说完, 李书氏拿过自己的包裹, 也不再多坐停留, 转身离开这里。 孟严希借口送李书氏出去。 走到没有人的地方, 孟严希才开口问道, 说吧, 到底是谁让你来这里帮我的? 李书氏脸上的神情一愣, 眼底一闪而过的惊讶。 片刻后, 李书氏的脸上突然多了一丝的笑意, 看着孟严希答非所问道, 确实是个聪明人, 难怪那人会感兴趣。 孟严希的秀眉紧促, 看着李书氏满是不减, 什么意思? 那人是何人? 李书氏摆了摆手, 小声地在孟严希的耳边道, 这是我跟那人的秘密, 无法奉告, 若是邵夫人也不必在意, 不过是个只敢躲在背后偷偷帮你的人罢了, 不用放在心上。 李书氏说完, 朝着暗处某个方向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孟严希瞬间感觉周边的气压变得很低, 她猛然回头朝着自己身后的方向看了一眼, 确实不见有什么人在, 孟严希很小便开始习武, 能让自己都察觉不到对方存在的人轻功必然是了得的。 只是, 孟严希垂下眸子, 静静地思索, 成婚前嫡姐并没有认识什么厉害的人, 况且成婚之后更是墨守成规, 不曾做出什么越界的事情。 她又怎么会认识那么厉害的人呢? 从李书氏的话中, 孟严希可以猜测出来对方就是特意要来帮她的。 孟严希忽然想到了什么, 眸光顿时暗了下来。 对着李书氏道, 既然李书氏不愿将那人的名字说出来, 那便替我好好谢谢她, 帮我这次。 不必, 她能听到。 李书氏的话落。 孟严希的脊背忽而易凉。 李书氏这才大笑着离开, 李某告辞。 孟严希微微汗手, 将李书氏送了出去。 外面那些路过的百姓看到孟严希的时候, 小声地在交头接耳, 说着徐老夫人中邪的事情。 那些路过伯公府的时候, 都是绕着走的, 生怕从伯公府路过之后, 会沾染上什么邪碎。 孟严希看着眼前的一幕满意的匠门重新关上, 转身之际, 她的红唇微钩露出得逞的笑容。 少夫人, 您说那人会是谁? 林妈妈方才一直跟在孟严希的身后。 孟严希与李书氏的对话, 都被林妈妈听了进去。 孟严希抬头顺着那花园的林子看了看, 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 许是好心人吧。 林妈妈也顺着孟严希所看的地方让看去, 猛然想到李书氏的话, 几倍也跟着发凉。 主仆两人没有再回去新斋堂, 而是直接去了账房, 看着上面的堆积无人处理的账目, 孟严希的忽然感觉有些头疼。 林妈妈, 您不是说已经让管家早些将账目捋清了吗? 这样要何时才能将管家全交出去? 林妈妈看着那乱七八糟的书案, 脸色跟着一沉, 她也没有想到会这样。 管家不知道何时站在了门口的位置, 看到孟严希在这里, 脸上闪过心虚的神情, 她转身就想要走。 第32章, 柳如烟的诋毁。 管家的脸色瞬间白了几分, 对着孟严希支支吾吾的开口道, 少夫人, 不是老奴不办, 这事, 是夫人的意思。 管家说完, 不敢再去看孟严希。 孟严希也清楚管家的难处, 对着她摆了摆手, 示意她离开。 管家脚下抹油斑行李后, 转身逃离了这里。 林妈妈对着管家消失的背影, 骂骂咧咧道, 这不靠谱的。 说完, 还不忘看向孟严希那不太好的脸色。 孟严希抬眸, 对上林妈妈那小心翼翼的神情, 脸上的怒意稍稍压下一些, 对着林妈妈叮嘱道, 既然博公府的人想要将事情闹大, 那就满足他们, 明日林妈妈到精灵账房, 去借几个人过来。 林妈妈闻言, 与脸色大变。 精灵账房在北国, 是个专门租借作账人员的地方, 凡是那儿的人做出来的账目, 都是无比的精准。 这也说明了, 孟严希要拿回自己那些嫁妆的决心, 一旦那些人进来开始作账, 博公府这些年的账目, 都会被公之于众, 孟严希这是一点颜面都不打算给博公府的人。 林妈妈看着孟严希小声地试探道, 少夫人, 此事您可想好了。 孟严希没有办法犹豫, 对着林妈妈就是重重地点了点, 想好了, 你照做就是, 对外就说是, 我的身子不适, 近来博公府事情繁多, 账目错乱, 无人管理, 请那些人的银子, 就算在我的账上。 林妈妈见孟严希的决心如此, 也不再多说一言硬了下来, 话落。 外面便想起了门卫那边的通传, 说柳如烟小姐上门探望徐老夫人来了。 孟严希懒得理会那女子, 直接对着下人吩咐道, 将她带到新斋堂去便可。 柳如烟是因为许燕里没有约好的时间内, 到柳府上门提亲, 借着看徐老夫人的油头, 来博公府兴师问罪的。 故此, 柳如烟根本就没有准备什么探望的礼品, 被下人直接带到新斋堂后。 看到朱氏, 许伯公他们都在, 柳如烟感觉有些不适。 柳如烟看着他们一身狼狈的样子, 脸上闪过一丝闲雾的神色。 但很快, 他就将这抹情绪收起, 对着朱氏和许伯公他们, 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 许燕里看着朝思暮想的柳如烟, 立马一瘸一拐地上前道, 你怎么过来了? 柳如烟看了眼躺在床榻上虚弱的徐老夫人, 故作心疼地说道, 金格尔听府里人说, 徐老夫人病了, 如烟实在担忧, 便过来看看, 见徐老夫人无事, 也就放心了。 说完, 柳如烟朝着许燕里递了一个眼神。 许燕里和众人都会议, 跟着柳如烟在新斋堂寒暄几句, 便让两人出去。 离开后, 朱氏的脸色跟着淡了下来。 两人来到花园中, 柳如烟依偎在许燕里的身边, 问道, 婚事的事情办得如何了? 许燕里对着柳如烟保证道, 一切正常进行中, 你且放心, 月辞都是按照你所要求的来办的。 柳如烟听着许燕里话中, 带着对孟月辞的夸奖, 脸色有些不是很好看, 但还是开口问道, 他连一品居的伙夫都能请来, 还有那金句也有吗? 许燕里的脚步一顿, 回头看了眼柳如烟, 柳如烟并不知道此事是许燕里去办, 想着以孟月辞这样的后宅女人, 怎么可能请得动一品居的伙夫? 当即故作柔弱地说道, 姐姐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她常年在博公府中, 怎么能认识一品居掌柜的, 又怎么能请到他们来博公府帮忙做宴席呢? 燕里, 我看你还是好好问问姐姐, 免得到时候宣扬出去, 到头没有将他们请来, 到时候丢的可是博公府的颜面, 许燕里静静地听着马柳如烟说, 大概也猜到了什么, 对着柳如烟露出别样的神色, 对着她问道, 你也知道一品居的伙夫难请, 柳如烟丝毫没有察觉许燕里是在试探她, 顺口道, 是啊, 早些听闻那一品居里面就连殿小二都是高手, 那一品居暗藏的玄机不是交情很好的,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答应别人这样的请求, 还有那京剧团更是一眼难求, 他们到明年的演出听说都早早就预约完了, 柳如烟在一边认真地说着, 完全没有注意许燕里那越发难看的脸色, 柳如烟只以为孟月慈为了稳定自己在博公府的地位, 连这样的荒都敢撒, 便对着许燕里继续道, 都说姐姐是个极好的妻子, 又贤惠, 又有孝心, 还能加整个博公府打点得井井有条, 此事非同一般, 我不想在我们的婚事上闹出天大的笑话, 你还是好好地问问姐姐, 到底是不是将一品居的伙夫请来了? 若真是如此, 那便好好地宣扬一番, 这样也是对博公府有好处, 若不是, 让姐姐如实说便是, 没必要为了那些虚名去撒谎, 毁了自己的名声, 更是害了博公府, 许燕里看着眼前柳如烟, 若不是因为一品居是自己去的, 她还真就信了柳如烟的话, 柳如烟感受到许燕里脸上怒意, 瞬间娇弱地看着她, 问道, 你为何这么看着我? 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那一品居的伙夫不好请, 特意来为难乐词的? 许燕里声音有些颤抖地问道, 柳如烟愣了一下, 这还是她第一次见许燕里这么气氛, 手中捏着帕子悄悄地开始抹泪, 对着许燕里便是脸色一白, 燕里, 你,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 我不过也是想着让姐姐去试试, 若是真的能将一品居的伙夫请来, 对你和伯公府的名声都是有好处的, 柳如烟一边擦着脸上的泪水, 一边看向许燕里, 见她脸色稍稍减退, 这才继续说道, 是不是姐姐自己请不到一品居的人, 就回来埋怨我, 如烟不是一定要请那儿的伙夫的, 就算是差一些, 我不介意, 只不过, 这些都是为了给伯公府撑场面罢了, 柳如烟说着, 垂下脑袋故作委屈地继续道, 我也知道, 姐姐不惜我进府, 但只要一日坐在这伯公府主母的位置上, 便要一切以伯公府为重, 姐姐这般做事, 传出去让外人怎么说, 徐燕里没有想到, 柳如烟会这样明着按着说孟月词的不对, 与之前她对柳如烟的看法有着很大的出入, 徐燕里不动声色地将目光看向一边的柳如烟, 徐燕里声音的纳单地说道, 我正好有事要与你说, 那一品居的伙夫请不来, 金剧团也没有场次, 只能在北国再寻其他的伙夫和剧团过来, 柳如烟的神情微微一愣, 没有想到徐燕里今日非但没有跟自己站在一起, 斥责孟月词, 反而还帮着她说话, 第三十三章, 柳如烟的栽赃陷害, 柳如烟虽然心中有气, 但是看到徐燕里的脸色不太好, 也不敢多说什么, 而是乖乖地硬了下来, 孟严熙本想到院中散步, 转角后, 台某很是不巧地对上徐燕里和柳如烟的身影, 孟严熙目光淡淡地在柳如烟身上扫过, 徐燕里以为孟严熙是得知他们在此处, 特意追过来的, 原本还有些不悦的徐燕里, 这回却是一脸紧张地将柳如烟护在自己的身后, 你来做什么, 孟严熙看着徐燕里的行为, 有些不可理喻到, 路过而已, 说完, 她抬脚就想要离开, 柳如烟站在徐燕里的身后, 却是嘴角微微上扬, 对着孟严熙露出一抹得意的笑, 她红唇轻起, 对着孟严熙道, 姐姐且慢, 婚事上的事情, 我还有些地方要跟你再确认一番, 不知姐姐可否借一步说话, 如烟, 徐燕里有些不放心, 开口阻拦, 柳如烟动作温柔地抬手, 轻拍徐燕里手背, 对着她安抚道, 无妨, 孟严熙的脸瞬间冷了下来, 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 不用搞得好像谁要欺负你一般, 柳如烟听了孟严熙的话, 眸色忽然红了几分, 捏着帕子, 满是委屈地说道, 我知道姐姐不喜欢我, 但我也只是, 想要跟你沟通婚事上的事情, 想着你身子不好, 太过操劳, 妹妹左右, 不过是想要为你分担一点事情罢了, 你又何苦这般挖苦我, 孟严熙只感觉自己的心口猛地堵住, 对着柳如烟发出一声冷哼, 其一, 我母亲很早便去世了, 生不出你这么大的女儿, 如今你还未过门, 理应唤我一声许少夫人, 其二, 你要与我商议婚事的事情, 有话直说便是, 为何要做出那般姿态, 是我做出什么危害你的事情了, 还说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刺激到你了, 其三, 明明就是你给我安上莫须有的罪名, 怎么又成为我挖苦你了, 你若是真心想要帮我分担, 就不会在小册子上列了整整一百条的注意事项, 还要请一品剧的伙夫, 金剧团, 婚群的制作, 如今, 你提了这么多的要求, 我们都没有说什么, 你对婚事还有什么要说的, 你且说就是, 我在这里吸尔宫听, 也不必借一步说话, 我身边的这些丫鬟婆子, 都是董理术的贴身陪嫁, 孟燕熙每多说一句话, 就让柳如燕感觉自己没脸, 她还是第一次被孟月慈对到无力反驳, 从前的孟月慈见到自己, 为了能挽回许燕里的心, 哪一次不是对她客客气气的, 柳如燕看着眼前的孟燕熙, 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许燕里看着孟燕熙, 突然感觉她说的话没有错, 许燕里也感觉柳如燕提的那些要求, 实在是太多了, 她在一边忙说道, 是啊, 柳如燕, 你还有什么想说, 这里跟月慈说也可, 柳如燕看着许燕里, 没有站在自己这边, 毛子红得更加厉害了, 委委屈屈地垂眸不语, 孟燕熙看着哭唧唧的柳如燕, 有些不耐烦, 转身就要离开, 柳如燕却是上前一步, 想要拉过孟燕熙的胳膊, 孟燕熙不着痕迹地躲开, 哎哟, 身后的柳如燕, 忽然响起哀怜的声音, 她的身子猛然跌坐在孟燕熙的方向, 徐燕里忙上前将柳如燕从地上扶起, 满是紧张地问道, 如燕, 你没事吧, 柳如燕抱着自己的肚子, 眼睛红得厉害, 鹅脚的汗珠也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她伸手拉过徐燕里的胳膊, 声音简单地开口道, 燕里, 你, 你不要怪姐姐, 都是我自己不小心才摔的, 柳如燕的话, 听着像是在为自己开脱, 实则就是要将她推入万丈深渊, 北国女子最重名声和德行, 若是今日传出她将柳如燕推到流产的事情, 从前抵解那些贤惠孝顺的好名声, 也会被毁于一旦, 七出之条, 其中一条就是, 善度不可有, 柳如燕为了给自己扣上一顶善度的帽子, 连自己腹中的孩子都可以不管不顾, 真是歹毒, 徐燕里指着吓人, 盲传辅一, 随后又对着孟燕熙怒斥道, 孟月慈, 今日若是如燕和她腹中的孩子, 有个什么意外, 我绝不轻饶你, 孟燕熙似笑非笑地看着柳如燕, 又目光冷冷地, 落在徐燕里的身上, 方才我根本就没有碰到她半分, 她自己摔的, 此事又与我合肝, 徐燕里对着孟燕熙怒红着脸, 又气又急到, 我都亲眼所见了, 你还想抵赖? 孟月慈,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惊死歹毒了? 你跟如燕道个歉, 我这次可以不跟你计较, 也不会将此事传出去。 孟燕熙看着徐燕里, 脸上突然笑了, 笑容很是悲怜, 她不知道, 从前嫡姐在伯公府过的 到底是什么日子, 但看着徐燕里这般模样, 只感觉心寒, 不甘和不值得。 孟燕熙冷笑着开口问道, 你可知道, 这样一来意味着什么? 徐燕里并不知道那些, 她只知道, 柳如燕被孟燕熙推倒, 必须要道歉。 她让伯公府的婆子, 扶好柳如燕, 自己则是快速地起身, 来到了孟燕熙的跟前, 对着她沉声道, 你什么时候, 能想如燕这般, 懂点事情, 从前擅渡做那些小动作就算了, 如燕不跟你计较, 可这次呢, 她还腹中还有孩子, 你也是身为人母, 怎么能够如此地歹毒, 将如燕推倒在地? 徐燕里的吵闹声, 引来不少的下人, 在暗中偷偷查看, 听到徐燕里的言辞, 看向孟燕熙的眼神, 都变了变。 从前, 众人都是敬她孝顺, 贤惠, 得知徐燕里要降妻, 为妾的时候, 下人们都在替孟燕祠打抱不平。 可如今听闻徐燕里对她的斥责, 因容不下柳如烟, 想要谋害她腹中的孩子, 那些都有孩子的婆子们, 看向孟燕熙的眼神, 瞬间不似, 邵夫人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就算是对柳姑娘心中有怨, 也不应该拿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撒气, 那可不是, 还是柳姑娘大度, 自己都被推倒了, 还能替邵夫人求情, 这世间男有如此品行好的女子。 柳娘子身子骨本来就弱, 也不经衰, 也不知道会不会动了胎气, 若是衰个什么, 邵夫人日后在伯公府的日子, 也不会好过。 柳如烟听着那些吓人的窃窃私语, 看着孟燕熙的目光多了几分得意。 第34章, 许燕里的指责。 孟燕熙突然往前一步, 凑近许燕里, 声音冰冷地问道, 什么善度? 什么小动作? 还是说, 你们从很久之前就开始勾搭在一起了? 你口口声声地说, 要让我做的每件事情都要以伯公府的名声为重。 难道你们这般无媒无聘, 做出那等苟且之事, 就很光彩吗? 如今还未尽伯公府, 便挺着这个大肚子, 在我一个正妻面前耀武扬威, 这又算什么? 许燕里, 你这算是宠妾灭妻, 北国的律法有明确的规定, 宠妾灭妻乃是大罪。 你们一个不知廉耻, 一个有辱家门, 却还敢在我面前堂堂皇之, 这就是伯公府的好家风, 这就是刘府的好教养。 孟严夕没有理会他们脸色难看的脸色, 转而对上柳如烟, 接而质问道, 方才你的意思是我动手推了你是吧? 那你敢不敢对天发誓? 北国之人很是信奉佛, 对着发誓更是谨慎。 柳如烟听闻孟严夕的话, 脸色又红又黑, 带着一丝慌张的看向一边的许燕里。 在许燕里看来, 孟严夕就是在逼迫柳如烟自己诅咒自己, 当即对着柳如烟呵斥, 孟严词你别太过分了, 如烟都退让到这样的程度了, 你还要怎么样? 许燕里说着, 上前就要转孟严夕到柳如烟的跟前, 强制让他同柳如烟道歉。 啪! 孟严夕眸子心红地抬起手, 狠狠地朝着许燕里的脸上甩了一个巴掌。 许燕里这一巴掌是你这些年欠我的, 你若是再敢碰我一下, 我不会如此客气。 在场的众人都被孟严夕的举动吓到了。 许燕里脸色瞬间黑沉了下来, 顶着一张红肿的脸, 对上孟严夕, 只是看着眼底的冷意。 许燕里的双手紧了紧, 咬牙对着孟严夕道, 今日, 我就当你脑子不清醒, 只要你跟如烟道个歉, 这是就算过去了。 柳如烟满是心疼地看着许燕里脸上的伤, 对着孟严夕声调不由自主地拔高了几分。 你怎么能打自己夫君的脸, 这哪里是一位妻子该做的, 这简直就是毒妇的行为。 孟严夕冷漠微眯地看着柳如烟, 对着她继续道, 方才你说我推你, 你不敢对天发誓, 我敢。 你们听好了, 若今日我孟严夕动手推了柳如烟姑娘, 我孟严夕不得好死, 天打雷劈。 若我孟严夕, 今日是被人陷害的, 诬告者, 此生不得善终, 死后避入十八层地狱。 众人听着孟严夕的话, 哪里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只见一边的柳如烟,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身子摇摇欲坠, 对着孟严夕红着眼道, 你, 你怎么能发这样的誓言? 从前是我心善, 念在还有一丝的家人之情在, 不跟你们一般计较, 但不代表我孟严慈啥好欺负, 我孟严慈一身光明磊落, 不怕发毒事。 孟严夕眸光系列地落在柳如烟的身上, 唇角微微上钩吗? 对着柳如烟道, 回去告诉刘老爷, 若是刘甫寻不来一个好的教养嬷嬷, 我孟严慈不介意拿出自己的嫁妆, 帮忙请一个回去。 毕竟在北北又当又立的大家闺秀, 实在难寻。 柳如烟听了孟严夕的话, 气急败坏地瞪看着她, 你, 你, 柳如烟的话还没有说完, 因为羞愤气急攻心地晕倒在了许燕里的怀里, 孟严夕也不再理会众人的眼光, 转身便回去自己的蓝亭居, 路过许燕里两人的时候, 还不忘冷冷地嘟囔了一句, 晦气, 晦气! 许燕里抱着柳如烟的手忽然紧了紧, 朝着孟严夕离开的方向看了眼, 但看着怀中已经昏厥过去的柳如烟, 她来不及多想抱着柳如烟去寻抚意。 剩下的下人愣了许久, 这才回过神来, 从原本心中怪罪孟严慈的狠毒, 到后面的愧疚, 而后听了孟严夕的那番启示, 又替孟严慈感到心疼和难过。 再到最后的敬佩, 不愧是孟府的嫡女, 确实与那些不入流的小门小户的小姐不一样。 林妈妈和续秋几人小心地, 在孟严夕的身边伺候着。 回到蓝亭居后, 续秋替孟严夕打抱不平道, 姑爷太过分了, 明明就是那柳姑娘, 故意摔倒栽赃陷害少妇人的, 她竟然还要少妇人去跟那种女人道歉, 姑爷就是眼瞎了, 才从一堆宝贝里面, 掏出这么一个垃圾出来。 孟严夕倒是没有所谓的抬眸, 反正刚刚自己也没有吃亏。 她想了想, 回应道, 眼瞎的人是孟严慈, 徐燕里她本来就是垃圾,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她端着架子装了这么多年的上品, 寻来寻去自然还是喜欢垃圾。 林妈妈听着孟严夕的话, 脸上忍不住地露出一抹笑意, 少夫人您骂人可真脏啊。 木东和续秋他们相识看了眼, 都捏着帕子, 无嘴笑了。 孟严夕满脑子都是怎么想着 将嫡解那些白花花的银子拿回来, 尽快要回来。 说话时, 声音都透着一丝不快地说道, 还是早些将管家的这种破事交出去, 别耽误本小姐赚银子, 这些年给伯公府拖后腿还少吗? 林妈妈鸣嘴笑了起来, 声音温和地安慰, 少夫人, 老奴已经派人去办了, 这两日就能出结果, 你暂且先安心养着身子, 全当是修木。 嗯…… 孟严夕直接躺在一边的贵妃椅上, 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 穆冬和续秋几人的嘴角 一直都是翘得高高的, 只要他们一想到今日孟月慈 对着许宴里和那柳如烟霸气的模样, 心情变好得停不下来。 穆冬给孟严夕上茶的时候, 小声地试探道, 少夫人, 您日后可不可以一直都像今日这般? 孟严夕有些不解地 看向穆冬问道, 今日这般? 是哪般? 打人吗? 还不等穆冬解释, 孟严夕接而道, 孟府的家风严谨, 我从不打的人, 我只打猪狗不如的狗东西。 穆冬愣了一瞬, 随即想到什么, 捏着帕子无嘴的手都跟着一同抖动起来, 楼中红红的, 一份寅远厉害的样子。 哈哈哈哈。 对, 对不起, 少夫人, 奴婢, 奴婢实在忍不住了, 哈哈穆冬笑得喘不上气来, 捧着肚子笑了很久, 这才缓过来劲。 孟严夕看着他们欢快的样子, 方才心中的那些阴霾也都消散而去, 而后看着穆冬不解地问道, 你说我今日哪般? 第35章, 背后之人。 穆冬收起脸上的笑意, 认真地说道, 少夫人今日很是霸气, 我们都很喜欢少夫人的这样子。 孟严夕垂下眸子, 想了想劲儿问道, 你们觉得从前的我又是如何? 穆冬思索片刻, 认真地说道, 从前的少夫人总是为了薄公府的安宁与家和而忍让, 就算是别人的错, 你也总是率先低头, 总是回到自己的院子, 然后偷偷地抹泪, 我们都很心疼那样的少夫人, 您明明就可以。 穆冬说到最后, 小心翼翼地看了眼若有所思的孟严夕, 孟严夕看着暮冬, 脸上露出温婉的笑容, 朝着他们说道, 日后不会了, 我不会再让自己受到委屈, 更不会让你们跟着我担忧难过。 从前是我不太懂, 从前总是一味地追求家和万事兴, 可这个家和的前面还有几句, 父爱则母静, 母静则家和, 家和万事兴, 家和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啊, 他们从来不维护得家, 我又何苦去为难自己。 林妈妈听着孟严夕的话的眸中, 突然闪过一抹泪光, 对于这些年孟严慈在伯公府的付出, 他都是看在眼里的。 作为一个为陪嫁的妈妈, 林妈妈比谁都懂, 这些年孟严慈的隐忍是为了什么? 如今这个被他小心呵护的伯公府, 他却要亲手去推翻, 定是对这个伯公府失望至极了, 今日才会如此轻松地说这样的一番话。 少夫人, 咱们的身后还有老爷在, 只要有他在的地方, 那便是您日后的退路, 一直的假。 林妈妈说着, 声音有些哽咽。 孟严夕自然知道的, 对着林妈妈亲声道, 明白的。 木东倒是有些没心没肺了一点, 看着孟严夕的改变, 她很是欢喜的道, 日后少夫人有什么要出气的地方, 日后可以让奴婢们来, 您亲自动手有失身份, 我们不怕。 林妈妈没好气地, 戳了戳木东的额头, 对着故作生气的斥责道, 你这个小蹄子不会说话, 一边呆着去, 什么有失身份? 那是少夫人打狗呢? 木东鸣嘴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林妈妈, 您说话好听, 日后您多说点便是。 暗处的酒楼上, 纪师宇将方才孟严夕教训他们的那一幕, 都收紧眼底, 想到孟严夕以一举之力, 将那些人气的服服贴贴的, 嘴角别不自觉地微微上扬。 一只手在纪师宇身边的浩天剑后, 小声地嘟囔道, 您都连着这么久待着这个地方了, 那薄公府到底是有什么好戏, 让您天天不辞辛劳地过来看。 纪师宇收起笑容, 闽唇不语, 端过茶杯默默地喝茶, 慵懒自得, 而又金贵地靠着椅子而坐。 浩天看着自家公子的模样, 常常羡慕不已。 纪师宇把玩着手中的茶杯, 沉默两酒, 忽然坐起身来, 对着浩天说道, 李书氏那边之前答应给他的那些银子, 先扣下来一半, 等什么时候他将功补过了, 再把另一半给他。 浩天的嘴角抽了抽道, 公子, 这只怕不太好吧。 事情帮您办完了, 您戏也看过了, 给银子的时候, 您突然扣了他一半, 按理书室的那性子, 定不会这么容易就善罢甘休。 哼, 这是将银子扣下一半, 日后再给他便是, 他自己做过什么, 自己也清楚, 这是不容商量, 若是他寻来, 就说此事是我的意思。 即使与声音懒懒地, 却又透着冷力, 有着王者不容拒绝的气场。 是, 浩天一言应下, 有些同情李叔师的敬语, 但他也算是自掘坟墓, 明知道季时与牙字必报, 他还要朝孟小姐透露那些不该说的话。 更可恶的是, 他竟敢当着自家公子的面, 挑衅公子的权威。 就算李叔师跟季时与试过命交, 但也阻挡不了季时与想要刀人的心, 只是有一点浩天不太明白, 他好奇地开口追问, 公子, 您跟徐少夫人从前认识吗? 不认识, 季时与很干脆利落地回答道, 浩天的眉头醋的都快挨在一起了, 满是不解道, 那您为何要帮徐少夫人? 还特意让李叔师出面帮他, 感觉有趣。 季时与的淡淡地回应一句, 浩天听后, 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喃喃自语道, 还好还好, 我还以为公子是看上那徐少夫人了。 话落, 浩天再次看向季时与的脸色时, 只见季时与的脸色冷得可怕, 他立马收好自己脸上的神情, 小心地在季时与的身边伺候。 心中却是惊恐万分, 想着北国这么多好的女子, 季时与不会偏偏就看上了孟月慈这个人妇吧? 出去吧。 季时与的声音急冷地对着浩天说了一句, 公子, 浩天有些不放心地轻声唤了一句。 见季时与没有理会自己, 这才小心地退了出去, 将门关好。 季时与双手放在椅子的扶手, 将自己的身子撑起, 站在窗边, 目光看向薄公府的位置。 季时与从自己的怀中拿出孟延熙送给他的那个荷包, 又从自己怀中掏出另外一个陈旧。 他将新旧两个荷包放在一起对比, 新荷包上的刺绣栩栩如生, 而旧的荷包则是绣得东有西歪, 绣工实在别角地拿不出手。 即便如此, 季时与还是像宝贝般地捏在掌心, 指腹在上面轻轻地抹撒着, 对着薄公府的方向盯了两久。 季时与的唇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抹温柔和煦的笑。 这次一换我先寻到你了。 可可可, 季时与突然发出一声剧烈的咳嗽。 守在门外的昊天, 快速地推门进来, 满是关切为季时与披上披风道。 公子明日还是在府中好好地待着, 这样下去, 您的身子会受不住的。 无妨。 季时与知道他的身子情况, 他只是放心不下那个人罢了。 在孟小姐的身边派两个暗卫暗中保护他, 或是想法将我们的人混进去薄公府, 暗中给孟小姐助力。 季时与拢了拢自己的身上的披衣。 浩天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季时与道, 公子, 季时与没等浩天将话说完, 继而道, 从金牌暗卫里面选。 浩天听得毛骨悚然, 更加确信自己心中的猜测。 但季时与并不打算解释, 而是朝着门外走去, 乏了, 回去吧, 晚些去薄公府将孟小姐名正言顺地请来府中。 第36章, 薄公府的福星。 浩天愣了半晌, 这才跟上季时与的步子, 他不敢置信地问道, 公子, 你方才说让属下去请许少夫人。 季时与没有停下脚步, 声音冰冷地对着浩天说道, 你若觉得此事有难度, 可以让其他人代劳。 浩天还没有来得及高兴, 耳边便想起季时与冰冷的声音。 你知道的, 我们府上是从来都受留吃嫌犯的人, 若是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办不到, 你也不必继续留在府里了。 浩天心里那叫一个苦, 要将人家的妻子名正言顺地 从伯公府叫其他男人的府上, 自家公子将此事称之为简单, 真是做着说话不腰疼。 但浩天此刻也不敢跟季时与反驳, 立马换上一脸的笑意, 对着季时与道, 公子请放心, 此事放在我的身上, 小的保证给您办得妥妥贴贴贴的。 季时与请客一声, 浩天送季时与回去的路上, 一直在想要用什么办法, 才能名正言顺地将许少夫人从伯公府请出来。 柳如烟被孟严西气晕之后, 留在客房, 这才悠悠转醒。 朱氏得知消息后, 便守在柳如烟的身边, 见她醒来, 朱氏热情地上前, 关心道, 柳姑娘, 你还好吗? 对着朱氏, 柳如烟是有些看不上的。 故此, 看到朱氏的脸时, 柳如烟下意识地往后躲了躲, 脸上一闪而过的嫌弃之色。 但很快, 柳如烟便将那抹不喜的神情收起, 对着朱氏露出淡笑道, 好些了。 朱氏只要一想到孟月慈说那些话, 险些害自己孙子, 便气不打一处来, 骂骂咧咧地开口道, 就是个没有教养的毒妇, 你切莫跟他一般见识, 等你日后进了伯公府的门, 你是正妻, 他是妾, 他还不得恭恭敬敬地给你请安。 柳如烟回想, 今日孟年夕当众让自己难看, 眼里闪过一抹阴质, 抬眸时, 却是装出一副温婉大方的模样, 姐姐也是因为, 我分走了众人对她的爱, 为了让大家对她多些的关注, 才会这般, 你也不必太过责备姐姐。 朱氏对着柳如烟的这般说辞, 感到很是满意, 拉过柳如烟的手, 轻拍她手背。 柳如烟目光落在朱氏指甲微微发黑的手上, 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 下意识地就要收回手。 但朱氏却是将她的手紧紧地攥在手中打量, 暗暗比较, 这双手却是比孟月慈的那双手要白净羞嫩, 这才是大家闺秀该有的样子。 可朱氏忘了, 孟月慈从刚刚嫁给伯公府的时, 一双手也是白嫩透亮, 五指纤细秀美。 那时候的朱氏, 还嫌弃孟月慈是个食指不沾阳春水之人。 如今伯公府这才稍稍跟权贵搭上一点关系, 便忘了孟月慈那双青春年华的手, 是怎么被撮磨成今日这般的了。 许夫人, 柳如烟的手被朱氏拉在手中把玩半天, 忍不住地轻声唤倒。 朱氏这才反应过来, 快速地将柳如烟的手放开。 对着柳如烟笑了笑, 闺秀的事就是不同, 这手都是那孟月慈没办法比的。 对着朱氏的捧高踩低柳如烟很受用, 心情瞬间大好。 温生对着朱氏说道, 父亲今日有意跟三皇子搭线, 听闻三皇子也有意要与父亲走动。 日后宴里试图顺遂, 府中的粗屎活都让下人去办, 姐姐的手好好痒痒日后也是这般。 朱氏听闻刘老爷能跟三皇子计时与搭上话, 脸上的笑容更是明艳了几分, 对着柳如烟声音温和道, 我们就宴里这么一个儿子, 日后薄公府的东西都是你们的。 若是能让燕里也得到三皇子的赏识, 日后在北国路子也会更加顺畅一些。 柳如烟说话时, 声音中带着几分的得意, 这是自然, 父亲对此事很是上心, 如烟这才会对婚事提出那些要求, 也是为了给燕里和薄公府撑场面。 朱氏喜笑颜开, 正想再说些什么, 屋后面突然响起一阵敲门。 门外红秀的声音传来, 夫人, 三皇子身边的贴身是从浩天来了, 请您去前厅有事商议。 朱氏先是一愣, 而后看了看身边的柳如烟, 这才欣喜地站起身来, 对着柳如烟眉开眼笑道, 柳姑娘, 你可真是我们薄公府的大福星, 你一来, 三皇子的人也来了, 我先去, 晚些再来看你。 柳如烟没有想到, 薄公府还能跟三皇子搭上话, 面色也跟着欢喜一些。 对着朱氏, 温婉地点了点头, 朱氏转身快速地往前厅走去, 路上还对着柳如烟称赞不已, 这柳姑娘, 真是薄公府的福星, 不仅人长得好看, 性子也好, 重要是的, 如今还未过门, 就给薄公府带来这么多的好运, 日后要是进了我们薄公府的门, 宴里岂不是要一路晋升? 洪秀也在一边跟着在一边忙不迭地点头, 柳姑娘一看, 就是大家闺秀出身, 只要日后少爷的和新少夫人两人的感情和睦, 夫人的好日子, 这才开始。 朱氏心情大好, 这才想起问道, 三皇子身边的贴身侍从, 可有说来薄公府是为的何事? 你可听清楚了, 他是点名来巡我的。 洪秀摇头, 管家那边只说, 浩天来巡夫人有事商议吗? 并未说什么事情, 管家也跟他反复确认过, 就是点名来巡您的。 朱氏秀眉微皱, 有些想不通, 三皇子就算是要巡薄公府的人, 也应该是巡许燕礼和自己夫君, 他来寻他一个妇道人家, 这让朱氏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洪秀看出了朱氏的担忧, 忙在一边安抚道, 夫人你也不必太过担心, 听闻管家说, 那浩天来的时候, 是客客气气的, 想必是真的有事商议。 听了洪秀的话, 朱氏这才放下心来, 加快脚步。 不多时, 便来到了正厅的位置。 浩天看到朱氏的身影, 缓缓地起身, 对着朱氏行礼。 朱氏盲笑道, 使不得, 快快请起, 坐下喝茶。 浩天起身, 重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朱氏犹豫了片刻, 这才小心地开口问道, 不知三皇子让您过来, 这一遭事所为何事? 浩天端着茶掌喝了一口, 缓缓地开口道,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我们家公子有一事想要问夫人。 浩天说话的时候, 似笑非笑地看着朱氏, 这笑容让朱氏看得心中发虚。 两久之后才开口问道, 是, 何事? 第37章, 前往济府。 浩天清了清嗓子开口道, 公子听闻徐少夫人被药王神医收入门下, 当了关门弟子。 公子想问此事是否属实? 朱氏听后, 一颗揪着的心, 这才彻底地放松下来, 对着浩天露出笑意, 确实如此, 三皇子就是为了问此事? 是, 也不是。 浩天故作为难地看向朱氏, 不再说话。 朱氏等得心急如焚, 对着浩天率先忍不住开口问道, 有什么事情? 你去说便是, 若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情, 我也可以亲自做主。 浩天在心中暗喜, 他等的就是这么一句话, 当即抬头看向朱氏, 我家公子想要夫人帮忙的事情, 倒不是什么难事。 他一边说着, 一边拿出一个精美的礼盒, 示意红袖拿到朱氏的跟前。 朱氏目光落在那精美的礼盒上, 嘴角上扬, 对着浩天更是热情地问道, 你不妨先说说看。 浩天看着铺垫到位, 这才一脸愁容地对着朱氏诉苦道, 近来三皇子的身体日渐不好了, 一直都想要寻求药王神医治病的机会。 只可惜, 药王神医给人看病行医, 讲究的是一个医员, 属下见三皇子的身体日渐消瘦下来, 当奴才的, 自然是心疼。 这才跟三皇子提出看看, 能不能让徐少夫人 给我家公子在中间牵的线。 若是此事能成, 我家公子定会记住 伯公府和徐少夫人的这份恩情。 浩天说话时真切诚恳, 这让诸事信以为真。 浩天见诸事满脸动容, 继续说道, 若是徐少夫人 不懂怎么帮着我家公子 和药王神医在中间的牵线的话, 我们公子说了, 可以让徐少人到王府一趟, 公子教他 怎么同药王神医传话。 对此, 诸事心中是有些忌讳的, 但想到能搭上三皇子这条线, 对于现今的伯公府而言, 就算是搭上了颇天的富贵。 北国人都知道, 皇上现今最为疼爱的, 就是三皇子。 若不是因为三皇子身染疾病, 这皇位定是传给三皇子的。 皇位? 这个词, 在诸事的脑海中快速地划过。 若是孟月慈, 这次帮着三皇子 与药王神医搭上线, 药王神医因着跟孟月慈演员 答应给三皇子诊治的话, 日后三皇子的身体恢复康健了, 要争夺储君之位, 这还不容易吗? 想到这些诸事的脑海, 开始飞速地衡量其中的厉害关系。 孟月慈如今在伯公府, 不过是许燕里顽腻的弃腹, 想必三皇子这等高洁之人, 定是看不上孟月慈这种女子。 加上孟月慈, 从前没有跟三皇子有过什么接触, 三皇子更不会因为伯公府 对孟月慈的态度而帮他。 诸事将其中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从头到尾地想了一遍, 这才抬谋笑着对着浩天说道, 这样倒好也可省去不少的麻烦。 浩天压下心中的欣喜, 对着诸事说道, 那就有劳许夫人现在去请许少夫人出来 一同前往祭府, 等公子交代过后, 我们自会将许少夫人送回伯公府。 这么快啊? 诸事脱口而出, 浩天依旧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对着诸事说道, 当奴才的, 看自己家公子病得实在难受, 想早些为主子分忧, 这才会如此的着急, 要王神医总是神出鬼没, 还是早些叮嘱好? 有心了? 诸事也觉得浩天所说有道理, 便给身边的红秀递了一个眼神。 红秀会议, 转身出去, 往蓝亭居的方向走。 她到孟严熙的院中, 对着孟严熙道, 少夫人, 夫人让您收拾一番, 晚些跟三皇子身边的贴身侍从, 回去王府一趟。 孟严熙放下手中的竹简, 看向红秀满事不解。 红秀这才一五一时, 将刚刚浩天与诸事商议的事情, 都告诉了孟严熙。 孟严熙静静静地听完红秀的话, 依据自己对季严两面之缘的理解, 季严绝对不似表面看起来那么的弱不禁风, 更不像传闻中的那般性子随和容易相处, 那些不过是三皇子自己对外营造的一种假象罢了。 尚从狄姐出并她不请自来, 成功地引起了孟严词对季严的兴趣。 她很好奇, 狄姐和三皇子之间究竟是有什么样的牵连。 红秀见她不为所动的模样, 有些焦急地催促道, 少夫人, 您还是快些收拾, 三皇子府中的人还在正厅那等着您。 孟严熙回过神来, 对着红秀淡淡地说了一句, 知道了, 你先回去, 我梳洗一番便来。 红秀得了孟严熙的回话, 这才放心地回去禀告。 等到红秀走后, 孟严熙让旭秋和沐东伺候自己舒适。 沐东有些担忧道, 少夫人听闻那三皇子的脾气 不似外面传言得那么好。 您还是要去吗? 以孟严熙对季严语的分析, 她应该不至于对一个后宅女子动什么歪心思, 许是对方是真的有事要寻自己。 无妨, 反正有你在。 孟严熙打趣道, 她突然想起, 季严熙的睡眠不是很好, 上次自己给她送过一个助眠的香包, 想着, 会不会就是因为此事。 总的来说, 孟严熙对着季严熙的印象不算坏, 对于那些想不通的事情, 孟严熙也不再费事去想, 任由下人帮着自己舒适。 几人在前厅等了一炷香左右的时间, 朱师让红秀到兰亭居催了一遍又一遍, 孟严熙这才姗姗来迟。 朱师看了眼孟严熙, 脸色变得不是很好。 浩天看到孟严熙, 则是看到救星般的立马起身, 对着孟严熙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比方才给朱师行礼还更恭敬。 孟严熙抬手示意浩天起来, 浩天看着孟严熙只感觉她是菩萨转世, 自己的植物总算是保住了。 原本想要给孟严熙脸色的朱师, 立马洋装很疼爱孟严熙的模样道, 快去吧, 别让三皇子久等, 去了三皇子的府中好好记下三皇子的话, 早去早回。 孟严熙目光淡淡地在朱师身上扫过, 缓缓地对着朱师微微扶身行礼, 知道了。 说完转对着浩天道, 我们走吧。 浩天小心地在前面给孟严熙指路, 看清眼前的马车后, 孟严熙的眸光猛然地瞪大, 跟在身后一同出来的朱师, 更是惊叹不已。 眼底还有一闪过得羡慕。 孟严熙坐上马车思绪流转, 马车很快行之道继辅, 浩天直接带着孟严熙去了孟严熙的书房。 第38章, 与三皇子的交易。 孟严熙让人将书房门打开, 暮东和续秋两个丫鬟就守在外面能够看到孟严熙的地方。 外面还候着几个孟严熙的粗屎婆子。 孟严熙看着孟严熙的安排, 不得不感叹, 对方确实是个欣喜之人。 他回收思绪, 朝着孟严熙落落大方的扶身行礼, 言语疏离地问道, 臣妇想三皇子如此大费周章, 将我请来孟严熙, 不仅仅是为了让我帮着孟严熙跟药王神医牵线, 这么容易吧。 孟严熙坐在书案前, 依旧是一副闲散慵懒, 无忧无虑, 让人羡慕眼红的模样。 听到孟严熙的话, 季严熙的唇角明显地上扬, 将手中把玩的扇子收起, 随手放在书案上。 毛子微眯地对着孟严熙说道, 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 太过聪明显然不是一件好事。 季严熙见她抿唇不语, 她压低声音对着孟严熙继续道, 确实如你所说, 我不单单是为了让你做中间人, 而是有个交易, 我想跟孟小姐合作。 孟小姐, 孟严熙听到这个称呼, 猛然地抬眸看向季严熙, 想要从她的脸上寻出点什么。 只是季严熙这个的人城府太深, 根本就看不出对方的情绪波动。 孟严熙只当对方是口误, 她将眼底那抹惊慌之色压下, 再次抬眸看向季严熙时, 依旧一副清冷模样。 三皇子且说, 季严熙用只有两人可以听到声音的, 对着孟严熙道, 我帮你守住秘密, 你帮我治病。 秘密? 孟严熙满是不解地看着季严熙, 对上她眸子时, 总感觉有种说不上来的熟悉感。 是啊, 我知道孟小姐, 有个不能告人的秘密。 季严熙似笑非笑地看着孟严熙说道, 这让孟严熙更加确信, 方才对方不是口误, 而是有意这么叫的。 她忽然心跳便快了几分, 孟严熙不担心自己的名声不好, 只是想到自己, 还没有替嫡姐报仇, 心有不甘。 孟严熙让自己快速地冷静下来, 对着季严试探道, 三皇子想要说什么? 你不是孟严词。 季严熙也毫不隐瞒地的对着孟严熙开口。 孟严熙刚刚恢复平静的心情, 瞬间又被孟严熙又被孟严重新拉到嗓子眼, 她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孟严熙。 梁九这才收回思绪, 对着孟严熙开始狡辩, 三皇子实在不该跟臣妇开这等玩笑, 这可是犯杀头的大罪, 我不过是个厚宅女子, 又怎么担得起这样罪名? 孟严熙打死都不能承认, 只是看到季严语看向自己的眼神, 像是洞察了一切, 孟严熙的这才察觉到季严语真正的可怕之处。 她有些心虚地将视线从季严语的身上移开, 耳边却是响起了季严嘀嘀嘀的笑声, 孟小姐, 你不必如此紧张, 我没有什么恶意, 只是听药王神医说, 我的病, 只有孟小姐能治。 你想做的事情, 我可以帮你, 也会帮你守住秘密, 条件就是将我的病治好。 孟严熙从第一次见季严语, 便看出对方的身子内的影集, 只是对方离得太远, 孟严熙只是看了的大概。 听了季严语的话, 孟严熙索性也就不装了, 对着季严语有露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可以是可以, 只是我, 如今是伯公府的人, 要怎么名正言顺地从伯公府出来给三皇子治病, 这是三皇子有没有想过? 季严语听到孟严熙说自己是伯公府的人时, 脸上的神情不是很好, 他从书案的上拿出一个电器推到了孟严熙的面前, 我会让药王神医过来祭府一趟, 就说这是我给你的酬劳。 医馆是开在中心街, 名为仁德堂。 季严语说话时, 忍不住地打量着孟严熙的脸色, 见他面露喜色, 季严语的嘴角也微微上挑, 但很快又恢复平静, 让人不易察觉。 孟严熙正在想要用什么办法, 可以自由出入伯公府, 有了季严语送的这个医馆, 就算伯公府的人不愿意让自己的出去抛头露面, 但这是三皇子的意思, 他们就不敢违背。 只是孟严熙的脸色很快又沉了下来, 中心街那个地方是北国最为繁华的一条街道, 那店铺的价值定是不菲的。 虽说, 嫡姐从前有不少的嫁妆, 但大多花在了伯公府里。 若是季严语让自己花一半的银子买, 自己肯定是拿不出那么些的银子, 他有些难以启齿地开口问道, 这医馆不错, 只是三皇子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合作方式? 任德堂都归你, 盈利也是你的。 只要告诉别人, 这任德堂背后的东架, 是我便可。 季严语声音平和地说道, 孟严熙有些不敢相信地, 看向季严语问道, 这买卖怎么算都是你吃亏? 不然我管店, 利润你三我七, 有您的名声在外, 那些人不敢来仁德堂闹事, 如此一来相对合适。 不必。 季严语看着孟严熙片刻, 悠悠地从嘴里嘀咕一句, 只要你想, 还可以有更多的买卖可行。 你说什么? 孟严熙方才沉浸在喜悦中, 没有在意季严所说。 季严恢复那副慵懒潇洒的模样, 对着孟严熙好横挥手。 不用, 我有的是银子, 就当这是做善事了。 善事? 孟严熙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季严熙。 他做善事, 那他成为什么了? 孟严熙思极此, 脸上浮现不悦。 但垂眸看着手中的电器, 脱口而出道, 三皇子什么时候还要做善事? 记得带上我, 我就喜欢跟您这样的大善人打交道。 好, 季严熙爽快地答应下来, 孟严熙则是恨不得将自己的舌头咬下来片刻。 季严熙看着孟严熙露出窘迫的模样, 与在薄公府时一脸斗饰模样截然不同, 脸上露出忍俊不惊的笑意。 这让外面守着的婆子们看得毛骨悚然, 平日三皇子笑都是要大开杀戒, 今日三皇子竟然对着徐少夫人露出这样的笑容。 这让那些婆子们不停地在心里猜测, 徐少夫人是怎么招惹到三皇子了。 而后几个婆子目光紧紧地盯着孟严熙, 余光则是撇着目冬和续秋。 在心中快速地盘算, 在三皇子对孟严熙动手的时候, 要怎么样用最快地将孟严熙这两位贴身丫鬟不动声色地处理掉。 第39章 柳如烟的心机 孟严熙让自己平和下来, 对着季时宇道, 三皇子就当我胡说便可。 同时满是疑惑地看向季时宇, 自己明明就做得很是谨慎小心, 细致入微了, 不明白他是怎么发现自己不是敌解的事情。 他在悄悄打量季时宇的时候, 季时宇的余光也在悄悄地打量孟严熙脸上的神情。 季时宇声音温和地与孟严熙商量, 医馆的事情这么定下, 晚些我让浩天送你回伯公府, 会将医馆的事情提前帮你跟伯公夫人说一声。 如今医馆已经都修缮完毕, 随时都可以到医馆去行医, 或是从药店开始, 后面再慢慢地给人看着, 这样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孟严熙微微汗手, 对着季时宇的安排完全没有意义, 他的每一个决定都像是踩着自己的心间间安排, 人如其名, 他就像是自己生命的季时宇。 可孟严熙不知道的是, 那些都是季时宇特意为他准备的, 在伯公府内, 朱氏两将浩天和孟严熙送出府后, 转身又回到了柳如烟的房内。 此时的柳如烟已经从房内出来, 去偏厅, 徐燕里也收拾好, 许伯公, 朱氏, 围着柳如烟, 像急了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朱氏笑着对众人说道, 如烟今日一来, 我们伯公府, 这这个柳公府蓬毕生辉, 立马让就给我们带了好运。 柳如烟很是享受这样被人追捧的感觉, 但面上却是维持着龟秀该有的温婉谦逊, 也是我感得巧。 许伯公从别人那儿打听得知, 最近三皇子高调地在中心街买了一个足足三百多平米的铺子, 听闻三皇子赤巨姿, 将那铺子打造成了衣馆的样子, 取名为仁德堂。 刚刚朱氏过来换他的时候, 得知柳府近来与三皇子有些走动, 便关心地问道, 三皇子在中心街买了一个不错的铺子, 此事你可知。 柳如烟的父亲近来正是盯着三皇子那个店铺, 祖上柳家也算是中医世家, 家族中有位医术不错的老者。 柳家人就是想要通过这次, 让柳家人到仁德堂里面当坐枕郎中, 这才跟三皇子勉强搭上了线。 柳如烟听闻, 脸上多了几分得意神色, 对着许伯公道, 听闻了, 父亲近来就是因为仁德堂的事情与三皇子走得近了一些。 父亲的意思是让家族中一位医术不错的老中医到仁德堂去坐枕, 提高仁德堂的在北国的地位。 众人的吸引力瞬间被柳如烟给吸引过去, 在心中默默地感慨他们攀上的这棵大树。 许伯公压下心中的喜悦, 对着柳如烟追问道, 三皇子的意思是, 三皇子一直都没有给刘府回消息, 柳如烟也不清楚三皇子的意思, 便开始含糊其辞道, 剩下的都是我们归中女子不该顾问的事情, 如烟也不是很清楚。 许伯公和许燕李听后, 父子两人相视而看, 心中更是激动。 他们都曲解了柳如烟的意思, 以为三皇子和刘府交情不简单。 朱氏则是对着柳如烟越发的热情, 也趁机将那传家之宝的镯子送到柳如烟的手上。 朱氏献宝般的将镯子套在柳如烟的手上, 这是我们许甫的传家之宝, 虽然你和燕李还没有澄清, 但这镯子我就先交由给你保管了。 柳如烟看了眼手上的镯子, 质地橙色都很不错, 看着柳月慈在伯公府辛苦付出这么多年都没有得到的东西, 朱氏却是强塞给自己。 今日在柳月慈那儿受到的委屈, 也稍稍地减退几分。 柳如烟故作为难地说道, 这镯子太过贵重了, 就算传也应该是传给姐姐, 您将这传家的镯子送到我的手上, 我担心日后被姐姐知道了, 会更加记恨于我。 他一边说着, 一边做事, 就要将手上的镯子取下。 朱氏赶忙阻拦道, 他敢再胡闹, 我就让燕里将他修了, 你放心带着旧事, 更何况他那皮糙肉厚的, 那手上满是茧子, 跟这镯子也配不上。 柳如烟这才故作勉为其难道, 那就由我先替姐姐收着, 等哪天他想要回, 我再给他便是。 这镯子给你了, 便是你的, 不必理会他。 朱氏满是笑意地看着柳如烟说道, 对于这个魏国门的新儿媳, 是越看越顺眼。 徐燕里随后对着柳如烟问道, 那一管的事情确定下来, 日后柳府跟三皇子不就可以走得近一些。 柳如烟温婉地微微汗手,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这是自然的。 众人听后, 心情大好, 柳如烟看了眼外面的天色, 时候不早了, 也该回去了。 他起身, 对着众人一一告辞, 而继时宇和孟严夕, 两人合谋后, 孟严夕也不好在继府多呆, 浩天快马加鞭地将孟严夕又送到伯公府, 而朱氏则是一副关心的孟严夕的模样, 算着孟严夕回来的时间, 早早地后在伯公府外面。 见浩天将孟严夕送了回来, 喜笑颜开地上前迎接, 回来了。 事情办得如何? 孟严夕对着朱氏微微浮身。 浩天虽然有些看不惯朱氏的做派的, 但好歹人家还是个主子, 他朝着朱氏行礼。 朱氏则是笑着让浩天倒立马喝茶, 吃点心。 浩天没有拒绝, 因为自家公子还有事情要让他来转达。 在大堂内, 浩天直入主题道, 方才在祭府的时候, 我家公子见徐少夫人聪慧, 想跟徐少夫人一同合伙做些迎圣, 不知徐夫人对此事如何看。 朱氏一想到迎圣, 便想起今日柳如烟所说那个医馆的事情。 他眉开眼笑地对着浩天委婉地打听道, 是不是关于那个忠心接人德堂医馆的事情。 浩天被朱氏问得神色一愣, 很是好奇地问道, 夫人是怎么知道此事的? 朱氏听闻, 心中更是高兴。 而后对着浩天问道, 三皇子是想让月辞到那仁德堂做什么? 做个洒嫂的下人, 还是学着点配药。 母亲! 孟严熙有些听不下去, 她还在旁边, 就算要羞辱自己, 也不用如此迫不及待啊。 朱氏这才反应过来, 对着孟严熙露出一个很是敷衍的笑容。 你除了会些杂活, 那些你也不会, 以你如今这样, 能到仁德堂里面, 磨个洒嫂的活也是很不错的。 浩天给看着两人, 突然有些好奇的, 若是自己跟朱氏, 说三皇子让徐少夫人到仁德堂去当洒嫂妇, 薄公府的人会如何的态度? 是想让少夫人到仁德堂帮忙做些洒嫂的杂活。 不知道夫人可是怨? 浩天试探性地看着朱氏。 第四十章, 朱氏的得意忘形朱氏听后, 脸上的喜色肉眼可见, 对着浩天立马答应道, 这是好事, 求之不得。 浩天神情一愣, 看着朱氏此次问了一遍, 是到仁德堂做洒嫂的活, 您也冤。 朱氏欢喜地朝着浩天点了点头, 生怕他们反悔, 能在三皇子名下的店铺做些洒嫂的活, 这也是他的造化, 况且, 从前的伯公府那些地都是他一人扫的, 这活他定能做好。 说完, 只是还朝着孟严熙的方向使了实眼色。 孟严熙的双手不停地收紧, 这才意识到从前抵解在伯公府的生活并不如愿, 那些好听的话不过是他自己给寻自己编织的一个梦罢了。 堂堂一个伯公府的少妇人出去别人店铺做那些洒嫂的活, 对于一个后宅妇人而言, 这就是在变相地告诉众人孟严词在伯公府的地位。 不过是比那些下人强一点罢了, 北国的人妇最忌讳的便是抛头露面, 会被那些贵妇圈子瞧不起的。 北国的男男女女都有各自的圈子, 平日那些勋贵之间都会比较和善客气。 只是, 那些人都很重名声, 若谁的名声不好, 定会成为众人所排挤的对象。 朱氏这般做法, 无非就是要孟严熙日后在那些贵妇圈中没有了地位和面子。 浩天看着喜上眉梢的朱氏余光瞥见, 面容冷淡的孟严熙, 突然有些同情这个贤德出名的少妇人。 她想要解释给孟严熙扳回面子, 可孟严熙却是朝着浩天暗暗地摇头。 随后, 耳边便响起孟严熙的声音, 臣妇定不负三皇子的厚望。 浩天会议, 对着朱氏告辞也不再继续停留。 等到浩天的背景离开之后, 朱氏这才对着孟严熙冷言冷语道, 你这还是借了伯公府和柳姑娘的光, 不然三皇子怎么可能会让你留在仁德堂当个洒嫂的妇人? 孟严熙猛地抬眸看向朱氏问道, 母亲这是何以? 三皇子是我可怜, 加上我又是要往神医的关门弟子, 这才给我安排了一个这样的活, 怎么就借了柳姑娘的光? 朱氏双手环在胸前, 满脸得意? 你还不知道啊, 这柳姑娘就是我们伯公府的福星, 她一来伯公府就跟三皇子那样的人物搭上了线, 况且人家柳姑娘说了, 日后他们柳家中有德高望重的老医者会到仁德堂去坐诊, 你好好对柳姑娘, 日后你去了仁德堂, 说不定柳姑娘还可以那老医者教你。 孟严熙在心中暗笑, 声音的淡淡地说道, 我既已经是药王神医的关门弟子, 那要安心与药王神医学习。 提及此事, 朱氏对孟严熙没了好脸色, 药王神医不过是看在孟严熙的的面子上, 才勉强收你为徒。 若不是这样, 燕里现在就是药王神医的关门弟子了, 你一个妇人, 学那些医术有什么用? 说着, 朱氏突然想到什么, 对着孟严熙道, 柳府如今跟三皇子搭上线, 日后定会将燕里引荐给三皇子, 加上柳姑娘心地善良, 还聪慧, 改日药王神医过来的时候, 你好好同药王神医说说, 将这个关门弟子的位置让出来给柳姑娘, 日后博公府日子好了, 定少不了你的。 孟严熙看着朱氏一脸痴人说梦话的架势, 忍不住地痴笑一声, 母亲, 任德堂撒扫的活这么好, 您怎么不让我跟三皇子说说, 将这活让给柳姑娘? 柳姑娘可是有头有脸的女子, 她的的身份配不上那些粗俗低贱的活, 日后她可是要撑起博公府门眉的当家主母, 你让她去做那些。 朱氏说完, 这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瞬间感受到, 孟严熙周身冷意散开, 她抬眸对着孟严熙笑了笑, 解释道,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那些活你做的习惯了, 你比她更加适合。 孟严熙收回自己的目光, 声音极冷的道, 是啊, 柳姑娘现在确实是北国最为有头有脸之人, 原来母亲喜欢, 那等无眉无聘, 就与人苟合, 又自命高洁的不检点之人。 她如此身份, 确实不适合做这些务实的活, 只能养在房中, 让人赏玩用。 朱氏哪里听不明白孟严熙这话外之意, 明显就是说, 徐燕里娶个荡妇, 被伯公府荡宝贝。 朱氏指着孟严熙的鼻子气得脸色发青, 但孟严熙的话, 却是让人挑不出错。 孟严熙也不管朱氏脸色难看, 对着她微微扶身, 而后说道, 母亲还是好好考量这柳姑娘那些话的真实性, 我可是听三皇子说了。 大仁德堂如今只是打算先从药馆开始, 何来做堂囊中之说? 朱氏听着孟严熙的话愣了一瞬, 而后想着, 孟严熙定是因为极度才这么说, 完全没有理会。 等她回过神来, 想要跟孟严熙理论的时候, 已经不见孟严熙的身影了。 跟在孟严熙身后的旭丘, 有些不解地问道, 夫人如此欺人太甚, 少夫人为何要提醒夫人这些事情? 孟严熙眉眼变得凌厉起来, 嘴角勾起, 如今她已经被哄骗得团团转了, 她不会相信我的话, 我已经给她提过醒了, 听不听便是她自己的事情了, 日后有什么事情, 她也不会再往她身上推, 这苦, 她只能自己吃。 旭丘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只是脸上依旧带着一丝的愁容, 若是日后被夫人知道您, 今日骗她, 只怕后面夫人会变相从其他地方来找茬, 对您发落。 孟严熙就没有担心过这些问题, 今日并非是我要诓骗她, 明明就是三皇子身边的贴身侍从这么做的, 又与我何关? 旭丘瞬间明白了孟严熙的意思, 耳边又继续响起孟严熙的声音, 不过如今也只能用洒嫂的身份进去仁德堂啊, 毕竟我确实什么都不会, 虽然三皇子将那一管送给我了, 但我也不能将这电器送给他们去。 孟严熙看着自己手中的电器, 心情这才好了几分, 灵妈妈远远就看到孟严熙从外面回来, 立马迎了上来, 邵夫人事情已经让人办妥了, 什么时候能做好? 孟严熙下意识地问道, 最迟是明日太阳下山前。 好, 明日送他们一份大礼, 孟严熙眸光冰冷地说着, 第41章, 为孟九招寻夫子, 今日是让那些精灵账房的人将您的嫁妆和这些年薄公府的一切收支分别作账, 再合计作账, 顺便将您这些年贴补在薄公府的那些嫁妆都单独做了一份账本。 林妈妈跟着孟严熙的身边温声说道, 恨不得将她这些年在薄公府付出的一针一线统统拿回来。 孟严熙看着林妈妈将自己所想都安排妥当, 心里暖暖地, 对着愤愤不平的林妈妈说道, 剩下的就交给我便是。 孟严熙想到父亲的事情还没有下文, 如今孟九招也到了数发的年纪, 北国院士的考试时间定在8月28日。 原先教孟九招的夫子, 自从父亲出了事情之后, 便第一时间请辞了。 眼看离院士的时间不多了, 孟严熙在脑海中飞速地寻找北国那些有才能的伯乐。 她忽然想到一人, 这人有气节, 孟严熙看向林妈妈道, 明日您到林府去下个请柬。 林妈妈有些不解地问道, 就是之前被人生了一本的那个林老? 林修子大人。 是。 孟严熙言简意该地回应。 林妈妈眉头微醋, 满是疑惑道, 少夫人要寻她有何事? 如今林大人被迫休睦在府中, 我想请她到孟府给九招当夫子。 林妈妈想了想分析道, 林老的学识确实很高, 只是现今大家都是绕着她走, 加上孟府现在这等情况, 会不会不妥? 孟严熙示意林妈妈言末, 自己则是做到了书案前, 开始提笔写下请柬, 没有什么妥不妥的, 只要为人刚正有气节, 加上学识足够便可。 我们孟府如今的名声并不好, 给九招请不来那些名师, 而林老的学识, 却是整个北国的名师都无法媲美的。 若是她能到孟府给九招在院士前, 当一段时日的夫子, 最好不过。 林妈妈明白孟严熙的意思, 忙笑着点头应下, 孟少爷这些年, 为这次的院士考试, 做了不少的准备, 定能一举通过这次的院士考试, 少夫人也不必为孟少爷太过担忧。 孟九招的努力, 孟严熙这些年, 也都是看在眼里的, 虽然她也是对孟九招有信心, 只不过, 若有人在一边帮着推一把, 孟九招的路也会走得更加顺畅一些。 父亲一生, 从未求过他们这些做儿女的, 要回报她什么, 更不要求还紫成龙成凤。 但孟严熙很清楚, 孟九招的性格。 她是个要强的好男儿, 这次父亲被人冤枉, 让她深深地感受到, 在北国没权没事, 连一个深渊的地方都没有。 孟严熙收回自己的思绪, 将写好的勤俭收好, 递到了林妈妈的手中。 勤俭林妈妈, 明日亲自送到林老的手上, 并且从我的库房中, 给林老带去一个上等的宴台。 是, 林妈妈将东西收好, 一点都不敢怠慢。 一日, 晨光悄悄地, 爬到孟严熙的窗前。 林妈妈带着勤俭, 早早出了门。 孟严熙也从睡梦中悠悠转醒, 窗外传来一阵沁人心脾的泥土气息, 夹杂着淡淡的竹叶清香。 夜里下过雨了, 孟严熙掀开身上的被子, 起身赤脚走到了窗前, 将窗户打开。 那股清香更是浓郁, 孟严熙很喜欢。 旭秋听到动静, 转身往孟严熙的方向看了过去, 就见他赤脚站在窗前, 无奈地上前将他的鞋子拿过, 拉过孟严熙的脚, 轻轻地给他拍去脚底的尘土, 帮他鞋子穿好。 少夫人, 您身子不好, 日后可不能在这般下床了。 孟严熙眉子闪过一丝暖意, 对着旭秋微微汗手。 木冬打了温水进来, 一人伺候孟严熙的书系, 一人为孟严熙更衣。 孟严熙坐在梳妆镜前, 看着他们一点点地将自己打扮成 盛世美人的样子。 两人满意地打量着孟严熙, 嘴里赞叹不已。 少夫人打扮起来美若天仙, 身上还有如蓝的气质, 哪里不比的那柳姑娘了, 一奴必看, 比那柳姑娘还要墙上千倍万倍, 甚至更多。 就是, 那柳姑娘哪一点跟我们少夫人比得上了? 木冬站在孟严熙的身侧, 愤愤不平地跟着说道, 两个丫鬟原本欢欢喜喜 打量孟严熙那端庄美好的模样。 可, 瞧着瞧着, 两人的眸子变红了起来。 旭秋率先别过脸去, 偷偷地抹泪。 木冬虽然忍下泪, 但眸子却也是红得厉害。 孟严熙知道他们都是心疼主子的人 拉过他们的手, 关心地说道, 好好的, 你们怎么就哭了? 他们都是自己的陪嫁, 亲眼看着孟严慈来伯公府付出的一切。 他原本也是孟府的娇娇小姐, 从一个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姑娘, 为了许宴礼, 为了伯公府付出了一切, 仅是嫁到伯公府三年多, 便将自己的身子泪垮了。 想到孟严慈有可能今日连自己的嫁妆都要不回来, 还要交出伯公府的管家权, 日后孟严慈在这个伯公府就没有什么地位可言。 旭秋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开始往下流。 少夫人, 奴婢就是心疼你。 旭秋捏着帕子将脸上的泪水擦去。 沐冬不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人, 但听着旭秋所说, 他跟着在一边重重地点了点。 少夫人放心, 若是今日, 他们敢跟少夫人动手, 奴婢就算被打死, 也会护你周全。 你只管像这段时日那般, 大开杀戒孟严熙拿过自己的帕子, 起身给他们轻压眼角的泪花。 好, 别担心, 没有他们这些绊脚石, 我们的身后会过得更好。 旭秋和沐冬, 只当这是孟严熙哄他们开心的话。 北国的那些女子, 没有了夫君的疼爱, 没有婆母和公爹的维护。 哪个后宅的女子可以过好的, 更何况自家的少夫人, 如今是变妻为妾, 好好的主母也被剥夺了管家权。 那些下人都是看人下菜的主, 伯公府这般做法, 就是告诉别人, 自家少夫人既没有夫君的疼爱, 婆家人也不待见她了。 孟严熙脸上带着温婉的笑容, 对着两人安抚道, 俗话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有的是银子啊, 况且, 如今三皇子有意拉拢我, 现在我又是要往神医的关门弟子, 我自己的这些靠山, 哪样不比伯公府靠得住? 所以你们去好好洗把脸, 待会将最好的气势拿出来, 是他们伯公府的人, 做了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不是我孟严慈违背了七处之条, 他们不敢, 也不能随意, 将我修出伯公府出去, 除非是我自己想要离开的时候。 第四十二章, 聘经理出。 徐燕离想要在半个月内将婚事办完, 如今还没有见到孟严熙将情节拟定出来, 诸事早上后, 将家人一同叫到了新斋堂, 还请来了族里比较有名望的三老夫人, 一同商议婚事上的事情, 说是为了协助孟严熙一同操办徐燕离和柳如燕的婚事, 实则是不放心孟严熙。 孟严熙怎么会不知道, 诸事想要打什么主意? 去新斋堂之前, 孟严熙跟精灵账房的人拿来了自己的这些年在伯公府所花嫁妆的账本。 今日过去新斋堂, 孟严熙就是为了将这一切都摘得干净, 顺便要回嫡妻在伯公府所花的那些嫁妆。 孟严熙让慕东带上了所有的东西, 盛装出现在新斋堂。 徐燕里看到孟严熙的第一眼, 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今日的孟严熙与从前大不相同。 他身穿白色暗花的云林颈, 头发简单地挽起, 简单大方, 他迈着布子, 端庄中透着王者的气质。 只是孟严熙的眼底, 带着淡默和梳理。 这是从前他不曾在孟严熙眼里看到过的。 孟严熙落落大方地走进新斋内, 对着里面的人行礼。 众人这才从惊讶中回过神, 明明就是长着一样的脸。 可今日的孟严熙确实与从前大不相同, 通身的贵气, 哪里像是寻常人家的小姐。 甚至比柳如烟还要贵气逼人。 但, 如今薄公府的人都不会承认眼前的孟严熙比柳如烟强。 徐老夫人今日的气色已经好了许多, 她朝着孟严熙的方向招了招, 示意孟严熙坐到自己的下手不远处的位置。 孟严熙没有理会, 而是将柳如烟对着婚室的要求小册子和聘礼单一同递到了徐老夫人的跟前。 徐老夫人的目光率先落在聘礼聘金上面, 只是一眼, 徐老夫人的一口大气显现没有上来。 当年孟严熙嫁到伯公府的时候, 家到中落, 一穷二白的孟严熙的父亲念在他们两人心意相通, 见他们连十两银子都难以凑成, 只是象征性地要了一些普通的物件和首饰。 孟严熙担心孟严慈价过去受苦, 嫁妆是添了又添, 从原定的三万两的银子愣是添到五万两, 外加上等的云林锦和质地不错的绸缎, 还有不少的经营首饰和精致的生活用具, 三间银盛不错的店铺, 十亩的田产。 也是从打孟严慈价过来之后, 伯公府的日子开始好转, 朱氏的并有了银子一致, 许宴里的有人为他买官铺路, 许伯公不再受到别人的排挤。 并承担给柳如烟的聘金和聘礼, 让人直接把聘礼丹送到了孟严慈的手上。 见徐老夫人的脸色难看, 上前一步接过礼丹, 他看了眼里面的内容, 孟严慈那些嫁妆中基本都有。 他对着孟严慈问道, 十匹的云林锦, 三十匹的绸缎, 一整套的金丝头面, 一间店铺和三亩的田产, 外加五千两的聘金, 还有一些不值钱的用具, 虽然是多了些, 但这些东西刚好乐慈都有, 一大笔的银子, 至于那五千两银子, 比起别人算是要的少了。 三老夫人听后, 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他在许氏家族是比较有威望的老夫人, 对于诸氏做法很是失望, 他在家族里面一直都是很喜爱孟严慈的, 此刻听到诸氏的话, 他忍不住地冷哼一声, 既然是宴里要另取平妻, 你们又觉得对方要的少了, 那这些东西, 你们便一并地拿出, 徐月慈过来作何? 学院里有些不解, 那些东西确实不算多, 我们伯公府这些年得也算不错, 这点东西, 哪里需要动用女人的嫁妆? 前面的时候, 三老夫人到了账房, 去看了眼伯公府的账目, 将孟月慈那些嫁妆都清算出来之后, 伯公府明面上的账目总账, 不过是刚刚够给柳如烟聘金的五千银子罢了。 三老夫人, 语气不是很好地开口道, 你最好就先看过账本再说, 伯公府根本就拿不出那些银子给他那些聘金和东西, 伯公府的店铺只有两间, 田产也只有五母, 剩下的那些, 你们若是实在想给, 可以自己想想办法, 也是可以勉强做到, 只不过婚宴旧的银子就要再另想办法了, 实在不行可以去借方借险。 学院里反驳道, 我们伯公府怎么能出去外面借银子, 传出去让那些同僚怎么看我。 他转头看向孟严熙问道, 这些年符里的铺面收益还算不错, 加上那些粮食收成也好, 也卖一些银子怎么会连这点银子都拿不出来, 那些银子都用在了何处。 孟严熙目光冰冷地落在许宴里的身上, 对着许宴里说道, 不必用那种眼神看我, 伯公府的银子一分一毫都是用在你们的身上, 你该不会是忘了, 三年前伯公府还是个一穷二白的地方了吧? 当初娶我的时候就连十两银子的聘金都凑不出来, 这些年母亲病重吃药看病, 你买官, 父亲打点上面的人, 府里的人情往来, 日日都是花钱如流水。 你如今不过是个无品的将军, 账面还有五千两银子已经尽我所能节俭出来的。 许宴里看着孟月慈很是不满, 只觉得那些银子是被孟月慈挪用了, 我知道你对如烟心里有悦, 但也不能拿婚事开玩笑, 如烟已经为了我够委屈求全了, 你难道就不能懂事一点? 三老夫人冷笑出声, 你还要月慈怎么懂事? 他嫁给你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要, 心甘情愿地为伯公府付出, 如今你忘恩负义, 另娶平妻, 拿不出银子, 不是去想办法解决, 却将责任都推到了月慈的身上, 是他要逼着你另娶他人的吗? 既然你们都有了孩子, 又是两情相悦, 你为何不让柳小姐跟柳大人说一声? 少要点, 也是勉强能将婚事办得体面。 诸事听闻, 瞬间就急眼了, 柳小姐可是正三品官家的嫡长女, 她这是下嫁到伯公府, 又是个有福之人, 定是不能让她受到委屈的。 她突然起身, 走到孟年熙的跟前, 对着孟年熙示弱道, 月慈你那些嫁妆, 现在留着也没有什么用, 况且,柳小姐要的只是你嫁妆中的一小部分, 这些东西和银子, 你先拿出来, 等夜里升官, 宽裕了, 再连本带利地将那些银子还你, 反正去借方的利息也不低, 给别人不如拿来给你, 此事就这么觉得。 第43章, 拿回嫁妆衣, 一直没有说话的许伯公, 突然开口道, 月慈都是伯公府的人, 这些年, 伯公府做什么事情银子不够, 不都是拿着她的嫁妆出来填补, 一家人又何必说两家话, 说那些借不借的, 传出去, 让外人见笑。 这次宴里的婚宴般的体面, 也能让伯公府有面子, 你是宴里的女人, 出去也能在那些妇人圈中, 谋得一席之地。 孟年熙痴笑一声, 眸光冷丽地, 落在众人的身上。 所以呢? 聘金, 聘礼, 还有那些置办宴席的银子, 都有我来出事吗? 诸事听后, 立马重重地点头, 这是自然的, 既然聘礼, 聘金都出了, 将宴席和置办琐碎东西的银子一同出了, 伯公府的银子, 还需要留着打点宴礼的仕途用, 既然你都同意, 晚些就让红袖和容摸摸到你的库房, 将东西先取出, 把柳小姐的聘金和聘礼先送过去。 三老夫人目光看向孟年熙, 面色凝重。 孟年熙看着朱氏, 声音越发冰冷地说道, 我什么时候答应要出那些银子, 况且母亲口口声声要顾全伯公府的面子, 如今是伯公府要取妻, 逼着正妻拿自己的陪价取平妻, 难道就不是有损伯公府的颜面吗? 许燕里原本还满怀希望地看着孟年熙, 想着她能懂事一点, 将那些银子都出了, 却没有想到她会这样说。 向来好面子的许燕里瞬间冷了脸, 就在她想要开口拒绝的时候。 朱氏盲在一边说道, 从前那一次伯公府需要用银子, 你都是答应的, 怎么到了这件事情上面就如此想不开? 就算柳小姐嫁进来, 这伯公府一样有你的位置, 日后府里的大小事情还是由你来管。 只要你愿意将这次的银子都掏了, 日后让燕里加倍地对你好。 不好。 孟年熙想都没想, 直接开口拒绝。 在场的众人皆是一愣, 目光齐刷刷地看向孟年熙的方向。 两久之后, 朱氏才回过神来对着孟年熙问道, 你方才说什么? 孟年熙站起身来, 拿出三日前跟许燕里一同签写的协议。 协议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今日是归还我从前在伯公府所花费的那些嫁妆。 许燕里看着孟年熙拿出来的那张宣纸, 呼吸一致, 看着孟年熙满是厌恶。 她没有想到夫妻之间还要如此计较。 满身的童秀位, 要我还银子也不是不可。 你若是能拿出那些用于博公府那些嫁妆的账本, 我今日就凑够银子还你。 朱氏则是被孟年熙的行为给气到了, 对着孟年熙怒道, 那些嫁妆都是你自愿花在博公府的, 哪里还有要回去的道理? 徐老夫人拿过桌面上的茶盏, 朝着孟年熙的方向重重地砸去, 茶水洒向孟年熙洁白的裙摆。 徐老夫人黑着脸, 看向孟年熙道, 荒唐, 你身为燕里的妻, 怎么能逼着自己的相公签下这样的协议? 孟年熙抬眸目光冷立, 对上徐老夫人的视线, 一家人从来都不说两家话, 只要值得, 什么嫁不嫁状的不重要的, 只是付出了三年, 我才发现, 自己从头到尾, 我不过是个外人罢了, 招之则来挥之急去。 月次从前也以为, 日后这个博公府能成为我的依靠, 安定之所, 妄想过着平淡的相夫教子, 侍奉公婆平安度过一生的日子, 可一切恍如梦, 眼前已非比诗人。 孟年熙回头看了眼许燕里声音清冷地响起, 堂堂男子汉, 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话落, 旭秋将账本拿了上来, 这是这些年, 我那些嫁妆在博公府的支出, 许燕里看着他手中的账本, 有种被羞辱到的感觉, 他被气得脸色铁青, 几乎是咆哮出声的质问, 这就是你所说的, 真心为博公府付出。 他上前一步, 从旭秋的手中拿出账本, 开始认真的查阅里面的内容。 大到各种节日聚会, 买官, 小到人情往来, 买药房屋修缮, 账本上都一一记录。 许燕里将账本翻到最后一页, 看了上面的总账目。 许燕里满是诧异地看向孟年熙, 两万两, 博公府怎么可能会花了你这么多的银子? 这账目定是你请人做的假账对不对? 两万两的银子, 对于北国那时候也算是一笔巨大的银子支出, 许燕里自然是有些不相信的。 诸事上前一步, 从许燕里的手中将那账本拿过, 洋庄不小心将账本烧了。 众人看着那账本被烧成灰烬, 这才放下心来。 现在账本也已经被烧了, 口说无凭。 诸事有些得意地看向孟年熙说道, 木东去请官府的人来, 孟年熙目光淡淡地落在他们的身上, 他知道这些嫁妆要从伯公府拿回来不会是件容易的事情。 木东听后转身出去, 却被许燕里直接拦了下来, 慢着, 就算你有手上的那鞋疑又能如何? 账本都已经被烧毁了, 凡事都要讲究证据, 你连账本都没有, 还想要拿回那些嫁妆, 这是痴人说梦话。 孟年熙看着许燕里的这副嘴脸, 只感觉胃里如翻江倒海一般的恶心, 她的声音变冷了几分, 那个只是副本, 你们若是想烧, 我可以让人多抄露几分给你。 徐老夫人听后, 对着孟年熙哄道, 此而, 一家人又何必闹得如此生分? 难道你就, 非要将薄公府闹到鸡犬不宁你, 才能开心吗? 燕里取平气的那些银子, 我们出一半, 剩下一半, 你出之前那些花的嫁妆, 就不要再说了。 一家人说, 那些显得生分祖母, 就当方才你说的那些荒唐话, 失一失糊涂了, 暂且原谅你这次, 照着祖母所说的去办, 这薄公府, 不会没有你的一席之地。 那些嫁妆, 都是父亲给我急用的银子, 用了这么些年, 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 我就免了你们的利钱, 只要在今日太阳下前, 将两万两银子, 送到我的院中便可。 不然那账本和这协议, 会去到哪里我就不好说了, 可能是大理寺, 亦或是其他府衙。 孟严夕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 继而道, 北国还没有正妻拿银子, 给自己夫君取平妻的道理。 这次就算闹到圣上面前, 这银子也是不该由我来出, 恕难从命。 第四十四章, 你向来懂事? 徐老夫人被孟严夕的脸色, 瞬间涨红。 我一直以为, 你是乖巧懂事的, 没想到这么快, 你就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了。 你, 你实在不该。 孟严夕的眼眸露出一抹哀伤, 对着徐老夫人说道, 乐词还不够懂事吗?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维护伯公府的名声, 这不是祖母和大家都希望的吗? 你, 你个不孝之人徐老夫人气到全身都在颤抖, 指着孟严夕的方向怒道, 当初就不应该让燕里, 将你这不孝的毒妇取进门? 徐燕里气势汹汹地上前, 将孟严夕猛地从座位上拉起, 想将她推倒。 孟严慈你别太过分了, 以你今日对祖母这般大不敬, 我就可以休了你。 孟严夕反手在徐燕里某个穴位上点了下, 徐燕里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一阵疼痛感汹涌地朝着她的身上席卷而来。 徐燕里脸色苍白地蹲了身子, 孟严夕却是目光冷立地落在徐燕里的身上, 到底是你们欺人太甚, 还是我大逆不到? 今日太阳下山之前, 若是见不到那些银子, 我孟严慈保证, 明日关于伯公府的贪美我那些嫁妆的事情, 就会闹到北国人尽皆知, 那份账本和协议也会被流传去。 这些对伯公府带来的影响, 我就不必多说了, 要如何选择, 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孟严夕说完, 拿出管家的对牌放在一边的桌面上, 而后转身, 扶袖带着贴身丫鬟离开了这里。 徐老夫人气急败坏地指着孟严夕离开的方向, 怒斥, 家门不幸才会取了这等祸害。 三老夫人亲眼见证了徐老夫人, 他们厚颜无耻。 她冷声说道, 我没有想到, 你们竟然可以厚颜无耻到这个程度, 遇上你们这样的人家, 是悦辞的不幸才对。 你们真是有辱伯公府的家门。 三老夫人说完, 脸色很是不好的, 离开行斋堂。 徐老夫人的, 被气得直接晕了过去。 徐燕里上前一步, 将徐老夫人扶着, 紧张地对着外面喊道, 传辅一。 新宅堂内一片混乱。 等辅一看过徐老夫人之后, 徐燕里他们坐在一起商议道, 孟月慈这次是铁了心, 要将自己的那些嫁妆拿回来, 以他现在这等不管不顾的状态, 若是今日没有要到他想要的银子, 只怕是真的会像他所说的那样, 将事情都传出去。 朱氏恨得咬牙切齿的, 从前有多欣赏孟月慈, 如今就有多记恨他。 如今这个时候, 不能将这些事情传出去, 我们伯公府, 刚刚跟三皇子, 有了那么一些的联系, 加上燕里的升官在即, 与柳小姐的婚期将至, 不管哪个方面, 都不能让别人知道这等事。 许燕里的面色, 有些不是很好地看着朱氏问道, 我们拿不出那些银子, 他是铁了心, 要跟伯公府对着干, 我们又能拿他怎么办? 许伯公的脸上突然多了几分狠利之色, 声音沉沉地说道, 死人就可以永远地闭嘴了。 许老夫人已经醒来, 不妥, 现在这个结果眼上外面的那些人都盯着月慈看, 若是这个时候, 他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只会让外面察觉到猫腻, 暂且先将他稳住, 日后再拿他的错处, 将他拿东西都筒筒拿来, 还不是一样。 朱氏想到孟月慈那丰厚的嫁妆眼底, 闪过几丝贪婪之色。 而后有些为难地开口道, 今日内要拿出两万两的银子给他, 账房里面总共只有五千两, 还有一万五千两, 这要如何是好? 许老夫人缓缓地坐起身来, 对着容默默使了一个眼神。 随后对着朱氏说道, 大家一起凑凑, 将自己的私银先交出来, 一起给月慈送过去。 什么? 朱氏有些不情不愿地惊呼一声, 许老夫人看着朱氏问道, 怎么? 不愿意。 朱氏向来是害怕许老夫人的, 此刻就算再怎么不情愿, 为了许宴里的和伯公府的名声, 只能咬了咬牙, 没, 没有不愿意。 他们从账房将那五千两的银子都取了出来, 朱氏含泪交了五千两的私银。 许老夫人看着朱氏交出来的那些银子, 脸色不是很好的, 看着朱氏问道, 我记得当年你的那些嫁妆也是不少, 怎么只有五千两银子, 总共是差一万五千两, 这些银子就从你的嫁妆中拿出来, 等日后许老夫人意味深长地看了朱氏, 而后, 继续道, 这些银子迟早还是会还给你的。 朱氏的脸色一白, 他的嫁妆就算再多, 这些到处积攒下来的也不过是一万两左右, 要凑齐一万五千两的银子, 只能是变卖了自己的经营首饰和店铺田宅, 才能勉强凑够。 母亲, 我手中真的没有那么多的银子, 那些嫁妆加起来也没有这吗, 我只有一万两的银子了, 那些铺子和田产卖了实在可惜。 朱氏说着, 险些要哭了出来。 徐老夫人建猪室这般, 才缓缓地开口道, 那就拿来先, 日后伯公府不会亏待你的。 许伯公也主动地上交银子, 儿子这里还有三千两, 平日留着跟同僚吃酒的银子。 他说着, 将银票放在了徐老夫人的床榻边的桌面上, 还有两千两银子的缺口, 众人朝着许燕里的方向看了过去。 许燕里则是苦笑一声, 苏儿的私银都拿来给如烟买了东西去了, 现在已经没有余营。 从前许燕里从来都没有担心过银子不够花的问题, 只要自己跟孟月慈张口要, 他就会帮自己解决银子的事情。 徐老夫人建他实在拿不出来, 对着容默默道, 从我的库房中拿出来三两千的银子。 不多时, 容默默将银子拿了出来, 徐老夫人对着他们说开口道, 那两千两就由我出, 你们出门在外, 没有银子傍身也不行, 这一千两的银子你们两人拿着。 朱氏看着自己积攒了这么久的银子, 一下都拿了出来, 心都在滴血, 有些魂不守舍的。 但他又无可奈何, 他不能忤逆婆母和夫君的, 他不想被捉了错处, 将他修回家。 徐老夫人看着桌面上管家的对牌, 对着朱氏道, 你如今的身子也恢复大半, 管家的事情在柳小姐还没有接手前, 还是由你来管。 还有宴里的婚事, 也要抓紧时间操办。 第四十五章, 凑银子。 朱氏看着管家的对牌, 被送到了自己的面前, 只要一想到那账房连一点银子都没有, 马上就要开始分发月银了, 那些因为自己要从哪里弄来给博公府, 填补这个空缺。 母亲, 账房已经没有银子了, 下人们的月银朱氏含蓄地开口问道, 徐老夫人没有理会朱氏, 只是理所当然地开口道, 从前月银管家, 府里也没有银子, 他都能将这么大的博公府, 管理得井井有条的, 不过是那点月前, 你自己想想办法, 解决就是了。 朱氏听着徐老夫人的话, 突然有些后悔, 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快就让, 孟月银交出管家权, 早知如此, 当初就应该让孟月银管着, 也不会有今日之事了。 朱氏想了想小声地, 挣扎着道, 可是, 府中近来已经没有别的什么收入, 拖着下人的月银传出去, 会让别人笑话。 碰, 徐老夫人突然抬手, 重重地拍了桌面, 朱氏背下的脸色一白, 徐老夫人对着朱氏板着脸道, 是你管家, 还是我管家, 这么小的事情, 还要我来给你想办法, 能管就管, 不能管, 可以寻有才能的女人回来管。 朱氏哪里听不懂徐老夫人的意思, 他下意识地朝着许伯公的方向去, 只见许伯公面色如常, 完全没有要帮自己的说话的意思。 朱氏咬了咬唇, 脸色苍白地点头答应。 而习知道了, 他的目光朝着那两万两银子上看了一眼, 将这笔账算到了孟月慈的身上。 孟延熙走后, 并不知道新斋发生的一切。 林妈妈从外面回来后, 听了旭秋说的, 很是气愤地怒道, 他们怎么连这样的话都说得出口, 亏得他们都是些读过书的, 如此厚颜无耻之话, 我一个下人听着都感觉骚得慌。 旭秋看着孟延熙一副悠哉油哉的样子, 有些担忧地开口问道, 少夫人, 那么多的银子, 他们今日能拿得出来吗? 以老夫人和老夫人他们的性子, 只怕拿不出来那些银子, 他们会后面的话旭秋没有敢再往下说, 只是看向孟延熙时的眼神满是担忧。 就算要对我动手, 也不是现在。 在外面打探消息的木东, 这时回来了。 木东回来的时候, 眼底明显带着一丝幸灾乐祸之意。 旭秋忙上前, 上前好奇地问道, 怎么样? 都打听到了什么? 少夫人走过, 老夫人气得晕了过去, 后来老夫人让夫人 拿出自己的嫁妆来剩下的三千两银子是伯公爷的, 还有两千两是老夫人拿出来的。 听闻老夫人还多拿了一两银子出来, 给少爷和伯公爷平日吃酒用。 旭秋说着, 压低声调继续道, 听说夫人的那些嫁妆都拿了出来, 老夫人又将管家全交到了夫人的手上, 马上要给下人发月银了。 夫人说, 府里的账上没有银子, 月银没有办法给下人发放。 老夫人还将夫人给训斥了一顿, 还说您当家的时候什么都不用他操心, 怎么到他管家了, 什么要问他。 孟严夕唇脚微钩, 林妈妈则是高兴道, 这下也让她知道我们少夫人心中的苦。 夫人这个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疼都没有地方可以哭。 木东想到朱氏那样对待孟严夕, 气不打一处。 这下她知道了少夫人的好, 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 她不会后悔的, 只会将她所受的那些都怪诀到我的头上。 孟严夕眸子微眯地说着, 几人说话的时候, 外面响起了容默默的声音, 少夫人在吗? 孟严夕闻声, 出去就见容默默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叠的银票, 走到了孟严夕的跟前。 这是你从前在博公府所花的嫁妆, 两万两一分不少。 容默默故意提高声调说道, 孟严夕的目光淡淡地在那些银票上扫过, 再看看外面那些偷偷探出脑袋来查看的吓人, 又怎么会不明白他们这么做到底是打着什么样子的主意? 他回头跟林妈妈递了一个眼神。 林妈妈会议, 立马上前从容默默手上的托盘中, 拿过那些银票开始清点。 容默默没有想到他们会去数, 脸色瞬间就沉了几分。 孟严夕则是声音平淡地说道, 还是当面清点, 对大家都好。 容默默虽然不悦, 但还是陪笑着点头, 说的是, 不过这些银票老夫人和夫人, 他们都清点过了, 少夫人大可以放心。 还是清点过了好些, 免得谁算多了, 算少了, 后面再追究起来, 连说的地方都没有。 孟严夕扬声说道, 林妈妈将那些银票清点了好几次, 反复地查看, 那些银票没有问题后, 才对着孟严夕说道, 少夫人整整两万两银子。 孟严夕目光落在那些银子上面, 突然冷笑起来。 平日那些人一口一个穷, 一口一个苦, 那些要银子的地方, 都是想着法子从嫡妾身上的韬, 却将他们的口袋一个个都养肥了。 容默默只感觉自己的被人当众羞辱, 脸色很是不好看, 见银子没有错, 她借机冷嘲道, 夫人和老夫人清点过的, 自然是不会有错, 况且, 这些银子都是老夫人拿自己的提起钱, 夫人的嫁妆还有伯公爷的外出打点关系的银子, 一起凑出的两万两银子给您填补那些嫁妆的。 容默默的话, 无非就是要让别人觉得孟月慈太过绝情, 想要毁了她的名声。 可没成想, 孟严夕等的就是容默默这话, 她眼眸微微发红, 苦涩道, 这些年, 祖母和母亲总在我的面前说府里没有收入, 他们手中没有银子, 可不曾想, 祖母和母亲竟能这么快的时间将两万两的银子凑出来, 原是心疼母亲和祖母他们, 这才没有将我那些嫁妆都一一地清算, 不少典当的东西卖了就卖了, 如今母亲要将管家全收回, 我那些嫁妆和府里的银钱自然是要分开的。 这些银子也是宴礼答应我交出管家权, 便将我那些贴不出去的嫁妆一同还我, 我们是签过协议的, 我一个弱女子变为嫔妻。 难道拿着自己的嫁妆傍身不应该吗? 第46章, 请夫子, 原本还觉得孟严夕绝情的人, 瞬间替孟严夕感到心疼。 她的那番话, 明眼人都能听懂, 老夫人她们手中有的是银子, 三年的时间压榨了孟月茨两万两的嫁妆, 可她们转眼的功夫就凑了出来, 那些银子一看兜的是她们平日手中攒着的, 如今许宴里要娶新妻, 这是抛弃糟糠之妻, 让很多薰贵都看不起的。 虽说那些大族家中都是三妻四妾, 妾是娶了一门又一门, 但她们都懂得维护正妻, 懂得位置。 容嬷嬷愣了半赏, 没有想到孟月茨如今会如此的伶牙俐齿, 冷着脸道, 既然银子都是对数, 老奴就先退下了。 慢走, 孟延熙淡淡地说着, 原本打算地给的赏银, 也重新收回自己的袖带。 林妈妈将那些银子收好, 主仆几人转身进了院子, 徐燕里气不过今日孟月茨的做法, 怒气冲冲地来到兰亭居, 对着孟延熙指着鼻子怒骂道, 孟延熙你好歹毒, 从前怎么就没有发现你是心思不纯的恶妇? 你也该别怪我要将你为平妻, 若是你能像如烟那样温柔懂事, 行事得体大方, 我让你继续当正妻也不是不可能的。 孟延熙在房内收拾东西, 并不想许燕里过多的纠缠。 外面的林妈妈听不下去了, 对着许燕里反驳道, 若是那如烟姑娘懂事, 就不会无眉无聘的情况下, 跟人苟合, 还上门挑衅正妻, 若是她懂事, 就不会是跟伯公府要那么多的聘经和聘礼, 也真真是巧。 她要的每一样聘礼, 邵夫人的嫁妆中都刚好有。 既然少爷说柳小姐这么懂事, 不如去跟她商量少要些聘经和聘礼, 何必来邵夫人这里如此辱骂她。 她不过是个厚宅女人, 有何错只有。 许燕里抬脚狠狠地踹到了林妈妈的肚子上, 如烟还轮不到你一个下人来胡乱点评, 孟月慈平日就是这么管教, 你们这些下人呢? 连规矩都不懂。 林妈妈痴疼地捂着肚子, 往后踉跄着退了几步。 险些跌坐在地上, 孟严熙快步上前, 从身后将林妈妈扶住。 林妈妈红着眼睛, 看了孟严熙一眼。 她就算死, 也不能看着自己的少妇人被人这样欺负。 我们没有读过书的下人都知道, 糟糠之妻不可欺, 伯公府人的都是满腹经纶, 却仗少妇人无人撑腰, 欺负她, 还要逼迫少妇人拿出自己的嫁妆给你娶嫌, 这就是少爷所说的规矩和廉耻。 放肆! 我们伯公府的人办事, 你个雕奴也敢胡编乱造。 许燕李抬手朝着林妈妈的脸上, 狠狠地甩去。 巴掌要碰到林妈妈的瞬间, 被孟严熙率先一步接下。 孟严熙紧紧地攥着许燕李的手, 眸光瞬间变得凌厉起来, 反手狠狠地甩了许燕李的一巴掌。 啪! 我的人就算再不对, 也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 许燕李的脸色, 很是不好地愣在原地, 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孟严熙。 你! 木东! 送客! 孟严熙搀扶着林妈妈, 转身往里面走, 不再看许燕李一眼。 许燕李心中有怒, 但北国是很忌惮, 男人动手打自己的妻子, 所以他不敢还手, 只能捂着自己痴疼的脸, 甩袖离开。 回到房内, 孟严熙请来府衣给林妈妈看过之后, 没有什么问题, 这才放下心来。 还好吗? 孟严熙满是心疼地看着林妈妈问道。 林妈妈笑着摇了摇头, 老奴没事, 邵夫人不必担心。 林妈妈, 日后不要再帮我出头了。 孟严熙满是心疼地对着林妈妈说道, 她可以护他们一次两次, 但却不能护他们一生, 徐燕礼和博公府的那些人都是些牙字必报的主, 林妈妈心不够狠, 斗不过他们那些人。 若是徐老夫人和朱氏他们有意要为难林妈妈, 可以用的办法实在太多了。 她不想让身边那些关心自己的人受到威胁。 林妈妈抓过孟严熙的手, 虽说北国有宠妾灭妻的罪行, 可如今北国的风气如此, 女子本就在这里生存艰难, 老奴知道邵夫人心中的苦, 我见命一条, 死不足惜, 能让邵夫人的心中的委屈告知外人, 老奴就算被少爷踹几脚也值得了。 除了孩子, 你们就我在府里的家人, 日后还需要你们帮忙的地方多, 切不可再说这些胡话。 孟严熙秀没错地说道, 邵夫人既然那些银子都拿回来了, 在博公府也没有什么牵挂了, 我们为何不离开这里? 木东疑惑出声, 孟严熙垂下睫毛, 将眼中的冷力掩饰后, 对着木东道, 还不到时候。 孟严熙将那些嫁妆转移到了其他的私宅, 并买了几位死士看守, 安排好这些之后。 林妈妈背了马车, 去了林修子的住所。 孟严熙带着围帽, 轻轻地敲响林修子的院门。 何人? 老先生, 是我, 孟严熙带女孟严熙。 孟严熙朝着林修子恭敬的行礼。 林修子没有想孟严熙会亲自上门来, 孟严熙的事情他也有所耳闻, 但孟老的为人, 在一同被围观的时候, 他们都是知晓彼此的。 孟严熙见林修子没有回应, 便开口问道, 不知道林老可否借一步说话。 林修子这时才回过神来, 对着孟严熙做了个请的动作。 孟严熙汉守进了林修子的院子, 他将围帽取下, 环视了一圈, 看着院中的陈设简单, 院中还放了一个大石桌, 深色的石桌上放了一只破旧的毛笔, 和一小碗的水。 石桌上还有残留着谁写的字迹。 谁又能想到, 从前风风光光的林老, 如今连个链子的宣纸都舍不得买。 这时孟严熙没有想到了, 他回头在林老书房内, 看到那上等的宴台, 被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案上。 林修子没有会有人来, 有些窘迫地想要上前将那些东西收起。 不必在意, 强者从不会被环境所束缚。 孟严熙上前拿过林老的毛笔, 也在后面将林老的诗句续上。 林老看着孟月慈写的一首好字, 清秀俊丽, 落笔大方, 他不由地愣了一瞬, 徐少夫人自如其人, 端庄典雅。 孟严熙将手中的笔放下, 对着林老微微扶身道, 昨日已经让下人给林老递了请柬, 今日不请自来, 实在有些唐突。 但家帝今年束发之年, 第一次参加院士, 林老学识过人, 又是有节气的。 这才貌昧前来问问林老先生的意思。 第47章, 有意损毁。 自从林老因为那事, 被迫休睦后, 自己的破怨一直都没有人来过, 那些人都离自己远远的, 更不可能被人称赞。 林老当年就是因为太坚持自己认为对的, 才落得今日这般, 这些年, 他也一直在反思自己当初是不是错了。 不应该如今固执, 看着身边的那些同僚, 如今还是风风光的, 林老也在不停地反思自己当初的行为。 只是, 今日听了孟严熙的话, 林老突然寻到知己的感觉, 他暗淡地眸中猛地升起一抹亮光。 你也觉得, 当年老夫这么做是对的? 孟严熙对着林老微微汗手, 自然, 您的高风亮节, 是别人所不能理解的, 那些随波逐流之人, 比不过是想要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罢了。 如今, 像您这般有气节, 又付诸行动之人, 少之右手。 正因如此, 臣妇这才想要请林老到孟府, 去给家帝孟九昭当夫子。 孟严熙看着林老有些动容, 继而说道, 九昭是个秉性很不错的孩子, 他善良淳朴, 为人刚正有原则, 还有个人主见, 不会随波逐流。 我想, 若是你见了九昭定慧, 这喜欢的这样他这样的学生。 林老确实是被孟严熙说动了。 孟严熙看时机差不多, 继续道, 北国那么多的人, 我独独想到了您, 这也算是有缘, 受人学识, 本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如今又是有缘, 林老不妨跟着我到孟府去, 看看跟九昭和不合演员。 话落。 孟严熙对着林妈妈, 递了一个眼神。 林妈妈会议, 将以前备好的东西, 双手奉上, 对着林老说道, 若是林老同意, 日后每月给您五两银子, 五百张的宣纸, 一方墨, 一本书, 若是林老先生还有请求, 直说便是。 林修子听着林妈妈说的这些, 抬手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胡子, 一脸考究。 不得不说, 孟严熙真的很懂自己, 他所开出的条件都是林修子想要的东西, 那些笔墨指标和毒物, 都是林修子没事打发时间的东西。 看就不必了, 孟府能教出你这等女儿, 想必孟九昭也不会拆到哪里去。 林修子声音温和地说道, 孟严熙心中医, 对着林修子不卑不亢地再次行礼, 有劳林老了, 不知道您何时可以到府中给九招授课。 明日一早, 林修子回应道, 明早我派马车来接您。 孟严熙说完之后, 便告辞了林修子。 等他再次回去兰庭居的时候, 院子里面摆满了其他的东, 原本孟严熙的东西都被随意地丢在地上。 孟严熙的眸光灰暗, 目光紧盯眼前的情况。 红袖转身就看到了孟严熙的站在门口的身影。 他脸上带着得意的神情, 朝着孟严熙走了过来, 对他行了个还算规矩的礼。 而后道, 老夫人说这院子是给少爷正妻住的地方。 日后, 少爷和新少夫人要将此处作为新房, 将您的院子安置到了清心居。 这些东西还要麻烦你们自己清理一下。 清心居是整个博公府内最为破败的院子, 采光不好, 屋内又潮又湿, 下雨后屋内也会跟着漏雨, 几乎是要倒塌的院子, 根本就不能住人。 正因如此, 红袖对着孟严熙说话的时候, 带着一丝的轻蔑, 完全不当他看在眼里。 灵妈妈看着地上孟严熙的东西被人随地丢弃, 那些名贵的衣裳上面还有不少的脚印。 院中的用具也被随意地丢弃在院中, 都有多多少少的破碎和变形。 就算要搬院子, 可以等我们回来收拾一番再搬, 也不必将少夫人的东西都丢弃在地上。 灵妈妈有些忍无可忍地问道, 红袖一边指挥着众人将孟严熙的东西往外面丢, 一边不在意地回答着, 我们已经在兰庭居等候很久, 也不知少夫人去了哪里, 请示了老夫人和夫人那边, 奴婢这才破门而入的, 上面的主让奴婢今日天黑之前就要将这院子清理出来, 我们也不过是听人拆遣的罢了。 啪! 孟严熙二话不说, 直接朝着红袖的脸上狠狠地甩了一巴掌。 红袖瞪大眼睛, 满是委屈地看着孟严熙。 放肆, 你一个下人也敢丢主子的东西, 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祖母和母亲, 让你们来是帮着收拾东西的, 不是让你们过来丢我东西的。 既然是你们将我东西损坏的, 今日你们不赔个干净, 就别想走出这个院子。 孟严熙声音冷立了几分, 她指着地上的那些裙子, 开口道, 这件是云林井的裙子一条二两, 这里总共有五条, 那是绸缎, 一件一两, 共十件, 还有那些用具都是西域禁贡的东西, 从前皇上赏赐到孟府的, 这些我不要银子, 给我还回一摸一样的东西来。 原本还很嚣张的洪秀, 听闻孟严熙的话之后, 院内的那些丫鬟脸色瞬间惨白, 目光朝着洪秀的方向看去。 洪秀让把自己平复一番之后, 对着孟严熙说道, 那些衣裳捡起来洗干净就好了, 邵夫人又何必要为难我们这些坐下人的, 如此贵重的裙子, 你不说好, 现在被采赃了却要我们这些下人来赔偿, 我们一个月的月银都没有您一条裙子高, 这要我们拿什么赔你?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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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知错, 以下饭上口无遮拦。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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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严熙又甩了几个巴掌, 红袖惨叫连连, 那些一同前来的小丫头们, 早就被孟严熙的举动给吓坏了, 纷纷朝着孟严熙的方向跪下, 红袖捂着自己红肿的脸, 很不甘心地下跪。 孟严熙这才冷声道, 你们搬东西, 没有让你们将我的东西损坏, 未经主子的允许私闯入内院, 此行为是道将主子的东西丢弃, 以致损坏, 难道不应该赔偿吗? 还是说, 你们这么做都是受了谁的意思? 他们哪里敢说这是诸事的意思, 要将孟严慈的东西都丢出去, 个个都低着头, 沉默不语。 你们若是不想被传出七主的名声, 最后将这些东西统统陪我。 孟严熙不容置疑地开口道, 是我让他们过来搬东西的, 有什么不满的地方? 你可以跟我说, 不必在这里为难他们这些当下人的。 朱氏不知道何时已经出现在孟严熙的身后, 目光森冷地盯着他。 第四十八章, 受罚。 这么说, 是母亲让这些雕奴如此这般放肆的? 孟严熙清冷地眸子, 悠悠地看向朱氏。 朱只感觉脊背发凉, 但想到自己那一万两的银子, 朱氏的脸色黑沉得可怕。 他目光淡淡地地上那些衣裳扫过, 吓人不认识那些面料。 可朱氏认识, 云林锦的衣裳自己横竖不过是只有两件。 而孟严熙被丢在地面上的那些衣裳, 渐渐都是上等。 朱氏只感觉他们一直都是被孟严熙骗了。 红袖见朱氏过来, 立马上前一步将自己的手放下, 抬起高高肿起的脸。 朱氏怒红着双眼, 啪! 朱氏在续秋的脸上, 狠狠地甩了一巴掌。 你们都是做什么吃的? 竟敢唆使自家主子私自出府, 非但没有阻拦, 还跟着一同肆意进出博公府。 你们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孟严熙急步上前, 将续秋拉到自己的身边, 看着他那高高肿起的脸颊。 他抬眸, 看向朱氏的时候, 目光变得凌厉起来。 无端磕带下人, 在北国是不允许的。 你此等行为曝光的话, 也是要吃上几日的劳饭。 混账, 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还敢顶撞婆母。 朱氏抬手朝着孟严熙的脸上挥去, 却被孟严熙率先一步, 紧紧地握住手腕。 啊! 朱氏痛苦地哀嚎一声, 等孟严熙松开朱氏的手时, 他的手腕已经脱臼了。 你, 你竟敢对婆母动手? 朱氏脸色难看地指着孟严熙道。 孟严熙目光冷淡地在他身上扫看一眼, 母亲身子太过娇弱, 动手打人都能让自己受伤, 还是好好地在院中养着。 这些东西, 既然是母亲让下人这么做的, 便将这里损失的银子一并清算了再走。 朱氏哪里还有银子陪孟严熙? 这个院子都是薄公府的, 里面东西也都是薄公府的。 你怎么敢跟我讨要银子? 孟严熙随手捡起地上的用具, 这是西域进贡的用品, 皇上赏赐到孟府的, 父亲给我作为嫁妆带来的, 这些衣裳云林锦和丝绸的布匹, 也是父亲给我的嫁妆布匹做的。 这兰亭居内, 除了院子是薄公府的, 里面的一针一线, 都是从我嫁妆中拿出来的。 如是下人无意将我那些东西损坏就算了, 可这满满的一院子, 将东西丢得到处都是, 任谁也看得出来这是有益的。 孟严熙轻叹一声, 不是我不想宽待他们, 只不过这些东西都是皇上赏赐下来的, 若是被皇上知道, 下人如此对待他赏赐下来的东西, 作为主子的还放纵他们。 难免会让皇上的心中有别的想法, 只要你不说, 就不会有人知道。 你也不用拿着, 这些东西要要挟我。 诸是一副无所谓的模样说道, 心里却明显已经发慌了, 他们这等行为无非就是犹辱皇恩, 严重的是要杀头的。 孟严熙冷笑一声, 你们闹得动静这么大, 现在要想别人不知道, 定是不可能的, 毕竟难堵悠悠众口, 说不定那一天就将这里发生的一切 传到皇上的耳边了。 就算这只是下人有意要刁难我, 但传着传着就怕变了位, 下人就算再有十个胆子, 也不敢做出这等出格的事情, 不都是主子后面撑着才敢如此吗? 孟严慈, 说话要讲究证据。 诸是背下的脸色微白, 孟严慈云淡风轻地说着, 词儿是没有证据啊, 可众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就算词儿知道, 这不是您叮嘱的, 可外面的人不会这么认为, 毕竟谁也清楚, 下人总归越不过主人的身上去。 诸是也清楚他话中的意思, 他目光在那些下人的身上扫过, 最后落到了红袖的身上。 直一眼, 红袖只感觉天崩地裂了, 真有什么事情发生, 诸是定是先将自己的推出去, 保全自己。 其他的小丫头, 吓得脸色一白, 纷纷跪到了地上求饶, 少夫人, 奴婢不是有意, 奴婢这就将那些衣裳拿去洗干净, 那些用具, 我们愿意花银子去修, 给您修回去原样。 地上跪了整整齐齐的一片, 还请少夫人, 饶了我们这一次吧。 红袖愣了半晌, 回过神来, 跟着那些丫鬟, 一同跪到了孟严夕跟前, 哀求, 少夫人是奴婢蠢笨, 您要惩罚奴婢吧, 奴婢家中还有老母亲, 不想死。 孟严夕自认为不是什么善良之人, 她目光冷谋地, 在红袖的身上扫过, 事不过三, 我也很想给你一条生路, 可偏偏, 你丢了不该丢的东西, 事情又是你带人挑起, 我想你定是将那些后果都想清了, 既如此, 我看还是将你发卖出去, 免得留在伯公府, 日后做出伤害伯公府生育的事情。 孟严夕说完, 还不忘看向一边的朱氏问道, 母亲觉得如何? 红袖听闻要将她发卖出去, 盲跪在地上磕头哀求。 我知道错了, 夫人舅舅奴婢, 奴婢这么做也都是听您。 不等红袖说完, 朱氏猛地一惊, 出声呵斥, 住嘴, 平日我就是太过惯纵你们了, 才会让你今日这样胡作非为, 以下犯上, 你若再狡辩, 我就让人将你迈到窑子里去。 朱氏话中的警告之意很是明显, 红袖瞬间闭上了嘴, 满是不甘的哀气着。 随后, 朱氏话风一转, 又对着孟年息道, 好在也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 红袖毕竟是在伯公府多年, 我也用得顺手, 不如就罚她几个板子, 这事就算过了。 过不了, 孟延熙丝毫没有退让, 如果只是一两件的东西, 遗落在地上, 可以说成是无心的。 孟延熙指着满院狼藉的画面, 这院子就像是被土匪洗劫了, 满院狼藉, 只是轻飘飘地罚几个板子母亲觉得合适, 那便全听您地发落。 说完, 他带上自己的身边的陪驾, 又让林妈妈将在府中其他地方当值的陪驾婆子, 小丝们全都叫了过来, 伯公府大半的下人在院中黑压压地挤了满院。 林妈妈带着那些人快速地收拾东西, 小丝则是到了清新居简单的进修修缮, 另外的婆子将库房里面的东西重新清点一遍之后, 有序地往清新居的方向搬去, 最后就连蓝亭居的牌匾也被摘了下来, 一同带走。 朱师看着孟延熙他们完全没有理会自己, 最后还是让人将红袖虫打了三十大板子, 剩下的丫鬟打了十五大板, 又将罚了他们的三个月的月银给孟延熙作为赔偿, 此事就算过了。 等到孟延熙带着那些下人准备往清新居方向去时, 朱师突然挡去了孟延熙。 你把里面床和家具都带走了, 如烟过来, 他要用什么? 第四十九章, 他有。 孟延熙秀眉轻条, 淡淡地看着朱师道, 现在是母亲管家, 此事不归此而管, 况且如烟姑娘身子金贵, 又怎么会用别人用过的家具, 睡别人睡过的床。 孟延熙惊呼一声, 哦, 忘了告诉母亲, 我身子也金贵, 只有睡着金丝楠木做成的床才能睡着, 这些都是祖上传下来的陪价, 母亲, 如此之书达理, 应该不会让我将这些东西都要留下吧? 朱师脸色疏然难看下来, 从前你在博公府花的那些嫁妆, 都已经还给你了, 这些家具搬来搬去也不方便, 就放在此处给柳小姐用, 那又如何? 况且, 你在博公府住这么年, 住的, 吃的, 喝的哪样不是花的博公府的? 朱师越说越有气势, 自以为很有道理。 孟延熙痴笑一声, 我是燕里娶的妻, 难道她不应该给自己的妻吃, 住? 这些不应该吗? 还是说, 母亲在博公府这些年, 所有的吃穿用度都是您自己争的。 朱师气劫, 瞪着孟延熙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不等朱师反应过来, 孟延熙转身对着下人说道, 搬走。 兰亭居内的东西被浩浩荡荡地搬到了清新居。 虽然林妈妈已经是用最快的速度将清新居重新收拾了, 陆宇的房顶也被修缮好, 但这清新居还是跟兰亭居差别太远。 旭秋看着眼前的破败不堪的院子, 眸子情不自禁地红了。 从前虽说博公府的日子艰辛了些, 但总归还是有人护着, 如今自家少夫人被丢到清新居, 那是博公府这么多年唯一一处没有修缮过的院子, 鬼都不来住的地方, 他们却让夫人往。 旭秋越想越听孟月词感到不值。 孟严熙站在院外, 看了眼清新居的院子, 虽然是简陋了一些, 但好在院墙那些都是牢固的, 只要加以修缮, 也可以是个很好的落脚地, 院子杂草丛生, 却也挺大的。 晚些让下人将院子清理一番, 住着这清新居也好, 免得有人来叨扰。 林妈妈声音变得哽咽了起来, 少夫人, 不行, 跟姑爷合离吧, 你有那么多的嫁妆傍身, 又何苦要在这样的地方耗着? 孟严熙眸中闪着泪光, 从前父亲总是教她礼仪廉耻, 为人之本, 做人之刚, 即便她不是孟严词, 再受到伯公府他们这样的苛待, 孟严熙的心, 还是忍不住的痛。 嫡妾多好的一位女子, 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 况且, 嫡妾的身子, 一直都是很好突然暴毙, 孟严熙定要寻出那害人的东西, 让他们也都试试其中的厉害。 我要亲眼见证他们幸福, 天长地久孟严熙眸子冷了几分, 说话的声音很淡, 却是透着无穷的寒意。 孟严熙想到那两个孩子嘛, 眼眸温柔了许多, 晚些去将木暮和子涵 接到这处院子来, 明日给他们收拾一间书房出来。 是, 下人各忙各的, 清新居很快就被收拾出来, 屋内也被整理得干净整洁, 房内还是原本的家具, 用气, 只是内屋又潮又湿, 还夹杂着一股霉味。 林妈妈在屋内点了一支熏香, 淡淡的草木花香, 蛆虫, 还能让屋内的气味好一些。 等到众人将院子收拾好, 已经是入夜了, 孟严熙让那些下人掀下去。 只是晚饭平日, 都是由火房那些, 一同在规定的时间内送。 如今已是过了时间, 也不见有人来送吃食, 林妈妈朝着院外看了看, 让旭秋去火房走了一遭, 才知道, 朱氏将孟严熙这边的吃食给克扣了。 那些狗杖人士的东西, 丢了两个发梭的窝窝头, 打发自家的少夫人。 旭秋将窝窝头丢回给他们, 红着眼睛就回来了。 孟严熙安慰旭秋, 别哭了, 明日单独收拾一个火房出来, 他们不给我们吃的, 还能饿死我们不成。 旭秋听孟严词难过, 但也不敢表现得太过明显, 顺着孟严熙的话, 微微汗手。 到了夜里, 众人休息后, 孟严熙从床榻上爬起, 点燃烛火, 在宣纸上飞快地写下一行字。 打开窗户, 拿过一个精美的竹筒, 将里面的特殊气息吹向天空。 不多时, 窗前出现一只迎头信鸽, 孟严熙动作轻柔地将它捧在手中, 把卷成宣纸条塞入信鸽脚脚下小信筒里。 声音轻柔地对着信鸽道, 安全将消息传道。 信鸽飞上天空, 很快消失在夜色, 孟严熙准备关窗。 屋顶的方向忽然闪过一道黑色的身影。 孟严熙快速地将烛火吹灭, 飞身追了出去。 直到黑影消失在转角的十字路口, 孟严熙这才停下, 突然想起什么, 眸色微眯地转身快速离开。 有些醉醺醺的许燕里的, 远远地看着消失在孟严熙, 有些不敢置信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一日, 许燕里早早将柳如烟约了出去。 两人相约在仁德堂旁边的茶楼, 许燕里想了两久, 还是不知道怎么跟柳如烟解释聘金的事情。 柳如烟秀眉威宁, 等了伯公府许久, 也不见他们将自己要那些聘金和聘礼送来。 他的心中是有些不悦的, 看着沉默不语的许燕里, 柳如烟的脸色难看了几分, 没远助到。 今日父亲问, 你们要何时上门提亲? 如今婚期都宣扬出去了, 你们迟迟不去提亲, 这让别人如何看我? 柳如烟都是打听过的孟月慈那些嫁妆的, 而他们要的那些聘金和聘礼也不多, 只是从孟月慈的嫁妆中拿出一小部分来而已。 他见许燕里满脸为难的样子, 有些不解地问, 是聘金和聘礼的事情, 他不同意拿出自己的嫁妆, 给你娶我。 许燕里有些惊讶地抬头, 他什么都没有说, 柳如烟又怎么知道他要的那些东西, 孟月慈的嫁妆中都有。 柳如烟有些不悦地看着许燕里, 他是你的平妻, 也是伯公府的人, 难道用他的嫁妆帮衬你不应该吗? 这些年, 他不是一直都这么地做, 况且, 他在伯公府过了这么多年的好日子, 让他掏点嫁妆又能如何? 许燕里愣了一瞬, 回过神来, 看向柳如烟, 拿了他的嫁妆, 给你当聘金和聘礼, 被外人知道, 伯公府是要被戳几两骨的, 对你的名声也不好。 第五诗章, 高尚, 柳如烟低头看着手中的茶盏, 脸上浮现一丝怒意, 对着许燕里道, 伯公府一直以来都是靠着孟月慈的嫁妆走到今日这步, 若是不拿他嫁妆, 伯公府要拿什么给我? 父亲还等着这次伯公府能将婚事办得风风光光的, 让他在那些同僚的面前好好地炫耀一番。 况且, 那些聘金和聘礼的事情, 父亲已经对外面宣扬了, 若是你不拿出那些东西来, 让我父亲在那些同僚面前怎么抬得起头来? 许燕里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突然感觉两人相识这么久, 她还是第一次感觉自己好像并不是很了解她。 我们感情深厚, 难道成婚就一定要这些身外之物来撑场面吗? 只要夫妻情深比什么都重要, 不是吗? 我也知道你对我的好, 那些东西自然都是不重要。 柳如烟长长的睫毛将眼底的盘算掩去, 对着许燕里劲儿道, 可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日后好, 现在不要她的那些嫁妆, 日后我过门了, 她在心里更是记恨你, 更加不愿意将那些银子拿出来, 这么大的薄公斧, 处处都是要花银子打点的。 许燕里上前一步拉过柳如烟的手, 声音温和下来, 对着柳如烟道, 如烟, 回去跟你父亲再好好商量一下, 能不能少要一些聘金和聘礼? 什么? 柳如烟猛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她将自己的手从许燕里的掌心抽离, 捏着帕子, 伤心地哭道, 原先答应好好地给那些聘金和聘礼, 如今我有了身孕, 答应的东西也都不作数了, 我当初就不应该听信你的话, 让你轻薄了我。 许燕里上前想要将柳如烟揽入自己的怀中, 柳如烟却是哭得更加伤心了, 不是我要贪恋你们博公府的那些东西, 而是你们欺负人太盛, 马上要成婚了, 你却来这么一处, 我一个三品的管家的嫡女, 本是下嫁到伯公府, 却还要受到这般对待, 此事到底是谁的意思? 许燕里没有想到柳如烟会是这样的反应, 她原本还以为柳如烟向来温柔体贴, 定是能理解自己的, 孟月慈当初嫁给自己的时候也是下嫁, 那时候她父亲看出他们的难处, 只是向征信地要了一点的聘金和不值钱的聘礼, 而孟月慈的嫁妆, 听闻她父亲是甜了甜, 许燕里想起那日孟月慈那病娇又美艳的容颜, 通身带着士族的贵气, 端庄大方又温婉, 敢作敢当, 跟此刻的柳如烟的娇柔小家子气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 她目光落在柳如烟那满是委屈和带着怒意的脸上, 心中也多了几分的失望, 那么多的聘金和聘礼, 加上半婚室和酒席需要用的那些银子,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就不拿不出来, 更何况, 薄公府的账面上连一文的银子都没有, 许燕里看着柳如烟张了张口, 还是想跟他协商的那些话, 还是没有说出口, 柳如烟恢复以往的温婉, 抬眸看出许燕里神情, 这才关心到, 今日寻我出来是有什么要同我说, 无事, 就是看看你, 许燕里声音淡淡地说着, 他有些烦闷地朝着外面看去, 就见孟月慈的身影出现仁德堂内, 前几日便听闻三皇子让孟月慈在中间给药王神医传话, 谋得在仁德堂撒扫的机会, 许燕里想到薄公斧都乱成一锅粥了, 孟月慈还有心情出来丢人现眼, 这让许燕里瞬间感觉自己的面子都要被他丢完了, 怒气冲冲地起身, 柳如烟不明所以地跟着起身, 朝着窗外看去, 目光落在孟月慈的身上, 他头发简单地挽起, 身穿白色暗花软烟螺的裙子, 百无聊赖地帮着院中清理那些落叶, 模样生地看好, 柳如烟盯着孟月慈那同声贵气的的姿态, 心里有些不舒服, 不过, 突然想到什么, 柳如烟的神色这才重新染上邪魅的笑意, 拂袖跟着许燕里离开的方向走去, 孟延熙刚将地上的那些落叶扫起, 揉了揉有些发酸的手腕, 碰, 身侧发出一阵响音, 那些在筐中的落叶四处散落, 孟延熙抬眸, 满是不悦地朝着那人的方向望去, 一张满是愤怒的脸赫然在孟延熙的眼前放大, 博公府养不起你吗? 你一个厚宅女子, 为何要出来抛头露面?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博公府的人把你逼成什么样子了? 孟延熙看着那散落在地上的落叶, 不想给你许燕里过多的纠缠, 目光疏离得对方身上扫过, 拉起一侧的扫把继续清理, 许燕里见她不为所动, 上前一步抓过孟延熙的手腕, 拔高声调问道, 跟我回去, 孟延熙抬手将许燕里的手甩开, 清冷的眸光带着几分嘲笑, 回去可以, 你亲自同三皇子说此事, 若是他同意, 日后我便可以不必再来。 柳如烟此刻出现在他们两人的身后, 看到那些散落的落叶, 柳如烟就算不问也清楚发生了什么, 他眼底快速地闪过一抹笑意, 再次抬眸看向孟延熙的时候, 恢复柔弱模样, 站在许燕里的身侧, 柳如烟声音温和地对着孟延熙道, 我知道你因为我的事情, 跟博公府闹得不太开心, 但你也不能这般做见自己, 女子向来都很重视名声, 你是博公府的人, 这般抛头露面根, 外面那些世俗女子有何不同? 博公府的颜面都被你丢光。 许燕里说着, 还趁孟延熙不背的时候, 推了他一把。 孟延熙亮呛着往前走了两步, 险些摔了, 他眸光疏然冷了下来, 抛头露面就要被称之为丢人现眼吗? 北国宠妾灭妻还是犯罪, 还不是有不少的人在背地里偷偷摸摸地 做着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女子出来抛头露面, 一不偷, 二不抢, 只是因为出来谋生, 赚取微薄的银钱, 想要好好地生活下去, 正因如此, 就要被扣上丢人现眼的名声吗? 世俗女子又如何, 她可以丢弃自己的颜面不要, 出来赚钱银子, 补贴家用, 养活孩子, 难道他们不该被人敬重吗? 孟延熙走到柳如烟的跟前, 声音清冷地继续道, 想来柳小姐是常年不出闺门, 不懂这世上, 还有不少的士兵遗孀, 独自养活家庭的, 他们上有老, 下有小, 夫君保卫疆土, 战死在沙场, 他没有抛家弃子, 而是将女子的尊严放下, 出来赚钱银子, 他们样子的世俗女子, 比起只会站在道德制高点, 一味指责别人的女子, 高尚多了。 第五十一章, 廉耻, 柳如烟的脸色, 又红又黑又青, 十分精彩, 但面上却要维持自己大度端庄的模样, 对着孟延熙温婉地说道, 哦,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你身为伯公府的当家主母, 如此出来仁德堂做个洒嫂的下人, 这不是要让自己的夫君难堪吗? 女子出嫁后从夫, 你也是世家小姐, 定是也懂得其中的道理, 一边的续秋从里面出来, 一脸怒意地看向柳如烟, 托柳小姐的福, 我们少夫人已经不是伯公府的当家主母了, 就连往日住的院子都已经清理出来, 给你们布置成婚房, 若是柳小姐有点礼仪廉耻之心, 就不该跟我们姑爷这般羞辱我们少夫人, 啪, 清脆的巴掌声传出, 续秋的脸瞬间肿起半边, 自家少夫人是文人世家出身, 那些下作的话, 她不能说, 可自己不同, 若她不说, 少夫人只能将那些委屈埋在心底, 那些苦无人知晓, 少夫人向来遵循女傅七出之条, 伺候婆母, 谨言慎行, 为了伯公府担心结律, 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即便如此, 还是遭了姑爷那等对待, 说是平妻, 可北国又怎么会有两妻平起平坐的道理, 平妻不过是听起来好听的妾室称呼罢了, 我们孟小姐, 当初来伯公府的时候, 屋顶都是漏雨的, 那时候, 多少千千公子上门求取, 好男儿将孟府的门都能踩破, 是我们小姐有情有义, 毅然践行从前的婚约, 嫁入伯公府, 姑爷堂堂七尺男儿, 却是这般薄情寡义, 放肆, 徐燕里被说得没脸, 抬手便要教训徐秋, 徐秋仰起自己的脸, 丝毫没有畏惧地看向徐燕里, 孟严西上前一步, 将旭秋挡在自己的身后, 够了, 深正不怕影子歪, 旭秋所说也不无道理, 徐燕里看着周边的人, 对着他们指指点点的样子, 眸中的怒意横生, 你在伯公府这些年所花的嫁妆, 我们都已经还你了, 伯公府不欠你了, 你还想要给伯公府蒙修到什么时候, 若不是你父亲为老不尊, 做出那等偷偷摸摸的事情, 也不至于此, 要怪就怪你父亲, 孟严西的眸色瞬间变得极冷, 对上徐燕里, 何为家人, 是除了柴米油盐, 烟火器之外, 对彼此的了解, 信任, 是遇到苦难, 不论贫负贵都不相离, 是有难相福相持, 有福能同享, 而不是冷言冷语, 急于撇清关系, 这本是你父亲做的不对, 柳如烟在一边开口道, 孟严西目光冷漠地在他身上扫过, 如果我是柳小姐, 会选择现在就先离开这里, 当初徐燕里的失职之事, 孟严西的父亲在御书房跪了一天一夜, 愿意拿自己的官位绑下徐燕里, 惹得皇上不快, 闹得整得北国很多人都清楚, 当初孟严西的父亲被八官的时候, 不少的同僚送他, 说他这样不值, 可孟夫却说, 为了自己的子女做这些职当, 女婿也是半个, 都是一样的, 有了对比, 更是显得徐燕里薄情寡义, 周遭难堪的指点声, 让徐燕里感觉很是没脸, 他带着柳如燕甩袖离去, 柳如燕离开时, 目光还朝着孟严西的方向, 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柳如燕他父亲那中书侍郎的位置, 从前就是孟严西父亲的, 如今也一直是待职的状态, 听太来的消息, 说皇上有意要给父亲官复原职, 孟严西看着柳如燕和许燕里离开的背影, 眸子微眯, 孟严西不知道何时出现在了孟严西的身后, 孟严西收回目光, 就见一道高大奇长的身影将自己笼罩, 他依旧是那副慵懒金贵的模样, 只是每每孟严西看见孟严西, 总会感觉莫名的心安和惬意, 戏好看吗? 孟严西将手中的扫帚放下, 孟严西闽唇倾笑, 声音如清风在耳畔响起, 自然是好看的, 孟严西冷不丁地看了孟严西一眼, 一边的浩天看得心惊肉跳的, 气腐的那些下人哪个见了自家公子, 不是谨小慎微地伺候着, 即便如此, 那些下人还是很害怕计时雨, 可许少夫人不同, 他不仅敢对着自家的公子冷嘲热讽, 还敢给公子甩白眼, 浩天跟在身后, 忍不住开始打量孟严西, 他一身白色的暗花软烟罗素袍, 一头乌黑的青丝也只是简单地盘起, 粘了一根简易的银簪, 可那急速服饰, 和不失粉黛的孟严西, 却是有着别有一番风韵, 娇弱的身子, 大有偏弱惊鸿, 宛若犹龙之意, 只是孟严西挺直的几倍, 不卑不亢, 通声散发出让人不容轻视的贵气, 也难怪自家公子, 会对许少夫人格外的关注, 整个北国要寻出像许少夫人这般的女子, 只怕无二了, 孟严西走到了李院子, 她面无表情地指了指面前的桌子, 对着计时雨道, 将手放在此处, 计时雨细为常地挽起袖子, 调整到孟严西方便把脉的角度, 又拿出一方干净的帕子, 搭在了自己的手腕上, 孟严西看着这熟悉的一幕, 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男孩的容颜, 少时, 那男孩每每让自己好脉, 都是与计时雨这般, 孟严西猛然抬眸, 认真地打量眼前的男子, 见眉冷目, 停笔薄唇, 眉眼间全是慵懒透着金贵, 跟少时自己的玩伴大有不同, 记忆中的玩伴, 是个俊朗青涩, 带着几分腼腆的圆润之人, 想起那人, 孟严西心头思绪颇多, 计时雨似笑非笑地, 将孟严西的神情收入眼底, 还真是, 一如既往的小迷糊, 好看吗? 记忆温和中, 带着一丝轻挑的问道, 孟严西回过神来, 快速地将视线移开, 她伸出桃李年华的手, 搭在记忆的手腕上, 温热的触感, 通过薄薄的方巾传来, 记忆能清楚地感受到, 孟严西指尖传来的柔软, 记忆一手撑着自己的脸颊, 一边懒洋洋的模样, 盯着孟严西看, 只见她秀眉青醋, 怎么了? 这般愁眉苦脸, 是我什么时候要死了吗? 记忆唇唇角微钩轻飘飘地问道, 这样也好, 你可以放心, 不会有人将你的秘密说出去了, 你那般坐建自己的身子, 很快就要暴毙了, 孟严西冷了脸, 第52章, 病情, 依你看, 我还有救吗? 记忆宇的身子突然前倾, 那绝美的容颜, 停在孟严西眼前, 如雪的肌肤静在咫尺, 男人呼出温热的气息, 在孟严西的脸上扫过, 清风袭来夹着季严西身上淡淡的桂花香, 一同钻入孟严西的鼻尖, 未经男女之事的孟严西, 一时红了脸, 他有些恼怒地瞪了记忆宇一眼, 你可知那些东西吃多了, 非但不能让你的病症好起来, 反而会加重你的病情, 从前是不怕死, 那般痛苦地活着, 不如一死来的舒坦, 自然是怎么舒服怎么过, 记忆宇云淡风轻地说着, 孟严西一愣, 突然有些心疼眼前的记忆宇, 那些外面对于记忆宇是鬼魅恶魔的传言并不是假的, 那是记忆宇生病了, 他病得入了魔, 不能控制, 才会做出那些嗜血骇人的事情, 这等病, 就连太医都没有办法, 只能在病情发作的时候, 吃压制的药将体内的魔性压制下去, 物极必反, 被压制久了等到爆发的时候, 定是极为可怖的, 从脉象看, 不久之后, 记忆宇就会迎来一次大的爆发, 这是长久以来压制后的结果, 这一次记忆宇再服用压制的药汤, 他的身子就会遭到反噬, 既然你一心求死, 又何必来寻我帮你看病, 不如寻个地方自我了结, 孟严西说完, 直接起身就要离去, 他不就一心求死之人, 记忆宇收起脸上的丸事不公, 急忙挡住了孟严西的去路, 如今, 我反悔了, 还有救吗? 记忆宇神情复杂的, 盯着孟严西, 见他不语, 记忆宇面露痛苦之色, 继而道, 杀的人太多了, 若是让那些无辜之人的命, 换我一人独活, 不如早些去了, 也是一种解脱, 记忆宇的目光, 突然柔情而又炙热地, 落在孟严西的脸上, 如今我有了活下去的念头, 有想护着的人, 可还来得及, 孟严西对上记忆宇那炙热的眸光, 脑海中总是会浮现那人的身影, 想到他的不告而别, 他的鼻尖有些发酸, 孟严西收回自己的思绪, 看着记忆宇道, 我可以救你, 不过这次, 你不能再用那些药汤了, 需将体内压制许久的魔性爆发出来, 记忆宇的眸色暗了几分, 我会陪你一起, 孟严西对记忆宇保证道, 记忆宇盲摇头, 不必, 我自己可以, 他不想将自己最糟糕的一面展现给孟严西, 况且发病的时候, 他根本就控制不住自己, 孟严西是个怕疼之人, 他岂能舍得他受伤, 既如此, 你且自生自灭便是, 若是你自己可以, 就不会一次次加大汤药的用量, 将自己的身子, 窥空成这般, 面对这等顽固不化的病患, 孟严西也毫不客气, 记忆宇看着他气呼呼的样子, 突然笑了, 空荡荡的心底, 生起一股暖意, 以你所言便是, 孟严西轻叹一声, 在宣纸上快速地写下药方, 递到了记忆宇的手上, 按着此方日日服用, 等到病情发作的那日, 可以减弱病症, 切记, 一日三复, 如是记不住该如何, 孟严西望着他, 思绪颇多, 缓缓道来,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记忆宇将在原地, 这句话他很是熟悉, 在看眼前之人时, 他从孟严西的眼底, 看到一丝的忧伤, 想来那些事情, 给孟严西带了不小的伤害, 好, 也努力地活着, 当你的靠山, 孟严西微微汗手, 转身之鱼, 眼角一颗泪珠滑落, 记忆宇站在原地, 目送着孟严西单薄的背影离开, 孟严西从内院出来之后, 没有直接回去博公府, 而是在仁德堂查看了一番, 里面的陈舍都很合理用心, 那些药品更是齐全, 只是孟严西越看, 整个仁德堂的陈舍, 跟赫山石的药房很是相同, 连同那些东西的材质, 结构, 孟严西寻来小四问道, 这些东西是谁准备的? 小四解释道, 听闻是三皇子特意请教了那些, 开设医馆药馆的掌柜, 根据他们所说, 亲自寻人来定做的, 许少夫人可还有事, 孟严西摆了摆手, 示意对方离开, 她将记事与的那些反常的举动, 都想了一遍, 回头盯着方才自己的出来的方向, 对着身边的木东轻声道, 三皇子儿时, 可有在什么地方待过? 好比山中, 亦或是在其他什么地方隐居过? 木东摇了摇头, 听闻三皇子自小身子就不好, 常年不在宫中, 去过的地方很多, 大都是环境清幽又不错的地方, 孟严西呼吸一致, 片刻后才鼓起勇气问道, 可有听闻她去过赫山居住, 这些奴婢不清楚, 三皇子出行向来都是小心隐秘的, 不曾对外透露过行踪, 孟严西在心中轻叹一声, 出了仁德堂, 回了博公府, 自己出门前邻妈妈便叮嘱下人, 将清新居再好好地修缮一番, 等到孟严西他们回来, 院中已经是大变了样, 院中的杂草被铲除, 破败的门户也被重新游上了颜色, 看起来焕然一新, 院内的陈设, 还是依着自己的喜好来摆放的, 冷清的院中, 终于是有了几分的烟火气息, 只是, 本应热闹的院子, 此刻空无一人, 那些东西被胡乱放在地上, 桌面, 显然是在收拾, 临时被人叫走的, 孟严西秀没轻醋, 林妈妈转身出去打探消息, 不多时, 便从外面回来, 林妈妈急不来到孟严西的跟前, 神情紧张道, 少夫人, 到刑房看看吧, 听闻府中的那些陪嫁, 都被夫人换去了, 孟严西心下一沉, 急不朝着刑房走去, 博公府向来重视名声, 朱氏在这个时候, 责罚自己的那些陪嫁, 定是发生了什么, 让朱氏不快的事情, 借机来敲打自己, 可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府中大部分的下人, 都是少夫人从前的陪嫁, 现在府中张罗姑爷的婚事, 本就人手不足, 今儿个夫人着急寻人, 却找不来能担事, 问了才知, 他们都到清新居修缮院子, 夫人得知后, 顿时恼了, 将院中的所有下人呵斥了一顿, 王妈妈随口说了一句, 他们是少夫人的陪嫁, 不归博公府馆, 夫人借着以下犯上的罪责, 将院中的下人都带到刑房去了, 第53章, 明禄, 刑房内传出凄厉的惨叫, 夹杂着板子起起落落的声音, 孟严夕急步冲进了刑房, 从婆子的上手一把夺过杖心的板子, 狠狠地砸到了地面, 母亲, 他们是犯了什么错事, 您要如此对苛待他们, 朱氏本就因为管家的事情弄得头昏脑胀, 没有银子, 便卖了他几乎所有的东西, 置办婚事又要大把的花销, 还有那些聘金, 聘礼, 哪个都要让朱氏去想办法, 如今就连那些使欢的人都寻不来, 朱氏心里憋了一肚子的火, 正愁没有地方撒, 他指着地上那些瑟瑟发抖的吓人, 怒道, 这些吃里爬外的狗东西, 一个个都不守本分, 还以下饭上, 难道不该罚? 那些下人一个个色缩着在角落, 不少受了刑的, 身后已是红了一大片, 触目惊心, 下人被随意地丢在一边的角落, 他们脸色苍白地, 趴在地上疼得全身微微颤抖着, 有些婆子们, 还将自己的脚踩到自己那些下人的脸上, 钟鸣鼎十之家出来的下人, 个个都是受过文化熏陶的, 孟府的下人若要说比较, 比有些光幻家的小姐都出色, 可到了朱氏这里, 却被如此不当人对待, 孟严熙心疼这些陪嫁, 若不是他们清楚自己在府中的难处, 又何必如此委屈求全任由那些朱氏和那些婆子的搓磨? 如若他们犯了天大的错事, 自然是该罚的, 只是他们都何错之有? 孟严熙目光凌厉地看着朱氏咄咄逼人地问道, 朱氏看着孟严熙一时有些心虚, 但心中的怒意却是不减, 开始数落起那些下人的不适, 不服管教, 顶撞主子, 好吃懒做, 一个个不知道躲去哪里凉快, 府中都乱成什么样了, 他们都看不见, 若是不是如此, 我怎么能对他们下如此重的手? 我出门时, 叮嘱他们修缮清心居, 清理那些造物和院中的物件, 方才回来院子, 发现那他们将清心居收拾得干净整洁, 破败的门户都已经修缮好, 重新上了油漆, 若是不是被母亲突然叫走, 他们本该在院中继续忙活, 你说他们好吃懒做, 不服管教, 何以见得? 还有孟府选出来的这陪嫁, 个个都是鼎鼎好的教养妈妈培养出来的, 向来重视规矩和礼教, 来博公府这么多年, 他们恪守本分, 从来都不曾犯过什么错事, 更不可能做出顶撞主子这等荒唐事, 诸事脸色怒红, 你的意思是在指责我故意寻来油头, 要为难他们, 儿媳不敢, 只是, 大家触犯律法定罪都讲究一个证据, 若是母亲没有罪证, 又如何能让众人心服口服, 传去, 只会说您心眼小, 容不下一个下人, 悦慈相信孟府的家风, 也相信这些下人不会如此行事莽撞, 做出这等不守规矩之事, 诸事气节, 瞪着孟严夕良久才怒道, 我不过训斥他们几句不对, 那王婆子却是说, 他们都是你的陪嫁, 不归我管, 我今日将话搁着, 只要你们一天还在博公府, 就是博公府的人, 就要听从的我的使唤, 孟严夕一口回绝, 只怕恕难从命, 这些下人本是陪嫁过来帮着打理我那些陪嫁的庄子, 田产和店铺的, 既然已经签过了协议, 日后他们确实不归博公府馆, 而习也只是暂时将他们留下帮着修缮那破败的清新居, 除非母亲是想让别人看到, 往日许宴里的妻如今是住在何等寒舍, 让人指责的, 那些下人朝着孟严夕的方向投去一个感激的目光, 人与人之间情义是相互的, 下人尚之要护主, 若他这个时候承认诸氏所说, 认定他们的罪行定会含了他们的心, 日后再有难事, 也不会有下人愿意为之付出, 你, 诸氏抬手指着孟严夕, 反了天了, 你赶顶忤逆婆母, 等燕里回来, 我, 我一定要让他修了你, 诸氏气的上气不接下气, 剧烈地开始咳嗽, 咳咳咳, 此而也是为了伯公府的名声, 北国虽遵从孝道为先, 但不意味着要余孝到底, 母亲今日之事做得实在太有损主母之风, 日后让那些下人如何看待母亲, 伯公府向来重视名声, 对待下人更是宽厚以待, 若不是闯了大祸, 何时动用过版型, 就算让父亲过来, 只怕也觉此事不妥, 诸氏自知理亏, 一口气堵在心头, 不再辩驳, 许伯公如今虽不喜这边习, 但确实如孟严熙所说, 他们比起诸氏所担忧的问题, 更加重视伯公府的名声, 何况如今许燕里升官在即, 一点岔子都不能出, 俗话说, 修仙问补不如自己做主, 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 母亲手持中愧, 账房没有银子, 理应从根源解决问题, 而不是责罚下人撒气, 可可可, 诸氏止不住地开始咳嗽, 想来这段时日, 也是心力交瘁了, 孟严熙指了林妈妈, 事已将刑房中的那些下人, 带回院中养伤, 依母亲所言, 作为伯公府的主母, 是件美差, 过得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日子, 如今看来, 母亲可还喜欢, 诸氏抬手望孟严熙的脸色挥去, 孟严熙快她一步, 握住诸氏的手腕, 在诸氏的耳边小声道, 母亲您的嫁妆, 差不多地败光了吧, 儿媳看到祖母房中有大把的银票, 不妨母亲去寻祖母, 帮着伯公府渡过这次的难关, 等宴里将刘小姐风风光光取回府后, 伯公府的日子自然会好来起来的, 诸氏不可置信地看着孟严熙, 你从何得知, 孟严熙唇脚微钩, 静默不语, 转身离开刑房, 独留诸氏一人站在原地回想着孟严熙所说, 不知她是何意, 想到孟严熙所说, 诸氏转身往新斋堂的方向去, 出了刑房的孟严熙的, 眼里的冷意全开, 灵妈妈不解地问, 少夫人您跟夫人说了什么? 她会那般神色, 不过是给她指条明路罢了, 孟严熙声音依旧淡淡的, 但却让灵妈妈感觉几倍一凉, 再看孟严熙, 只觉她似在谋划什么。 第五十四章, 念书, 回到清心居腐一, 已经给那些受伤的下人都清理过伤口, 上了药, 孟严熙给他们告假一段时日, 月银照常发之外, 还给他们每人另外多加了一些银子, 重伤者天两月的月历, 轻伤者天一月的月历, 受到惊吓的天半月的月历, 剩下没有受伤的下人, 已经回到了本职的岗位。 有了今日孟严熙的拥护, 那些下人跟着孟严熙更是死心塌地, 干起活也更有冲净了。 孟严熙坐在院中静静地看着众人忙碌, 外面忽然响起孩童的嬉笑声, 不多时, 从外面探出一个小脑袋, 稚嫩软糯的小脸扒着院门露出, 水灵灵的眸子, 似猫眼般的灵动。 许一幕甜甜地唤着, 母亲, 木木回来了。 许子涵则是跟在许一幕的身后, 冷着一张脸, 一副生人物镜的模样, 也是看到孟严熙, 这才露出一丝笑意。 母亲, 许子涵规矩地对着孟严熙行过一礼。 自打上次从丧礼上回来之后, 孟严熙便发现, 许子涵跟从前大有不同。 年仅三岁的许子涵, 从前直喜玩耍, 从那次回来之后, 许子涵变得不喜出门玩耍, 往日时常寻他出门的玩伴们, 也被他骂走几次。 日日捧着书学习, 孟严熙抬手指着他们两人过来, 许一幕又蹦又跳地, 扑进了孟严熙的怀中。 许子涵则是小心盯着许一幕, 跟在身后, 护着他, 一同在孟严熙不远处站定。 孟严熙动作轻柔地, 俯着许一幕的小脸, 对着两人说道, 从明日起, 你们就不必再去府中的小学堂学习开门了。 许一幕自是不喜读书, 只要一听夫子授课, 他便昏昏欲睡, 比母亲睡前讲故事还催眠。 只是无奈, 近来他偷偷在课上睡觉, 总会被哥哥揪起, 严厉地训斥一番。 听闻孟严熙的话, 不必去再去小学堂了, 心中欢呼雀跃。 余光撇向一脸失落的哥哥, 许一幕含蓄一问, 为何? 许子涵也很想知道, 漆黑的毛子一丝不苟的的盯着孟严熙, 一双小手也紧张到满出细微的汗珠。 孟严熙转看向许子涵问, 子涵好像近来很喜欢念书, 若是不让你去小学堂, 你可会怪我。 许子涵的绷着俊秀的一张小脸, 眉宇紧锁。 他低垂着脑袋, 凉酒后才小声地开口道, 母亲, 人不学不知义, 欲不拙不成器, 从前是我们不好, 不懂学习的意义, 母亲可愿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子涵愿意跟着父子好好学习, 不再偷懒了。 孟严熙看着小小年纪, 既能说出这番话, 不由得心中一颤, 只有吃过苦头的孩子, 才会早早学着为自己谋算。 他抬手让许子涵离自己近邪。 孟严熙指了指一边收拾出来的书房, 今日已经让人按照年岁的大小, 将那些适合他们两人的读物都买了回来, 按照他们的身高, 高低志放。 他声音难得温柔地对着两人道, 母亲, 为你们请了名门夫子, 回来给你们开门, 日后你们就在那处的书房学习。 许子涵顺着孟严熙的所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书房门大开, 一眼望去便是一整面的书墙, 打眼瞧去, 里面的读物比小学堂的书籍都要齐全, 里面还摆放着两张小书桌和夫子授课所用的的书案。 许子涵淡下来的眸光, 在看到这些之后, 瞬间亮了几分。 从前也不是他不爱学习, 只是他感觉小学堂的夫子并不怎么待见他们, 时常给自己和妹妹使些绊子。 以往他跟母亲提过, 要他单独请个夫子回来, 教他和妹妹。 可那时候的母亲要顾全大局, 总说大家都是一样, 族里的孩子都在一起开门, 单独请夫子回来, 让人看了不好。 如今, 他们有了自己的书房, 母亲还要给他们专门请民门夫子回来, 许子涵也难得露出笑容。 那些书, 我们都可以看吗? 许子涵小心翼翼地问道, 孟严熙的神情愣了一瞬, 不明白为什么许子涵会在自己的面前露出如此卑微状态, 他满是心疼地拉过许子涵的小手。 是, 不仅那些书你可以看, 日后你看到的喜欢的书也可以带回来, 或是告诉母亲, 都给你买回来。 许子涵眸色微微发红, 重重地点了点头, 征求过孟严熙的同意后, 飞快地朝着书房的方向冲了进去。 而许一目则是软绵绵地趴在孟严熙的怀中, 一点都提不起来精神。 母亲, 木木可不可以不念书? 夫子日日都是知乎者也, 实在难入其耳, 况且, 木木无需像哥哥那般入仕途。 许一目一双灵动的眸子, 对着孟严熙眨巴眨巴地撒着娇。 见孟严熙无动于衷, 声音软糯糯哀求道, 夫子常说, 女子无才便是德, 既如此, 为何还要女子念书识字? 夫子就是这般教你的。 孟严熙脸色瞬间冷了几分, 许一目见状也不敢撒娇, 乖乖地从孟严熙的怀中出来。 是, 孟严熙耐着性子对许一目解释道, 书中自有黄金屋, 念书习字是为了日后遇到事情, 可以临危不乱, 处事不惊, 是为了让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 是为抬高内心的对事情的认知, 从而成长, 不随波追, 不给自己增添无畏的烦恼。 夫子所说, 女子无才便是德, 并非是指女子无才, 而是指, 女子有自己的才学, 又能明辨是非, 是难得的美德, 这恰恰指出女子的智慧。 许一目似懂非懂得点了点头, 孟严熙见她懵懵懂懂得, 无奈地轻笑一声, 你看日后管家作账, 写信, 作诗, 那样不需要认字方可做到, 你若不念书, 日后, 出府是要被人笑话的。 晓得了, 许一目汗手, 随之看着孟严熙借而道, 可是那些婆子们说, 就算当了竹母也没有用, 还不是随时都能成为妻妇, 就像母亲有一身的本事, 也是枉然。 默默, 许子涵在许一目的身后, 呵斥一声, 许一目这才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伸出白嫩的小手捂住的嘴巴, 眼巴巴地望着孟严熙。 母亲, 孟严熙玩耳一笑, 女子大都身不由己, 若是自己没有本事傍身, 只怕被人欺辱, 连辩驳都不知如何说起。 外面那些人说的话, 不必多听, 做好自己便可。 许子涵还想说些什么, 孟严熙却是示意他们去玩。 孟严熙目送着两人出去后, 眼底的眸光变得极冷, 林妈妈去打听一下, 平日小学堂的夫子, 都是怎么教他们的。 第55章, 同房。 林妈妈出去一圈, 回来后, 面色凝重道, 难怪平日小少爷和小小姐不爱念书, 那夫子根本就是无心要教他们, 还时常当众惩罚他们两人, 有一点错处夫子就夸大其词地训斥含小少爷和木木小小姐。 孟严熙目光冷然地看着林妈妈。 那小学堂的夫子是从何处寻来的? 少夫人, 那夫子是夫人引荐的, 听闻是夫人诸家那边的旁之亲戚引荐的。 林妈妈在一边解释道, 孟严熙对着林妈妈小声地叮嘱着, 寻个信得过的人好好盯着那夫子, 看看他时常跟府中的何人接触。 少夫人是觉得夫子那般对待韩小少爷和小小姐是受了别人的指使。 韩哥和木木才是伯公府的正经嫡出的孩子, 小学堂的创办所花费的银子大头都是由伯公府出的, 就算韩哥和木木再怎么顽劣, 夫子也会给两个小家伙留一些颜面, 若不是受人指使也不至于那般有意的苛待。 林妈妈想来也是感觉奇怪, 先前韩哥就跟孟严慈闹过, 说要少夫人给他们单独寻个夫子, 她不想去学堂了。 少夫人会不会其中有什么误会, 从前您对伯公府的人这么好, 事事都是顺着他们, 两个孩子不过是三岁大的小娃娃, 又有谁舍得让这么点大的孩子受委屈, 更何况还是有意的刁难。 是啊, 哪有亲祖母会去做些让人刁难孩子的事情呢? 除非是其中有什么猫腻? 孟严慈从前所知道的伯公府都是迪姐告诉自己的, 若不是自己答应顶替她的身份进来伯公府, 她还不知道那些人的真面目。 先不要透露风声, 有些事情日后自然会浮出水面。 林妈妈暗暗地揣摩她的话外之意, 忽然想到什么? 对着孟严熙惊呼一声道, 少夫人的人意思是, 姑爷一早就跟那柳小姐勾搭上了。 而夫人她们早就知情, 才会有意让人给小少爷和小小姐使绊子。 孟严熙回头看着林妈妈义愤填膺的猜测, 脑回路有一瞬间的惊愣。 最后只是淡淡地化作一句, 林妈妈别多想, 日后多谢留心便是。 切记不能打草惊蛇。 孟严熙再次开口叮嘱一声, 是, 林妈妈去帮着忙碌。 孟严熙则是躺在贵妃椅上, 将最近发生的那些事情在脑海中想了一遍。 先是嫡姐的身子每框日下, 加上体内还残留毒。 紧跟着便是父亲突然有了新的官职, 随后就是被人诬陷。 父亲一出事, 徐燕里便迫不及待地带着别的女子上门, 要求让出主母之位。 孟严熙总感觉这一切太过巧合, 像是被人精密地谋划过。 再者就是伯公府的人对待两个小家伙的态度, 若是说他们对于嫡姐有什么不满的地方, 那般对待嫡姐也可以理解。 只是两个孩子说来也是伯公府的骨肉。 那样对待孩子不得不让孟严熙怀疑。 孟严熙抬手指着木东过来, 压低声调问道, 将前段十日我今日的那些食谱记载, 悄悄地都拿来。 木东不解道, 少夫人想要, 奴婢现在就让人去拿来便可, 何必这般悄悄摸摸的。 孟严熙环顾四周后, 是一目东凑近自己, 小声道, 晚些没人的时候你再去, 最好能抄露一份下来, 我有用。 不过此事还是越少人知道的越好。 是。 主仆二人说话之余, 院外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孟严熙淡淡地回眸, 就见许焰黎已经站到自己的身侧。 有事。 孟严熙依旧语气地淡淡地看向她。 看着她不似从前对自己那般热情后, 许焰里心中颇为不适。 开口便又是质问的话。 我和爷儿的婚事将近, 薄公府那么的事情, 母亲身子不好。 你还有心思躺在这儿, 不帮着出银子就算了, 还将这些事情统统都交给母亲一人操持。 往日这些事情都是你拿手, 晚些你便让母亲好好地歇歇。 我跟爷儿的婚事还交给你办, 银子的事情你也出一些。 我保证跟爷儿成婚后会雨露均沾。 只要你答应, 我今夜便住到清新居来。 或是跟爷儿成婚前兜住你房里。 扑痴, 孟颜兮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她捏着帕子, 笑得眉眼弯弯的。 许焰里的脸色赫然红了几分, 难看得有些恼怒道, 这不是从前你最希望的吗? 你这么逼着我们, 不就是为了让我留在你的房中? 孟月慈, 你别太过得寸进尺了。 孟颜兮忍着笑意, 对许焰里轻飘飘地说道, 其实你不用这般委屈求全的, 你我之间都很清楚, 我们已经没有同住的必要。 你这样会让我很看不起, 会让我误以为, 你是为了我的那些嫁妆来卖。 被孟颜兮说中小心思, 许焰里恼羞成怒, 别这么不识好歹。 你日日躲在院中清闲, 还让原本自己的那些陪嫁下人都从博公府突然撤走, 眼下正是要用人的时候, 让母亲上哪里去寻那些得力的下人回来? 黑市那边大把不错的丫鬟可卖, 若是你真的有心要给母亲分忧, 就应该明日一早, 买几个不错的下人回来给母亲拆拆, 而不是到我的院中吵吵闹闹。 况且, 管家之人, 管博公府的事情, 不是天经地义吗? 当初我管博公府的时候, 也都是事事亲力亲为。 既如此, 你不常说我在博公府过的锦衣玉石, 养尊处优享福的日子吗? 母亲现在管家的条件, 可比从前我管着博公府的时候, 条件好多了。 母亲怎么会累呢? 这不是在享福吗? 许焰里契洁对于孟颜兮所说, 寻不来一点点的错处。 母亲方才说她的影集又犯了, 这个博公府还归你来管。 许焰里说着拿出管家的对牌, 孟颜兮的目光, 事不关己地在对牌上扫过, 方才见过母亲, 她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间就病重了? 此事可拖不得, 我带府衣过去看看。 话落。 孟颜兮抬手指了丫鬟去请府衣, 自己也跟着一同起身, 朝着诸事的院中走去。 许焰里紧跟其后, 眼底满是盘算。 第五十六章, 杀意。 刚进朱氏的笼香居, 孟颜兮便听到朱氏在房内剧烈地咳嗽起来。 孟颜兮秀眉清醋, 往朱氏的房间迈去, 一股浓厚的药味扑鼻而来。 母亲, 这是怎么? 孟颜兮观星道。 府衣见孟颜兮过来, 习惯性地起身对着她恭敬道。 回哨夫人, 夫人这是气急恭心, 导致的需要调养些时日, 方能好起来。 朱氏看了看向孟颜兮, 正想说什么, 突然一口咳嗽得更加厉害。 哦, 一大口的血水, 从朱氏的口中吐了出来。 许焰里这事也慌了, 忙上前搀扶朱氏。 府衣快来看看, 母亲这是怎么了? 府衣见状, 忙叫好。 夫人没事, 这口血吐出来, 便好了, 少爷且放心。 府衣背着药箱离开, 下人忙上前给朱氏擦拭嘴角, 收拭地上的那些残留物。 若是往日, 这些事情孟颜兮都是亲力亲为, 事无巨细。 可如今, 孟颜兮只是目光淡淡地站在一边, 看着事不关己的样子, 这让许焰里和朱氏有些不悦。 朱氏让那些下人离开, 独留柳月如和许焰里。 她从床榻上撑起身来, 目光看向孟颜兮, 又恢复以往的温和道, 月儿, 方才我去过你祖母的院中, 你祖母愿意拨出来两千两的银子, 给焰里办婚事。 眼下焰里的婚事在即, 勤俭都已经发出去了, 那些宴席还没有确定下来, 聘经和聘礼的事情也没有着落, 母亲知道此事委屈了你, 但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这次你帮帮燕里, 日后燕里会记住的这份恩情, 金个儿便让燕里一同回去清新居。 你们两人也能趁此好好交交心, 说说心里话, 母亲知你最是大度, 不会计较这些小头小力的。 朱氏说着, 便要上前拉过孟颜兮的手。 孟颜兮见此不着痕迹的躲开, 面上依旧是淡淡的。 她倒想要看看, 这些人到底能不要脸到什么样的程度。 单身开口问道, 需要我做什么? 朱氏听后, 回头和许燕里, 两人相视而笑。 随后, 故作为难的开口, 母亲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这管家全在交由你来管。 只要你将这次燕里的婚事需要的办好, 等依儿进来博公府后, 她若是想要管家, 便给他。 若是不想, 这博公府, 还是由你一人说了算。 孟颜兮毫不犹豫地开口道, 聘经, 聘礼夫君难道自己一点办法都不想吗? 或是跟柳小姐商量一下, 少一些也好, 如今博公府的账面上一点银子都没有, 这个家实在难管。 许燕里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孟颜兮悄悄地扫了一眼, 想来今日是跟柳姑娘询问过了。 夫君觉得如何? 孟颜兮见她不语, 继而追问。 今日许燕里回来的时候, 便先将柳如烟的想法告知了朱氏。 还不等许燕里解释, 朱氏率先开口解围, 一二说什么也是正经人家的嫡女, 断不可那般亏待了人家。 那些东西说来也不是很多, 还是我们自己咬咬牙想想办法。 哦。 孟颜兮淡淡地应了一句, 随后看着他们两人冷笑出声, 正不正经倒是不太清楚, 毕竟婚前跟人私相授授, 不是那个闺秀做得出来的事情。 既然柳小姐喜欢端着架子, 母亲和夫君又不想亏待了人家, 那边自己好好地想想办法。 朱氏有些急迫地起身, 这不, 才许你来一同协商。 孟颜兮没有兴趣, 当他们的冤大头, 倒是拿来一个册子, 递到了朱氏的跟前。 眼下要紧的, 就是解决银子的问题。 这些都是我精挑细选的 钱庄和典荡行, 母亲和夫君不妨可以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地方, 可以弄些银子出来。 什么? 朱氏惊呼一声, 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孟颜兮, 她将手中的册子打开, 里面都是北国出名的 钱庄和典荡行。 孟颜兮继而解释道, 这些钱庄和典荡行 向来口风都紧, 不会将薄公府借银子取契的消息 透露出去, 这事儿习能想到最好的办法了。 孟颜兮想要走, 徐燕里却将她拦下, 你那些嫁妆, 徐燕里话说一半, 还是感觉没有脸, 继续往下说。 朱氏不同, 她将气得将手中的侧子 重重地摔向地面, 指着孟颜兮, 既然来了薄公府 你的东西便是薄公府的, 我那些嫁妆都已经到了你呢。 难道你就不应该拿些嫁妆出来? 孟颜兮眸色淡了几分, 看着朱氏道, 我不过是拿回属于自己的嫁妆, 至于母亲要拿自己的嫁妆出来, 给薄公府填补我嫁妆的空缺, 这是母亲自己的愿意的事情。 既然您是自愿的, 就不该拿着此事来说, 况且, 是薄公府要娶妻, 这银子不该我出, 也不能由我出, 我更没有理由出这笔银子。 办法我已经想好给你们了, 要怎么办是你们的事情? 管家的事情, 向来没有妾室接管的道理。 为了薄公府的名声, 母亲还是辛苦些, 等柳小姐嫁入府中, 由她接管便是。 朱氏面露难看, 看着许燕李欲言又止。 既如此, 就当我们薄公府没有她这个人, 不必对她低声下气的。 许燕李怒斥一声, 她突然上前一步, 将地上的那些名册捡起, 看着上面的那些典当行, 她对着朱氏问道, 母亲, 您那些嫁妆中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不如先典当了。 等我爷儿的婚事办成后, 收的那些贺里典当后, 再将您的那些东西赎回来。 朱氏听着许燕李的话, 再次剧烈地咳嗽起来。 许燕李以为自己的母亲 也不愿为自己付出, 脸色瞬间又难看了几分。 母亲, 难道连你也要袖手旁观吗? 朱氏周身的气血, 瞬间汹涌地流动, 双手跟着微微颤抖, 喘着粗气道。 你, 你怎么能如此说母亲, 我那些嫁妆, 早已经都典当干净了, 就差头上这维持体面的头饰。 难道还要我典当了去? 朱氏苍白着脸, 吩咐下人将那些档票取来。 很快, 下人将最近他的那些档票 拿到许燕李的面前。 孟延熙站在不远处, 目光淡淡地看着朱氏, 真是天道有轮回。 既然没有其他事情, 习便先退下了。 孟延熙微微浮身, 也不等两人说话, 直接离开了隆乡居。 许燕李看着孟延熙离开的方向, 眼底闪过一抹杀意。 第57章, 来意。 朱氏将许燕李的目光收进眼底, 他忙上前拉过许燕李的手, 小声地说道, 燕李, 现在还不是时候, 不能乱来。 我听闻要王这几日会到仁德堂去, 孟月慈是要王神医新收的关门弟子, 又是三皇子专门留在仁德堂当洒嫂的下人。 这个时候, 他有什么意外, 定会查到我们的头上来。 许燕李有些沮丧地将自己的双手捶在身侧, 看着朱氏道, 今日我去寻了燕, 燕儿说他父亲那边已经将那些聘经和聘礼都告诉同僚, 若是没有拿出来那些丢的是薄公府的颜面, 也让刘府那边没了面子, 这些都是我们一早答应好的。 许燕李, 想了, 还是有些气不过, 怒道, 若不是因为孟月慈如此的铁石心肠吗, 也会闹到如今这般, 若是他不在了, 那些东西就可以占为己有了。 朱氏将许燕李的嘴巴捂住, 看了看外面, 不见有人这才放下心来。 对着他道, 不可, 北国又规定, 若是孟月慈死后, 那些嫁妆是要归还给孟府的, 那些东西嘛, 我们同样什么都拿不到。 这不行, 那不行, 这可如何时是好, 账面上一点银子都没有, 我要拿什么取烟? 许燕李有些急躁地说着, 朱氏想了想, 最后还是将那册子拿过, 对着许燕李道, 去钱庄借些银子出来, 燕儿的父亲跟三皇子有来往, 将这个消息放出去, 到时候, 想要八戒三皇子的人定会上门来送礼, 那些薰贵送的礼, 定是价值不菲的, 到时候随便卖一些出去, 将钱庄借出来的银子还回去, 又是一样的。 许燕李突然想到, 那日葬礼的事实后, 孟府收的那些礼, 他突然眼前一亮, 既然孟月慈不愿意将那些嫁妆拿出来, 可以去问岳父大人要写。 话落, 许燕李立马起身, 带上礼品。 朱氏在后面叮嘱一番, 脸上的笑意不减。 不多时, 许燕李便出现在了孟府的门口。 孟府今日的大开门敞开, 里面还时不时传出来相谈甚欢的声音。 许燕李拿着一篮子的水果, 进了孟府。 厅内, 见孟府正在热情地招待着灵修子, 孟九招坐在一边谦弓地听着。 许燕李一眼便认出了灵修子, 当职的时候是挺风光的, 不少人都追着捧着, 如今不过是被罢官在家, 无所事事的常人罢了。 对于这些帮助不了自己一点的人, 入不了许燕李的眼望, 甚至看到孟府他们跟灵修子相谈甚欢, 打心眼里看不起。 他站在厅门许久, 几人的余光早就看到了许燕李的身影, 只是谁都没有理会他。 许燕李有些不好意思地倾壳一声, 上前一步对着孟府还算客套的作医。 父亲。 孟府也只是抬头淡淡地在他的身上扫了一眼。 来了? 还不等许燕李开口说话, 孟府又继续跟灵修子叙旧。 许燕李站在原地, 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就这么直挺挺地站着, 一脸尴尬地看着两人说话。 两久之后, 孟府才再次回头, 对着许燕李介绍道, 这位是灵老, 你怎么一直站着? 也不行脸。 许燕李的面色有些难堪, 不情不愿地朝着灵修子行过礼。 灵修子这些年早就看惯了事态炎凉, 对于许燕李的态度已是习以为常。 他不情不愿, 灵老也是态度冷淡。 伯公府对待孟月慈的做法, 在北国早就传开了。 故此, 灵修子看向许燕李的时候, 目光多了几分的灵力。 这些学问造化越是高的人, 越是注重规矩和礼教, 对于那些抛弃糟糠之妻的人, 向来是很看不起的。 许燕李就算在目呢, 都能看得懂他们眼中的不满。 孟府突然停下与灵修子的叙旧, 对着许燕李面色冷淡地问道, 回来孟府是有何事? 许燕李面露南色地朝着一边的灵修子看去。 无妨, 灵老不是什么外人。 你有事且说, 孟府丝毫没有要让灵修子离开的意思。 灵老这时起身道, 我先去看看九昭的学业进度如何了。 说完, 带着孟九昭往后院书房的方向走去。 许燕李有些不解地看着灵老和孟九昭离开的背影疑惑道, 父亲, 这是打算让灵老教九昭? 孟府脸色沉沉, 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许燕李直言, 灵老如今被罢官在家, 薰贵对他都是避之不及, 都担心跟他牵扯上关系。 我认为, 还是不宜跟他走得太过近, 以免对孟府的名声不好。 灵老只是坚持己见被罢了官而已, 又不是人凭有问题, 灵老的学识在整个北国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 我不认为请他给九昭当, 夫子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人活着, 只要问心无愧便好。 灵老犯过的那点错事, 比起那些人面兽心之人, 好太多了。 孟老一有所指的, 看了许燕李一眼。 许燕李有些恼怒, 脸色又黑又红又青的, 却无法辩驳。 从前来孟府的时候, 他们对自己都是格外的热情。 这两次过来, 孟府都是对自己的冷冷淡淡的, 孟九昭更是见到自己如见了仇人一般。 这让许燕李的心头颇为不适。 缓缓地恭维道, 父亲认识何事便好。 孟府这才想起问他来意。 许燕李将手里的东西放下, 也没有脸再朝孟府开口, 随便寻了个借口道, 就是路过, 进来看看您, 顺便问问九昭备考情况。 既然无事, 我就先回去了。 许燕李最后灰溜溜地离开了。 不过时, 林修子带着孟九昭又回来, 摸着有些发白的胡子笑道, 孟老, 你这儿子是块不错的玉, 好好雕刻, 定能成一番气候。 孟府闻言, 收回自己的目光, 对着林修子道, 那就有老老兄弟, 帮我好好雕刻一番。 是林老抬举小辈, 过奖了。 孟九昭对着林老拱手作医。 林老轻抚胡子, 越看孟九昭越是喜欢, 相比之下, 对于许燕李越是不满。 他轻叹一声, 略微惋惜。 可惜老兄生了那么好的一位女儿, 选错了夫婿, 没能寻个良配。 提及孟严溪, 孟夫的心中也是思绪颇多, 方才许燕李来, 定是有事, 也不知孟严溪在博公府的日子过得如何。 孟培云在心中微微叹息, 人各有命。 第五十八章, 狼狈。 林老虽然惋惜, 但也不便多说什么, 对着孟培云告辞道, 明日一早我再过来。 有劳了, 夫子慢走。 父子两人对着林修子作医, 看着林老离开之后, 孟九昭有些担忧地 看着自己的父亲孟培云。 父亲, 方才他过来有何事? 嫡姐在博公府可还好。 孟培云轻摇头, 带了些吃食过来, 说是正巧路过, 顺道来家中看看, 别无他事。 孟九昭文言后, 脸色瞬间沉了几分, 对着孟培云道, 自从我们博公府出了事情之后, 博公府的人便开始冷落嫡姐。 徐燕里还愿意来到我们孟府, 醉翁之意不在酒, 定是有事相求, 不然他才不会如此好心, 特意进来问候一声。 不得无礼, 只要你嫡姐一日没有同他合离, 他便一日是你的姐夫, 你便不能直呼其名。 孟培云历声呵斥, 他咬了咬牙, 声音中带着一丝不理解, 父亲, 他都将嫡姐给逼死了。 如今孟府和博公府两府之间都闹成了这般, 他又做出这等事情, 整个北国的人都在看嫡姐的笑话, 我, 我实在叫不出口。 孟培云亦是忍不下这口气, 至少在外人面前不能如此。 你嫡姐一人在博公府, 断然是有许多难处, 我们不能在外面给他添麻烦。 孟九招微微汗手, 只是两人想到, 今日徐燕里到访, 孟培云还是心难安, 愿是将近。 你好好在府中跟夫子一同学习, 明日父亲到博公府去看看。 徐燕里从博公府出来之后, 到孟延西名册上提及的那几个典当行 和钱庄门口晃悠了一遍, 最后还是没有脸进去。 最后还是到了平日 时常在一起吃酒玩耍的好友府中, 那些人欢欢喜喜地将许燕里迎进了府中。 只是提及要借如此多的银子时, 那些人都变了脸。 其中一人直接给了许燕里十两的银子, 这十两银子还是我的平日悄悄存下的, 近来府中的账面银子断缺, 实在拿不出更多的。 若是我有,定是给你拿出来了, 燕里兄还是到别处去看看。 对方说完还不等许燕里继续解释, 便借口有事离开。 许燕里无奈又到另外一人的府中, 许氏猜到了许燕里的来意。 门房那边的人将许燕里挡在门口, 声称自己的主子不在。 但许燕里明明看见他们的马车, 就在门口停放, 准备出府。 许燕里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最后又相继去了几人的府中, 纷纷推辞, 他们说的理由一个比一个可怜, 但许燕里分明就看到他们府中的那些奇珍异宝。 往日一同吃酒吃肉的时, 那些人都在说自己的府中有多少的银子, 还跟许燕里说, 若是日后有需要用到银子的地方, 说一声, 他们便会为兄弟两肋插刀。 今日许燕里整整在外面跑了大半天, 也就是从第一个那儿借来了十两的银子, 剩下的那些不借便算了, 还要对着他冷嘲热讽一番, 这让许燕里瞬间沮丧了几分。 从前许燕里需要用到银子的时候, 都是让孟月辞去办, 若是不今日, 他还以为那些出门借银子是件容易的事情, 张口便能借来。 在外面想了一圈的办法, 许燕里还是没能将需要的银子凑齐。 回到新斋堂后, 许燕里一脸疲惫。 容嬷嬷见他这般狼狈不堪的模样, 吓了一跳。 水。 许燕里口干舌燥地开口道, 容嬷嬷快速地给许燕里上了些茶水, 还有些烫, 慢些喝。 许燕里双手端过茶杯, 一边吹着, 一边快速地喝着, 不多时便喝了好几杯的茶水, 这才心满意足地抬起衣袖, 轻轻地将嘴角残留的茶水擦干。 许老夫人看着往日玉树临风的许燕里, 以为是出了什么大事, 忙担忧地开口问道, 怎么得了? 把自己搞得这般狼狈。 许燕里面色有些灰败地朝着许老夫人行了礼, 随后身心疲惫地坐在一边的座位上, 声音有些颤抖道, 祖母, 今日我去孟府一趟。 怎么了? 可是他们欺负你了。 许老夫人立马有些不悦地反问道, 许燕里轻摇头, 原是想要将管家权交回给月次来打理, 兴许这样, 他会愿意拿出一些嫁妆来, 帮着风风光光地迎娶一儿进薄公府, 可孙儿好说歹说, 他就是不愿意再接管薄公府的事情。 我便想着, 往日岳父大人, 只要我有香球, 定是挺身而出, 首当其冲。 但今日过去孟府, 岳父和九昭对我的态度, 明显不同于以往了, 从上次丧事上, 便对我冷冷淡淡的, 想要问岳父, 这些银子办婚事, 孙儿没脸张口。 对此, 许老夫人倒是认为没有什么, 只是看着许燕里这般挫败, 不由得心疼。 那你为何会将自己搞成这副模样回来了? 许老夫人的声音放柔了几分, 关心地问道。 许燕里的脸色更为难看了, 她从自己的怀中, 掏出了今日借来的十两银子, 本想跟平日那些要好的兄弟, 与同僚借些银子, 没成想寻他们的时候, 都是好好的, 只是一提到借银子那些人的脸色立马变了, 都是张口闭口, 日子过得艰辛, 自己的日子难以坚持下去, 最后都会借口有失离开。 什么? 你堂堂一个薄公府的少爷, 怎么能亲自去做这等事情? 就算要借, 也不是让你去跟那些人低三下四见。 你这般是在自降身份, 他们既然不借, 也是在打薄公府的脸。 许老夫人闻言后, 脸色也跟着变得很是难看。 许燕里连连哀叹。 许老夫人见她这般也是心疼, 声音不由地词合几分。 你可有跟燕商量过, 能不能将那些聘金和聘礼少要一些? 就算现在借来那些银子将婚事办了, 但日后也是过日子的。 你母亲身边常年不好, 管家的事情最后还是要落到她的头上。 若是没有银子, 日后薄公府也是难管。 许燕里声音淡了几分, 燕的身子向来孱弱, 如今又是有孕在身, 这些事情还是先不要让她知晓。 这般出而反而也是让我们薄公府眉脸, 我们再想想办法便是。 第59章, 掏空。 许老夫人夫人一脸不可置信地朝着许燕里看去, 拿着手中的拐杖想要往她的身上砸, 见她一身狼狈。 最后还是于心不忍, 拿着拐杖重重地往地上砸了几下。 你要如何想办法? 她的那些东西, 加上宴席的那些要求, 还有出嫁时的那些, 就算皇家公主出嫁, 也不过如此了。 我们薄公府一直都不是什么大家族, 也就今年日子才有了好转, 有了些自己的人脉。 她这下倒好, 近来便是掏空我们薄公府不说, 还要让我们四处想办法去借银子, 要银吃卯粮到什么时候? 祖母已经一把年纪了, 难不成要让我到时候死了, 连个像样的葬礼都没有。 容嬷嬷见许老夫人的脸色不是很好, 立马上前轻拍她的后背, 老夫人且注意身子。 许老夫人深吸几口气, 目光有些浑浊地看向许燕里, 继而轻叹一声。 祖母这里只有三千两的银子, 你都拿去办婚是吧? 剩下只能你们自己想办法了, 早时间便告诉你们呢, 做事不能做的, 太过绝情了, 眼下跃词心意已绝, 定是不可能再帮着薄公府 拿出娶妻的那些银子了。 徐老夫人给容嬷嬷递了一个眼神, 容嬷嬷最后将徐老夫人的小箱子 都搬了出来, 里面零零散散的碎银 和一些完整的银票, 加起来也就刚好够三千两的银子。 徐燕里看着容嬷嬷在那一个个铜板的树, 心里便发酸, 很是难受。 突然有些后悔自己当初为何要给烟 如此多的聘金和聘礼。 回想那日的画面, 徐燕里的心中只感觉 隐隐有哪里不对的地方。 容嬷嬷将银子当着徐燕里的面 都数清楚之后, 又重新将那些银子放回到小箱子里头。 徐老夫人看着那钱箱里头 自己攒了一辈子的积蓄, 依然是有万分不舍的。 她将箱子推到了徐燕里的跟前, 拿走吧, 祖母能帮的也就这些了, 先将她要的聘金和聘礼凑齐, 剩下的酒宴便省着点花。 虽然你升官有望, 但即便升上去官位, 那俸禄也只是比现金多那么一些。 若事实大手大脚, 也不知道这等日子要过到何时去。 徐燕里目光盯着哪个钱箱, 最后朝着徐老夫人重重的磕头, 声音有些颤抖道, 祖母, 叶儿要那些东西也是为了撑场面, 那些银子她成婚后都会带回来的, 我向您保证, 拿您的这些银子很快便又还您了。 徐老夫人微微汗手, 若能如此, 叶儿也算是个懂事的, 日后更要好好地带人家。 朱氏得知许燕里回来了, 忙从自己的院中赶来, 可嗨嗨只是刚走了几步, 便剧烈地咳嗽起来。 刚到新斋堂, 徐老夫人就听到了朱氏的咳嗽声。 徐老夫人不由地拧眉, 心中暗自不爽, 一个个都喜欢 举身子孱弱娇滴滴小姐, 相比之下。 徐老夫人还是觉得, 孟月慈顺眼一些, 至少她管家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跟自己讨要过办法的银子。 也不曾像朱氏那般, 遇事只会哭丧着脸, 在自己的面前哀声叹息的。 如今许宴里重新取来的银儿, 又是那般身子孱弱的, 很多骨头都塑在男人的怀中, 若不是银儿的父亲能帮衬许宴里。 徐老夫人是断然不会将自己的那些私营给拿出来的。 朱氏并不知道徐老夫人的这些想法, 只是进来之后, 对着徐老夫人微微浮身。 身子都病成这样了, 还到处跑什么? 徐老夫人面上有些不悦地, 瞥了朱氏一眼。 朱氏是有些害怕眼前这个婆母的, 听了徐老夫人的话, 他忙开口道, 回母亲。 而习听闻燕里回来了, 想看看孟培云可是有拿出银子来给他办婚事。 如今没有银子, 那些东西都没有置办, 酒席那边的人今日又过来催了几次, 再不能确定, 他们就要预定给别家了。 朱氏没有注意到, 徐老夫人和许燕里脸色不对的地方。 倾壳一声后, 继续讲, 还有, 今日刘府的小四过来问了, 意思是,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上门提亲, 那些聘经和聘礼的事情没有凑齐, 该如何去提亲。 朱氏话里话外都是哀叹, 徐老夫人捏了捏眉心, 历声道, 没有凑齐再想办法便是, 哀声叹息地作甚。 爱两声便能将吟再来。 朱氏气劫, 近来本就憋屈, 听着徐老夫人的责备, 朱氏瞬间了红了眼, 嫁妆能卖的都买了, 我能想来的办法都是过了, 词儿那边也做了几次的工作, 可她就是不愿, 巧妇难坐五米之吹, 我。 最后的话, 朱氏不敢继续往下说, 只是满眼期待地朝着许宴里看了一眼, 见她的脸色并不是很好, 朱氏清楚, 孟培云定是没有拿出银子来。 徐老夫人见此, 脸色也沉了几分。 你们娘家这今年的生活, 不是也好转些了? 不如明日你回去家中, 看看能不能跟家里拿些过来, 借用一段时日。 朱氏被咬了咬唇, 恐是不成了, 死而将之前安排到她铺子填装的那些亲戚都给清退了, 里头大都是娘家的那些人, 每户都有安排, 如今好好的拆使, 突然说没有就没有了, 那些亲戚早就将我们博公府给痛骂了一遍, 回去不被赶出家门, 只怕算好了, 就算有银子, 也难从她的兜里借来。 徐老夫人不满地瞪看了朱氏一眼, 要你何用? 朱氏被说得脸色难看, 但又不敢反驳。 徐燕里突然起身, 将那些银子交到朱氏的手中, 这是祖母拿的三千两银子, 加上前面给的那两千两, 总共五千两的银子, 便是凑齐了烟的聘金, 剩下的银子, 我来想法。 说完, 徐燕里对着徐老夫人和朱氏行礼, 徐老夫人有些担忧地看着徐燕里离开的背影, 燕里, 你要去哪里? 徐燕里勾着背, 满是疲惫地回了一句, 去钱庄。 朱氏和徐老夫人的心理不好受, 但眼下也只有这样的办法了。 徐燕里吃去外面来回穿行, 进出好几个钱庄, 都没有人愿意将银子借给他。 另一边的济诗语朝着浩天招了招手, 同他而语几句。 浩天立马笑着出去了。 第六十章, 钱庄。 就在徐燕里准备走出最后一个钱庄的时候, 掌柜的突然又叫住了徐燕里。 且慢, 这银子也不是不能借, 只是要有条件。 徐燕里听后, 立马转身回到了钱庄, 声音有些激动地开口问道, 是什么条件? 掌柜的目光转动, 想了想, 你们博公府, 那些宅子, 庄子, 田地, 都不抵什么银子。 掌柜的目光变得复杂起来, 凑近徐燕里道, 你要借得两万的银子, 那就要用别的东西来抵押。 什么东西? 徐燕里也跟着好奇地凑上钱, 掌柜的趴在徐燕里的耳边小声地说道, 徐燕里的脸色骤然变了, 满眼心红地盯着眼前的支人。 掌柜的倒是一点无所谓, 对着徐燕里道, 此事有拟定, 不过是你在还不上银子的时候, 最后抵押的办法, 毕竟谁也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你自己考虑清楚, 这本是一场买卖, 你亲我愿的事情。 你们这明摆着, 就是落井下石。 徐燕里怒火中烧地对着他们怒道。 掌柜本来就不愿搭理徐燕里, 听着他这般说话, 脸色瞬间沉了几分, 对他更是没好气。 机会就这一次, 若是今日你出了这道门, 再想用这个法子就没有了。 掌柜地说完, 也不再理会徐燕里, 自顾自地忙碌起来。 徐燕里内心满是煎熬地站在门口, 迈出去的那条腿, 迟迟没有踩下。 他的双手紧紧地攥着, 若是这次的婚宴, 不能风风光光地办成, 到头来, 定是要让孟月慈他们看笑话的。 徐燕里还要让孟月慈后悔着来求自己, 最后还是将那腿退了回去。 他转身面色痛苦地看向掌柜的问道, 可以换人吗? 月慈也是不错的女子, 她生得美艳, 模样娇好, 体格也好, 别看她瘦小, 什么苦活累活都做得来。 徐燕里满是期待地看着掌柜的。 掌柜有些看不下去了, 冷笑一声, 徐公子真是物尽其用啊, 那都是被你抛弃的糟糠之妻, 您认为还有什么抵押价值? 看了眼外面的天色, 要关门了, 徐公子若是不愿, 那再寻些值钱的东西来抵。 掌柜的洋装就要关门, 徐燕里这是彻底急眼了, 上前阻拦对方。 我同意, 我同意, 掌柜的神情显然有些惊讶, 回头不可置信地看向徐燕里。 你可听清楚, 方才我的说的什么了? 听清楚了, 我愿意。 徐燕里双手紧紧地攥着, 双手也因气血翻涌, 微微颤抖了起来。 掌柜站在原地, 愣是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心狠又窝囊之人。 这些他终于能理解, 为何徐燕里可以做出那等抛弃贤妻的事情了。 不行了吗? 徐燕里见掌柜的不为所动, 上前紧张地扯了扯对方的衣袖。 掌柜的这才回过神来, 看向徐燕里点了点头, 可以, 我现在便同你签协议。 他拿过一边的毛笔, 快速地在宣纸上将协议写清楚。 随后又担心徐燕里没有听清楚, 再次跟他解释一番, 两万两的的银子, 若是不能在半年之内还清, 柳小姐就要陪拿出这银子之人度过一夜, 你可是想清楚了。 徐燕里重重地点头, 以刘府的实力, 那些过来送礼之人的身份也不会低, 送来的东西也是不错的, 到时候也可以将那些东西卖出去, 借出来的那些银子省着些花, 可以节约一些。 加上耶尔带来的嫁妆, 这些银子半年之内说什么都能还上, 我会如约来还银子。 掌柜的眉头紧拧, 不再理会徐燕里, 只是将那协议推到徐燕里的跟前, 指着最尾端道, 签下名字, 再按个指印, 便可以取走那些银子。 徐燕里的目光快速地在上面看了扫过, 没有别的问题后, 快速依照掌柜的所说在上面签名按指印。 做完这些, 掌柜的将那协议收了起来, 随后从钱庄中拿出两万两的银票, 递到了徐燕里的手上。 掌柜的家中也是有女儿之人, 她将那些银子递到徐燕里的手中时, 还不忘叮嘱道, 切尽一定要在半年内将这些银子还上, 否则这份协议就会被公之于众, 还会。 徐燕里不等对方将话说完, 立马阻止道, 我都记下来, 不必你多言, 我不会让你们的便宜去。 说完她揣着那些银子, 快速地离开了钱庄。 等到徐燕里离开后, 浩天这才从暗处走了出来来。 掌柜得很势不解, 公子为何要帮这等人? 为了银子, 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听闻那孟月慈可是有不少的嫁妆, 如今她讨要回去那些垫覆在伯公府的银子, 只怕日后将徐燕里逼急,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浩天刚刚一直躲在后面, 自然是将徐燕里的那些话都听了进去。 此刻也满是怒意地说道, 真是狼心狗肺的东西, 孟夫也算是忠名鼎石之家, 怎么就会走眼到如此的境地。 掌柜的对于徐燕里和孟月慈的婚事倒是有所耳闻, 他有些惋惜地开口道, 听闻, 早年伯公府对孟夫有恩, 他们两人的婚事还在腹中的时候便定下的, 后来伯公府败落了, 但孟老为了践行从前的诺言, 便将孟月慈给嫁了过去。 孟佩云当初下嫁自己的女儿的时候, 没有跟伯公府讨要什么聘经聘礼就算了, 孟老担心自己的女儿嫁过去日子不好过, 嫁妆可是天了又天, 说到底, 还是孟小姐的命不如人。 掌柜在一边叹息着, 这些断食日浩天也查了一些关于许燕里的那些事情, 清楚如今许燕里能有今日的官位, 也是多亏了孟老的帮扶。 真的就如方才掌柜的所说, 物尽其用了, 孟培云刚刚出世, 许燕里就这般耐不住性子, 急于露出这面目。 也难怪孟月慈会在这段的时间内赚了性子, 不再对许燕里抱有任何的希望。 掌柜的突然神神秘秘地朝着外面的方向看去, 见四下无人, 这才朝着浩天招了招手。 浩天也一脸好奇地朝着她凑了过去, 催促道, 有什么小道消息? 第六十一章, 回府, 听说那孟月慈之前住的院子都被收回, 现今好似被赶到了破烂的院中。 浩天嘴角微微抽动, 这等隐秘之事, 你都能叹来消息。 掌柜的黑黑一笑, 家中的婆娘时常在村口那些地方, 她们消息都灵通, 人家府内隐秘之事还是少些打探。 浩天随口说了一句, 事情已经办成, 便也不在钱庄多停留。 徐燕里带着那些乙银子回去博公府, 新斋堂内大家都在。 朱氏见到徐燕里满脸得意地回来, 立马起身相迎, 关心地问道, 事情办得如何了? 那堂里众人目光, 齐齐落在徐燕里的身上。 这一次, 徐燕里挺起了几倍, 脸上也多了几分的得意之色, 对着徐老夫人她们一一行礼, 而后, 才缓缓地将借来的银子拿出来。 朱氏看着徐燕里手中的一叠银票, 上前一步, 从她手中将银票拿过, 数了数, 整整两万两。 她声音有些激动地开口道, 燕里, 这么多的银票, 你是从哪里借出来的? 康庄钱庄, 但是对方只让借用半年, 半年的时间一到, 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 都要将这笔银子凑齐, 还上。 徐燕里说话之余, 面色略微凝重几分。 有了银子, 朱氏只感觉自己的病都好了不少, 拿着银票的手紧了紧, 对着徐燕里笑道, 半年时间定是能将那些银子都还上的, 燕儿说她的父亲近来跟三皇子有走动, 到时候来参加宴席的宾客那些身份, 想来也不会太低, 孟府办丧事的时候, 三皇子只是去上了住乡, 那些人闻声都纷纷前去宫里上乡, 到时候随便卖掉几个鹤里, 也能凑齐这些银子, 紧着鲜环上便是。 徐燕里也正是这么想的, 这才敢跟钱庄签下那样的协议。 好在, 银子的事情都解决了, 徐燕里也可以松开了一口气。 一日清晨, 徐燕里和朱氏早早起来出去, 置办下聘需要用到的那些聘礼, 原本两万两的银子, 半个婚宴绰绰有余, 却不曾想光是按照柳如燕所说的那些聘礼, 买其之后就花了大几千两的银子, 原本欢欢喜喜出门的朱氏, 脸色越发的难看, 忍不住的跟着徐燕里嘀咕一句, 此而当初嫁来博公府的时候, 随便打发一些就进门了, 那时候的乐词 可比一二三品之家门地要高。 母亲, 她是她, 一二是一二, 一二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对她好些是应该的, 若是没有她的出手相救, 我如今也不会好好地站在这里。 朱氏清楚, 徐燕里如今全身心都在柳如燕的身上, 也就不再说什么。 将剩下的那些聘礼都买齐之后, 徐燕里一刻都不愿意停留, 敲锣打鼓地便往刘府赶去。 刘老夫人坐在高堂之上, 下手的位置是柳大人和柳夫人唐氏。 看到王媒婆带着许伯公义行人过来, 柳大人的脸色有些不是很好。 唐氏见此悄悄地给柳大人递了一个眼神, 柳大人这才缓和了许多。 朱氏近来便察觉到气氛不对, 忍着可以,不敢随意地开口。 许伯公被人想来吹捧习惯了, 看到柳大人黑着一张脸, 他此刻的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 王媒婆很快捕捉到不对, 立马笑盈盈地说了一些吉利的话。 随后招呼着那些下人将聘金和聘礼齐齐抬了上来, 柳大人看了伯公府都按照他们要求的拿出来那些东西来。 脸上的神情这才缓和了不少。 唐氏见状忙招呼下人给他们奉茶。 相互问宣一番, 各自落座。 朱氏将礼丹拿了出来, 这时聘礼的礼丹, 先过目。 唐氏喜笑颜开地接过礼丹之后便示意下人去去核对。 见东西都没有错, 刘老夫人这才让烟儿出来。 只是柳大人一直都板着脸。 许彦李打心眼里是有些害怕柳大人的, 但他也清楚对方为何要如此。 他忙起身, 陪笑道, 近来事情多, 这才导致上面提亲晚了, 不是对烟儿的不重视。 柳大人有些瞧不上许彦李和伯公府, 若不是因为许彦李与烟儿有了身孕, 他是断然不会将烟儿嫁到伯公府去。 看着这一门的人一副小子气的模样, 柳大人心里便有些气不顺。 他冷哼一声, 你一个无品关节的芝麻小官, 有什么事情比烟儿的名声重要? 上门提亲很快就能完成的事情, 多难。 还不等许彦李开口说话。 许伯公倒是不愿意了, 他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对着柳大人怒道, 多难。 若是你们少要一些聘经和聘礼的事情, 我们早早都来提亲了。 你们全凭一张嘴要, 却不能体谅我们的难处。 也就我们彦李诚心实意地, 要娶你们女儿为妻。 换个人, 他这般做法, 恐怕给人做妾都难。 复健! 许彦李芒开口阻拦道, 朱氏也没有想许伯公会如此的冲撞, 说出这等话。 唐氏也觉没脸, 原本欢喜的脸上瞬间白了几分, 看向许伯公带着几分怒意。 柳大人则是上前一步与许伯公对质道, 若不是你交出来的好儿子, 无事来纠缠我们的妍儿, 我们妍儿可以寻得更好的归宿。 难道你们就没有错? 这段时日, 许伯公东奔西走得借银子, 受了不少的窝囊气。 他们欢欢喜喜地上门提亲, 可他们却是摆着脸子。 反正燕儿已经怀有身孕, 许伯公拿定主意, 柳如烟只能嫁给许燕李。 他想将事情闹大, 由此减少给柳如烟的那些聘经和聘礼。 事已至此, 你们不想要将女子嫁来我们伯公府, 今日就当我们没有来过。 许伯公说着, 抬脚就要往外走。 刘福的人瞬间变梦了。 许燕李则是快速上前拉过许伯公道, 父亲, 有事坐下来好好说, 勤俭都已经发出去, 这个时候将烟丢下不管, 这让他日后怎么试人。 许伯公拂袖, 连同许燕李一起责备, 没用的东西, 人家都快骑到你的头上拉屎了。 你还将人的家女儿当佛一样的供着, 若是今日, 他们不能拿出些态度出来, 你们之间的婚事, 我不同意, 大不了将青简撤回来。 柳大人被气得拿过一边的茶盏, 狠狠地摔向地面, 对着许伯公怒斥道, 今日若是你们敢走出刘府这个门, 毁了我女儿清白之事, 我必将告到大理寺去, 说你们梁家女的清白。 第62章, 下聘。 朱氏也不想将事情闹大, 对着许伯公忙, 开口劝说道, 好好的, 怎么就突然闹了起来, 一儿那般好的姑娘, 如今又有了宴里的孩子, 一儿身子不好, 顺顺利利地将婚事办了, 平平安安地把孩子生下来。 朱氏一边说着, 一边朝着许伯公不停地急眼, 许宴里也忙在一边劝说, 父亲, 好不容易将那些东西都凑齐, 请柬那些东西都已经发了出来, 岂能说不成亲就不成亲, 这是要是传到皇上耳边, 也不是什么好事。 他们意犹所指地说着, 许伯公收回自己的腿, 回头对上怒气冲天的柳大人道, 若不是看在耶儿怀了孩子的份上, 今日这婚事, 什么我都不同意。 刘老夫人听闻, 痛心疾首, 我们刘府是造了什么孽啊, 才会让耶儿遇到这样的事情, 此事传出去, 日后, 让耶儿怎么活。 唐氏也跟着在一边偷偷抹泪, 但却不忘安抚刘老夫人道, 母亲, 您身子重要。 刘老夫人说着, 潸然泪下。 许伯公看着这一幕, 脸色也又黑了几分。 想要发作的时候, 朱氏忙上前拉过许伯公, 在他的耳边说道, 别冲动, 宴里的噤声还要柳大人帮衬, 事已至此, 何必闹得让别人看了笑话去。 许伯公的目光在那些聘经和聘礼上扫过, 虽然有些不舍, 但还是咬了咬牙, 将想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王媒婆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在原地愣了两酒, 这才稍稍地回过神来, 对着众人, 忙打圆场。 好事多磨,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今日吵吵闹闹, 日后和和睦睦, 都是小事, 北国婚娶之事, 如今能向伯公府这边, 拿出这聘经和聘礼来也是对柳小姐的重视。 她一边说着, 一边悄悄地打量双方的神情, 见他们都有意要和缓关系。 继而说道, 柳夫人将这些聘经和聘礼收下, 只管安心地送柳小姐出嫁便是。 伯公爷, 你们也暂且先回去, 好好准备婚事上的事情, 风风光光地将人迎娶进门。 诸事闻言, 转身对着他们, 微微汗手离开。 许燕李则是满脸的愧疚地对着柳大人作衣, 许伯公则是脸色难看的拂袖离开。 刚出来刘府, 许燕李便眸色微微发红地问道, 父亲, 来时好好的, 方才您为何要如此当众羞辱一儿和他的家人? 许伯公看着如此同自己说话的许燕李, 有些不愿, 我才是你的父亲, 方才他们那明摆着就是不给我们好脸色, 我为何还要去维护他们的颜面? 诸事虽然也觉得许伯公有不对之处, 但还是没敢忤逆他, 只是默默地跟在他们父子两人的身后。 许燕李气急败坏, 那些银子好不容易才借来的 当初一儿的父亲也答应过, 会帮我想想办法, 让我尽快升官, 若是将他惹急了, 转而去帮扶他的那些学生, 也是一样。 许伯公张了张, 也觉此事有些无礼, 便将那些想说的话又重新验了回去, 而后甩袖离开, 回到伯公府, 诸事直接去忙碌婚事的那些事情, 而许老夫人将许燕李换了过去, 关心地问道, 上门提亲的时候可还顺利, 柳大人有说什么时候可以帮你升官? 许燕李从近来新斋堂后, 脸色一直沉沉的不是很好, 许老夫人心下一惊, 很是不解地看着许燕李问道, 怎么?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摇头不语, 许老夫人只好寻来一同跟着前去的下人, 问了详细的情况。 听闻下人说的话后, 许老夫人的重重地将拐杖砸了砸地面, 无奈地叹息道, 真真是糊涂了, 怎么会形势如此莽撞? 好歹要将人先哄到我们博公府来, 日后想要怎么拿捏, 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许燕李听后, 脸色这才稍稍好转, 对着许老夫人问, 祖母, 您说今日父亲这般, 日后柳大人可是会真心待我。 许老夫人轻拍许燕李的手, 只要你将烟儿日后哄好了, 柳大人那边自然有人去哄, 此事, 你也不必太过担忧, 知道了, 许燕李汉手。 从许老夫人的心斋堂出来之后, 许燕李特意整理一番自己的心情, 而后朝着清心居方向走去, 远远地便听到孩子奶声奶气的朗朗读书声, 走近后, 才发现那些读书声是从清心居里面传出来的。 原本破败的清心居如今焕然一新, 只是短短的几日梦月词变东西都修缮了一遍。 他站在院中朝着小书房望去, 只见里面有名夫子正在教两个小家伙念书, 而书屋里面满满当当的书籍, 逐渐比小学堂里面的书籍都齐全。 许燕李看着眼前的一切, 脸色变得很是不好。 旭秋主屋出来, 便瞧见许燕李默不作声地站在院中。 他朝着许燕李的微微浮身, 奇怪地问道, 少爷怎么过来了? 许燕李谋色一沉, 整个薄公府都是我的, 难道这清心居我不该来? 孟严熙此时正在里间看着医书, 自己的通身本事, 没有过名录, 他不敢随意地使用。 即便是在薄公府用, 也只敢再用些小伎俩的药物, 譬如上次让徐老夫人看起来发疯的那样。 听到外面的动静, 孟严熙拿着手中的医书便朝着院中走去。 孟严熙看清眼前的来人, 神色淡淡地朝着许燕李微微浮身, 随后坐在一边的贵妃椅上, 有些懒洋洋地问道, 过来寻我有何事? 许燕李坐在孟严熙对面的袖墩上, 神色有些得意地对着孟严熙说道, 今日我去刘府跟耶尔提亲了, 就算没有你的帮忙, 我一样能风风光光地将耶尔取进门。 哦,那是好事, 恭喜你得偿所愿。 孟严熙的目光一直盯着医书, 头都没有抬一下, 不知为何, 看着对自己态度冷冷淡淡的孟严熙, 他心里感觉颇为不适。 许燕李试探地问道, 难道你就没有别的想问的吗? 孟严熙将手中的医书和尚 对着许燕李有些期许的目光, 他不由地痴笑一声, 夫君, 你想要听我说些什么? 还是说, 你想要看我对你依依不舍, 痛哭流泪, 你才会满意。 第六十三章, 取妻。 许燕李看着眼前的孟严熙, 一时雨夜, 本想着看到他像从前那般 对着自己低声下气的样子, 不曾想是这般事不关己。 他将自己的目光转而看向书房的地方, 指责道, 府中有小学堂为何不让孩子们到那处去开门, 却要单独给他们在院中重新请个夫子, 再置办这些东西来给他私自开门。 薄公府正是需要用银子的时候, 你却拿着那些银子花在这些多余的地方, 况且, 此事若是传出去, 让旁至的那些亲戚该如何看待我们? 孟严熙从贵妃椅上站了起来, 虽然比不得许燕李高, 但气势一点都不输他的。 我的银子, 要怎么花也是我自己的事情, 不必你多言, 况且, 孩子也是你的。 北国向来重视科考制, 读书, 参加科考是走向仕途的做官的办法, 夫君却说, 这些银子花得多余, 难不成你不希望子涵出人头地? 还是说你对子涵有什么偏见, 根本就不想他成才。 许燕李的脸色微僵, 随后忙解释道, 怎么会, 子涵是我的孩子, 自然希望他日后顺风顺水, 只是旁至的那些亲戚会说我们的不是。 小学堂的夫子和用品, 大都是用伯公府中拿出来的银子, 若是他们对此还有意见, 那便让他们自己掏银子去府中给那些孩子请夫子去。 孟严熙有意无意地对着许燕李说道, 许燕李听闻之后, 眼前忽然一亮, 想到什么, 转身出去。 灵妈妈有些不解地看着许燕李离开背影, 行色匆匆, 少夫人, 姑爷走这么急做什么? 孟严熙唇脚微钩, 想办法开源节流, 去做得罪人的事情。 灵妈妈恍然, 姑爷这是许那些旁至的那些人讨要银子。 孟严熙微微汗手, 对着灵妈妈, 耐着性子解释道, 半小学堂起先说好的事, 那些银子一同出的, 最后旁至的那些人, 看着我们府中日子日渐好了起来, 便慢慢地开始推丧。 到了凑银子的时候, 个个都有事情, 也就养成了小学堂成为伯公府一人开办的习惯。 方才我有意, 跟夫君提及此事, 不过是让他想办法, 将这一笔银子收回。 只是, 若要将这些年的银子拿回来, 需要花些心力, 最后可能闹到, 连亲戚都不好做。 接下来的这段时日, 伯公府日日, 在位婚事的忙前忙后的。 而孟严熙, 则是借口日日, 去仁德堂, 学习, 各种不同的医书, 当着众人的面不停看。 同时还让灵妈妈, 将自己看医书过目不忘的本领传出去。 起先很多的并不相信, 而后时不时的有郎中, 过来拷问孟严熙, 她都能清晰地将那些要用的价值说出来。 渐渐地, 这样的名声便是北国传开了, 接下来便是邀请药王神医, 时常到仁德堂来指导孟严熙。 等过段时日, 慢慢地开始在药王神医的帮衬下, 开始对人行医。 这样一来, 自己的医术也算是过了名路。 日后再要光明正大的行医, 便是容易许多。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便来到了许宴里, 和柳如烟的大喜之日。 伯公府内, 到处都是张灯结彩, 红色的灯笼高高挂起, 一派喜气, 前面的敲锣打鼓的声音, 划破了伯公府的宁静。 孟严熙提前几日, 便将孩子送回去了孟府。 清新居内, 没有任何喜气的装饰, 一如既往。 只是林妈妈担心孟严熙会伤心难过, 伺候孟严熙用早膳的时候, 余光时不时地朝着孟严熙的脸上撇去。 晚些陪我出去一趟。 孟严熙身穿素色衣袍, 头上粘起白玉簪子, 跟伯公府的一派喜气, 显现得有些格格不入。 林妈妈有些不放心道, 少夫人, 若是心里难受你就说出来, 老奴陪你出去散散心。 孟严熙摇了摇头, 简单地吃了几口之后, 便带着林妈妈出去府门。 只是好巧不巧, 孟严熙刚刚走到门口的时候, 迎亲的队伍正好赶了回来。 徐燕里一身的喜福, 坐在高大的马背上, 意气风发, 满脸的春风得意。 身后跟着的是八台大轿, 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 和那些络绎不绝 网伯公府来庆贺的那些官员, 让孟严熙只感觉讽刺。 眼底的怒意横生, 坐在高马上的许宴里, 正好将孟严熙的神情收入眼底, 不知可否, 她在心中暗息。 外面的鞭炮声响起, 朱氏, 挟着徐老夫人一同出来。 看着孟严熙一身白色素色衣裳, 向几手笑服, 只觉得晦气。 朱氏以为孟严熙是诚心要来破坏许宴里婚似的。 脸色瞬间沉了几分, 上前一步对着孟严熙怒道。 你在这里做什么? 还不快点回去后院帮忙洗菜? 孟严熙收回目光, 看向朱氏的时候, 眼底冷意横生。 这些不应该都是吓人的做事情吗? 母亲, 让我去试荷叶。 朱氏不过是想要寻个理由, 将孟严熙从这里打发离开。 眼看着迎亲队伍越来越近, 朱氏急忙扯着孟严熙到一边, 警告道。 你若是敢轻举妄动, 我就让燕里修了你。 好啊, 最好现在就修了我, 让整个北国的人看看伯公府修妻, 娶妻同一时间完成。 孟严熙丝毫没有畏惧。 朱氏没有想到, 孟严熙会这么说, 脸上的神情微微一愣, 指着孟严熙一身的素白长袍怒道。 你穿成这样, 无非就是想要吸引燕里的注意力。 我告诉你, 现在一切都晚了, 若是早几日, 你愿意拿出那些银子, 燕里还可能到你的房中去。 如今, 你就别痴心妄想了。 马车缓缓地停下, 徐燕里的注意力一直在孟严熙的身上, 见他这般, 想着他今日定是后悔的。 喜婆见徐燕里, 久久没有钱去千辛娘子下轿子, 扬声道, 请新郎千辛娘下轿。 轿子上的柳如烟轻轻地挑起车帘, 看见战府外的孟严熙, 唇角微勾。 他抬手指了个婆子过来, 对着婆子说道, 去让孟严慈过来, 跟我请安行礼。 婆子脸色一僵, 有些难以置信地开口问道, 这恐怕不合乎规矩。 柳如烟的脸色沉了沉, 就在这时, 徐燕里来到了轿子边, 见他的脸色不是很好, 立马观心地问道, 怎么了? 柳如烟看着抬手朝着孟严熙所在的方向, 今日是我们大喜之日, 他一身束缚是何意? 如今我是伯公府的正妻, 身为平妻的他, 理应给我磕头下跪。 夫君, 你让他过来, 给我磕头行礼, 我要踩着他的背下轿子。 第六十四章, 羞辱。 徐燕里有些为难, 朝着孟严熙的方向看了眼, 对着教中人道, 叶尔还是先进去拜堂, 以免误了及时。 柳如烟的秀眉青醋, 看着孟严熙那若柳浮风的模样, 方才他在教中时, 分明就看到徐燕里的目光, 紧紧地盯着孟严熙。 他脸色有些不悦地开口道, 你可是心疼, 他才不让孟严慈过来, 给我磕头行礼。 众人看着新娘迟迟不敢下花轿, 都好奇地朝着许燕里他们所在的方向看了过去。 朱氏也满是担忧地上前询问情况, 得知是燕儿想要让孟严慈给他磕头行礼, 立马笑着答应下来。 随后, 来到孟严熙的身边, 新主母过门, 你一个平妻理应上前给主母磕头行礼。 如今燕儿身子不适, 你跪着在花轿处, 让燕儿踩着你的身子下轿。 朱氏说得理所当然, 惹得众人频频侧目。 前伯公府的当家主母, 将妻为妾, 如今心腹刚刚过门, 还没有进伯公府的, 便要给孟严慈一个下马威。 孟严熙的脸色微沉, 林妈妈瞬间将孟严慈挡在自己的身后。 那么多的下人, 不踩别人的背下轿子, 偏偏要指定我们少夫人, 你们又何苦这般为难我们少夫人? 柳如烟头顶盖头, 朝着孟严熙所在方向看了去, 声音淡雅地开口。 那些下人的衣裳, 没有姐姐的一身素白的长袍干净, 姐姐特意穿了这身的衣裳, 不就是为了来给我磕头行礼, 引我下轿的吗? 孟严熙没有理会柳如烟的冷嘲热讽, 而是声音冷淡的直言, 不是。 随后, 她的目光又看向许宴里道, 夫君说过平妻与正妻没有什么区别, 更没有大小之分。 若是按照年岁长幼, 我比你略微年长一些, 长者为大, 刘府的家风年科, 那些规矩, 想必柳妹妹都是知晓的, 若说要敬酒, 也是你来给我磕头行礼, 何时轮得到我来给你下跪, 这不合规矩。 柳如烟听后, 不免冷笑一声, 平妻就是妾, 哪里有些妾事和正妻平起平坐的道理? 今日若是你不肯跪下, 给我踩着下轿子, 我便在这里等着。 话落, 还不等孟严熙开口说话, 不知是谁, 突然出现孟严熙的身后, 狠狠地往她腿窝处踹了一脚。 孟严熙的双腿猛的前倾, 踉呛地朝着前面抖了几步, 险些朝着地上跪去。 木东快速地反应过来, 朝着孟严熙伸出手, 将她拉了回来。 孟严熙回头, 这才看清, 方才踹自己的人, 便是徐老夫人身边的容模模。 她一脸愧疚之色地, 朝着孟严熙跪下, 少妇人还是按照柳小姐照办, 免得误了及时。 孟严熙抬手朝着容嬷嬷的脸上, 狠狠地甩了过去。 啪! 容嬷嬷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孟严熙道, 老奴是老夫人身边的嬷嬷, 老夫人还不曾如此打过老奴。 啪! 孟严熙抬手又是一巴掌, 容嬷嬷被打脸网一边歪去, 正想要解释什么? 徐老夫人已经是来到了孟严熙的跟前, 她抬过巴掌, 往孟严熙的脸上打了过去。 孟严熙趁机往徐老夫人的身上, 扫了一些让人能产生幻觉的药粉, 原本要朝着孟严熙的脸上扇的巴掌, 却是猛地走向花轿中的柳如烟。 徐老夫人上前快速地将柳如烟的盖头直接掀开, 对着她的脸上结结实实地打了几个巴掌, 嘴里还嘀嘀咕咕地怒道, 你个狐狸精都怪你勾引我们的燕脸, 你这个坏东西, 我打死你。 徐老夫人一边指着柳如烟骂骂咧咧的, 一边拿过拐杖就要朝着她的肚子上狠狠地砸去, 我打死你个孽种, 你腹中的孩子根本就不是燕脸, 是你跟别人的男人鬼混出来的, 现在还想赖着燕脸, 你这个黑心肝的。 柳如烟被徐老夫人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给吓得愣在原地, 众人看到徐老夫人的拐杖朝着柳如烟的肚子上砸去, 都下意识地抬手护着她的肚子, 朱氏更是惊呼一声, 对着徐燕礼道, 护好孩子。 那些站在外面看热闹的人, 见到他们如此紧张柳如烟的肚子, 都开始认真地打量柳如烟的身段。 那些眼间又身后孩子的夫人, 仔细一看便很快能辨别出来是否怀了身孕。 还不等徐燕礼和朱氏想到辩驳的理由。 徐老夫人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这个扫把心, 无美无品跟人偶合就算了, 成婚要了天价的聘金和聘礼。 你不过是一个三品官员家中的嫡女, 却要求像公主那般的婚事, 为了凑银子将你风光娶进伯公府, 我们将伯公府都掏空了, 燕礼还东奔西走的到处寻人借银子, 一下让伯公府回到了五年前。 你就是个扫把心, 还病奄奄的, 哪里比得上我们的词儿? 朱氏看着徐老夫人口无遮拦的, 急得在原地打转。 柳如烟被徐老夫人当众这般羞辱, 双眸瞬间红红的, 看向徐燕礼的时候满腹的委屈。 徐燕礼上前重新将她的红盖头, 重新盖了回去。 而后对着下人吩咐道, 祖母身子不适, 快请她进去里面休息。 下人闻言嘛, 这才回过神来, 兵荒马乱地朝着, 徐老夫人的身边靠近, 想要将她带回新斋堂。 但徐老夫人却是脚下生风般, 围绕着迎亲队伍东躲西藏, 嘴里还说着那些对柳如烟不满的话。 最后还是下人合力围堵, 这才将徐老夫人给架着, 回到了新斋堂。 原本好好的的柳如烟, 也因为徐老夫人的辱骂, 羞愤不已, 一时动了胎气。 疼, 柳如烟抱着自己的肚子, 脸色苍白地低难起来。 徐燕离立马紧张地抱过柳如烟, 往里面走去, 柳如烟生下的血, 不停地往地上滴落。 而柳如烟的脸色, 也跟着愈发地苍白。 朱氏也慌乱地跟在身后, 对着下人急忙道, 请抚衣。 说完这些, 看着里面的陈设。 朱氏急急忙忙地开口道, 燕离, 还没有拜堂, 这可如何是好, 及时就要到了。 徐燕离此刻满脑子都是柳如烟的, 有些烦闷地对着朱氏开口道, 救人要紧, 那些迎亲的队伍都停在原地, 不知如何。 还是喜婆给朱氏出了主意, 让人抱着公鸡母鸡, 替他们两人拜堂成亲第65章, 不快。 抚衣给柳如烟检查过后, 发现只是有一点流产的迹象, 他的身子原本就孱弱, 才会动气后流了血出来。 徐燕离双手握紧他的手, 满是担忧地看着床榻上, 脸色惨白柳如烟。 孩子没事, 你别担心。 柳如烟听着徐燕离的话, 神情快速地闪过一抹失望的神色。 徐燕离正好将这一幕收入眼底, 神情微微一愣。 等他再次辨认的时候, 柳如烟的眼底又患上了难过的神情。 他滴滴地抽泣着, 燕离, 那些聘金和聘礼很多吗? 祖母今日, 为何是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如此羞辱我? 这, 这让我日后可如何出去见人? 柳如烟想到徐老夫人说的那些话, 更是感觉没脸, 哭得更加厉害了, 对着徐燕离继而说道, 祖母将我有了身孕的事情传出去了, 方才又当着众人的面前出了这个大丑事, 我, 我也不想活了。 他说着, 便撑起自己的身子, 想要起来, 往一边的, 墙角冲去。 还是徐燕离, 快速地将人给抱在了怀中, 温和哄道。 我晚些, 就对外说是, 祖母近癌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这才说了那些胡话, 这样便可以保住你的名声了。 柳如烟听着徐燕离说的那些话, 玄珍的心, 这才稍稍放了下来。 他身子轻轻地靠在徐燕离的怀中, 如此, 我便是你的人了, 日后若是你不护着我, 我在伯公府便是孤立无援。 徐燕离拉过他的手, 攥在掌心轻轻地妈撒, 安慰道, 别怕, 明日我便让母亲将伯公府的掌家权交到你的手上, 日后, 你就是我们伯公府的真正女主人, 谁也约不过你去。 柳如烟依偎在徐燕离的怀中, 想到今日没能好好地羞辱孟月慈一番, 他心中就咽不下这口气, 转而问道, 是不是府中的妾室, 每日都必须要来我的院中, 给我请安? 这是自然。 徐燕离理所当然地开口道, 他明白柳如烟的想法, 为了哄他开心, 继而对着他保证道, 放心, 明日我会让月慈出府前, 到你这请过安再离开。 柳如烟故作温婉的汉手, 又让徐燕离去前院招待那些宾客。 徐燕离叮嘱一番后, 这才有些不放心地转身出去。 等到徐燕离的身影彻底走远之后, 柳如烟的脸色瞬间沉了几分, 对着身边婢女青莲小声地说道, 晚些趁人不备的时候, 去外面寻些落胎要来。 青莲盲将门关上, 脸色惨白地看着他说道, 小姐, 您这是何苦? 姑爷和伯公府的人, 对着这个孩子如此重视, 方才府一说过, 您没什么大碍, 好好地养着, 也能将孩子平安地生下。 柳如烟抬手捂着青莲的嘴巴, 目光变得很立起来, 这个孩子不能留了, 若是今日徐老夫人没有将我怀中孩子之事传出去, 这个孩子还可以勉强地留下, 可如今传去, 再留着这个孩子, 日后也是个祸害。 青莲的同谋猛然地瞪大, 有些不敢置信地说, 难, 难道这孩子是, 是那次? 嘘, 柳如烟伸出自己的食指, 放在唇边, 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青莲闭上嘴, 只是脸上的神色变得越发难看, 身子也跟微微颤抖了起来, 也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若是被人知道此事, 除了自家小姐的名声扫地之外, 连带着她这个下人, 也好不到哪里去。 小姐, 青莲还想要说些什么? 柳如烟的目光, 冷冷地落在她的身上, 对她叮嘱道, 出去的时候乔装一番, 随便寻到郎中, 买了便可, 切记一定要小心。 若是被人知道了, 我们两人都要玩玩。 是, 青莲一言应下, 而后换来其他的下人, 叮嘱他们照顾好柳如烟, 自己则是偷偷地顺着后门出去。 许燕里回到前院后, 宾客依旧, 只是柳大人和唐氏的脸色, 看起来不是很好。 见许燕里过来, 唐氏上前询问了柳如烟的病情, 而后让下人带着她去后院陪着柳如烟, 而柳大人则是面色难看地将许燕里叫了一边, 看着四下无人。 柳大人突然抬手, 啪, 清脆的巴掌瞬间在周边响起。 许燕里有些错愕地回头, 看着柳大人轻声唤了一句, 父亲, 你还有脸喊我? 跪下。 柳大人不怒自威地开口, 许燕里的面子上很是过不去, 她四处张望一番, 有些不情不愿地说道, 岳父, 今日宾客如云, 若是被人撞见, 只怕不好。 哼, 你都知道要颜面, 今日我的烟还没有下花轿, 就受到你们这番羞辱, 你们将我们的颜面放在何处? 又将烟而置于何处? 柳大人的声音越说越是气愤, 看着许燕里的时候更是没有好气。 啪, 她抬手一巴掌, 狠狠地落在许燕里的脸上, 若不是当初你毁了燕儿的清白, 燕儿今日何必受到别人的指指点点, 她清清白白的一个好姑娘, 带了你们薄公府, 就是这番让人羞辱的。 许燕里见柳大人真的动怒了, 就算是感觉没脸, 但还是快速地跪在了她的跟前, 对着柳大人保证道, 祖母近来精神有些失常, 原是身子好了许多, 可偏偏在那些个时候犯了病, 早知道如此, 我便不让祖母出去迎接了。 如今说什么都晚了, 燕儿的名声也已经被毁了, 你最好尽快处理了此事, 不管用什么办法, 都要将燕儿的名声挽回。 柳大人说完, 拂袖离开, 不再去多看许燕里一眼。 躲在暗处的朱氏正好将这一幕收入眼底, 见柳大人离开之后, 他才满是心疼的上前, 将许燕里从地上扶了起来。 朱氏的目光落在许燕里那红肿的巴掌印上, 他双手有些颤抖地摸向许燕里的脸, 张了张口, 却是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许燕里的脸色不是很好, 对着朱氏诞声道, 大喜之日, 别哭, 让别人看了, 偷偷高兴。 朱氏捏着帕子, 将眼角的泪水擦干净, 而后看向许燕里道, 去后院, 让下人将脸上的伤处理一番再来。 许燕里摸了摸红肿的, 心中莫名的烦闷, 总感觉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他转身往后院走去, 林间突然出来一人的身影, 目光英质地盯着许燕里离开的方向。 第66章, 恼怒。 本是跟济氏语约好的孟延熙, 被朱氏强行留了下来, 让他去帮忙招呼那些宾客。 今日来参加伯公府的宾客很多, 但大都是因为许伯公对外说, 三皇子今日会来参加许燕里和柳如燕的婚宴。 那些想要跟三皇子搭上关系的人, 这才一直留在伯公府等候。 眼看着马上要到开宴席的时间, 依旧不见济氏语的身影, 那些宾客的目光频频朝着门口的方向看去。 大家都心照不宣继续等候。 孟延熙不关心这些事情, 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边坐陪那些宾客。 今非昔比, 从前孟延熙过来参加伯公府宴席的时候, 嫡姐还是伯公府的少夫人, 孟府也还得势, 贵和贵女们看到嫡姐都是无比的亲密。 如今那些人都是躲她躲得远远的, 也不愿意跟她多说一句, 孟延熙也正好乐得清闲, 静坐在一边, 吃着点心, 喝着茶。 她这一举动, 倒是引得不少的贵妇侧目。 原本以为孟延熙如会一哭二闹三上吊, 就算装出大度的模样, 脸上多少也会露出几分难过之色。 独独没有料到孟延熙能像个没有事的人一样, 比他们这些局外人还要淡定自若。 其中一人看着孟延熙这般事不关己, 还一脸高冷的模样, 便心生厌恶。 我看她就是装的, 为了不让别人说她善度, 还真是能沉得住气。 我倒是要看看, 她能装到什么时候。 不是说, 这孟月慈对许愿里哀悼不能自拔吗? 怎么今日瞧着, 她如此淡然。 我看她倒不像是装的, 换作别人若是有心事, 谁还能守着那些点心, 不停地吃? 不是说她被药王神医收在名下, 当关门弟子吗? 怎么没见神医来教她, 怕不是早就把她这个徒儿给忘了吧? 那些人的谈论不大, 但也不小, 孟严熙所在位置, 刚好能将她们的对话听了进去。 林妈妈在一边听得脸色铁青, 回头朝着她们所在方向看去。 正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却听到孟严熙动作悠然地 端过一边的茶杯, 对着林妈妈说道, 没事, 被狗咬了, 我们不能咬回去, 脏。 孟严熙的声音很是冷淡, 说完还不忘朝着那些贵女的方向, 轻挑秀眉, 一脸挑衅地看向她们。 她将手中的茶杯缓缓地放下, 目光收回后, 继而对着身边的林妈妈说道, 走, 寻个安静的地方去, 这里狗太多, 叫得脑袋疼。 林妈妈忍着笑意, 跟在孟严熙的身侧, 准备离开。 路过那些贵女时, 其中一人突然将孟严熙给叫住, 声音中带着几分不屑地开口道, 徐少夫人, 你方才说谁是狗? 孟严熙的目光淡漠地落在对方的身上。 只见女子一身藕粉色荷花暗袖长裙, 模样倒是长得秀丽, 只是眉眼间带着几分尖酸, 重点了此人, 孟严熙不认识。 既然是她不认识的人, 定是京都可有可无的存在。 孟严熙收回目光, 声音比那女子更加不屑地开口道, 谁问便说谁, 而后转身便准备离开。 女子气得娇脸有些恼怒, 拦下孟严熙的去。 好狗不挡道, 孟严熙丝毫没有理会对方的意思。 你, 你怎么能骂人? 女子气急败坏地看着孟严熙, 而后又对她道, 才想到, 你如今已经不是这薄公府的少夫人, 还有什么好神气的? 平妻也是妻, 孟严熙与其频频听不出一丝感情。 而后, 目光若有所思地朝着女子的身上看去, 我是不是薄公府的少夫人与你何关? 难不成也想要进来薄公府同事一副? 荣洛宁被孟严熙你说得很是美脸, 对着孟严熙怒道, 我是妍儿的好友, 她现在是薄公府的少夫人, 你什么是平妻, 不就是个妾吗? 还有什么得意的? 哦, 孟严熙淡淡地应了一句, 荣洛宁的像是一拳打到了棉花上, 让她又气又急, 看着孟严熙的眼神像是将她吃了一般。 妾儿很是不甘心地对着孟严熙开口道, 我们的妍儿你不一样, 她心地善良, 温柔似水, 即便如此你也别想着要欺负她, 听闻今日的三皇子也会赏脸前来给妍儿道贺, 你如今还有什么可以依仗的? 父亲不过就是一个贪官, 几百两的银子都要贪。 啊,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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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洛宁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突然抬起手不停地往自己的脸上抽打, 左右两只手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脸。 啊, 荣洛宁满是惊恐地看着自己不听使唤的双手, 发出一声的尖锐叫声, 瞬间引来了不少宾客的目光拿过, 他们不明所以地朝着孟严熙的身上看去, 都以为是孟严熙欺负荣洛宁, 让她自己扇自己的脸。 那些时常在一道玩的贵女, 一眼边认识荣洛宁就是时常跟在柳如烟身边之人。 他们对着孟严熙的方向指指点点道, 方才还说她淡然, 不敢对着博公府的人闹事, 这不是就想着法子从柳小姐身边的人开始下手了吗? 她这未免也太过分了, 也不知道这洛小姐为何要听让她不停地抽打自己。 从前怎么没有发现孟悦慈竟然是这样的歹毒之人? 嘘, 少说两句, 若是被她听了去, 被她记恨上就不好了。 哼, 博公府的一个妾室, 而一有什么好担心的? 她还能翻了天不可。 听说最近三皇子跟她还有一些牵扯, 三皇子还让她到仁德堂去当那洒嫂的下人, 加上她现在又是要往神医的关门弟子, 谁知道日后的事情会如何呢? 还是放尊重点, 三皇子岂能是谁都能攀得上关系的。 就凭她那样的女子, 拿什么让三皇子对她关照有加? 不就是在仁德堂当的嫂嫂的下人吗? 若是三皇子有意要帮她, 就不是只让她到仁德堂当的嫂嫂的下人这么简单了。 这时, 原本突然响起一阵吵闹, 外面的那些人, 目光不停地往门外的方向看了过去。 荣洛宁这时也停下了动作, 摸着自己那红肿的脸颊, 满是愤怒地朝着孟严夕方向靠近。 她顺手拿过一边的花瓶, 朝着孟严夕的头上砸去。 第67章, 反击。 孟严夕猛然回头看向荣洛宁, 她手中的动作一顿, 突然冷笑一声, 手中握着的花瓶紧了紧, 砸向孟严夕更加用力些。 孟严夕跟着冷笑起来, 只是笑容夹杂着阴森诡异。 她反手将对方手中的花瓶一把抢过, 对着荣洛宁的头上狠狠地砸了下去。 头上的血水瞬间喷涌出, 那些贵妇尖叫连连。 孟严夕手持满是血迹的破碎花瓶, 突然脸色一白, 吓得身子微微颤抖, 盲解释道, 你, 你怎么会在我的身后? 我跟你无冤无仇的, 为何要拿花瓶砸我? 容若宁藤的面容扭曲在了一起, 抬手指着孟严夕怒道, 你就是个毒妇。 周边的人都被孟严夕这样的一面给吓傻了, 见她抬眸, 都小心翼翼地往一边的方向躲了起来。 朱氏听到动静, 从人群中挤了进来, 看着满头是血的人, 容颜已经被血水掩盖, 根本就分不出来是何人。 朱氏盲指了一个丫鬟去请抚衣, 而后, 上前一步, 孟严夕猛地扯了一把。 只不过朱氏, 没有扯动, 她有些不可可置信地看着眼前女人, 自己再次抬手, 朝着孟严夕的方向, 用力地推了一把。 这时, 孟严夕余光一瞥, 身子微微侧身, 朱氏的手一把推空, 整个人往前扑去。 直挺挺地扑到一边的花池里面, 啃了满满的一嘴吐。 朱氏一边哀悠着, 从花池里面爬了起来, 一边对着花池不停地吐着泥巴, 呸呸呸。 孟严夕回头, 看着满脸是土, 狼狈不堪的朱氏, 险些就要笑出声来。 好在她及时忍下, 假模假样地上前去搀扶朱氏, 嘴里还故作关心地开口。 母亲, 您怎么还是如此不小心? 如今您上了年纪, 可不经摔。 朱氏又气又急, 抬眸就见众人的视线都在她的身上, 那些贵妇捏着帕子将自己的嘴巴挡住。 但眉眼弯弯的, 不用想到知道, 他们是在那偷笑自己。 朱氏麻溜的地上爬了起来, 将孟严夕的手直接甩开, 抬手想要给一巴掌, 却被孟严夕快速地先将手拉过, 一把将朱氏拽到自己的身侧来, 并在她的耳边低笑道, 母亲, 今日可是宴里的婚事, 你若是在闹。 而习不敢保证, 还能做出什么更加疯狂的事情来。 孟严夕声音急冷如鬼魅般地钻入了朱氏的耳边, 朱氏的身子猛然一将, 有些害怕, 朝着她一边孟严夕的方向看去。 从前的孟严祠可是温婉恭顺, 从来都没有做过忤逆自己的事情, 朱氏悄悄地打量了孟严夕一番。 想着这段时日, 她那些反常的举动, 加上徐老夫人频频发疯, 朱氏突然感觉他们薄公府是不是真的被什么邪碎给缠上了。 不然好端端的一个人, 这些年都是如此的乖顺, 不可能短短的时间内就性格大转变。 从前的孟严祠虽是对下人有时候稍微苛刻了一些, 可是却怕见血。 朱氏思绪万千, 回头便对上孟严夕那些越发邪魅的笑意, 毛子的却是冷意横生。 朱氏惊呼一声, 忙将自己的手从孟严的手中抽了出来。 刚刚你为什么要躲? 朱氏往后退了几步, 捏着帕子, 强忍对孟严夕的害意质问道。 孟严夕淡淡摇头, 满是委屈, 也不解释, 学着柳如烟的模样滴滴地抽气。 朱氏气劫, 见荣洛宁头上已经血流不止, 只得先让下人给荣洛宁用干净的帕子给他捂着伤口。 朱氏很快便赶了过来, 小心地为荣洛宁检查伤。 看着头上那个口子, 朱氏一时倒吸一口凉气, 面色有些凝重地对着朱氏道。 这伤口, 恐怕日后会留下疤痕, 上面的头发日后恐难再长了。 荣洛宁听后, 脸色瞬间惨白地厉害, 哀求朱氏道, 大夫您帮帮我, 若是不能长出这些头发, 日后, 我, 我该如何见人? 荣洛宁是无品无品官员府中的述出, 只是因为平日经常追捧柳如烟, 入了他的眼, 这才勉强能参加今日的许宴里的婚宴。 他是自己跟着平日那些和柳如烟比较好的姐妹一同前来, 身边连个丫鬟都没有我, 眼下被孟严熙伤得这么重。 众人都朝着荣洛宁投去同情的目光, 只不过方才的全过程, 大家也是都在眼里的。 在他们看来, 孟严熙完全就是在意识的人状态下, 本能的反击。 孟严熙默默地站在一边, 模样看起来比荣洛宁更加可怜。 还不等府一开口, 朱氏便率先起来, 走到孟严熙的跟前, 对着他怒斥一声。 你看看你做的这些好事, 还不快点给洛小姐赔礼道歉。 朱氏一边说着, 一边将孟严熙往荣洛宁的跟前推去。 荣洛宁的目光, 嗜血般地盯着孟严熙, 然后对着他怒道, 我不要你的道歉, 若是我的头发长不出来来, 日后, 我便让人将你的头发都剃了。 孟严熙眸色淡淡地, 丝毫没有理会荣洛宁的意思。 他抬眸, 将视线在众人的身上扫过, 接而说道, 方才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是看在眼里, 从头到尾, 我孟严词都没有招惹过任何人, 是荣小姐口出狂言, 说那些不堪入耳之话。 而后自己又不知为何发疯, 不停地抽打自己的脸, 我本想一走了之, 只是感觉身后, 突然有人朝着我的方向冲了过来, 这才下意识地, 转身抢过对方手中的东西回击, 做这些不是我的本意。 孟严熙的声音淡淡的, 北国有律法, 若是别人蓄意伤害自己, 主动捍卫自身安全, 予以回击, 造成对方的伤害, 是受保护的。 故此, 就算孟严熙今日将荣洛宁打死在伯公府, 她都可以安然无恙。 看着荣洛宁的这副嘴脸, 孟严熙突然有些后悔, 刚刚手下留情了。 她目光落在荣洛宁的身上, 开口问道, 我记得, 平日我跟荣小姐并没有什么交集, 为何你会对我如此大的意见? 到底是我平日哪里的罪了你? 还是说, 得了谁的受益? 一顾给我难看, 荣洛宁有些心虚地垂下眼眸, 你, 你别血口喷人, 叶儿如此心地善良之人, 从来都会做这些烟渣手段。 孟严熙将对方的神情收入眼底, 果然如自己所想。 她朝着昏房的院子看去, 再将目光投向诸事, 唇角微不可查地微微上扬。 看来, 伯公府娶了个好媳妇。 孟严熙一副恍然的神情看着荣洛宁, 没有人说柳小姐的不是, 好端端的荣小姐, 为何要这番解释? 第六十八章, 狡辩。 这此话一出, 谁还不清楚其中的缘由? 荣洛宁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说错话了, 脸色又白又红, 盲解释,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一二, 是我自己的要这么做的, 跟一二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越解释, 越是让那些人, 往柳如烟的身上联想。 荣洛宁的脸色变得越发的苍白, 她是清柳如烟的性子的, 若是这事传到她的耳边, 只怕自己日后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她开始语无伦次地解释着, 但是, 此时已经没有人愿意听她所说了, 因为外面的吵闹声已经传到了里面, 诸事无意间间听到谁说三皇子过来了。 她回头看了眼满头是血的荣洛宁, 示意让下人将她搀扶到后院去给人处理伤口, 而后再随意拿些银子将人打发出府。 安排完这些, 朱氏转身的就要出去。 她回头看了眼想要抬脚离开的孟延熙, 想着今日无论如何都要在孟延熙的跟前挽回颜面。 朱氏要让孟延熙知道, 柳如烟就是哪里都比她强, 他们成婚三皇子都能亲自登门拜访。 思极此。 朱氏拦下孟延熙道, 跟我去前厅招待客人去。 孟延熙听闻孟延熙雨来了, 眼底闪过一抹复杂的神色, 不知不觉中跟着朱氏一同前往。 孟延熙一身白色暗花衣衫, 媚而不俗, 仙气偏然, 眉眼间透着金贵之气, 气度非凡。 此时的她, 正被一群人围在其中。 浩天站在一侧护着, 孟延熙远远地朝着她看去。 只见, 她的眉眼间青醋, 带着几分不悦。 在场的人都认为三皇子是给柳大人面子, 这才过来参加许宴里的婚事。 柳大人上前一步, 对着三皇子恭敬的行礼, 想要跟她说些什么的时候。 即使语是, 却是语气淡淡地开口, 不必多礼, 且去忙你们的。 柳大人的脸上的笑容一僵, 为了让众人更加确信自己的跟三皇子搭上关系, 柳大人继而说道, 三皇子里面请。 即使语的目光, 瞥见站在一边的孟延熙, 见她一身的素白长裙, 不知为何, 下意识地朝着自己的身上看了眼, 而后唇角情不自禁地微微上扬。 大家还是第一次看见, 平日不苟言笑的即使语笑, 都以为是看在柳大人的面子上, 许伯公的也看到了这一幕, 脸上的喜色明显。 她也跟着谄媚的上前, 对着即使语笑道, 三皇子, 在下。 许伯公的话还没有说完, 三皇子直接迈退, 朝着另外的方向走去。 这时, 许燕里的身影正好从孟延熙身后的长廊 急急忙忙地走了过来。 她看到眼前白色滑服的男子, 立马反应过来, 叶尔果然说得没错, 他们将三皇子给请了过来。 更加确信, 自己的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她上前一步, 一把将孟延熙直接推倒在地。 即使语见状拿过帕子虚扶孟延熙一把, 声音温和道, 小心。 等孟延熙站稳之后, 即使语这才将手收回, 退到了一边。 只是抬眸, 那双平日慵懒淡漠的眸中带着极冷的绿色, 朝着许燕里的身上看去, 许燕里的神色一愣, 但很快收回思绪, 对着三皇子行礼。 而后, 将孟延熙拽到自己的身边, 又笑着解释道, 这是微臣府中的贱妾, 无意冲撞了三皇子, 还请三皇子责罚, 不知为何。 许燕里说出这话的时候, 只感觉周边的冷意瞬间袭来, 头顶那道锐利的目光更是明显, 让许燕里忍不住地打了一个寒颤, 他抬头小心地朝着纪实语的脸上看去, 又是一片淡漠的样子。 纪实语朝着孟延熙递了一个眼神, 孟延熙立马会议, 与纪实语相视一笑。 早些听闻伯公服好福气, 许公子家有贤妻, 却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位妾室, 还真是奇了。 北国第一次听闻有评妻之说, 如今一位妾室来回在前厅穿梭, 帮着操办婚事的。 纪实语的目光满是探究的, 在许燕里的脸上扫过。 继而说道, 还是许公子有福气, 家中的娇妻娶了又娶, 今日不知是你的大喜之日, 突然造访, 没有背影。 许燕里听着这话, 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有些不解地看向柳大人, 原本都以为三皇子是来府中给许燕里庆贺的, 这时也开始面面相去, 满是疑惑, 小声探口风, 众人都频频地摇头。 许伯公则是有些疑惑, 他明明很早就给三皇子的府中递了请柬, 今日也正好过来参加了宴席, 可眼下三皇子话说的倒是他很不理解。 许燕里察觉三皇子的语气不对, 盲笑着对计时宇道, 三皇子能道, 是我们伯公府的荣幸, 先里面请。 计时宇站在原地没动, 只是目光顺着孟延西的方向看了眼。 随后惊奇地发现, 我记得此人应该是许首夫人才对, 怎么变成许公子口中的妾室了? 许燕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三皇子向来不惜管那些事情, 更何况还是别人后宅之事。 许燕里没有料到三皇子会如此关心。 但转念一想, 他自认为是三皇子关心他的表现, 没有想到自己一个个小小的官品, 还能得到计时宇的如此关注。 他脸上患上喜色, 对着三皇子恭敬地回答道, 回禀三皇子, 这位便是微臣从前的妾, 只是因这一些事情, 他自愿将妾为平妾。 计时宇目光疑惑地看向孟延西, 赏识中带着一丝的疏离, 对着孟延西问道, 哦, 还有此事? 孟延西倒是不卑不亢地, 对着济识与微微浮身, 故作悲怜地开口。 女子出嫁从夫, 要富得还要守七出之条, 夫君和婆母们, 说什么自然是要听的, 自愿也好, 不是自愿也罢, 只要大家开心便好。 在场的众人, 大都是后宅的妇人, 自然也明白女子的不义之处。 她们也清楚孟延西话外的苦楚, 看向孟延西的时候多了几分的同情。 好大胆子。 纪时宇突然立声怒道, 徐燕里吓得脸色一白, 忙朝着地上跪了下去。 原本为在纪时宇不远处那些人, 也跟着跪下, 地上齐齐跪了一地, 瑟瑟发抖。 孟延西也跟着下跪, 却听到纪时宇开口道, 孟小姐是要王神医的关门弟子。 第69章, 宴席一, 不必跪。 纪时宇的声音越发地低沉。 徐燕里虽然心有很是不甘, 但是也不敢多言。 孟延西听闻不跪, 那便不跪了, 她还有意地挪动了脚步, 站在朱氏和许伯公的跟前。 好似他们跪拜之人是自己一般。 纪时宇正好将这一幕收入眼底, 唇角微钩。 紧跟着便是将徐燕里狠狠地训斥一番。 我没有想到, 堂堂的七尺男儿又当又立, 即想娶心腹, 又逼迫妻子当下如此名声。 北国男子大都是敢做敢当的好男儿, 可你却是敢做又不敢当, 犹如北国好郎的名声。 季时宇的脸色越发地难看, 试问哪个女子会自怨当妾, 更何况再没有犯过一丝错处的嫌妻。 她看向徐燕里的眸光极冷, 声音沉了几分, 智氏不饮到泉水, 有情郎君不弃糟糠之妻, 北国宠妾灭妻可是犯了大罪。 诸氏的脸色突然一白, 对着季时宇忙跪着说道, 三皇子没此事, 月辞是我们伯公府的好儿媳, 我们自然不会辜负他的, 燕里也不会作纳等宠妾灭妻之事。 徐燕里也忙着跪到了季时宇的跟前, 对着他保证道, 微臣对天启示, 绝对没有宠妾灭妻, 还请三皇子明察。 祭氏与冷哼一声, 原本也是只是想要吓唬许燕里一把。 孟延熙站在一边沉默不语, 朱氏则是不停地朝着孟延熙的方向几眉弄眼的, 让他帮着一同给许燕里开脱。 孟延熙将自己的脸转过去一边, 视而不见, 朱氏气急败坏。 孟延熙抬手轻轻地捶了捶自己, 有些发酸的腿。 季时宇见状收起脸上的不悦, 对着那些人诞生道, 都起来吧。 许伯公那些人, 见三皇子没有要怪罪的意思, 这才猛地松了一口气。 对着季时宇谢过之后, 才缓缓地起身。 季时宇的目光落在孟延熙的身上, 最后对着朱氏道, 药王神医已在仁德堂, 等候孟小姐。 朱氏立刻明白季时宇的意思, 忙道, 婚宴有我在, 既然神医来了, 那便让月辞过去帮着端茶倒水。 众人这才明白, 季时宇过来是为寻孟月辞的, 是看在药王神医的面子上, 根本就不是因着柳大人或是许燕里。 三皇子带着孟延熙一同离开。 原本那些想要跟三皇子搭上关系的官员, 不晓得一部分跟着去了仁德堂。 很快了开宴的时间。 从前的宴席置办都是由孟月辞在安排。 今日的宴席算是朱氏和徐老夫人两人合计来弄的。 为了能节省一些开支, 朱氏和徐老夫人一同确定的宴席, 他们只是从城郊的那些地方选了几位比较便宜的伙夫 过来薄公府做今日的婚宴。 虽是方才离开了不少的宾客, 但薄公府还是留了一些贵客。 众人根据等级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下人开始有序的布菜。 北国婚宴的菜系都是有讲究的。 都是先上八到下九菜系, 也就是凉菜, 分别为鹅肝翠萝鲍, 调烧乳割黄, 巧拌嫩芽, 乳水全拼。 而后上的便是热菜, 酒香食煮和牛肉, 清蒸东海海中仙, 龙月凤鸣, 牡丹彩凤。 还有便是糕点, 汤点, 水果这些吃食, 总共加起来, 每桌共有二十四道菜系, 分别对应有鸡, 鸭, 呃, 鱼肉, 猪肉, 牛肉, 各种不同肉质的烹饪。 况且那些人早早就听说, 薄公府这次花了大手笔, 请来了手艺, 能跟一品居平起平坐的伙夫。 对此, 他们也是满怀期待。 很快, 桌面上摆起了下酒的菜式。 下人将盖子打开的时候, 看到里面的那些菜了, 脸色瞬间变了。 里面的菜系虽然都是按照原本的那些菜单来做的, 只是那些菜没有一点的美感。 那些伙夫想着将食物上桌便渴, 根本就不会摆拍之说。 猪氏从那些薰贵的眼中看到一丝嫌弃之色, 有些不明所以地朝着桌面上看去。 虽然, 猪氏平日没有怎么长贵这些事情。 但是, 这些年薄公府也开设了不少的宴席, 猪氏也是跟着吃了出来的。 看到眼前这些躯黑, 难看的吃食堪比猪食。 还有那些肉块切得大块朵移的, 根本就让人无从下快。 猪氏也大惊失色, 柳大人和唐氏的脸色变得难看至极。 学院里盯着那满桌的菜, 也是猛了。 但眼下, 他们不能作声。 猪氏忙起身陪笑道, 许氏伙夫搞错了, 我去看看。 说完, 他脚底似是抹了油似的转身往后厨的方向跑去。 火夫们还在后厨热火朝天地坐着那些吃食, 猪氏一股脑地冲了进去, 对着那些人把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训斥。 你们怎么回事? 会不会做饭? 不是让你们按照菜单上的那些菜品来做吗? 怎么上去的那些菜都是黑曲曲的? 那是给人吃的东西吗? 我一手的火夫听了猪氏的话, 将大勺放下, 拿过一边的帕子擦了擦手道。 我们就是按照菜单上的那些菜品来做的。 你们要的鹅肝翡翠鲍, 吊烧乳割簧, 巧拌嫩牙等这些不都有吗? 是有什么不对的? 猪氏看着眼前高大的火夫,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 声音中带着不悦地问道, 为何那些菜会发黑? 提及此事, 为首的火夫便来气, 他扯着嗓子道, 许夫人, 此事我让人去前厅跟您请示过了, 是您让人回来说, 按照原本备用的那些东西来做, 这里面除了酱油, 糖, 和一些简单调料, 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东西, 可以让我们做你菜单上的那些吃食。 我们也是按照你所说的来办, 都是放的那种上色厉害的酱油, 不黑才怪。 况且, 那些婢女们, 还不停地前来催着上菜, 只能是这样上去了。 猪氏听着火夫的话, 险些晕了过去, 他这才想起有婢女前来说过这么一事。 当时孟月慈也是在自己的身边的, 自己又不懂这些, 随便随口这么一说。 谁又能想做出来的东西, 会是这样的, 心中不免开始埋怨孟月慈没有提醒自己。 东西做成那样, 就算了, 还没有摆盘, 猪氏借机又到, 那为何又不摆盘, 再端出去? 火夫脸色也跟着男看起来, 将猪氏带到那些买回来的菜跟钱。 猪氏眸子瞬间瞪大。 第七十章, 宴席, 二。 火夫指着地上那些一框框的备好的菜, 问猪氏, 许夫人, 不是我们不想要摆盘, 只是你们买回来的都是这样下脚料的菜, 我们实在是尽力了。 猪氏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下脚料的菜, 那些肉质一看就是死了很久的, 一点都不新鲜。 还有些青菜, 里面也有不少的坏叶子, 他往前凑近一些, 鼻尖便传来难闻的味道。 哦哦哦, 猪氏往一边干呕,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随后寻来买菜下人, 质问道, 我不是给了你们不少的银子吗? 怎么就买回来了这些破烂, 这是给人吃的东西吗? 下人跪在了地上瑟瑟发抖, 小声地对着猪氏回禀, 夫人, 您给的那些银子那么多人的量, 只够买此等的东西。 胆大些的婢女, 看了猪氏一眼, 而后对着猪氏小心翼翼地补充, 买这些东西前, 我们就跟夫人请示过了, 问您, 是要加些银子, 买好些的食材, 还是按照原来的银子买购食材? 那日您在账房合计过后, 让奴婢用原有的银子, 买购量的食材, 奴婢还跟你说过, 那些此等的食物不会太好, 但是也能用。 猪氏认真的开始回忆一番, 好似是有这等事情, 只是目光疑惑带着沈氏地看向地上跪着吓人。 吓人忙将采购的那些单据地上。 猪氏拿在手中查看过后, 满是疑惑地开口道, 我看从前月辞办宴席都是花这么些的银子, 那些东西都挺不错的, 怎么如今同样的银子就买不成同样的东西了? 吓人跪在地上没了许久。 猪氏察觉不对劲的对方, 看着他们问道, 怎么回事? 从前办宴席的时候, 少夫人总是早起去那些农户家中提前预购那些人手中的生情, 他们卖出的价比那些商贩手中的便宜, 少夫人买那些东西, 他们还会给送一些菜。 猪氏看着他们, 吕嗑道, 为何这次你们不按照阅词的法子来买那些东西? 为首的婢女很是委屈地对着猪氏说, 以往都是我们去给少夫人办此事。 这次我们过去那些农户, 很快就认出我们了, 还特意问了一番是不是少夫人要的。 我们如实说了, 是许少爷办婚宴要用的, 结, 结果, 那些农户非但没有将东西卖给我们, 还把我们给骂了一顿, 我们又接连去了几家, 他们都像是约好的一般, 手中有生情, 就是不愿意卖给我们博公府, 奴婢也这是没有办法, 才将那些东西买了回来, 这些还是奴婢特意选了其中最好的了。 朱氏的第一反应便是孟月慈在背后的搞鬼, 不然那些农户怎么会为了帮孟月慈连银子都不赚了, 定是孟月慈在中间搞的鬼, 他声音中带着满满的怒意, 朱氏还想要说些什么, 便听到外面红袖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 夫人, 不好了, 朱氏已经被这些事情搞得焦头烂额的, 听到红袖那样喊, 顿时感觉不妙, 忙转身出去对着红袖问道, 怎么了? 红袖指了指身后的, 声音有些颤抖道, 夫人, 柳大人带着一行人过来这边了, 朱氏这才感觉大事不妙, 示意红袖将他们拦下, 去拦住他们, 不能让他们看到里面的这些东西, 红袖听后连滚带爬地朝着外面跑去, 朱氏则是带着下人快速地回到火房, 对着那些下人指挥道, 快将这些东西统统抬到朱圈去, 快点, 那些伙父愣在原地, 等他们将东西都抬走之后, 满是疑惑地开口问道, 东西都弄走了, 我们拿什么做那些吃食? 朱氏此时, 一脸的慌乱, 脑海中飞速地想着, 要怎么处理好此事, 平日就没有怎么处理过事情的朱氏, 此刻遇到这样的问题, 越想越是慌乱, 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 朱氏抬头便看到柳大人那张阴沉的脸, 不停地往火房内走了进来, 朱氏一时紧张地竟然晕了过去, 洪秀急忙上前一步, 将朱氏搀扶住, 火房内瞬间兵荒马乱起来, 柳大人是铁了心, 要看看薄公府究竟是如何办婚宴的, 他在火房寻了一圈, 没有看到那些食材, 又在周边寻了一番, 最后竟然还亲自去了朱眷, 在那看到那些食材的时候, 他的脸色, 黑沉得可以滴沫, 饭厅的那些宾客, 迟迟没有动筷子, 又见主家的人去了火房, 迟迟没有归来, 大家都拾去的离席, 许燕李每送走一位宾客, 都是在不停地跟着他们致谢, 直到送走最后一位客人, 他才揉了柔孝江的脸, 哗啦, 还不等他缓口气, 身后瞬间传来一声巨响, 许燕李猛然回头, 就见柳大人将那桌子给掀了, 桌面上的那些吃食, 瞬间散落一地, 那些婢女被吓得脸色惨白, 还不等许燕李反应过来, 柳大人又将林桌的吃食, 一把掀翻在地, 刚刚陪笑了这么久, 许燕李的心情本来也不是很好, 看到自己的岳父如今这般, 脸色也沉了几分, 走到柳大人的跟前对着他道, 我不知道今日, 啪, 蠢货, 柳大人抬手便是一巴掌, 对着许燕李怒道, 许燕李被骂的脸色瞬间红了, 今日的指示虽然都是诸事的过错, 但是许伯公也不允许一个外人, 当着自己的面, 如此地羞辱许燕李, 他快步走上前, 对着柳大人怒道, 他是我儿子, 就算要教训也轮不到你来, 一窝子的蠢货, 要不是败你们所赐, 我这辈子都不会如此地丢人现眼, 柳大人也真的是气急了, 他想过, 伯公府的人可能会在宴席上节省一些, 可, 万万没有料到, 他们竟然会去买那些富贵人家中下人都不愿意吃的东西, 来做成宴席的菜品, 摆上了宾客的桌面, 一生爱面子的许伯公, 哪里受到了这样的侮辱, 不等柳大人说出原由, 拿过一边的茶盏便狠狠地朝着他的头上砸去, 唐氏惊呼一声, 老爷小心, 柳大人被砸得猝不及防, 额头被砸了一个淤青, 滚烫的茶水洒到他的脸上, 脸上瞬间红了一大片, 柳大人拿过汗精将脸上那些残留的茶水擦去, 而后唐氏靠边, 自己则是抄起一边椅子, 怒气冲冲地朝着许伯公的方向箭步奔去, 第七十一章, 打伤, 碰, 他将手中的椅子狠狠地砸到了许伯公的身上, 许伯公的脸色一白, 疼得呲牙咧嘴的, 柳大人却是指着许燕里和许伯公, 整个身子都在颤抖, 你, 你们实在太欺负人了, 我好好的一个女儿嫁到你们伯公府来, 你们就给她办了一个这样的婚宴, 你们看看, 你给今日来的那些贵客上的都是些什么菜, 那是连好下人都不吃的东西, 你们怎么有脸将东西端上桌, 许伯公并不知情, 只当他们是为了为难伯公府的人, 才说话难听了些, 许伯公痴疼地从地上缓缓地站了起来, 对着柳大人反驳道, 我看你, 就是看不上我们伯公府, 不管我们做得再好, 你们会寻来不对的地方, 今日除了宴席没有弄好, 其他哪样不是顺顺利利的, 柳大人和唐氏听后, 不由地发笑, 他颤抖的双手, 只向朱后厨的方向开口道, 你们还有脸说, 方才我到后厨去查看了, 你们买的那些东西, 别说是我们吃了, 就是下人都不会去买那些东西来吃, 那些肉再放晚点, 恐怕都是臭的, 还有那些鸡鸭鱼肉, 哪个是完整, 难道上桌连个摆盘都摆不出来, 就这样, 你们那也好意思, 说是请了能跟一品居火服媲美的火服来做的婚宴, 既然做不到这样的牌面, 就不要将此事到处去宣扬, 这样整个北国的人都知道, 你们博公府今日丢人现眼的事情了, 许博公听着柳大人所说, 而后又将目光看向一边的朱氏, 见他面露心虚之色, 这才恍然气冲冲地朝着后厨的方向走去, 朱氏的脸色惨白如纸, 随后也惊慌地跟在其后, 唐氏上前一步, 搀扶着起到满身颤抖的柳大人, 在一边忙安慰道, 老爷身子重要, 您别动目, 柳大人看着博公府一团糟的画面, 轻轻地哀叹一声, 日后, 燕儿可要如何是好? 造孽啊! 唐氏在一边滴滴地抽气, 沉默不语, 啊! 突然从后厨的方向, 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 许燕李文言, 立马朝着后厨的方向冲了过去, 老爷, 妾身也是不是故意的, 都是孟月慈, 从前他都是用那些银子来办宴席的, 妾身以为这要这么多的银子就可以, 不成想竟然不够, 妾身也是, 刚刚过来查看, 这才知道那些东西买的是这样的, 本想从酒楼重新订宴席回来, 等我出去的时候, 人都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朱氏面色惨白看着许伯公, 此事倒在那些有些发臭的人肉中, 那些肉, 大都是别人卖剩下的隔夜肉质, 许伯公虽然想要节约银子, 但却也想将婚宴办得风风光光的, 毕竟那些银子也都花了出去, 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这让许伯公的一口堵在胸口, 哦, 许伯公朝着一边的方向猛然吐出一大口的血, 朱氏, 这才慌忙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许燕李也担忧地上前, 嗨嗨, 哦, 许伯公咳了几声, 而后再次吐了一大口的血, 整个人的身子往后倒去, 老爷, 附近, 朱氏和许燕李两人一同惊呼出声, 许燕李将许伯公抱起, 往他所住的院子跑了过去, 一时间整个伯公府变得兵荒马乱, 路过正堂的时候, 许燕李无奈地停下脚步, 对着柳大人微微汗手, 朱氏的声音在一边响起, 有些急迫地催促道, 快送你父亲去看看抚衣, 许氏刚刚气伤了, 他可千万不能有事, 说着他就哭了起来, 许燕李这才抱着许伯公快速地往后院走去, 柳大人冷哼一声, 拂袖带着唐氏一同离开了伯公府, 原本热闹的婚宴瞬间安静了下来, 那些下人也都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人都走完之后, 孟延西的身影突然从长廊后面的柱子边走了出来, 他的眸子微眯, 对着身侧的男子淡淡地说道, 那些东西是你让人换的吧, 济氏与声音鬼魅一笑, 济儿道, 彼此彼此, 柳大人是你让人将他引到火房的吧, 孟延西闽纯, 笑而不语, 许老夫人神志恢复之后, 听着外头冷冷清清的, 他从床榻上爬了起来, 容默默忙上前将许老夫人从床榻上扶起, 小声地叮嘱他道, 老夫人, 您慢点, 徐老夫人抬手指了指外面, 满是不解地问道, 外面怎么没有动静了, 不是应该还在办婚宴的吗? 容默默目光有些躲闪, 徐老夫人脸色瞬间地沉了几分, 严肃地二问道, 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容默默想了想, 小声地解释道, 那些宾客都已经散了, 他们走了, 什么? 这个时候正是开宴席的时候, 怎么会这个时间离开了呢? 还有那些戏曲都没有听呢? 徐老夫人掀开被子, 就要起来, 容默默忙将徐老夫人给拦了下来, 老夫人, 您还是好好地休息吧, 晚些您再出去, 徐老夫人还是第一次见容默默这般遮遮掩掩的样子, 对着道, 去将诸事他们都给我换来新斋堂, 老夫人容默默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徐老夫人本来就是个急性子, 看到容默默这样, 脸色瞬间变得很是不好, 你倒是说啊, 这样遮遮掩掩的, 要急死人了? 容默默立马跪到了地上, 忙跟徐老夫人解释道, 老夫人, 伯公爷晕倒了, 夫人正在院中照顾他, 柳小姐险些流产, 少爷在院中陪着少夫人呢, 只怕他们谁都过不来, 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爷儿怎么会突然流产了? 不是好好的吗? 还有, 我儿怎么就突然晕倒了? 徐老夫人捂着自己的心口, 惊呼一声问道, 她掀开被子下来, 容默默上前将她扶起, 试探性地看着徐老夫人, 老夫人早上发生的那些事情, 你都不记得了? 徐老夫人目光回眸, 目光不解地看着容默默, 什么事情? 怎么了? 容默默见她真的不记得了, 这才闭口不言, 转而道, 我们先去看看伯公爷吧, 听下人来报, 伯公爷伤得很重, 现在还没有醒来, 伤了? 谁这么大胆敢伤她? 第七十二章, 不同, 是, 是柳大人, 她跟伯公爷, 今日在宴会上打起来了, 容默默小声地解释着, 徐老夫人已经站了起来, 拿着拐杖狠狠地砸向地面, 大喜之日, 她想要怎么什么? 这两人怎么就会突然地打了起来, 这不是要往外面丢人吗? 容默默一边替徐老夫人顺气, 一边对着徐老夫人说道, 老夫人, 今日这事, 措权在柳大人, 是, 伯公爷先动手的, 况且, 今日的宴席办的时候, 难以拿出手。 什么意思? 诸事说, 那些宴席的东西, 都是按照之前月辞办宴席的那些东西来背的, 银子, 也都是花的一样的, 怎么就会变成难以拿出手? 容默默含蓄地, 对着徐老夫人说着, 老夫人, 那些东西都还在前厅, 那二十摆着, 不如您去看看, 便知道了, 还有火房备用的那些东西, 很多肉都是有些发臭的, 连鸡鸭鱼都没有几个是完整的。 徐老夫人听后, 脚下的步伐不由地加快几步, 先是来到了前厅, 看着眼前的那些东西, 黑曲曲的, 没有摆盘, 不管是哪道菜, 都是泛着黑色的光, 这让徐老夫人的脸色瞬间沉了又沉。 他转身有些不敢置信地, 对着容默默问道, 这, 今日诸事就是弄了这些东西, 给那些贵客吃。 容默默面上, 有些窘迫地点了点头, 是, 这些都还是前面的下酒菜, 后面还有后面那些没有上, 不然, 剩下的话, 容默默不敢再多说一句, 但徐老夫人脑子嗡的一声, 一片空白, 不用想多知道, 明日薄公府这个笑话, 就会被整个北国给传遍。 他忍着眉脸, 继续问道, 后来呢, 那些宾客都吃了什么? 还是什么都没有吃? 就, 容默默看着徐老夫人难受的模样, 有些于心不忍地开口, 夫人去火房半天没有回来, 现场没有人维持秩序, 那些贵客看着眼前的黑曲曲地吃食, 都, 都没人敢动筷子, 最后都借口府中有事, 很快便离席了。 徐老夫人的身子微微晃动, 险些栽倒在地上, 还是容默默手快, 一把家将徐老夫人给搀扶着, 让他整个身子都往自己的身上靠了靠。 徐老夫人闭了闭眼, 他活这么大的岁数, 还没有因为宴席的事情丢过如此大的脸。 两久之后, 他指着桌面上的那些东西, 气闷闷地开口道, 让人将那些东西都收了, 还留着做什么? 这就在这时, 孟严熙从外面走了回来, 目光往上面那些吃食上瞥了一眼。 而后对着徐老夫人诞声说道, 与其将这些东西直接处理了, 不如给那些破庙中的起儿吃, 就当是给燕妹妹肚子里面的孩子积善行得了。 徐老夫人闻言, 也觉得有道理, 便点头硬下, 将这些吃食收好, 一同送到破庙, 那儿的起儿多, 把东西放向便离开, 却莫让别人知道, 那些东西, 是从我们伯公府弄出来的。 若是被那些薰贵知道, 我们将这些弄来给那些起儿吃, 只怕明日, 他们的口水就能淹死我们。 孟严熙见徐老夫人, 让下人按照自己所说的去办之后, 唇角微微勾起, 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 她脚步一转, 往清新居的方向走去。 徐老夫人这才意识到, 今日伯公府大喜之日, 她却出门去, 脸上有些不悦地问道, 今日府中这么多的事情, 你到哪里去了? 怎么现在才回来? 孟严熙停下脚步, 转而是看向徐老夫人, 这才想起来对着她微微浮身, 声音不咸不淡地开口道, 是母亲和父亲让我去的, 今日三皇子过来, 有事寻我, 此而这才出了府。 她的目光在宴席上扫看一圈, 面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继而对着徐老夫人开口道, 况且, 这宴席由母亲亲自操办, 又有祖母帮着一同操心, 哪里还轮得到孙怯深的操心? 徐老夫人的脸色瞬间变得怒红, 若是宴席办得好, 孟严熙所说的那些话便是夸人的, 只是, 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伯公府今日的宴席是半一团糟, 孟严熙如今又这么说, 无非就是在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徐老夫人看着孟严熙目光凶狠了, 而后便冷哼一声, 你也别太得意, 伯公府没有你, 一样可以好好的, 等着宴里飞黄腾达的时候, 你就别后悔这段时日的所作所为。 孟严熙微汗手, 面上依旧视不观己的模样, 温顺回道, 妾, 等着这一日的到来, 说完, 她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徐老夫人目光颤抖着手, 指着孟严熙离开的方向, 对着容嬷嬷道, 反了, 反了, 反了天了, 她刚刚那是什么意思? 容嬷嬷目光幽深地朝着孟严熙离开的身影望去, 眉头突然猝起, 回头看着徐老夫人问道, 老夫人, 您可有感觉少夫, 孟姨娘跟从前有些不一样了。 原本徐老夫人便有所察觉, 如今又被容嬷嬷这么一提起, 倒是让徐老夫人感觉更为明显。 从前的孟严熙最是手里手笑, 就算心中再森马不愿意, 只要他们开口, 孟严熙从来都没有忤逆过, 事事都以薄公斧为重。 可自从孟严熙离开人世之后, 孟严熙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不仅主意很大, 还时常顶撞他们, 一点都没有从前孟严熙温顺的模样。 还有他那双冷利的眸子, 看人就如同英式的, 又冷又锐利, 让徐老夫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只是一时间想不起来是从哪里见过。 容嬷嬷见徐老夫人满是疑惑的模样, 继而说道, 从前孟严娘最是疼爱少爷的, 对少爷都是有求必应, 哪里会像如今这样。 他压了压声调, 在徐老夫人的耳边小声道, 怕不是孟严娘也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给缠上了。 这才…… 徐老夫人瞬间感觉脊背一凉, 朝着身后的看了眼, 又对着孟严熙走远的背影, 瞅了瞅。 心下有些隔音, 这几日你去寻些驱邪不错的法师过来, 趁着他不在的时候, 到他的院中驱驱邪。 容嬷嬷点头映下, 只是目光看向徐老夫人的时候, 又将想说的话给验了回去。 第七十三章, 蠢货容嬷嬷终究是没有将自己想要说的话给说出来, 若是告诉徐老夫人早上她的那些行为, 只怕会吓到她。 她想着, 徐老夫人突然回头唤了容嬷嬷一声, 在那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随我去那院子看看。 容嬷嬷闻言, 立马跟了上前。 从, 小心地搀扶着徐老夫人进了院子。 此刻, 许伯公悠悠转醒, 她看到床榻边的猪士, 猛然从床榻上爬了起来, 抬起巴掌, 狠狠地朝着朱氏的脸上扇了过去。 啪, 啊, 朱氏眼冒惊心, 惊恐地哀嚎一声。 她痴疼地捂着脸, 忙跪了下来, 对着许伯公哭诉道, 老爷您别动怒, 将身子养好些, 抚仪说, 您现在的身子不能再动气了。 许伯公看着朱氏, 满是不悦地开口, 我让你操持办好这次婚宴, 你倒好, 让人买回来的那些东西, 是人吃的吗? 肉都发臭了, 怎么会连这么小的事情都办不好? 朱氏也很是委屈, 他低头, 咬着唇, 久久不敢说话。 说话, 许伯公历声呵斥一声, 朱氏的身子猛地抖动, 缩起脖子, 慌乱地解释, 老爷, 我身子不好, 从前府里上下的事情, 都是阅词在管。 这也是我第一次操持这么大的宴席, 宴席置办的东西, 基本都是, 是按照月辞之前留下来的单子进行的。 那些菜单, 都是跟母亲一同确定的, 银子也是按照月辞从前办宴席的时候所用的银子, 我也是想要给伯公府节省一笔银子, 这才没有加大价钱, 去采购那些菜。 我, 我实在不知道, 那些东西, 竟然会如此之差, 早知如此, 我便是多加些银子, 也会买好些, 也不至于许伯公抬起手, 想要给他再来一巴掌。 但是刚将胳膊抬起, 身后便传来的剧烈的疼痛。 死! 许伯公倒吸一口凉气, 忍着腾将手收了回来。 朱氏满是担忧地跪着上前。 徐老夫人刚刚在门外听了许久, 两人的对话都传入徐老夫人的耳边。 他冷哼一声, 从外面走了进来, 看着朱氏的脸色也不是很好。 你的意思是, 这次宴席搞砸, 你一点错都没有。 朱氏的脸色一白, 没有料到徐老夫人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 他盲解释, 母亲。 儿媳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那孟月慈实在太狡猾, 定是他有意将那些单子都写错。 不然一样的银子, 怎么会买回来的东西相差这么多? 要不是看到孟月慈以往置办宴席时候的食材采购单子, 我也不会被误导, 以至于今日丢了博公府的脸。 徐老夫人看着眼前的朱氏, 真是恨铁不成钢。 他拿着手中的拐杖重重地砸向地上, 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 蠢材, 真真是蠢材啊。 我们博公府, 怎么就将你这样的人给取了回来? 徐老夫人说着, 拐杖砸得更加用力了几分。 朱氏吓得脖子缩得更加厉害, 身子不由地远离徐老夫人, 如瘦了惊的鸵鸟, 小心翼翼的。 徐老夫人看着朱氏这个样子, 长叹一声, 更加看不上朱氏的了。 但愿那柳如烟能够顺了她的心意, 是个能独当一面的, 也能让她在这个家中少操心些。 单子不是一成不变的, 你长着这脑子是用来做什么的? 一点都不懂得变通。 那些东西买回来, 你连看都不看, 就等着出了问题才来解决。 徐老夫人气急败坏地, 往一边的座位上坐了下去。 朱氏知道自己这次没有将宴席办好, 给伯公服捅了这么大的篓子, 也不敢说什么了。 见她横竖不吭声, 徐老夫人目光狠狠地往她身上弯了一眼。 这才上前坐在徐伯公的床榻边上的座位, 满是心疼地对着徐伯公安慰道, 事已至此。 你也别想太多, 回头再补办一场宴席, 将今日过来的那些宾客再重新宴请一次便是。 对外就说, 这次的宴席是孟月慈为了搅黄宴里的婚宴, 故意将那些食物换了。 反正她入境不过是伯公府吃闲饭的人, 她要这般做也有合适的理由。 朱氏的眼底瞬间泛起一丝的亮光。 而后, 又听到徐老夫人开口, 从前伯公府上下的大小事物都是月慈在操办, 那些事情她也在手, 今日又是宴里另娶妻的日子。 不管从哪个方面说, 也都说得过去, 晚些便还将这个事情吩咐下去, 让最多的婆子将孟月慈有意破坏这次婚宴的事情传出去。 这样, 也能保住伯公府的名声, 还不会让宴里在柳大人的面前难堪。 朱氏重重地点了点头, 还是母亲想得周到。 许伯公也认可地点了点头, 只是徐老夫人看向朱氏的时候多了几分的不悦。 若是今日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及时对外说食物被人换掉了, 重新从别的酒楼订餐宴回来, 也好过事后再来补救。 是, 母亲教训的是, 瑞厚尔席注意便是, 朱氏木讷地回应。 许伯公目光不悦地朝着朱氏的脸上的瞪了一眼, 朱氏性性地闭上嘴, 猫在一边。 徐老夫人这时想起, 来的时候, 听容嬷嬷说, 早上柳如烟险些流产, 夜而来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会突然就有了小产的迹象?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许伯公在里面招待宾客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后来许宴里抱着柳如烟进来, 他的衣裙上滴了血水出来, 这才知道柳如烟有小产的迹象。 后来他们两人连堂都没有拜, 还是用公斤母鸡代替他们拜堂的。 想到这里, 许伯公又忍不住地剧烈咳嗽了起来。 朱氏倒是清楚, 他忙解释, 母亲, 早上的事情您一点都不记得了。 守在徐老夫人身边的容嬷嬷不停地朝着朱氏急眼, 可偏偏朱氏看不懂, 凑上前认真地查看容嬷嬷的眼睛, 见他没有什么事情。 好奇地问道, 容嬷嬷, 你眼睛怎么? 跟我一直眨个不停。 徐老夫人也跟着回头看向容嬷嬷。 容嬷嬷深吸一口气, 盲抬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沙子迷了眼, 有些不舒服, 没没什么事情。 朱氏长张了张想要继续解释刚刚的话, 却听到外面有下人匆匆来报。 不好了, 不好了, 邵夫人。 第七十四章, 嫁妆。 徐老夫人听得头一疼, 立马起身, 出去, 询问, 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么慌慌张张的? 有事好好说。 来通传的婆子, 文言, 忙跪了下来, 对着徐老夫人说道, 回禀老夫人, 是, 是少夫人和少爷, 她, 他们两人吵起来了, 婚房里面的东西, 都被少夫人给砸了, 您老人快去看看吧。 啊? 怎么会这样? 孟月慈这也太过分了, 她怎么敢如此泼妇? 徐老夫人脸色瞬间变得不是很好, 婆子跪着小心翼翼地看了眼徐老夫人, 老夫人不是孟姨娘, 是, 是新过门的少夫人, 少爷脸上都被抓花了。 徐老夫人身子微微晃动, 只感觉天都要塌了, 朱氏也跟着不悦起来, 她怎么能对自己的夫君动手? 说着, 上前搀扶徐老夫人便外面走, 母亲, 我们去看看, 她到底想要做什么? 徐老夫人走在途中, 心情变得格外的沉重, 许伯公也跟着一同前去, 只是她不便进入院内, 只能是在院外听听动静。 徐老夫人和朱氏一同到了里面, 原本喜气的喜房已经被柳如烟, 将那些红色的装饰都扯了下来, 桌面上的那些吃食都统统被推倒在地。 徐燕里的脸上还有戴着几条淡色的指甲印, 柳如烟坐在的床榻上, 看到徐老夫人和朱氏过来, 丝毫没有要起来请安的意思。 徐老夫人看到这般状态, 悬着的心是彻底的死了, 朱氏则是心疼地看向徐燕里。 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徐燕里将自己的脸别到一边, 有些惊讶地问道, 母亲, 祖母你们怎么过来了? 哼, 我们再不过来, 都不知道你被人欺负到这个份上了。 徐老夫人说话时, 目光满是不悦地朝着柳如烟的方向撇去。 好好的婚宴办成这样, 柳如烟的心中也是有气, 只是在老夫人和朱氏的面前, 礼数还是要做全。 这才缓缓地起身, 朝着徐老夫人和朱氏, 微微扶身行过礼, 并解释道, 方才险些又小产了, 不是有意不给祖母和母亲行礼, 实在今日大动胎气, 伤了身。 朱氏怎么会不明白, 柳如烟在明里案里戳他的肺管子? 当下也没有了什么好脾气, 目光在满地狼藉上扫过, 声音带着不悦地开口道, 有力气打骂宴礼, 在婚房摔东西, 却是没有力气起来, 给长辈行礼问安, 这个理由怕是有些说不过去。 柳如烟脸色瞬间黑了几分, 冷笑出声, 母亲, 我可不是那孟月词, 任由你怎么说都可以。 我是嫁来伯公府, 不是来伯公府坐下人的, 受了气还忍气吞声, 要将自己憋死吗? 朱氏看着柳如烟, 有些不敢置信。 你可以知道自己的是在说什么? 柳如烟准备屈服的意思, 对着朱氏直白地开口道, 婚宴是母亲一手操办的, 而习也明白操持这么大的事情不容易, 但让那些贵客饿着肚子地离开宴席的我们伯公府, 今日倒是开了先例。 在早前我便将那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和药的东西都先列了一个清单, 若是母亲能花点心思, 按照上面的去办, 也不会发生今日这样的事情。 前面, 我去看了一眼, 那婚宴上的东西却不说好不好吃, 但连品项没有, 黑曲曲的, 让那些贵客怎么下筷子。 啪! 清脆的巴掌声瞬间在屋内响起, 柳如烟捂着红肿的脸, 错愕地回头看向怒气冲冲的徐老夫人, 就算你们母亲将婚宴办砸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身为宴里的妻, 理应尊重婆母, 不该如此斥责, 真是太没规矩了。 徐燕里上前一步, 将柳如烟揽在自己的怀中, 小心地护着, 而后道, 祖母, 这是不怪烟, 母亲的婚宴也是实在办得难看, 还有早上, 烟还没有进门, 宁却将烟给怒斥了一顿, 还将他奉子成婚的事情公之于众, 一日之内, 让烟和刘府的人颜面尽失。 徐燕里的目光, 对上徐老夫人和朱氏, 满是怒意的神色, 有些心虚地低下头, 小声道, 是, 是我们对不住烟。 朱氏的情绪, 瞬间变得有些激动了起来, 对着徐燕里怒道, 谁也不想将事情变成这样, 即便如此, 他也不应该对你出手, 还有这好好洗房, 都是我们精心准备的, 他随手便毁了, 成何体统, 柳如烟双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转身坐回床榻, 徐老夫人这才从徐燕里的那些话中回过神来, 满是难过的, 看着徐燕里问道, 燕里, 你刚刚是在怪祖母, 我今日明明就是要为一儿撑腰, 怎么就撑了, 我斥责她, 我何时斥责过她, 又何时将她奉子成婚的事情公之于众, 这些说出来, 难道就不是在丢我们伯公府的脸吗? 谁家小姐会无眉无聘, 便与人苟合, 还怀上了孩子? 柳如烟听后, 立马不悦了地反驳, 祖母可是当众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 还说, 爷儿聘金和聘礼要得太高了, 我这样的女子根本就不配, 我知道在你们心里, 你们都埋怨我不懂事, 但我父亲和母亲也是费尽心力, 将我拉扯长大成人, 要那些聘金和聘礼很多吗? 对于柳如烟所说, 徐老夫人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只是她的话, 听得徐老夫人脸色瞬间又黑了几分, 那些聘金和聘礼, 你一点都没有带回来。 柳如烟面对徐老夫人如此直白地问话, 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冷笑出声, 一脸不可置信地朝着徐燕里的方向看了过去, 你们是想问我带了多少的嫁妆回来伯公府吧? 徐燕里他们目光灼灼地落在柳如烟的身上, 眼底隐隐透着一丝的期待。 柳如烟见徐燕里也是这样, 心瞬间凉了一劫, 对着徐燕里道, 今日我便告诉你们, 不管我带回来多少的嫁妆, 那些东西也只是我自己的艺人的, 你们谁都别想动, 北国还没有哪个人家会去动自家夫人嫁妆的主意, 若是你们不嫌丢人只管来药, 日后从伯公府再传出什么不好听的来, 也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们, 徐老夫人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 颤抖着手, 指着柳如烟晕了过去。 第75章,粗茶淡饭, 朱氏和容嬷嬷忙上前将徐老夫人给搀扶住, 传辅一快给老夫人送回新斋堂, 交代完这些事情, 朱氏这才对着徐燕里不悦道, 你看看你办的这些好事, 你自己的媳妇, 你自己好好管教。 说完, 朱氏还不忘回头看了眼柳如烟, 若说如今的孟月慈是撞邪了, 那将柳如烟取进门, 便是遭了大劫难了。 柳如烟看着众人都离开之后, 毛子瞬间委屈地红了起来, 看着徐燕里可怜巴巴地问道,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过错, 可大家, 却将责任都推到了我的头上。 我, 合错之有。 若是当初你们不跟孟月慈闹得这么僵, 婚事的事情可以让他连同操办,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就算要怪, 是怪也是怪孟月慈太过善度, 这才会什么都不管。 徐燕里听着柳如烟的话微微汗手, 将今日的事情归咎在孟月慈的身上, 自己的心里也稍稍好受几分。 柳如烟突然想到什么, 面对徐燕里的时候, 声音变得柔和了几分, 依偎在他的怀中。 声音温柔似水地开口道, 今日宴席的事情, 不如就对外说, 那宴席是孟月慈有意教唆人这么做的, 这样可以挽回一些伯公的颜面, 在我父亲那边也说得过去。 徐燕里面露难色, 可宴席的事情, 整个伯公府上下的人都知道, 是母亲亲手操办的。 柳如烟脸色沉了几分, 看着徐燕里有些不悦地问道, 你是不是心疼那孟月慈, 才不舍看到他受委屈, 担心他的名声受损, 才如此维护他? 你是不是还对他有感情? 徐燕里眼看着柳如烟这般, 忙开口解释, 没有的事情, 他如今人老珠黄, 又是这般善毒, 恶毒, 我怎么会对他还有一丝丝的想法? 我现在看他倒就恶心, 更别提其他的了。 柳如烟伸出修长好看的食指, 清点徐燕里的胸膛, 娇称道, 你们男人就是见一个爱一个, 是不是等到我人老珠黄的时候, 你也这样对我? 徐燕里一听, 立马着急了, 抬起手, 就要对天启示。 你跟他怎么能一样, 我本就不喜欢他那般无趣刻板的女子, 事事都把道德里叫挂在嘴边, 像个老古董。 扑吃, 柳如烟被徐燕里的话给逗笑了, 他目光扫向地面上的那些散落的东西, 脸上带着一丝自责地说道, 夫君, 今日我们大喜的日子, 本不该如此对你发脾气, 还失手弄伤你的脸, 祖母那边晚些你过去瞧瞧, 一二刚刚说话有些不好听, 但也不是有意要如此, 等我身子好些, 我再过去跟祖母好好地陪礼道歉。 徐燕里满眼心疼地, 抬手摸了摸他的秀法, 见他又恢复乖顺懂事的样子, 这才松了一口气, 打心眼里喜欢? 在徐燕里看来, 只有柳如烟这样敢爱敢恨, 勇于表达自己的情绪的女子, 才真正配得上自己, 他轻声安慰, 你如今有孕在身, 祖母和母亲都不会怪你的, 且放宽心, 这里我让下人过来收拾, 你先吃点东西, 我去去就回。 徐燕里在柳如烟的额间, 轻轻地落下一吻, 这才转身出去, 下人很快进来, 将东西都收拾干净, 而后又给柳如烟弄了些他爱吃的吃食, 等薄公斧的下人都退下之后, 柳如烟这才对着自己的贴身丫鬟, 轻连问道, 东西都买回来了, 轻连走到门边, 朝着外面看了看, 把孟冠点了三个之后, 才敢将东西拿了出来, 小姐, 买到了, 但是奴婢不敢跟对方说出用处, 不知这要得用量多少, 轻连小声地说着, 柳如烟想了想, 你是怎么跟那人说的, 奴婢只说是给母牛用的, 老郎中看了看我, 说这种药还是不要乱用的好, 就算要用, 也要郎中给看过之后才能用确定用量, 轻连看着柳如烟欲言又止, 柳如烟看他这般脸色一沉地问道, 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说别这般遮遮掩掩的, 轻连想了想, 还是将郎中的话对着柳如烟如实道来, 小姐, 这要还是别吃了吧, 郎中说, 若是用过量, 伤了身子, 日后您想要在怀上就难了, 若是用量少了, 那孩子打不下来, 到时候您会痛不欲生, 小姐, 奴婢害怕, 轻连是从小就跟在柳如烟的身边伺候他的, 想到郎中的话, 和他看自己的目光, 轻连就感觉心中发毛, 柳如烟目光紧紧地盯着, 轻连手中的那包药, 抬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背, 安慰道, 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俗话说得好,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就算不要这孩子, 也要拉上一个垫背的, 柳如烟说阿话的时候, 眸中带着英质的盘算, 轻连懂得脸色一白, 对着柳如烟道, 小姐, 你可要想清楚, 女子不孝为先, 无厚为大, 这用量, 不如让奴婢再想想办法去问来, 这样您, 也可以少受些苦头, 柳如烟清楚, 轻连是真的心疼的自己, 但他心中也是有了盘算, 来不及了, 明日一早, 你就去清心居, 让孟月辞过来我兰庭居, 就说我有东西给他, 轻连的脸上满是担忧, 小声地唤了一句, 小姐, 还不等轻连将话都说完, 柳如烟率先抬手示意他, 伺候自己吃些东西, 看着桌面上那些寒酸的吃食, 柳如烟原本鸡肠碌碌的, 看着那些吃食瞬间没了胃口, 薄公府到底是多穷, 怎么会连个燕窝粥都有没有, 这些粗茶淡饭要我怎么下咽, 柳如烟脸色不是很好地说着, 清连忙将院外厚着的婆子换了进来, 少夫人, 寻老奴进来有何吩咐? 柳如烟坐在桌前抿唇不语, 清连则解释道, 少夫人的胃口不好, 每日都要喝上一次的燕窝粥, 这些你们撤下, 让火房那些炖碗燕窝过来, 记得少放些糖, 若是有刚挤出来的牛奶, 也一同放下去炖。 婆子满脸为难地看着桌面上的那些吃食, 已经是今日薄公府最好的吃食了。 她记得上一次火房炖燕窝的时候, 还是孟姨娘拿着自己的嫁妆给老夫人和夫人炖的, 就在不久前, 少爷还没有提出要另娶他人的时候, 她瞧见孟姨娘, 买了一整盒。 怎么? 少夫人饿了, 又有孕在身, 连燕窝都不舍得给她吃。 清连对着婆子便是一声呵斥。 第76章, 讨药。 婆子回过神来, 他们这些做下人的罪懂审时夺势, 如今柳如烟是薄公府的少夫人, 即便孟姨娘从前对府里的下人再好, 现在也是尼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了。 她笑着朝柳如烟解释道, 少夫人, 您要吃什么? 只要府里库房有的, 还不是您说一声的事情, 只不过今日的薄公府的库房中, 已经没有燕窝了, 府里现在有燕窝的人是孟姨娘。 前段十日, 老奴见她, 买了很大的一盒, 只给老夫人和夫人喝过一次, 后来就没见她在火房炖过燕窝了, 许事还有不少。 婆子的黑眸圆溜溜地转悠盘旋之后, 对着柳如烟道, 少夫人可以让少爷去同梦姨娘将那盒燕窝讨要过来, 她身强体壮的, 也不需要吃这些滋补的东西, 她吃了也是浪费。 柳如烟脸上的不悦瞬间消散了大半, 对着婆子露出一丝的笑容, 这时你去同燕里说, 告诉她我今日就想要吃到那些燕窝。 婆子喂了一声, 硬下后, 转身就要离开, 却被柳如烟给叫住, 让清莲给她那婆子一些营瓜子。 婆子捧过营瓜子, 在手中颠了颠, 喜笑颜开地朝着柳如烟谢过后, 欢欢喜喜地离开。 婆子寻到许燕里的时候, 刚刚从新斋堂出来, 被诸事骂得狗血淋头, 心情正是郁闷的时候, 抬头就见一婆子 滋着一口的大黄牙, 冲着自己笑得欢喜。 许燕里眉宇皱起, 对着婆子一脸嫌弃地问道, 什么事? 少爷, 是少夫人说她, 今日想要吃燕窝粥, 刚刚给少夫人的吃食, 她都没有胃口, 老奴便想着, 前段十日, 孟姨娘买了一大盒的燕窝, 自打上前给老夫人和夫人炖过一次, 便不再见孟姨娘吃过, 许是她手中的燕窝还多着。 如今少夫人有孕在身, 吃这些滋补的东西, 对腹中孩子好, 孟姨娘向来是十大体的, 想必只要少爷去药, 孟姨娘定会将那盒燕窝拿出来, 给少夫人吃。 许燕里有些摸不开面子, 对着婆子道, 若真是想要吃, 明日我让人出府, 去买便是, 今日就先吃些别的, 垫垫肚子。 婆子患上一脸的担忧之色, 对着许燕里道, 少爷不知, 刚老奴给少夫人端过去的东西, 他看到都开始干呕, 根本就吃不得一点, 加上少夫人今日一日滴水未尽, 就算他不吃, 腹中的孩子也该吃了。 老奴这才问了少夫人身边的贴身婢女, 才知道少夫人平日在府中, 都是每日吃着燕窝粥养着。 婆子一边说着, 一边试探地, 朝着许燕里的脸上的看去, 见他有些动容。 继而夸大其词地说道, 少夫人身子也孱弱, 今日若是吃不到燕窝, 就怕夜里饿晕过去。 伯公府闹出来笑话不说, 这夜里的燕窝可更不好找了。 许燕里被婆子给说动了, 他脚步一转, 往清新居的方向走去。 清新居的孟严熙突然连着打了几个喷嚏, 林妈妈上前就要给孟严熙搭个披风, 叮嘱道, 您还是将披风给披上, 您的身子刚刚好一些, 不受风。 孟严熙捏着帕子, 揉了揉有些痒的鼻子, 吸了吸气, 没事, 许是有人想我了。 呸呸呸, 想来也不会是什么好事, 还是别想您了。 林妈妈一脸嫌弃说着, 话落, 眼角的余光就见院外许燕里, 行色匆匆地朝着清新居过来。 孟严熙嘴角扯动, 还真给林妈妈这张乌鸦嘴给说中了。 他目光看了眼桌面上温度刚好的燕窝粥, 直觉告诉他, 这碗燕窝粥得要现在喝。 孟严熙随手将手中的书简放在一边, 而后端着燕窝粥, 美美地喝了起来。 许燕里进来看到他喝的东西像是燕窝后, 下意识地开口问了一句, 你吃什么? 孟严熙将最后一口燕窝展现到许燕里的面前, 这不是很明显吗? 喝燕窝粥啊! 他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都说女子是靠养的, 常听那些薰贵的小姐说燕窝可以美容养颜, 这话倒是不假。 许燕里愣了一下, 有些惊讶地问道, 你最近时常喝? 怎么没有见你再给祖母和母亲送去? 孟严熙慢悠悠地将最后一口的燕窝喝下肚, 吃饱喝足了, 胃里也暖洋洋的, 看着许燕里也多了几分对他的兴趣。 他将周晚放下, 起身站在许燕里的面前, 虽然身高不及他, 但气势一点都不输他的。 许燕里往后稍稍退了退, 理直气壮地说道, 问你话呢? 怎么不说? 谁也没有祖兰母亲和祖母吃这些好东西啊? 大家都有嫁妆, 我也是拿着自个儿的嫁妆买这些东西来吃, 再说祖母和母亲要吃这些东西, 从府中走银子也没人敢说不让, 怎么着我拿自己的嫁妆买个燕窝就得满世界的送? 为了博个好名声, 就委屈了自己去。 这等事情我当了几年了, 醒悟了。 孟严熙说完也不看许燕里的脸色如何, 转身伸了的懒腰, 让林妈妈给她被水洗漱, 又叮嘱林妈妈, 前个儿刚买的玫瑰花一同放血。 哎, 老奴这就去。 林妈妈将周晚收走, 忍着笑意去给孟严熙准备沐浴用的水。 许燕里脸色一阵红一阵黑的, 站在原地一声不吭。 孟严熙回眸, 眉眸清秀如水。 愣是让许燕里看得一时湿了神, 看着她那光洁的皮肤, 不知从何时开始, 孟悦慈的肌肤也变得嫩白如雪了。 孟严熙声音很是冷淡地对着许燕里道, 若你只是过来问问我吃什么话, 那可以走了, 新婚之日来我院中, 让少夫人得知我可担不起。 说完她朝着许燕里微微扶身, 给她下了逐客令。 许燕里这才想起自己过来清新居的目的, 紧了紧手道, 燕窝还有吗? 我拿鞋给烟吃, 她一日没有进食了, 什么都吃不下, 只能吃燕窝。 说完, 许燕里满是期待地看着孟严熙, 等着她像从前那样有求必应地答应。 没了, 刚刚那是最后一碗。 孟严熙神色淡淡地开口, 而后, 又说, 若是少夫人想喝, 可以去府外转角处有一家燕窝不错, 少夫人身子不好, 得买上等的燕窝才行。 第77章, 燕窝, 孟严熙见许燕里, 脸色带着一丝的怒意, 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她抬头看了眼外面, 诞生地提醒道, 对着, 许少爷还是早些去, 万一晚了, 掌柜地打烊了, 今晚少夫人跟腹中的孩子可要饿肚子了。 许燕里看着从前对自己有求必应的孟严词, 现在却是目光淡漠, 对于自己的事情事不关己, 心里总感觉有些不适, 空落落的, 但是孟严熙都这么说了, 许燕里也没脸在这里停留, 转身带着一身的怒意便离开。 按照孟严熙所说出府转角处, 果真寻到了卖燕窝的铺子, 掌柜的本打算关门地看到许燕里匆忙赶来, 又喜笑颜开地停下手中的动作, 将门打开, 对着许燕里问道, 这位客官想要买点什么? 许燕里出来的时候还是穿着一身的红色洗袍, 他大步进来后对掌柜的道买些燕窝, 掌柜的一听立马笑得更加开心, 然后转身去将货架上面那些叫好的斩燕窝给拿了出来, 许燕里从来都没有买过那些燕窝, 并不知道燕窝的价钱, 只是记着刚刚孟严熙所说的, 爷儿应该要吃好些的燕窝, 他随口说道, 拿些燕窝比较好, 掌柜的一听, 脸上的笑意更深了几分, 从柜中献宝似的将把镇店之宝的燕窝给拿了出来, 放在许燕里的跟前对着他介绍道, 这是本店最好的燕窝, 橙色和质地都是上层, 还干净, 许燕里就算暗在不怎么懂货, 在那些燕窝的对比之下, 还是能够一眼认知那镇店之宝的好, 燕窝的囊丝清晰, 自然展形挑剪的也是很干净, 许燕里指着那镇店之宝, 试探性地问了一嘴, 这个怎么卖, 掌柜的一听有戏, 脸上的笑意更加明显, 嘴巴都快咧到耳后, 露出两排微微泛黄的牙齿, 客观好眼光, 这一盒燕窝是从别处选才运过来的, 水分也烘得很干, 一盒能够吃大半个月, 况且, 这东西吃了对女子的肌肤和容颜都很好, 掌柜说了大半夜愣是没有说价钱, 许燕里倒是有一些着急问道, 你且说便是, 掌柜看着许燕里频频往拐角的位置看去, 加上他又穿着喜服, 很快便猜想到对方的身份, 为了能将这陈年的镇店之宝卖出去, 他又补充一声, 这东西对于孕中的女子和腹中的胎儿都是很好的滋补东西, 一盒只要五十两的银子, 此话一出, 许燕里脸上的神情瞬间露出惊讶的, 他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掌柜的问道, 就这一小盒要五十两的银子, 说话之时, 许燕里忍不住地拔高声调, 同谋瞪大, 掌柜的脸色瞬间刷得一下沉了几分, 心中有些不悦, 还以为来了大生意, 没想到就是抠门鬼, 当下掌柜的对着许燕里, 就没有了刚刚的那般热情, 而后对着许燕里淡淡地解释道, 镇店之宝自然是贵些, 加上燕窝本来稀缺, 采摘也是不容易, 如今北国能寻来这等品项的燕窝, 只要五十两银子, 可是少之又少了, 我也是看你一身喜福, 许是给家中娘子买来吃的, 这才便宜了给你, 许燕里的手下意识地摸向自己的钱袋子, 这次婚宴花银子如流水, 留在他手中的银子已经是不多了, 加上刚刚出来, 走得急, 根本就没有带多少的银子, 他从来没有想到, 这燕窝竟然是如此之贵的东西, 一盒五十两都快顶上他大半年的俸禄了, 可一盒只够吃半月鱼, 也而如今月份还小, 按照他如今的胃口, 若是只能靠着燕窝攻击, 只怕金山银山都要被吃空了, 许燕里细细一算, 脸色也瞬间变得不是很好看, 掌柜的见许燕里沉默不语, 将那些好的燕窝收了回去, 又把剩下的几何品相一般的燕窝 也放回了架子上, 声音中带着一丝不耐地问道, 公子,你还买不买? 不买我这小店要打烊了, 许燕里这才回过神来, 长叹一声对着掌柜的问道, 你店中最便宜的燕窝是怎么卖的? 掌柜的心里暗骂许燕里这个穷鬼, 但面上却不没有显露出来, 转身从柜台最下面的位置, 随手了拿了一些碎的燕窝丢在柜面上前, 声音淡淡地开口道, 这些就是小店最便宜的燕窝, 五十文二十克, 你要多少? 许燕里探头看去, 就见那些碎燕窝里面除了碎之外, 里面掺杂了不少的毛, 羽毛绒毛, 许燕里并不知道这个燕窝究竟是何物, 有些奇怪的问道, 这些毛也一同按照燕窝的价钱来卖, 掌柜嘴角微微抽动, 对着许燕里更是没了耐心, 他语气不是很好地开口道, 碎燕窝就这样, 摘来的时候, 从沾上的羽毛都是要人亲自挑剪干净, 这些碎燕窝不过是瞬间留下来的东西, 是跟这些斩燕窝一样的, 只不过没有人去挑剪, 随着这些羽毛一同卖, 这才便宜了些, 有人挑剪过羽毛的碎燕窝, 就不是这个价钱了, 许燕里的目光淡了下来, 又问道, 挑剪过的怎么卖? 掌柜又从另外的地方拿出来, 挑剪干净的碎燕窝, 放在许燕里的面前, 对着他道, 一百文二十克, 许燕里伸手拿出自己的钱袋子, 将里面的碎银都倒了出来, 放在自己的掌心数了数, 七七八八加起来不到一两的银, 他拿出一大半, 买了四十克挑剪过的碎燕窝, 又买了四十克需要挑剪的碎燕窝, 掌柜的将那些燕窝随手包好, 给许燕里递了过去, 接过许燕里手中的银子之后, 立马关了店门, 脸上的不悦之色, 已经高高挂起, 一点都不想掩饰, 嘴里还嘀嘀咕咕地骂了一句穷鬼之类的话, 但许燕里已经带着那些碎燕窝, 妖宫似的回了伯公府, 并且让伙夫那边将燕窝 给按照柳如燕所说的给他炖上, 炖好之后, 许燕里这才端着燕窝去了蓝厅居, 欢欢喜喜地将柳如燕换了过来, 对着他道, 快来吃些这是刚炖好的燕窝粥, 原本有些不悦的柳如燕, 听了许燕里的话之后, 心情这才稍稍平和一些, 只是等许燕里将那碗燕窝粥打开之后, 柳如燕的脸色刷的一下就黑了, 第78章, 争吵, 这就是从孟姨娘院中拿出来的燕窝, 柳如燕满是嫌弃地将燕窝往许燕里的方向推了推, 我从来不吃这样的碎燕窝, 许燕里不明白, 掌柜的都说这些燕窝都是一样的, 听着柳如燕的话, 他忙碌了一天, 也是一口吃食, 没有吃到嘴里, 为了让他能吃上一口东西, 他跑前跑后, 将身上紧剩的那点银子, 几乎都拿来买了这些燕窝, 可他却还是不满意, 一句不吃这样的燕窝, 彻底让许燕里感到一股怒意丛生, 他尽力克制自己的语气问道, 不是你说要吃燕窝吗? 炖好了, 怎么又不吃了? 柳如燕看着许燕里有些不高兴, 想着, 今日是他们的大喜之日, 闹得如此僵, 也不好, 便伸手拉着许燕里的衣袖, 对着许燕里解释道, 那些碎燕窝, 都是上等丫鬟买着来吃的东西, 我一个薄公府的少妇人, 跟他们吃一样的东西, 实在是有些掉身份, 我, 我不是有要为难你, 他说完, 端过一边的碗, 慢慢地开始喝了起来, 许燕里见他喝下去, 心中的不快, 这才稍稍减退, 只是听着柳如燕所说的话, 他又有些羞愧难当, 他拉过柳如燕的手, 向他保证道, 我会好好的努力, 争取以后能让你, 吃上更好的燕窝, 只是如今刚刚办了婚宴, 府中已经银吃卯粮了, 这些燕窝, 也是从我所剩不多的银子中 拿出来的买的, 许燕里说完低着头, 心情很是低落, 柳如燕听着许燕里的话, 心下骇然, 他想过, 没有想到薄公府竟然会穷到这个境地, 许燕里让身边懂得, 那些下人都退了下去, 而后才跟柳如燕坦白道, 今日祖母不是有意要你的那些嫁妆, 只不过这次婚宴, 和给去刘府那边的聘金聘礼, 都是从钱庄借来的, 一共借了两万两的银子, 半年之内就要还清, 若是没有还清, 我们府就要遭大难, 许燕里的目光落在柳如燕那张秀美的脸上, 自然是不舍得将这么好的一个美人给交出去, 让别人, 你说什么? 柳如燕满脸惊讶地看着许燕里, 这些东西都是看在孟姨娘都有的份上, 我才这样的要求的, 当初你为何不去跟孟姨娘要那些东西, 从她的嫁妆中拿出来给我, 薄公府也不必去外面借银子了, 从前善良体贴的柳如燕, 这会不小心到明了自己的小心思, 许燕里看着眼前喋喋不休的女人, 突然感觉有些陌生, 不知为何, 脑海中却是情不自禁地浮现孟月慈那双清冷沉着的毛子, 从前跟着自己在府中吃那些苦头, 她也总是顾全自己的颜面, 笑着说, 只要能跟自己在一起, 吃再多苦头都心甘情愿, 就算到了后面日子好过了, 她也总是过得拮据, 总说每一分钱要理应花在刀刃上, 再看看, 柳如燕从静伯公府之后, 对什么都是挑挑拣拣的, 不管是什么都不能如她的愿, 在柳如燕的面前总感觉自己抬不起头来, 一股莫名的挫败感从中而生, 徐燕里张了张嘴, 最后不嫌不淡地说了一句, 那些是她的嫁妆, 我没有权利支配她的东西, 况且如今伯公府主母的位置也让给你了, 再动她的嫁妆, 传出去对伯公府的名声不好, 柳如燕简直要被徐燕里给气笑了, 徐燕里拿去刘府的那些聘经和聘礼, 柳如燕一直以为是从孟年夕的嫁妆中的, 拿出来的, 为了不让孟年夕反悔, 她直接将那些聘经和聘礼都留在了刘府, 一点都没有拿回来, 而那些嫁妆, 柳如燕不敢想, 日后她到底要在这个府中过什么样的日子, 她有些不悦地将自己的手, 从徐燕里的手中抽了回来, 这个时候, 夫君还在为孟月慈考虑, 难道被人知道伯公府取妻的银子, 都要从钱庄里面借出来, 就很光彩吗? 徐燕里哑然, 见她也没有要从自己的嫁妆中拿出那些银子的意思, 也不再多说什么, 而是起身就要出去, 对着柳如燕叮嘱道, 你身子不适, 还是早些休息, 说完, 她便离开, 出了兰亭居之后, 一路来往清新居的方向走去, 孟严西沐浴过后, 有些懒洋洋的靠在贵妃椅上, 听着林妈妈说着, 今日伯公府发生的那些事情, 主仆几人的脸上都带着幸灾乐祸看好戏的笑容, 等到林妈妈说完之后, 木东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着孟严西道, 今日我看那柳如燕身边的贴身婢女绕开人群, 偷偷去了一间药铺, 奴婢有些好奇, 便一同跟了上去, 等那婢女离开之后, 我又问了掌柜的她去买了什么药, 掌柜的脸色有些不是很好的, 含糊其词地说着, 是给生出落胎的药之类的, 还说让我不要多管闲事, 旭丘立马警惕地惊呼一声, 那柳如燕该不会, 想要使坏吧, 林妈妈也觉得奇怪, 她都已经是伯公府的少妇人了, 还有什么想要争的, 还是说柳如燕身边的那婢女跟人私相授授, 自己有了身孕, 不敢让外人知道, 这才私自去买了那样的东西, 回府准备自己偷偷的落胎, 孟燕戏没有说话, 只是此事已已经在她的心底默默地记下了, 旭丘突发奇想地惊呼一声, 柳如燕该不会, 是为了陷害我们孟姨娘自己要吃那些药吧, 木冬芒白首, 虎毒不食子, 哪里有当母亲的, 会舍得拿着自己腹中孩子的性命来陷害别人, 况且我们孟姨娘已经是不争不抢了, 她还想要怎么样, 林妈妈是府中的老人, 对于这些事情也是见怪不怪, 那些厚宅的女子看着都是干干净净, 但实际上, 谁的手上不沾染几个人命, 她也见过不少, 那些女子为了争宠, 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别说是一个孩子, 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顾, 小姐, 您日后在府中还是小心险, 那柳如烟不是什么善茶, 林妈妈不放心地叮嘱一声, 自从孟燕戏被迫搬来清新居之后, 林妈妈就一直称呼孟燕戏为小姐, 只当她是丧偶了, 孟燕戏微微汗手, 你们这段时日也离那个女人远点, 许是她要寻替死鬼, 林妈妈顺便让人去打探一下, 柳小姐跟许燕里是怎么相识的, 还有, 在那之前可有跟别的男子走得近, 第79章, 胎儿, 她饱了, 林妈妈恍然, 脸上一闪而过的惊讶之色, 而后对着孟燕戏问道, 小姐, 是认为柳小姐腹中那孩子可能不是姑爷的, 孟燕戏没有直言, 转而说, 去查的时候小心点, 不要打草惊蛇了, 明知伯公府的人很重视她腹中的那孩子, 柳如烟却还要铤而走险, 不要那腹中的孩子, 想必就是孩子的来路不明, 孟燕戏的眸子微眯, 似笑非笑地, 看向林妈妈, 她不想要那孩子, 我们可要帮着看好, 孩子必须要瞬间铲下, 她说话时的声音越发的鬼魅和阴冷, 让一直伺候在孟燕瓷的身边的林妈妈, 也忍不住地打了个寒颤, 几人将孟燕戏的话记在心上, 看着时候不早了, 林妈妈伺候孟燕戏, 将头上的东西拆下, 等到孟燕戏躺下之后, 这才林妈妈, 这才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 只是外面突然传来一道奇怪的声音, 沐东立马警觉地对着院外冷喝一声, 谁在外面, 徐燕里从夜色中走了出来, 沐东看到徐燕里的时候, 想都没有想直接道, 孤燕, 孟姨娘已经睡下了, 有事, 您明日再来, 说完也不等徐燕里回答, 转身又重新降门关上, 原本抬脚想要进去清新居呆会的许耀言论, 碰了一鼻子的灰, 他看着紧闭的院门, 看了两久, 这才轻轻地叹息一声, 转身回了兰亭居, 只是徐燕里回去的时候, 柳如燕也已经睡下了, 徐燕里坐在床榻前, 看着从前自己和孟月慈的婚房, 如今换了人, 心头思绪颇多, 抑郁清晨, 柳如燕早早起来梳洗, 吃早餐的功夫, 便先让人去请孟月慈过来, 给他请安, 砰砰砰, 清新居的门还没有开, 林妈妈就听到院外一道粗暴的敲门声, 林妈妈一边拿过帕子擦干净手上的污渍, 一边有些不耐烦地对着远门喊道, 来了, 来了, 敲这么急做什么,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是来报丧的, 开门后, 林妈妈这才看清来人, 正是柳如燕身边的贴身丫鬟清莲, 她一脸警惕地看着清莲问道, 你这么早来这里做什么, 清莲朝着院子里面探了探头, 没有看到孟月慈的身影, 有些不满, 都什么时辰了, 孟姨娘怎么还没有起来, 我们少妇人都在院中收拾好, 等着她过去请安了, 林妈妈目光审视落在清莲的身上, 一声不吭, 清莲被看得有些心虚的怒道, 林妈妈, 难道我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吗, 孟姨娘是妾, 按照规矩是要每日过去给少妇人请安的, 我不过也是, 好意地来提醒, 别少妇人的身份当久了, 一时间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了, 失了礼数, 林妈妈是孟府的老人, 也是孟月慈的教养妈妈, 对于北国的那些规矩是再清楚不过的, 主母和姑爷成婚后三日内, 妾室根本就不需要到主母那去请安, 而清莲却是一大早地过来清新居, 换孟严西过去, 世出有阴, 必有妖, 林妈妈的目光变得凌厉起来, 若是在刘府没有学好规矩, 那就回去好好学习了再回来, 北国有相关的规定, 大婚三日内, 妾室无需去跟主母问安, 更不得打扰主母休息, 你现在去过来让我们姨娘, 过去给少妇人请安, 这不是要害我们姨娘吗? 清莲没有想到, 林妈妈一个下人, 也敢这么地跟自己的说话, 她愣了一瞬之后, 对着林妈妈进而说, 是少妇人让我过来请孟姨娘的, 孟姨娘该不会第一日, 就不给少妇人脸吧? 你且先回去, 等我们姨娘吃过东西后, 便会过去, 林妈妈说完, 直接将院门重新关了回去, 清莲紧跟上前, 差点把她的手给夹了, 清莲有些气急败坏地, 对着林妈妈怒道, 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林妈妈也不甘示弱, 有些人需要以礼相待, 有些这样都算是客气的了, 孟姨娘的睡眠前, 刚当的敲门声已经将她给吵醒, 此时, 她简单地劈了剑外袍, 站在房门外, 对着林妈妈轻声说了句, 林妈妈, 告诉那婢子, 我收拾一下就过去, 门外的清莲听了之后, 这才转身离开, 林妈妈快步来到了孟姨娘的跟前, 一边跟着回了房中, 一边满是担忧的开口, 小姐, 您为何明知山有虎, 还偏要虎山行? 若是那柳小姐, 真的想要用落胎的事情加害于您, 今日您去, 不就等于是在自投罗网吗? 孟颜希看着镜中满是担忧之色的林妈妈, 她心底微暖, 抬手轻轻地拍了拍林妈妈的手背, 对着她宽慰一声, 既然知道他们想要做什么, 就好办得多, 到时候, 我们小心提防便是, 况且, 今日就算我不去, 还有明日, 后日, 更多的未知日, 只要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只要她有害人之心, 就不会那么容易, 就收手, 并会寻个更为合适的时机, 与其如此, 倒不如今日过去看看情况, 林妈妈张了张嘴, 即便如此, 还是能躲一日是一日, 如今您在府中的日子, 本来就不好过, 要是再传出谋害主母的名声来, 只怕是到时候, 连府中的下人都能欺负您, 林妈妈是越想越伤心, 说着眼眸, 却情不自禁地红了几分, 孟严熙对着林妈妈道, 我答应您, 定会好好地保护自己, 若是今日, 她真的想要落胎来陷害我, 那今日, 我更需要前去了, 那孩子, 我保定了, 孟严熙咬牙最后一字一顿地说着, 林妈妈知道, 孟严熙想要做的事情, 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是随着孟严熙, 一同来到了兰亭居, 刚进院子, 就见柳如烟正在院中吃早膳, 听到院外, 传来的脚步声, 柳如烟立马抬头, 目光淡雅地朝着孟严熙的方向看去, 孟严熙身穿白色月牙刺绣软烟罗的裙子, 不湿粉袋, 头发也只是简单地挽起用一只雕花的玉簪子别着, 可就是一眼让人看得一不开眼, 柳如烟的眸子暗了暗, 眼底的极度之色一闪而过, 她挥手将身边伺候的丫头都打发到了一处, 随后指着孟严熙道, 既然你来了, 那便过来伺候我用早膳, 第八十章, 反将, 孟严熙低眉顺目地上前一步, 身边的衣袖却是被林妈妈轻轻地拽住, 她回头朝着林妈妈的方向看去, 给她暗暗地递了一个眼神, 见林妈妈将自己的衣袖松开, 孟严熙这才快步地上前, 来到了柳如烟的身边, 默默将粥成好, 掌心中快速地洒落一些药粉, 轻轻地搅动, 将药粉搅拌均匀之后, 这才将手中的那碗粥放在了柳如烟的跟前, 声音淡漠地开口, 温度刚刚好, 柳如烟难道没有对她发难? 孟严熙也乐得自在, 只要默默地在一边给柳如烟弄些吃食, 如今她的孕土厉害, 除了喝些粥, 自然是什么都吃不下了, 她刚刚将粥碗放下, 徐燕里正好端着燕窝粥回来了, 看到孟严熙站在一边乖顺地伺候柳如烟进食, 徐燕里突然愣了一瞬, 手中传来的烫意, 将徐燕里的思绪收了回来, 你怎么会在这里? 柳如烟笑着拿出来一个精美的礼盒, 递到孟严熙的跟前, 是我让姐姐过来的, 这是我给她准备的见面里, 正巧撞见, 我吃早膳, 就让她一同伺候进食了, 想着姨娘的伙食, 定是没有我这里的好, 晚些我吃不完的东西, 她再一同打包, 回去院中吃, 孟严熙丝毫没有客气, 将柳如烟送的东西接了过来,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把东西打开, 里面是一只金丝镶嵌的簪子, 孟严熙虽然不洗那款式老成, 但那金子却是实实在在的, 脸上不由得多了几分喜色, 欢欢喜喜地朝着柳如烟倒过谢之后, 转身就要离开, 柳如烟这才想起自己寻孟严熙过来是做什么的, 只是她刚刚明明就吃过那堕胎药, 药性怎么没有发作, 且慢, 还有事想要再同你说说, 柳如烟有意地拖延时间, 孟严熙倒是不紧不慢地回身, 将目光看着柳如烟, 一副饶有兴致地问道, 不知邵夫人还有什么事情要说, 你且说便是, 这时, 徐燕离也好奇地朝着柳如烟的方向望去, 柳如烟将自己的手放在肚子上, 一点的动静都没有, 她目光落在那碗碎烟窝粥上, 随后有意无意地摆弄自己的手上戴着的那只传家镯子, 早前我不知, 这只镯子竟然是伯公府的传家之宝, 原先还未成婚的的时候, 母亲给我戴手上了, 我只当是普通的镯子, 柳如烟面带歉意地看着孟严熙, 继而道, 姐姐先入府这么多年, 这镯子理应是要给姐姐的, 我不该拿, 她一边说着, 一边做事就要去取, 徐燕离也忙按住她的手, 说道, 既然是母亲给你的, 自然有母亲的理由, 你安心带着便是, 传家支支宝, 想来都是只传给儿席的, 她说话时, 目光还忍不住地朝着孟严熙的方向, 默默地打亮了一番, 只是即便孟严熙心中有万般的愤怒, 她也只是极力地压在心底, 不让对方看出来, 以至于, 徐燕离和柳如烟看到孟严熙的时候, 脸色淡淡的, 甚至嘴角还带着一抹勾笑, 孟严熙伸出手, 一双比柳如烟纤细白嫩手, 捏起她手上的镯子, 细细地打亮了一番, 她的脸上忽而闪现一抹震惊之色, 柳如烟很快将对方的神情收入眼底, 疑惑出声, 怎么了? 是这镯子有什么问题吗? 孟严熙预言又止, 最后开始淡淡地开口, 这镯子, 我见过, 上次母亲拿来说要送我, 我没要, 像这等做工一般, 质地选用也不好的东西, 没觉哪里像是传家之宝, 她的手放在镯子的一处摸了摸, 继而道, 这镯子还割手, 你戴着的时候要小心些, 免得将自己给划伤了。 孟严熙每说一句, 柳如烟的脸色就红一分, 她还以为这传家之宝是特意给自己的, 可没成想, 却是孟月词挑胜下的。 柳如烟的目光落在孟严熙手上, 那对祖母绿的镯子光泽圆润, 灼体通透, 衬得孟严熙的双手越发的白净好看, 有了对比, 更是显得她手上所带之物, 分文不值。 况且, 孟严熙若是没有戴过这个镯子, 又怎么会知道, 这么隐蔽的地方会割手? 怀疑的种子一旦在心里种下, 只会越长越大, 最后成为参天大树。 以许燕里对柳如烟的了解, 她又怎么会看不出来此刻柳如烟的怒意? 这一动怒, 柳如烟这才隐隐地感觉到了肚子里传来的疼痛。 她脸色一白, 忙捂着肚子, 眼眸通红地钻入许燕里董德怀中。 夫君, 我肚子好疼。 青莲紧张地忙, 转身就跑去寻抚衣。 孟严熙静静地站在原地, 只是看着在许燕里怀中的女人, 见她一副运筹帷的样子。 她的唇角勾笑得更加厉害, 只怕要让她失望了。 抚衣很快过来, 好迈之后, 没有看出哪里不对的地方。 抚衣面带难色道, 是邵夫人的胎气不稳, 还需要静养才行, 不能在情绪有过大的波动, 对邵夫人和腹中的孩子都不好。 许燕里一脸担心地问道, 从刚刚开始一儿就一直说肚子好疼, 可是吃错了什么东西? 抚衣看着桌面上的那些东西, 没有什么问题。 随后问了一句, 邵夫人今早都吃了什么? 柳如烟从许燕里的怀中出来, 目光似有若无地在孟延熙的身上淡淡扫过。 而后, 指着那粥碗道, 尚且只喝了一碗小米粥。 还不等府衣说话, 柳如烟率先开口, 刚刚一直都是孟姨娘伺候我吃那些东西的。 在场的人都明白, 柳如烟想要表达什么。 孟延熙也是大大方方地承认, 确实如此, 可这跟邵夫人肚子疼有什么关系吗? 她装作一副无辜的模样, 满是不解地看向众人。 难道是因为我在这里, 才惹得邵夫人不快, 动了胎气, 引发的肚子疼。 坐在一边柳如烟肚子突然疼得厉害, 脸色瞬间白如纸, 紧咬的唇盼也溢出了血水, 看着让人心疼无比。 徐燕里朝着府衣喊道, 快给她看看, 到底是怎么了? 府衣再次耗了脉, 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徐燕里将自己的目光落在孟延熙的身上, 满是愤怒地问道, 是你对不对? 你在烟的吃食中放了什么? 第八十一章, 香逼。 孟延熙刚要张口辩驳, 就听到柳如烟, 故作好意地开口道, 夫君, 你不要怪孟姨娘, 是我不该抢了她的正妻之位。 姐姐一时记恨我, 也是情有可原的。 啊, 夫君, 我肚子好疼, 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柳如烟突然疼得满头大汗, 双手抱紧自己的肚子, 疼痛让六肉如烟的身子微微发颤。 徐燕里看着伸手将人抱到了床榻上, 却也让下人将孟延熙压到了柳如烟的床榻前, 目光狠立地对着她道, 若是今日, 燕儿有什么事情, 你就等着给她陪葬。 孟延熙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若我说, 我什么都没有做, 你会相信我吗? 徐燕里看着柳如烟疼的在床榻上打滚, 时不时地发出隐忍的哀嚎声。 她一双白皙的双手在不停地垂打着肚子。 孟延熙知道柳如烟是真的疼, 虽然她是将柳如烟的腹中的胎儿保住了, 不过她服用下去的堕胎药, 所带来的疼痛是一样她要承受的。 天道有轮回, 这些不过都是她自作自受罢了。 徐燕里看着柳如烟不停地垂打自己的肚子, 为保下她腹中的孩子, 叫来吓人将柳如烟的双手直接捆绑起来。 床榻上的人已经是腾得大汗淋漓, 原本还顾及自己身份, 隐忍着哀嚎的柳如烟, 如今已经是腾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形象。 尖锐的嘶吼声不停地从蓝亭居传了出来。 徐燕里看着柳如烟腾成这样, 心疼, 焦急, 担忧, 不满, 和怨恨瞬间一同涌上心头。 她随手拿出自己的怀中的短刀, 冲到了孟严熙的脖梗够处。 怒红着双眼看着孟严熙, 烟儿就是吃了你递过去的粥, 才变成现在这样的。 你说, 你给她投了什么毒, 把解药拿出来, 否则我就现在杀了你。 孟严熙站在原地, 任由她那冰冷的短刀, 抵在自己的脖梗。 徐燕里微微一用力, 孟严熙的脖梗处瞬间被划破了一道血痕, 血水顺着她光洁的脖梗往下流。 慎言大庭广众之下, 那么多的婢子看着, 就算我有意要对她动手, 也不会选择这个时候。 你不想办法, 就少夫人, 反而问我是不是给她投毒了? 她今早喝过的周晚就在外面, 若是你怀疑可以让人去查查, 那周晚到底有没有毒? 徐老夫人和朱氏得知消息之后, 匆匆地赶了过来, 远远地便听到柳如烟那歇斯底里的哀嚎声。 心下一沉, 赶忙匆匆地进了院子, 二人来到柳如烟房内的时候, 朱氏目光很利地落在孟严熙的身上, 都认为是孟严熙害了柳如烟。 朱氏看着许燕里, 将短刀抵在孟严熙的脖梗, 心中疏然产生一股强大的快感。 徐老夫人亦是对着她露出满满的怒意, 声音都有些颤抖开口, 若是孩子有个什么意外, 你的那对儿女也别想紫薄公府好过。 孟严熙的睫毛轻颤, 许燕里的手中的短刀也用力三分。 徐老夫人怕许燕里脑子一热, 真的将孟严熙给杀了, 给薄公府惹出事端。 心腹刚刚过门, 遭康之妻横死在家中, 就算外面的人不说什么, 但孟家的人定是不会善罢甘休。 特别是孟九招, 徐老夫人不想担这样的风险。 她开口制止道, 燕里先将她押到祠堂去, 晚些烟好了再发落她也不迟。 徐燕里目光在床他的人的身上扫了一眼, 而后狠狠地将孟严熙推到一边。 碰! 孟严熙亮呛着往后退, 腰间狠狠地撞上了一边的桌脚。 四! 她倒吸一口凉气, 门外在检查吃时, 是不是有毒的抚衣面色沉重地走了进来。 屋内的众人目光齐齐地落在抚衣的身上。 抚衣摇了摇头, 对着徐燕里道, 少爷, 少夫人那些东西都没有问题, 喝过的粥碗也是什么都没有。 她脸色有些不好地跪下了下来, 对着房中的众人说道, 属下能力有限, 实在寻不出来问题, 从妇人的症状上来看, 像是服用过了堕胎药, 可属下又从少夫人的脉象中好出, 胎象平稳, 没有丝毫要落胎的现象。 徐燕里的脸色瞬间变得很是不好看。 孟严熙冷笑一声, 淡淡地开口, 既然今早吃的那些东西没有问题, 定是少夫人早起的时候, 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不如在院中好好地搜查一番, 看看会不会多出点什么东西来。 主事对着孟严熙怒道, 燕儿房中的都是他身边的自己带着的陪嫁, 他们是不可能对燕儿做出这样等事情的。 如今屋内最有可能动手的人便是你。 徐老夫人有些看不上前诸是这样, 沉着声音让人将孟严熙带到祠堂跪着, 他怕孟严熙不一忧。 接耳补充道, 若是你不再好好地跪着, 我看你身边的那位婆子, 如今是越发没有了规矩, 不如今日一起叫来, 好好地教教他怎么做好下人。 孟严熙的手紧了紧, 在伯公府内, 他有很多的办法可以保护好自己, 可偏偏没有办法试试护着林妈妈。 林妈妈从前在伯公府为了护着敌解, 时常跟伯公府的人争锋相对, 已经是惹了许多人的不快。 徐老夫人随便动点心思想要害林妈妈,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他见孟严慈丝毫没有畏惧, 随后对着下人吩咐道, 来人, 林妈妈失职, 怂恿主人做出以下犯上之事, 拖出去, 仗打二十大板。 二十大板, 虽然不会打死人, 却也是会要了半条命。 如今林妈妈年岁已高, 受不住这样重的责罚。 我去, 不要动林妈妈。 一边的林妈妈还想要辩解, 却是被孟严熙拉过, 对着她轻轻地摇了摇头。 林妈妈哪里会不明白柳月如的意思, 只是, 她心疼自己的小姐, 平白无故地就被罚去祠堂。 孟严熙将目光落在一只神情紧张的青莲身上, 她淡淡地开口道, 若是现在不查这院子晚了, 想要再寻到少妇人的病因, 便难了。 她路过许宴里的时候, 眸色冰冷地落在她的身上。 难道许少爷想要少妇人的身边 一直都潜伏着这种危险吗? 清莲听着孟严熙的话, 脸色瞬间白了几分。 孟严熙将对方的脸色快速地收入眼底, 不再多言, 转身出了院子, 往祠堂的方向走去。 第82章, 诬陷。 许宴里刚刚顺着孟严熙的目光看了过去, 自然是看清了清莲的那有些惊慌的脸色。 当即便命人去将兰庭区搜查, 也好借机盘查一下柳如烟带回来的那些嫁妆。 柳如烟原本肚子疼得在床上打滚, 听了许宴里的命令, 吓得脸色苍白了几分。 对着许宴里开口阻拦道, 夫君, 昨日, 我们刚刚成婚, 东西都还来不及收拾, 现在查院子不, 不妥。 柳如烟说话间, 疼得嘴巴微微发颤, 吐字艰难。 清莲跪在了柳如烟的跟前, 哭得更加厉害。 她抬手轻轻地捏了捏柳如烟的手, 少夫人, 您, 你不要下奴婢, 您一定会没有事的。 清莲说至于, 目光还时不时地朝着的自己锁住房间的方向, 瞥了瞥暗示那东西, 就在她锁住之处。 蓝亭居院中的那些下人, 已经开始在搜查了, 下人将早上柳如烟吃用过的那些杯子, 水盆什么的, 都一同拿来放在桌面上, 让府衣查看是否有毒, 或是装过什么堕胎药之类的东西。 当东西放在房中的时候, 清莲的目光, 落到一处的水杯上。 她整个人身子一软, 险些跌坐在地上。 柳如烟忍着藤也朝着清莲的所看方向看了过去, 脸上的震惊之色快速地闪过。 随后, 柳如烟看着清莲的时候, 目光变得很立起来。 清莲很快地将柳如烟眼底的很立之色捕捉到。 那杯子, 她明明就已经丢到了别处, 并且将其掩埋起来。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清莲的脑子一片空白, 柳如烟服下止疼的药之后, 肚子上的疼痛感也稍稍地减退半分。 还来不及等清莲多想, 就见腐一已经拿过那支方碑开始检查了起来。 腐一的眉宇突然皱了起来, 对着方碑来来回回地研究了几分。 随后, 对着蓝亭居的问道, 早上是何人用这个杯子给少夫人倒水喝的? 清莲的心瞬间沉了下来。 房中的人将头埋得很低, 谁也不敢多说, 只是目光时不时地往清莲的方向看了过去。 清莲的脸色煞白, 缓缓地从柳如烟的床榻边站了起来, 对着众人开口道, 是, 是我端的, 平日少夫人都有早起喝水的习惯, 奴婢也只是随手拿来的杯子, 便给少夫人倒了杯水。 这杯子怎么了? 徐老夫人满是不解地问道。 腐一对着徐老夫人面色凝重地回禀, 这个杯中有少量的落胎药, 难怪刚刚少夫人有堕胎的症状, 若不是少夫人腹中孩子的命大, 只怕现在孩子已经, 啊, 弥陀佛, 祖宗保佑, 孩子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徐老夫人双手合十, 对着上天喃喃自语, 将手放下的时候, 徐老夫人的目光变得格外的凌厉。 还不等徐老夫人发难, 柳如烟虚弱地从床榻上爬了起来, 然后狠狠地甩了清莲一个巴掌, 啪, 清脆的巴掌声在房内响了起来, 柳如烟满是失望的声音在清莲的耳边响起, 我拿你当姐妹来看, 有什么好的都是想着你。 你为何要如此对我? 清莲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痴疼地捂着自己红肿的脸, 眼底满是震惊地看着柳如烟, 他本以为柳如烟会为自己的开脱的, 却是没有想柳如烟会保全自己, 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给推了出去。 砰, 徐燕里怒气冲地朝着清莲狠狠地踹了一脚, 清莲瞬间被徐燕里给踹飞, 重重地砸到了墙角的位置, 他的脸色惨白无比, 一条肋骨也被徐燕里给踹断了。 清莲这才回过神来, 忍着疼痛, 连滚带爬地爬到柳如烟的床榻边, 哭得很是悲切。 少夫人, 清莲跟着你这么久, 我都为人您是知道的, 定是那些有心之人要陷害奴婢, 才故意陷害我, 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清莲一边哭着, 一边哀求着, 柳如烟目光定定地落在清莲的身上, 脸上带着一丝怒意, 还不快如实说来, 难道你想要被发卖出去吗? 清莲原本不明白柳如烟的意思, 但转念一想, 这次堕胎的时候, 柳如烟本来就是为了要嫁祸给孟月慈的, 还做后面的打算。 清莲一时沉默了, 若是这个时候, 他顺着柳如烟的话来指认背后之人少爷, 这些是从清莲的房中搜查出来的。 一婆子拿着昨日清莲从外面偷偷弄回来的药粉, 递到了许燕里的手上。 许燕里将小纸包递到了府衣的手上。 府衣查看之后, 脸色瞬间变得难看了几分, 对着许燕里道, 这, 这就是堕胎药。 这药还带有毒性, 若是服用过度, 在胎儿打下之后, 还会留下祸根, 日后要再孕就难了。 许燕里还想要对清莲动手。 徐老夫人率先开口便问道, 清莲, 你是燕儿身边的贴身丫鬟, 我相信你不会去做那样的糊涂事情。 你跟我们说说, 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清莲的目光, 小心翼翼地朝着柳如烟的方向看了过去。 柳如烟的神情也跟着变得紧张了起来。 声音带着警告地开口道, 是啊, 清莲, 平日你母亲都是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分的人, 想必你会这么做, 也是有自己的难言之意。 你且放心地说, 若错不在你, 我们也会从轻发落。 清莲地只感觉自己的身上软绵绵地提不起一点点的力气来。 她从小跟在柳如烟的身边自然清楚她的为人, 她的母亲还在刘府, 若是自己的说错一句话传回刘府, 自己的母亲将要面对的便是痛不欲生的艰难生活。 她面色痛苦, 忍着泪意朝着徐老夫人与柳如烟他们的方向重重地磕头, 道歉, 都怪奴婢无知, 昨日见少夫人险些流产, 这才想着跟人寻爱安胎的药, 想要给少夫人稳住这胎, 这药粉饰是孟妮娘给我的, 她说是神医那边来的, 安胎效果很好, 奴婢也是听信别人谗言, 这, 这才酿成大祸。 柳如烟听着青莲的话, 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 满是不可置信的开口, 孟妮娘子,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今早都跟她示好了, 况且, 她一双儿女都是伯公府的嫡子嫡女, 就算我的孩子出生时的男孩, 也不会影响到她孩子在伯公府的地位, 何必要如此赶尽杀绝。 第八十三章, 驱打成招。 徐老夫人站在一边, 脸上的怒意不减, 她眸子, 微眯, 似乎在谋划什么。 而后, 历声道, 月儿实在是越发地过分了, 在宴里的婚事上, 偷偷将那些东西换了, 让莱伯公府招待不周, 那些贵客跟着一同吃苦头了, 今日却又要来怂恿耶儿身边的下人, 把落胎要给耶儿扶下。 我们念在孟府和伯公府之间的旧情, 可月儿却如此行事, 在场的众人瞬间都明白 徐老夫人的什么意思。 诸氏也顺着徐老夫人的话, 继而抹泪哭诉, 若不是月儿将那些东西偷偷让人换了, 也不至于落在如此无能的名声, 让那些北国勋贵偷偷地笑话我。 诸氏此话一出, 徐老夫人的脸色瞬间沉了几分, 嫌弃她小家子气。 但眼下不是训斥诸氏的时候, 而是要想法将这些话传去, 传遍整个北国。 徐老夫人声音有些沙哑地说着, 我们失了名声是小, 就是让昨日来参加我们婚宴的贵客们受委屈了, 这是我们不对, 改日再重新开办宴席, 宴请那些宾客。 她看向脸色惨白的柳如烟, 目光柔和了下来, 满是慈爱地对着柳如烟道, 你放心, 祖母再不会让你受到委屈。 柳如烟微微汗手, 却是还在为孟年夕辩解。 祖母, 孟姨娘也是一时接受不了, 才会做出这样的糊涂事, 又或者是听信的谁的谗言。 早前我就听闻孟姨娘的闲名, 她这样的女子, 许是不会想到这些荒诞的事情。 许燕里的脸色黑沉, 对着下人怒道, 却将孟姨娘院中的那些下人都带过来。 还有, 寻几个婆子到祠堂看着孟姨娘, 此事不能能让她知晓。 是, 下人一眼离开, 柳如烟的眼底却是闪过狠辣之色, 但抬头的时候, 却又换上了温软可怜的小模样。 她的目光落在清莲的身上, 对着众人哀求道, 清莲是从小就跟在我身边的贴身丫鬟, 差是习惯了, 这次也不是她的有意为之。 她实话实说, 就从轻发落, 罚她三个月的月婴。 柳如烟化落, 目光满是祈求地朝着许燕里的方向看去。 许燕里此刻都是对柳如烟的心疼, 哪里还会考虑其中的原因? 她说什么, 许燕里都点头答应。 好, 多一你的, 只要你和孩子好好的。 许燕里说着, 往柳如烟的床踏边坐下, 一只手轻轻地扶上了她的肚子。 动作十分地温柔, 柳如烟看着她的行为, 和薄公府的那些人, 对她腹中孩子的重视。 她突然有些犹豫, 抱着侥幸的心理, 若是将这孩子留下, 只要小心一些, 就不会被人发现不对之处。 自己也能母瓶子贵。 思极此。 柳如烟这才关心地问府一, 我吃了那落胎药, 会不会对孩子有什么伤害。 府一想了想, 刚刚迈向平稳, 这孩子是个命大的, 日后定是有福之人, 少夫人且好好养着, 不会有什么事情。 听了府一的话, 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特别是徐老夫人, 到了她这个年纪, 最看重的就是人丁兴旺。 府一刚刚说, 那孩子是个有福, 更是讨得徐老夫人的欢心, 早就将昨夜她们争锋相对的一幕给忘了。 徐老夫人面色慈合地对着柳如烟道, 一二, 只要你好好的将腹中的孩子生下, 不管是男孩女孩, 祖母都喜欢, 若是男孩更好, 生个男孩, 祖母就将那嫡长子的位置你的孩儿, 若是生个女孩, 祖母就请北国最有名的教养嬷嬷, 好好地教导她, 日后给她寻个好夫婿, 祖母另外还对你有别的奖赏。 柳如烟正是想要争得孩子的嫡子之位, 徐老夫人的话, 无非就是让柳如烟更加坚定了她, 要将腹中孩子留下来的决心。 她朝着徐老夫人微微汗手, 燕儿会尽自己的权利将腹中的孩子护好, 让她平安出世。 几人说话间, 孟月慈身边的那些陪嫁被带了过去, 在院中跪了一地。 徐老夫人, 朱氏和许燕李等人来到了院中, 看到为首的人是林妈妈, 旭秋和暮东。 徐老夫人和朱氏早就对孟月慈院中的这三人看不惯了, 只是孟月慈将自己的贴身看得太紧, 他们想要寻得错处收拾几人, 无奈也寻不到机会。 朱氏看着落在他们的身上, 看着他们穿着比自己还要好的衣料, 心里平添了几分怒意。 为首的林妈妈自然明白他们想要做什么, 只是身为孟府的老人, 他不卑不亢地抬头对着徐老夫人的目光, 问道, 不知道老夫人寻我们过来有何事? 徐老夫人冷哼一声, 你们这个贱婢, 怂恿自家主子干出那等害人之事, 还不知错。 来人, 去将虎边拿来, 今日我要替孟月慈好好教训你们, 让你们平日吓人没有吓人的样子, 太没规矩了。 林妈妈的心头一沉, 徐老夫人用这样的由头来给她定罪, 他们是断然不能承认的, 若是谁松了口, 日后自家的小姐就要背负上, 害人子嗣的罪名了。 林妈妈强压心中的怒意, 声音不惧地问道, 老夫人, 我们平日都是恪守本分, 做着自己的分内之事, 孟姨娘更是以身作则, 从不做乐举的事情, 奴婢们实在是想不明白, 我们今日究竟是做了什么错事? 你要给我们安上如此罪孽深重的罪名? 徐老夫人目光锐利地落在林妈妈的身上, 寻他们来, 可不是为了跟他们这些下人讲道理的, 青连都将事情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了, 你们还有什么可以狡辩的? 不多时, 那掌满稻沟的虎鞭被人拿了上来, 那些下人看了一眼虎鞭, 身体就微微发颤, 可, 徐老夫人的话, 却是让他们摸不清, 满是疑惑。 行行的人朝着空旷的地方狠狠地挥了一鞭子, 咻, 这一边吓得那些下人身子僵直, 耳边就响起了徐老夫人声音, 只要你们承认这些事情的经过, 我看在你们诚实的份上, 对你们从轻发落。 林妈妈抬眸, 目光错愕地看向徐老夫人, 再看看她身边的许燕礼和诸事, 他们这是打算驱打成招。 林妈妈的心中的愤怒, 再也克制不住, 老奴不知何错之有, 还请老夫人明示。 第八十四章, 护主, 徐老夫人的目光落在她的身上, 脸色黑沉, 对于一个不听话的下人, 她不介意好好地训斥一番。 孟姨娘将堕胎药给清廉, 还哄骗她那些是安胎所用, 此事, 你们敢说, 没有你们这些下人的指使? 话落, 院内冤屈的声音一片, 对着徐老夫人哀求道, 此事, 我们真的不知情, 还请老夫人明见。 哼, 平日就是太过放动你们了, 现今连主母腹中的孩子都敢谋害, 还敢嘴硬。 林妈妈挺直身板, 继而辩驳。 我们原是孟府的人, 就算有错, 也是孟姨娘责罚我们。 北国最讲究的就是证据, 昨日, 我们不曾见清廉姑娘来过清新居, 老奴一直跟着孟姨娘, 也未见他们清廉姑娘来寻过孟姨娘。 况且, 府中有府邑照看少夫人, 清廉姑娘又怎么会来清新居, 跟孟姨娘讨要安胎的药, 此事疑点众多, 不如清老夫人报官, 到府中一查, 还孟姨娘一个清白, 也让有心之人能早些被抓拿, 让少少夫人日后免受这苦。 徐老夫人目光冷冷的, 家丑不能外养, 既然你们嘴硬, 我倒要看看, 是你们嘴硬, 还是我这手中的鞭子硬。 随后, 他朝着一边的下人递了个眼神, 下人会议, 拿过手中的长鞭站在的一边。 另外的下人, 则是将林妈妈从人群中给拉了出来。 旭秋和暮东忙起身, 着急地对着徐老夫人说道, 老夫人, 有什么事情, 可以请孟姨娘一同过来, 我们可以当面说清。 徐老夫人冷哼一声, 你这些小贱蹄子, 我会不知道, 你们在心里在打什么主意, 还不是想着你们主子惯着你们, 让你们越发无法无天了, 给我动行, 打到他们承认了为止。 林妈妈正脱开那人的束缚, 随后, 对身边的婆子说道, 不用你们, 我自己会走。 他不卑不亢地, 对上徐老夫人的目光, 眼底满是坚毅, 亲者自亲, 钟鸣鼎十之家不会承认, 没有做过的事情。 老奴今日就是死在你们的手中, 也会证明, 我们没有做过这等事情。 我们的小姐, 更加不屑这样的行为。 话落, 林妈妈站在空旷的一边, 对着身后的那些孟月词的陪嫁道, 孟府带我们不薄, 虽然主子现在是伯公府的姨娘, 但是她从来都没有苛带过我们, 对我们都是宽容以待, 今日若是谁敢做出被主之事, 我第一个不会饶了你们。 牙尖嘴利, 徐老夫人的脸色变得更加的难看。 徐老夫人冲着那拿着长鞭的人递了一个眼神, 小丝会议, 啪、啪、啪。 她手中的长鞭在林妈妈的身上狠狠地抽打, 边起边落边边带血, 林妈妈的身上瞬间被打得皮开肉绽, 血水很快将林妈妈身上的衣裳给染红, 疼痛让林妈妈倒吸一口凉气, 却是站立其中, 脊背挺直,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家规, 忠厚传家之酒, 诗书既是长, 家风醇厚, 文化绵延, 此乃家族之根脉。 清白做人, 廉洁奉公, 家族生育, 虚我卑正之行事为耻。 林妈妈的回话, 无非就是再给再给打不功夫的脸, 徐燕里他们的脸色黑了又黑, 徐老夫人伸出手颤抖地指着林妈妈倒, 还嘴硬, 打, 给我狠狠地打, 往死里打。 小四的手上的力道不停地加重, 鞭子挥落, 皮开肉绽, 林妈妈身后衣上血水和皮肉粘在了一起, 脚下的步子也变得亮枪了起来。 随即又是一边, 林妈妈口吐鲜血倒在地上, 她艰难地撑起自己的身子半跪在地上, 不让自己倒下。 林妈妈! 院中所有孟月词的陪嫁, 惊呼出声, 眼眸发红。 旭秋跪在徐老夫人的跟前, 对着她哀求道, 老夫人别打了, 再打下去会出人命的。 木东也跟着, 一同跪着来到徐老夫人的跟前。 老夫人, 你向来念佛, 得饶人处且饶人, 您就让他们别打了。 徐老夫人居高临下地看着旭秋和木东 两人哀求的模样, 眸中冷漠道, 不打也可以。 你们只要说出, 月词谋害一儿腹中孩子之事, 我便将你们所有的人放了。 旭秋和木东两人的脸色瞬间白了, 看向林妈妈时, 双眸红得更是厉害。 林妈妈则是冲着旭秋他们道, 不要求他们, 只要能护住我们小姐的名声, 老奴今日死也值得。 徐老夫人气得浑身颤抖, 都反了天了, 打, 往死里打。 小丝看着林妈妈的体无完肤的后背, 有些于心不忍。 老夫人, 再打下去, 只怕。 你不打, 有的人来, 给我打便是。 徐老夫人厉声道, 林妈妈抬手, 将嘴角的血迹擦掉, 继而道, 岁月流转, 家风涌住, 谦逊有礼, 待人如待己, 是处世之道。 旭秋和木东哽咽着跟着林妈妈, 一同念起了家训, 紧跟着便是梦月词院中所有的陪家一同念。 声音从最开始林妈妈一人的, 到最后月发的大声。 院内响起, 其声念道, 积善之家, 必有于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于秧。 此言犹如古中悠扬, 回响在岁月的长廊。 哦哦哦, 林妈妈再次口吐鲜血, 而后倒地不起, 许宴里有些动容, 她没有想到, 孟府出来的下人竟是这般有骨气, 为了护住主人的名声, 干受折磨。 朱氏看着眼前的情况, 有些害怕了起来, 小声地对着徐老夫人道, 母亲, 要不, 还是算了吧, 他们都是硬骨头, 万一闹出人命, 对我们博公府不好。 徐老夫人脸色十分的不好, 今日的郁节, 不解, 她难消心头之恨。 颇醒, 继续打。 徐老夫人的怒不可恶地说着, 徐燕里也跟着的亥然, 婆子拿来一大盆的水, 朝着林妈妈的身上, 颇去。 小丝仰起鞭子, 续秋和暮冬, 却是琪琪扑到了林妈妈的身上, 将林妈妈, 护在自己的身下。 作为下人, 就算主子要了他们的命, 他们也无可奈何。 徐老夫人被气急了, 看着眼前的一幕, 脸色又青又红又黑。 小丝看着他们, 下意识地收紧手中的长鞭, 无助地看向徐老夫人。 徐老夫人上前一步, 将小丝手中的长鞭, 朝着续秋他们的身上, 狠狠甩了过去。 只是手中的虎鞭, 一个没有控制吼, 鞭子往后鞭到了自己的后背。 啊! 第85章, 自讨苦吃。 徐老夫人哀嚎一声, 虎鞭的倒刺勾着徐老夫人的后背的肉, 整条虎鞭还挂在她的身上。 朱氏下脸色一白, 下得不知措辞。 还是许燕里对着下人道, 快将老夫人身上的虎鞭拿了下来。 刚刚拿着虎鞭的下人, 朝着徐老夫人的和后背看了眼。 而后, 道, 少爷, 这虎鞭里面都是道沟刺, 想要将虎鞭拿下来, 只能是让背后的那层皮肉弄破, 才能将虎鞭取出来。 哎哟, 徐老夫人疼的声音有些颤抖。 你们这些雕奴, 就要我这老太婆的命啊。 小丝下的盲跪在地上, 小的不敢, 还请老夫人赎罪, 小的说的都是实话, 这虎鞭唯有将皮肉勾破, 才能拿出来。 徐老夫人一听, 险些晕了过去。 续秋和暮冬则是哭红了眼, 抱着奄奄一息的灵妈妈。 哎哟, 徐老夫人突然哀嚎一声, 再见时, 就看到徐燕里的手中拿着那条虎鞭, 她趁着徐老夫人不背的时候, 将她后背的虎鞭取了下来。 徐老夫人哀嚎一声, 便晕过去。 院中兵荒马乱的, 徐燕里示意下人将徐老夫人抬回新斋堂, 又指了下去秦府衣。 忙完这些, 朱氏扯了扯许燕里衣袖, 对着许燕里道, 月慈身边的那林妈妈气息微弱, 怕不是死了吧? 刚刚林妈妈他们护主住的一幕, 让许燕里有些惊叹, 但也有些嫉妒, 孟月慈不过是个女子, 却有人为了护主她的名声吗? 不惜赌上自己的性命。 她倒是想要看看, 林妈妈那些人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对着下人道, 将他们都关到柴房, 是死是活, 就是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旭秋脸色一白, 对着许燕里重重的磕头, 少爷, 林妈妈伤得这么重, 若是治疗会死的, 求求您放林妈妈一条活路吧。 许燕里的脸冷了下来, 要怪就怪你们真的主子, 心狠手辣, 谋害伯公府的子嗣, 就算你们死了, 也是你自己自找的包庇主子, 没有将你们一个个的发卖出去, 我们就算仁慈了。 林妈妈奄奄一息的半睁开眼睛, 态度强硬道, 深正不怕影子歪, 公道自在人心, 你们都不要求, 熬过去, 算我命大, 熬不过去, 就算是老奴为小姐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护主一生, 死得其所, 这辈子也算是值得了。 可嗨嗨, 林妈妈往一边咳嗽, 血水顺着嘴角流, 学院里听着林妈妈的话, 脸色变得十分的难看。 柳如烟不知从何事站在了院外, 目光则是落在续秋的身上。 眼底满是盘算, 这般中烈的陪嫁, 若是传出与人不明不白苟合之事, 只怕孟月慈那贤淑的名声 也会一同受损吧。 续秋感受身后传来一道灼热的目光, 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就见柳如烟眼底满是英智, 他的心咯噔一下, 一股不好的预感在心底陡然升起。 学院里让人将孟月慈的陪嫁都送去柴房, 这才往柳如烟的身边靠近, 将他揽入自己的怀中, 怎么出来? 别看, 不过是训斥一些刁奴罢了, 看他们脏了你的眼。 学院里拉着柳如烟回了房中, 在祠堂的孟严熙一直感觉心里难安, 反复地念叨静心经都是心烦意乱的。 院外看守的婆子突然小声地窃窃私语道, 蓝亭居那边动静这么大, 是怎么了? 听闻是老夫人用虎边收拾吓人的时候, 不小心将自己的后背勾伤了。 死。 婆子面容露出一抹痛苦之色, 继而说道, 那虎边打人可是真疼, 铁骨铮铮的男子都不一定能承受住, 更何况是老夫人那身子骨了。 婆子突然又好奇地问道, 好端端的, 老夫人怎么会突然拿那虎边出来? 另外的婆子神神秘秘地往祠堂里面指了指, 有意压低声调, 对着问话的婆子说道, 听说新少夫人今日差点流产, 是孟姨娘给了新少夫人房中的清莲一包堕胎药, 哄骗清莲说是安胎的。 给新少夫人喝过之后, 险些一尸两命, 伯公府为此大动干戈, 徐老夫人这才将虎边给请了出来。 不过孟姨娘的那些陪嫁都是嘴硬的主, 就她身边的林妈妈硬生生挨了半天虎边抽打, 背后被鞭打得血肉模糊, 皮开肉绽的愣是一声都没有坑, 还在那念家训。 最后, 孟姨娘身边的那些陪嫁都纷纷给林妈妈求情, 这才让老夫人更加生气。 听说那林妈妈被打晕过去了, 老夫人还让下人将林妈妈给颇醒, 继续打呢。 另外的婆子听得倒吸一口凉气, 脸色不是很好地说道, 平日老夫人不是都总是吃斋礼佛吗? 怎么会如此做? 你还不知道, 昨日的婚宴夫人办得不好, 她们都想怪到孟姨娘的身上去, 孟姨娘也是可怜, 背后的靠山倒下了, 少爷也另娶他人, 就连一心护主的下人都险些被打死了。 她们现在怎么样了? 哼, 少爷让人将她们都关到柴房去了, 不给药, 不给水, 也不让府衣去看, 等孟姨娘罚跪出去, 恐怕尸身都凉半截了。 婆子听后, 一惊, 忙拉过另外婆子的手, 将自己的食指放在唇边, 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嘘, 别说了, 要是被里面那位主听到了, 可就不好了。 跪在祠堂的孟严熙, 听力向来就异于常人。 听着两人的听话, 孟严熙的眼底心红, 突然起身, 一个闪身来到了两位婆子身后。 婆子心有余悸时, 头顶传来一片的阴影。 两人小心翼翼地抬头, 就见孟严熙目光冷立地站在他们的身后。 啊! 婆子们惊呼一声, 连忙往后退了退。 等看清眼前的人之后, 对着孟严熙结结巴巴地说道, 孟, 孟姨娘, 你刚刚不是还在里面的吗? 什么时候走到我们身边呢? 怎么连点声音都没有? 另外一婆子, 抬手轻轻地放在自己的胸口拍了拍, 随即问道, 孟姨娘, 你现在还不不能走? 老夫人说过了, 要明日才能放你出去。 孟严熙的目光冰冷, 看向他们的目光, 就像是看向死人一般。 那就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拦住我了。 第八十六章, 修书。 话落, 他一个闪身, 消失在了祠堂。 婆子揉了揉双眼, 有些不可置信地, 在祠堂内四处环视, 大门还是紧锁的, 就是不见孟严熙的身影。 两人战战兢兢地相互携手, 往祠堂里面走去, 在祠堂内寻了一圈, 还是没有找到的孟严熙的身影。 两婆子相事看, 伴上后, 两人后知后觉的惊呼一声, 啊, 鬼呀, 青天白日的见鬼了。 哀嚎的同时, 拔腿就往外面跑, 手忙脚乱地将大门打开, 连滚带爬地滚出了祠堂。 孟严熙直接潜入了柴房, 看着嫡姐身边的那些陪嫁 平日风风光光的, 此时却是棚头购面, 被薄公府的人如此对待。 林妈妈此刻趴在茅草上, 面如白纸, 唇盼也毫无血迹, 身上的穿的衣裳也被浇湿了, 背后盖着一下人的外袍, 另外的小丝将那把外袍 给挨林妈妈的下人围在中间, 布她湿了里。 暮东则是守在一边, 不停地给林妈妈擦额间的冷汗, 感受到身后有人, 众人齐齐朝着孟严熙的方向看去, 看清来人是孟月慈, 他们像是寻到了主心谷, 朝着孟严熙的方向跪下。 叙秋率先开口道, 小姐, 我们孟府的人没给您丢人。 孟严熙鼻尖一酸, 示意他们不必多礼。 她走向林妈妈, 小心地将他们后背的衣服给掀开, 入眼的便是皮开肉绽的背后, 血肉模糊, 血红的血水已经跟背后的衣裳都粘在了一起, 伤口十分渗人。 孟严熙心底的怒火瞬间升起, 她上前去搀扶林妈妈起来, 将她扛到自己的背上。 小姐, 叙秋和沐冬小心地在身后搀扶, 看着孟严熙娇较弱的身子, 将林妈妈扛在自己的肩头, 而后将她背起。 孟严熙对着身后的林妈妈哑声说一句, 林妈妈, 月儿来带您回府了。 林妈妈迷迷糊糊的时候, 动了动眼皮, 泪水顺着脸颊滑落。 她走到房门外, 抬脚狠狠地朝着门上踹了一脚, 碰, 柴房的门瞬间被她踹开, 她朝着身后的那些陪驾倒。 我们回府, 走回去, 让外面的看看人, 伯公府是如何善待下人的。 跟在孟严熙身后的那些陪驾, 眼睛瞬间红了, 不少的婢女纷纷捶泪, 点头。 孟严熙拿出来, 刚刚从祠堂顺的宣纸放在木东的手上, 随后咬破自己的食指, 写下修书。 许燕里无德无品, 博公府忘恩负义, 修书一份, 自从孟严词再与博公府毫无瓜葛。 她取出一根银针, 连带修书一同扎入柱子上。 以孟严熙为首, 她背着林妈妈一路往博公府的大门方向走去。 下人看到这样的一幕, 都没有人敢上前阻拦, 纷纷给孟严熙让出一条刀。 婆子将此事告诉许燕里和朱氏。 两人听闻后, 脸色很是不好地追了出去。 许燕里挡在孟严熙的跟前, 对着孟严熙怒斥道。 你想要干什么? 孟严熙抬眸冷冷地对着她说了一句。 滚。 许燕里瞬间感觉没脸, 脸色也跟着沉了下来, 对着孟严熙斥责道。 今日, 你若是敢离开博公府一步, 此后, 你想要再回来, 就不可能了。 朱氏也跟着在一边冷嘲道。 你们这些实在太不像话了, 我们不过是替你收拾这些下人, 你不知道感激, 反而还跟我们闹起脾气来了。 你也不看看, 你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要仪容没点仪容, 还公然夫君婆母斗嘴。 依我看从前那些淑德, 贤惠都是装的。 她看了看孟严熙身后奄奄一息的灵妈妈, 一脸嫌弃道, 要不是看在她是你身边的陪嫁, 今日我就让人将她打翻了出去。 孟严熙周身的气息瞬间压了下来, 目光冰冷地落在朱氏的身上。 夫人, 我陪嫁, 你们谁都没有资格发卖, 今日之事我们会去报官, 帮他们讨回公道,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天道有轮回, 做过的恶事总会反噬到你们的身上。 放肆! 徐燕里上前一步, 抬起巴掌就要往孟严熙的脸上打去。 啪! 孟严熙快徐燕里一步, 巴掌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她的脸上。 徐燕里怒红着双眼, 又是抬手。 孟严熙也不管着她, 抬脚狠狠地对着徐燕里的当下踹去。 碰! 啊! 徐燕里面色苍白地捂着身下, 疼痛, 不停地让她再在地上打滚。 朱氏一看徐燕里被孟严熙当众打了, 气势汹汹地上前, 想动手。 看着孟严熙的架势, 寻思着自己打不过, 便将抬起手插在腰间, 怒道。 你不过是伯公府的一个妾室, 怎么敢对自己夫君动手? 反了天了。 孟严熙从朱氏的身边越过, 在她的身侧停下, 继而道, 从前是, 现在不是了, 你们不配。 朱氏满视不解地, 朝着孟严熙看去。 随后, 一下人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 对着朱氏喊道, 夫人, 不好了, 他们跑了。 下人气喘吁吁地来到朱氏跟前, 手中还拿着一张宣纸, 上面赫然出现两个大字。 休说! 朱氏看清上面的内容后, 气急败坏, 对着下人道, 来人将他们都拦下。 徐燕里这时候, 身上的疼痛也缓和了过来, 猛然起身来到孟严熙的身边, 钻紧的拳头朝着孟严熙的背后开始袭击。 孟严熙一个闪身, 快速地躲开, 抬起后腿, 对着徐燕里的下巴处狠狠地踹了一脚, 而后是鼻子。 徐燕里亮腔着往后退了几步, 摸着流下来的鼻血, 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孟严熙。 他将林妈妈交到了木东的手上, 顺手拿走了木东腰间的那条长边。 不等徐燕里说话, 便朝着她的方向狠狠地摔去鞭子。 啪、啪、啪。 边起边落, 每一鞭子都落在徐燕里的身上, 脸上、手上。 鞭子落下, 皮开肉绽。 徐燕里的哀嚎连连, 她刚刚在林妈妈的身上数过, 一共是打了四十鞭。 孟严熙也在心中莫数, 直到鞭够四十下才停手。 期间, 朱氏上前阻拦, 也被孟严熙打了几鞭子。 孟严熙目光冰冷地落在他们的身上, 声音如鬼魅般。 孟姨娘的身份, 是对你们的保护, 不是让你们欺负我们的资本。 修书一出, 日后修想再如我半分。 第八十七章, 身份败露。 徐燕里忍着疼, 又气又恼怒地朝着孟严熙伸出手, 指着她道, 北国没有修夫的道理, 只有修妻和离枝说, 你们今日想要走出这道门, 只有被修妻的份, 否则你就算死在这里, 也别想迈出去博公府的这道门槛。 话落, 她朝着那些下人递了一个眼神, 周边瞬间出来十余人的壮汉, 各个身材高大, 将孟严熙等人围在其中。 孟严熙早就听说, 博公府里面, 饲养了十余人的死士, 在北国养这些死士, 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虽然北国没有明文规定不能私养死士, 但勋贵都很忌讳这样的, 都认为养这些不是什么好事。 许燕里满是得意的, 朝着孟严熙道, 你今日当着众人的跪下, 给我赔礼道歉, 刚刚那些鞭子还了你, 诚意足够, 我还可以考虑一番, 让你留在府里当个陪访。 朱氏刚刚还缩在角落, 一看这些死士被许燕里换了出来, 气焰瞬间又涨了起来, 怒道, 像他如此毒妇, 今日便可以用七处之条将他修了出去, 何必要留这样的祸害在府中。 孟严熙目光凌厉地在他们的身上扫, 不过是一群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跟许燕里是一样的废物。 他冷笑一声, 此事由不得你们, 他们有十余人的死士, 可他身后的那十余人又岂是平凡之北? 只怕是, 嫡姐当初了卫护权许燕里的颜面, 就没有告诉过许燕里, 他这十余人的陪嫁都是孟家军里面退下来的精锐。 当初父亲为了让嫡姐不在伯公府受到欺负, 有意安排的人保护他, 可嫡姐的一再忍让, 却也换不回狼心狗肺之人。 许燕里不以为, 就算孟严熙会武功又如何, 一个弱女子终归是敌不过十余人的死士。 既然如此, 你就别怪我心狠。 许燕里话落对着那些死士, 递了一个眼神。 死士们相视一眼, 而后朝着许燕里, 开始拳打脚踢, 一顿胖揍。 啊, 疼, 住手, 你们反了, 搞错。 许燕里在哀嚎声中, 挣扎着要起身, 却被那些死士重重地按回地上, 有人捂住他的嘴巴, 还有人按住他的双手双脚, 拳头都是往脸上砸去。 呜呜, 许燕里被按得动弹不得。 诸士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上前去拉。 可对方丝毫不理会诸士。 诸士只能站在原地, 双手不停地拍打着的自己的大腿, 一边跺脚, 一副叫天天不英, 叫弟弟不灵地对着他们哀嚎道, 别打了, 别打了。 他从角落的地方, 瞥见许燕里被打成猪头一样, 声音颤抖道, 我的儿, 我的儿。 孟月慈, 你快让他们都住手, 难道你要让他们打死燕里才满意吗? 孟延熙也从正愣中回过神来, 不明白那些死士为何要帮着他。 他若无其事地对着诸士摊了摊手道, 我什么都没有说, 那些死士不是你们的人吗? 听闻死士是最重于主人的, 孟延熙好笑地看着诸士, 见他急得在原地打转, 又无可耐, 心中升起一阵怅然。 等他再抬眸, 看向许燕里的时候, 那些死士已经停下手。 诸士见状, 立马上前去, 搀扶他起来。 徐燕里颤颤巍巍巍地从地上爬起, 鼻青脸肿的, 堪比被抱作的猪头, 哪里还有原先意气风发的模样。 孟延熙看到这一幕, 先是一愣, 嘴角却是情不自禁地微微上扬, 想压都压不住。 徐燕里看到孟延熙脸上的笑容, 努着朝他伸出手, 张嘴就要骂, 死, 嘴巴刚刚张开, 一股强烈的疼痛感, 瞬间从嘴边细细密密地传来, 一直延伸到整个脸部, 扯得生疼。 徐燕里顺着自己的脸摸去, 除了脸上的鞭痕, 自己的脸整个肿了大圈。 向来最为重视自己的容貌的徐燕里, 一时也慌了神, 忙到一边的水缸处, 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脸上。 只是水缸中出现的猪头, 又青又红又紫又黑的, 哪里还有半点自己原先的俊朗模样。 徐燕里抬手, 对着水缸摸了半天自己的脸, 最后确认那是自己的脸, 这才惊恐地捂着脸对着孟严熙道。 你们, 你们都太过分, 我, 我跟你们没完。 孟严熙冷笑一声, 你拿什么跟我斗。 说话间, 他上前一步, 手中的长边微抬。 徐燕里下意识地抬起双手, 抱着自己的头, 直接跑开了。 孟严熙手中的长边对着空地, 狠狠地摔了一鞭子, 啪, 强劲有力的鞭打声, 瞬间在地面响起, 落在诸事的耳朵, 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梗。 那十余人的死士, 突然朝着孟严熙的方向跪了下来。 其声道, 邵夫人, 请带我们一同离开。 孟严熙的目光落在他们的身上。 那些死士原本是战场上先锋队, 是受了牵连, 这才被迫从军队退了下来。 但死士都是从小开始培养的, 他们品性和武功都是一顶一的好。 只是让孟严熙怎么都想不明白, 为何如此忠于主人的死士会突然改变, 转而投在自己的名下。 他收起眼底的疑惑, 目光淡淡地落在那些死士的身上, 声音带着几分不信任。 如此容易一主的死士, 我不敢要。 那些死士听闻之后, 面面相去, 为首的死士, 对着孟严熙露出一抹奇怪的神情道。 邵夫人, 我们一直都是您的部下, 何来一主之说? 孟严熙的眼底, 快速地闪过一抹惊讶之色, 但很快却又被自己的隐藏起来。 他目光试探地看着那些死士, 见他们脸上的神情认真, 确定他们没有撒谎, 这才汗手。 既然你们都要跟我离开, 就去将我的那些嫁妆一同带走。 是, 一行人齐刷刷地朝着清心居的方向走去。 下人背过林妈妈, 也回去清心居, 孟严熙亲自为林妈妈清理伤口, 上药, 守在一边的续秋和暮冬的脸上, 皆是露出一抹震惊的神情。 孟严熙虽然从前也是习过舞的, 但只是练了一点的拳脚功夫, 加上这些年都荒废了, 都生疏了。 可刚刚孟严熙的, 可以随意地背着一百多斤的林妈妈, 轻松地往外面走, 一脚能踹开柴房的门。 加上他鞭打许宴里时候的那架势, 别人看不出来, 可续秋和暮冬是跟在孟严慈的身边的人。 就算他们的反应再迟钝, 也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第八十八章, 街女回家。 暮冬率先一步朝着孟严熙跪下道, 小姐, 我们少妇人在何处? 孟严熙拿着药瓶的手一顿, 目光看着泪流满面的暮冬。 续秋野后之后觉得跟暮冬跪到了一起, 眼眸肃然红了, 她将抬手将人从地上虚拂了起来。 你们都察觉到了, 续秋和暮冬红着眼齐齐点头, 抚忆给少妇人看过, 她的身子已经是亏空的厉害了, 没有回转的余地, 平日她连走两步路都是带喘的, 更不可能像今日这般, 轻松地背起一百多斤的人, 还能背着走这么远。 还有就是, 您刚当为林妈妈的处理伤口的娴熟手法, 一看便是常年习惯养成, 少妇人的手跟您的手也不同, 从前少妇人也是像你的手这般鲜细嫩白, 可变了型的手, 又怎么能恢复呢? 续秋再次抬眸的时候, 一时泪满面了。 孟严熙收回目光, 静静地替林妈妈的后背的药上完, 经过手之后, 才神情复杂地对着他们说道, 你们少妇人不在了, 但她不是病死的, 而是被人长久为了一种慢性的毒药中毒而亡的。 林妈妈醒来正好听到, 孟严熙的话, 眼泪顺着枕头往下流。 此事, 不能让外人知道, 你们心中有数便好, 伯公府欠敌姐的, 我会一一地从他们的身上讨回。 是, 全听小姐的。 旭秋和暮东抬手将眼角的泪水擦干, 对着孟严熙保证道。 孟严熙修夫的事情很快被传了出去, 林修子去孟府的路上也听闻了此事, 将这事情告诉了孟府。 孟九昭和孟府听闻之后, 又喜又忧虑, 两人合计一番之后, 心中已然有了主意。 清新居这边的东西也都收拾好的。 孟严熙将这个小书房里面的书籍, 所有属于她的东西, 一并让下人一同都收拾带走。 看着被清空的院中, 孟严熙心中舒畅, 顺道地又让下人将那些她修缮过的地方, 按照原来的破损, 恢复成了一样的状态。 就算要离开, 孟严熙也不会让他们占到一丁点的便宜。 许伯公从朱氏那儿得知消息, 忍着不是爬了起来, 面色难看地来到了清新居。 朱氏在一边小心地搀扶着许伯公, 两人的目光皆是落在院中那一香香的嫁妆上面。 许伯公也不遮掩, 开门见山道。 你要走可以, 把院里的这些东西都留下来, 带着那些下人从后面离开。 若我说不呢? 孟严熙声音轻飘飘地反问。 许伯公没有想到孟严熙会如此地直白, 原本就不是很好的脸色, 瞬间又黑了几分。 哼, 在伯公府就得由我们说了算了。 你试试这些东西, 你能不能搬走再说。 旭秋有些气不过, 这院中的东西都是我们小姐的陪嫁。 许伯公像是打定了主意, 对着孟严熙冷笑一声, 陪嫁又如何? 北国可是有规定, 被修之人, 那些嫁妆是一样都不能带走的。 若是你们执意要带走, 我便去告官, 告你们偷盗。 随之, 许伯公便将许燕里写好的修书, 直接丢到了地上。 木东想要弯腰去捡, 却被孟严熙给拦下, 他目光淡漠地在那修书上扫过, 一只脚踩上了修书。 失笑一声, 许伯公只怕是糊涂了, 是我修了许燕里, 而不是他修了我。 把握。 孟严熙扬声道, 转身不再理会许伯公。 死士们听闻之后, 开始搬着那些嫁妆往外面走去。 许伯公双手张开挡在院门, 不让孟严熙他们将东西搬出去。 气急败坏道, 泼妇, 真真是泼妇。 你们孟府就是这等教养。 再说, 北国没有修夫之说, 我们不认。 孟严熙抬手示意, 他们都停下手中的动作。 而后又对许伯公道, 北国也没有平妻之说, 若我说不认, 许燕里就不娶了吗? 既如此, 你们可以做出将妻为平妻之事, 女子有妻出之条制约。 男子抛弃糟糠之妻, 无品无德, 我修服又有何不可? 许伯公被孟严熙地说得眉毛竖起, 脸色一时红的一时黑的, 动了动嘴, 也没有想到什么。 最后只是态度强硬道, 女子以福为天,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东西你们一个都别想带走。 朱氏突然想到什么, 还有, 你要走, 把你那双儿女也带走, 别站着伯公府嫡孙的位置, 像你这样的女子交出来的孩子, 能有什么好的? 上方接瓦, 不学无术。 孟严熙的目光流转, 抓住他们心中的盘算, 勾唇冷笑道, 那是你们伯公府的孩子, 修夫也没有女子带着孩子一同离开的道理, 晚些我便让人将他们送回来。 伯公府, 你们如何处置是你们的事情? 两人原本也是打算试探孟严熙对两个孩子的态度, 只是没有想到, 孟严熙会将话说得如此果决狠心。 如今柳如烟已经是身怀六甲, 一想到孟严熙的孩子站着伯公府嫡孙的位置, 朱氏就感觉自己像是吃了苍蝇般的恶心。 朱氏躲在许伯公的身后, 有些惧怕地对着孟严熙道,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 母瓶子贵。 你还不是为了给自己的留一条后路, 日后等伯公府的日子好过了。 你再来诱导孩子将你接回来伯公府。 孟严熙不得不佩服朱氏的脑回路, 若不是他的神助公孟严熙只怕不会那么容易, 将两个孩子也一同从伯公府带走。 看着两个孩子的名字从伯公府的族谱上除名时, 孟严熙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众人各怀心事。 就在他们刚刚从祠堂出来的时候, 伯公府的外面响起热闹的乐器吹打的声音, 便随着颜面不绝的鞭炮声, 伯公府门房那边的人急急忙忙地朝着祠堂的方向跑了过来。 他脸色很是不好地指着外面道, 老爷, 夫人不好了, 孟府的人来讨人了。 什么意思? 许伯公和朱氏相视而看, 满是不解的。 下人忙催促道, 他们带了很多的人, 孟府整个宗族的人都来, 孟老爷说他来接女儿回家。 许伯公也来不及多问, 快步地往大门走去。 孟严熙眸色肃然红了, 对着身边的下人道, 我们也该回家了。 是, 小姐。 旭秋和暮东听着外面热闹非凡的鞭炮声和乐器声, 朝着天上看了一眼, 然后偷偷地抹泪。 第89章, 不知耻。 孟府几倍挺直, 身后站着孟氏全族的人, 除了还在墙堡中和躺在床上起不来的老者, 主着拐杖的老祖宗都来了。 许伯公和朱氏出门看到外面乌泱泱的一片, 长长的队伍, 比昨日迎娶柳如烟禁府时的迎亲队伍更加壮观, 引得不少的百姓纷纷侧目。 许伯公脸色铁青地对着孟府道, 孟长青, 你们大张旗鼓地来我伯公府, 想要做什么? 孟长青目光犀利地对上许伯公的眼神, 伯公府无情无义, 我们孟氏家族不能看着自己的孩子在水深火热中度日, 今日特请孟氏全族来接孟月慈回孟府, 此后, 徐孟、梁府再无瓜葛。 你们仗势七人, 孟月慈既已经嫁到我们伯公府, 那就伯公府的人, 只要我们一日不放人, 他这辈子就算死, 也得入伯公府的祖坟。 是我们仗势七人, 还是你们宠妾灭妻, 忘恩负义。 孟长青气势不减地反问, 我们伯公府, 哪里对不起孟月慈? 男人三妻四妾都是常事, 不过是燕里多取一门妻回来, 他就如此善度, 半点容不下别人, 这可是, 犯了妻出之条, 燕里没有将他修了出伯公府, 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诸事想到, 今早许燕里被打成猪头, 脸上怒意更深, 况且, 哪里有妻跟自己的夫君对着干, 他还让自己的身边的那些雕奴, 将燕里打得鼻青脸肿的, 这等毒妇, 我们伯公府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才将这样的女人给娶进门了。 燕里专宠他, 一人如此多年, 他怎么还不满足? 难道燕里一生就守着他一人吗? 孟长青被气得脸色发青, 剧烈地开始咳嗽起来, 孟九昭上前将孟妇给搀扶住, 随后, 从自己的怀中掏出, 徐燕里当初迎娶嫡时候的那张保证书, 高高地举起, 气势轩昂地扬声道, 这是当初许燕里迎娶嫡的时候, 亲自写下的保证书, 此生只娶嫡一人为妻, 若是再娶妻, 必将天打五雷轰, 不得好死。 他们都没有想到, 孟府的人会将这个继续留着, 脸色瞬间一白。 许伯公沉阴片刻后, 对着他们道, 那是你们逼着燕里写下的, 不能算, 更何况, 他如今也还是燕里的平妻, 也是妻, 燕里从来都没有辜负他, 更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 孟九招冷笑一声, 平妻说得好听, 也不过是受竹母管制得怯罢了, 嫡妻当初不是没得选择, 是许燕里自己在孟府前跪了一天, 对天启示写下这些誓言的, 若是她不喜欢嫡妻, 大可不必如此委屈求全, 今日又来说这等没脸的话。 还是说, 当初许燕里迎娶嫡的时候, 是另有目的。 嫡妻在伯公府最难的时候, 进到你们府中, 任劳任怨, 细心伺候公婆, 祖母, 相夫教子, 将伯公府上上下下打点的妥妥贴贴的, 不曾犯过半点错处, 你们也敢说没有对不起嫡妾, 他们的心思被孟九招给猜对了, 脸上闪过一丝心虚, 最后许伯公只能冷声说道, 要走可以, 也只能是我们宴里一纸修书, 修她出门, 嫁妆半点不许带走。 此话一出, 那么孟氏家族的人都瞬间哗然, 被修的女子都是犯了什么天大的错处, 且不说今日的孟延熙那丰厚的嫁妆不能拿回来, 就连整个孟府的小辈婚嫁之事都会受到影响, 那些人家若是探听到孟府有被修回娘家的女子, 介意的人家都不会再选他们家族的人, 你们这是明摆着抢啊, 家族中比较有名望的老者主着拐杖怒道, 许伯公心意已决, 压根没有理会他们, 转而冷冷道, 你们要么现在跟跟我们伯公的道歉, 要么现在一直修书放他离开, 修书在这, 你们且拿好, 孟延熙清冷的声音扬起, 他身穿嫡解出嫁时的那身喜服, 眸色冰冷, 身后浩浩荡荡的队伍, 抬着原本封厚的嫁妆, 许伯公健壮, 脸色怒道, 反了天了, 来人将他们拦下, 谁也不准将伯公府的东西带走, 下人一拥而上, 只是无奈伯公府的下人, 横竖加起来也不过五人, 大都是婆子和婢女, 哪里拦得住那些人, 许伯公和朱氏, 最后只能看着一箱箱的好东西, 被搬出了伯公府, 孟延熙还特别拿出自己的嫁妆单子, 当众在他们的面前清点一遍, 许伯公和朱氏知道孟月慈的嫁妆不少, 可没有想到, 竟然如此之多, 每每清点一箱, 就像在他们的心里弯上几刀, 血淋淋的, 东西清点完毕, 也被下人一同搬着出了伯公府, 他们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那些嫁妆都被抬走, 孟延熙路过他们的身边的时候, 许燕里的得知消息从里面赶出来, 顶着一张鼻青脸肿的猪头脸, 出现的在众人的面前对着孟延熙道, 你别后悔, 出了伯公府的门, 带着两个孩子的气负, 你看日后谁敢要你, 孟延熙将手中重新写过的修书抬手一扬, 这就不劳许公子费心了, 不管去哪里都比留在伯公府当王八强, 说完, 他转身潇洒地离开, 许燕里目光落地上的修书, 本就不好看的脸色瞬间更黑了, 孟九昭上前小心地搀扶着孟延熙上前轿子, 他们八台大轿将人送来的伯公府, 如今许燕里付了嫡妾, 他们八台大轿将人接回孟府, 恭迎嫡妾回家, 孟九昭的声音洪亮有力地响起, 话落、炮声、锣鼓声不绝于耳, 周边看热闹的那些人都纷纷拍手叫好, 许燕里是北国第一个将妻为妾的人, 也是第一个被妻子修夫的人, 消息很快不进而走, 传遍了整个北国, 同时, 伯公府苛代孟月慈陪嫁, 想驱打成招的事情也一同传了出去, 整个伯公府的瞬间成为众矢之地, 向来爱面子的许伯公也为此一并不起, 朱氏的身子原本就不要, 现在既要照顾徐老夫人, 还要照看许伯公管着整个府里上下的事情, 身体越发地吃不消, 许燕里也为此一蹶不振, 柳如燕得之后, 暗骂许燕里和伯公府都是些没有用的东西, 为此, 他和许燕里冷战了许久, 第九十章, 祖兰, 朱氏面黄鸡兽地寻到了柳如燕道, 这个是伯公府的账本, 我身子每况日下, 你父亲和你祖母身子都不是需要人照看, 实在没有精力再去管家了, 这伯公府祖母早该给你的, 只是担心你如今有了身孕, 怕你太过操劳, 这才拖到这个时候交给你, 柳如燕从朱氏的手中接过了账本, 随意地开始翻看里面的账目, 越看, 他的脸色越是难看, 最后直接翻到了最后一页, 看清上面的账目, 柳如燕将账本重重地合上, 脸色很是不好地看着朱氏问道, 母亲, 伯公府这样的账目, 还需要做账吗? 朱氏不明不白柳如燕什么意思, 只不过听着他对自己说话的语气很是不悦, 脸色也不由地拉了下来, 有什么问题吗? 从前月辞在的时候, 账目比现在惨烈多了, 他还不是将府里的一切都打点得紧紧有条了? 柳如燕一听, 朱氏拿着自己的跟孟月辞那样的气负, 他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直接怒道, 您怎么能拿到孟月辞那等不知廉耻的, 在外面抛头露面的女子, 跟我相提并论? 我是柳福峰的嫡女, 又怎么能跟他一般? 朱氏也是真的被气到了, 从前孟月辞的在的时候, 什么都是顺着他们的心, 从来都不顶撞他们半分, 有什么好的都是紧着他们先用, 先吃, 再看柳如燕日日躲在自己的房中吃燕窝, 开小灶, 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他这个当婆母的, 心中积攒许久的怒意, 也在这一刻爆发出来, 说话时更是口无遮拦了一些, 月辞当初嫁来伯公的时候, 才是真的大家闺秀, 试试做到滴水不漏, 我不过是想要你帮着管家, 你好吃懒做就罢了, 还在伯公府摆什么小姐的谱, 要不是因为宴里娶你, 我们伯公府也会落到如此的地步, 柳如燕没有丝毫忍让的意思, 既然你们都那么喜欢孟月辞, 那就去将他请回来, 人心不足蛇吞向, 你们自己做的那些无耻事情, 别枉想往我身上扣, 我可不像孟月辞这么傻, 啪, 清脆的巴掌声瞬间在房内响起, 柳如燕有些不敢置信的抬眸, 看着眼前的许燕里, 此时, 他正一脸怒意地对上柳如燕道, 谁让你这么同母亲说话的, 他身子本来就不好, 你还故意说这些话来气, 说完他拿过账本, 塞入柳如燕的怀中, 当初也是你说, 你会好好的管好这个伯公府的, 我们才将月辞的管家全拿了回来, 现在月辞也走了, 府里剩你一人, 你不管账谁管, 柳如燕捂着自己的红肿的脸, 很是委屈, 但也知道许燕里是真的动怒了, 也不敢多言, 只能默默地将账本接下, 母亲, 您回去好好休息吧, 许燕里小心地搀扶着朱氏离开, 朱氏离开的时候, 还不忘朝着柳如燕的方向, 递去一个得意的眼神, 等他们都离开之后, 柳如燕这才将桌面的上的那些东西, 一扫而空, 将桌子也一同掀了, 青莲小心地上前搀扶柳如燕道, 少夫人, 您注意身子, 别动了胎气, 柳如燕抬手去捶打自己的肚子, 满腹委屈道, 都是孟月慈, 才会让事情变成如今这样, 见人, 走了还不能安生, 青莲小心地抱住她的双手, 哭着哀求道, 少夫人您若是生气, 就打奴婢, 别伤害自己, 柳如燕一下泄了气, 泪流满面, 而后, 她又想到什么, 对着青莲道, 写信去问问父亲, 答应给夫君升官的事情, 现在如何了? 青莲叮嘱了一番, 这才出去, 另一边的孟严熙, 并不知道伯公府发生的这些事情, 只是算着日子, 今日即时雨, 很可能就会犯病, 她换了身衣上, 照就去了仁德堂, 只是今日没有看到即时雨, 其中, 身穿华丽下人服的老管家, 快速地走到她的跟前, 面容焦急道, 孟小姐, 还请你跟老奴走一趟, 孟严熙不解地看着对方, 你是? 老管家对着孟严熙作衣, 脸色越发凝重道, 是季公子让老奴过来, 她来不了了, 孟严熙立马察觉不对, 从自己专用的东西, 拿过一个药箱, 随手戴上围帽跟着老管家一同离开, 不多时, 孟严熙随着老管家来到了即时雨所在的地方, 只是外面有重兵把守, 那他们身上都穿着铠甲, 面色格外的凝重, 院墙也是比寻常的院墙要高许多, 围墙的厚度看起来就是家后不少的, 管家见孟严熙的眼神, 忙解释道, 这个地方季公子很早之前就让人开始建造了, 就是为了等这一天, 孟严熙紧了紧手, 诞生对着管家道, 我们进去吧, 老管家的目光在孟严熙的身上有些不太方向地叮嘱一声, 孟小姐, 若是等会我们家公子的病没有办法缓解, 您不要勉强, 我们公子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他不会怪你的, 孟严熙深吸一口, 一开始季时雨就抱着赴死的心, 他转而看向老管家问道, 之前叮嘱季公子服用的药, 他可有按时吃, 有, 管家点了点头, 孟严熙收回目光, 对着管家迈入了这个如牢笼般的房子, 里面是空旷的地方, 中间摆放着一把铁柱成的椅子, 即使于此刻一袭月色长袍坐在中间的椅子上, 脸色毫无血色, 白得如纸, 乌发竖起更显病态, 精致的五官满是病态, 一双好看的毛子, 自打孟严熙进来, 便直勾勾地盯着他, 似是要将他的样子深深地刻入心中, 孟严熙拿走脸上的帷帽, 朝着季时雨的方向走去, 看着他身上被那些粗壮的铁链子捆绑着, 心里有些不适, 他抬手去拉动那些铁链, 对着吓人道, 将这个弄开, 你们公子, 我有办法救, 话落, 不知从何处来出来几位胡子发白的医者, 忙阻拦道, 不妥, 这铁链不能去, 孟严熙看着平日高高在上, 雍容华贵的男子, 今日却被人如此捆绑在铁椅上, 心中泛起一阵酸意, 不顾那些人的反驳, 直接上前, 要将季时雨的身上的枷锁给解开, 几位老头健壮, 分拥而上, 对着孟严熙就是一顿斥责, 哪里来的野丫头, 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 若是三皇子出了什么事情, 你可担得起责任, 说话间, 不知何人推了孟严熙一把, 他踉跄着往后退去, 脚下踩空, 第九十一章, 反驳, 孟严熙下意识地后空翻, 稳稳地落地, 抬眸神色犀利地落在他们的身上, 有什么问题, 我来担着, 这几位老头, 是在北国能压制季时雨的医者, 他们打定季时雨离不开他们, 这才敢当着他的面, 如此历生呵斥孟严熙, 为首的医者是玄武门一派的长老李长云, 医术自然是不在话下, 另外两人, 一人则是青师门一派的, 一人是里面的长老贺天祥, 而另外一人则是下一任的师门长老, 备选人杨宁科, 北国的医门一直都是这个两个门派为代表, 玄武门主要是用毒, 以毒攻毒的办法, 他们运用的炉火纯青, 而青师门擅长的则是针灸, 除此之外, 这两个门派一直都是北国勋贵所追捧器重的, 就算是皇上见他们都要客气几分, 突然出来这么一个野丫头跟他们对着干, 让他们的脸色自然不好好, 李长云的目光落在孟严熙的身上, 想到先前纪师宇便跟他们说过, 这次发病会有一神医前来相助, 只是看着对方年纪轻轻的, 最多不多是二十多岁的年纪, 又是女儿身, 如此年轻的神医, 就算世家祖传, 也要有天赋加持, 才有可能在这个年纪取得这番成就, 虽然他们也不是有意的要轻看了孟严熙, 但在他们相视而看后, 确实没有人见过他, 更无人知晓他的存在, 贺天祥对着季师宇行了行礼, 目光有些不懈地问道, 三皇子, 这就是您所说的神医, 季师宇目光温和, 对着看了孟严熙一眼, 而后汉手, 是, 他的医术不在你们的画下, 此画一出, 三位医者的脸色都沉了几分, 不悦的神情肉眼可见, 杨宁科最为年轻, 也是最沉不住气的一位, 他站了出来, 对季师宇道, 三皇子, 像他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们也只是, 学了个中等的水平, 都还不敢出来给人看着, 怕不是哪里来的神棍, 仗着自己看过两本别角的医书, 就以为自己了不得, 能上天入地, 什么病都能守到擒来, 随便吹个牛皮就能治好, 有人先开了口, 另外两人也开始说出自己的疑惑, 对着三皇子劝说道, 是啊, 老夫也知三皇子常年受病疼的折磨, 容易听信别人的谗言, 但您的病, 这个法子, 是我们想到的最好医治办法, 贺天祥看着季师宇无动于衷的样子, 继而看着孟严熙问道, 你可知道, 三皇子患上的是什么病, 你就随意给三皇子许诺, 面对那些无知的人, 孟严熙眸光淡淡地在他们身上过, 自然是知道的, 若是不知, 我也不敢随意地开口, 只是你们所说, 想到是最好的办法, 就只是一味地压制三皇子身上的症状吗? 孟严熙的眸光变得犀利起来, 继而问, 还说, 你们明知今日的后果, 有意而为, 贺天祥和杨宁科的脸上, 闪过一抹心虚的神情, 但转念想着, 孟严熙也只是胡乱猜测的之后, 脸上的神情便又恢复如常, 适当露出一抹怒意, 对着孟严熙呵斥一声, 一派胡言, 医者人心, 若是有更好的办法, 能够救治三皇子, 我们又怎么会不给三皇子用吗? 你这是在我们的面上抹黑? 刚刚孟严熙和季严熙的目光, 一直在他们的脸上, 自然是看清楚了看他们一闪而过的心虚之色, 还有眼底的盘算。 有些事情, 季严熙不是不清楚, 只是他没有更好的选择, 不想伤害那些无辜之人, 他只能听从这些人的安排, 换取片刻的安宁。 他的眼眸带着一丝亮光, 朝着孟严熙的身上看去。 孟严熙看着季严熙愈发惨白的脸色, 并不想跟对方过多的纠缠。 他背着自己的药箱, 对着老管家道, 还请您将三皇子身上的这些枷锁去了, 我要开始为他医治了。 老管家有些为难的, 朝着季严熙看了一眼。 季严熙想了想, 正于开口的时候, 三人皆是脸色大变, 异口同声道, 不可。 若是将那铁链去了, 在场的人都得死。 你们既然怕死, 现在就可以离开, 我不需要你们的辅佐。 孟严熙看着季严熙, 声音却是温和了下来, 对着他道, 信我, 这些东西在, 我没有办法给你治疗, 若是我今日治不好你, 陪你上路, 也是我的命。 季严熙原本开始慢慢狂躁的心, 突然被轻轻地抚平, 星红的眸色, 也渐渐地恢复漆黑。 他哑声道, 无妨, 这样我也不难受。 你且治疗便是。 孟严熙将药箱打开, 拿出一整套的针灸用具, 直接扑开, 随后对着季严熙道, 若是想要我救你, 那就必须要听我的。 他回头, 气势全开地, 对着管家不容智慧地吩咐道, 将你们公子身上的枷锁去了, 让人送来一个床, 还有桌子, 凳子, 要快。 管家愣了一瞬, 随后看向纪实语, 见他微微汗手, 这才依着孟严熙所说的去办。 李长云, 贺天祥和杨宁科, 看着这荧幕, 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对着他们劝说道, 不能, 那家所不能去啊。 三皇子, 你能听信那女子的胡言乱语? 孟严熙连一个眼角都没有给对方, 而是声音冷利地对着管家的道, 他们过来, 这里, 如果只是为了看三皇子是怎么发病的话, 那现在就可以走了, 等东西都被齐之后, 就将这个大门都紧闭, 不能让任何人进来。 杨宁科很是看不惯的孟严熙这副老道的样子, 怒气冲冲地开口, 太猖狂了, 老夫还没有见过像你这么猖狂的骗子, 若是三皇子, 今日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皇上为你是问, 今日失败, 你们认为我还有命活着出去吗? 三皇子如今是什么情况? 难道你们的心里不清楚吗? 孟严熙毫不客气地对着他们训斥一顿, 此时, 即使与的身上的的那些铁链, 已经被解开, 身上没了那种枷锁, 瞬间感觉舒适了不守, 心里的那股狂躁也好了一些。 贺天想想着那人今日交代的事情, 他还想要争取一番, 对着寄施语便跪了下来。 三皇子, 今日是最关键的一日, 若是能熬过今日, 我们就可以为您争取多一些的时间, 想到更好的治疗办法。 第九十二章, 救治。 这时, 管家已经让人将孟严熙所说的那些东西都带了回来。 准备三上锁, 几人的脸色皆是一变。 即使与目光淡淡地在他们的身上扫过, 声音听不出一丝情感地问, 你们是去试留? 三人相试一看, 各怀心思。 杨宁科率先开口道, 既然三皇子对我们的医术不信任, 我们就算留在这里, 也没用, 在下就先告辞了。 贺天祥没有完成那人说的任务, 则是不甘心, 今日是他等了许久的机会, 也是最好的时机, 他站在原地无动于衷。 而李长云从刚刚就一直观察孟严熙, 他身上的气势不凡, 想来是, 应该是有两把刷子的。 对于继时语的病症, 他也是用过心的, 一直想要为他寻的一个好的治疗办法, 若是今日孟严熙只能如他所说, 能治好三皇子, 留下来便能一睹为快。 李长云沉默两久后开口道, 老夫不走, 我倒要看看, 这个姑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两人很是默契地站在不远处的地方, 孟严熙也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对着继时语开口道, 上衣吞去, 趴在床上。 继时语听到这样的话, 脸色舒然红了, 他的余光小心地在孟严熙的脸上扫过。 见他正在认真地给银子消毒, 这才缓缓地抬手, 将自己的上衣吞去, 露出自己的精状上身, 光洁的肌肤, 泛着白光。 孟严熙只感觉自己的眼前, 一道光芒闪过。 他下意识地抬眸去捕捉。 就见自己眼前的男子挺拔的身姿, 高高涌起的胸肌, 看起来十分的健壮, 优美的肌肉线条, 再配上那张妖魅的容颜, 孟严熙不知不觉间, 竟看得失了神。 继时语没想到, 孟严熙会突然地抬眸, 神色皆是一愣。 见他目光灼灼地, 紧盯自己的身子, 继时语脸上悄悄地爬上一抹飞红, 而后故作不在意地轻壳一声, 顺便趴在床榻上。 孟严熙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利了, 忙收回自己的目光, 暗暗地吞了吞口水。 继续手上的消毒, 不多时, 便将那些需要的银子都消过毒放在一边。 贺天祥最先看到孟严熙放在一边的那些银针, 他的脸色大变, 难掩眼底的震惊之色。 难道他要给继时语用那套失传已久的针法? 只是想一看孟严熙的脸, 又感觉不太可能。 他目光紧紧地落在孟严熙的身上。 生怕错过什么, 杨宁科出去之后一直没有离开, 而是守在外面下, 想要看看孟严熙最后是怎么死的。 不过想到杨天祥也在里面, 若是这次继时语发病, 把他们都撕了, 没那么日后, 青龙世门的长老就是他了。 撕即此, 杨宁科的脸上多了几分的喜色。 这时, 太子带着一帮的御灵军也赶了过来。 看到门外站着的杨宁科, 有些疑惑地问道, 杨公子, 你们不是应该在里面帮着三皇帝渡过难关的吗? 怎么还在这里? 杨宁科忙对着太子行礼, 眸光流动, 将刚刚在里面发生的那些事情, 添油加醋的, 都跟太子回禀了一遍。 太子神情复杂地看向大门, 而后眸子微眯, 片刻后收回目光。 对着身后的那些御灵军道, 就地等待, 若是三皇帝实在太过封魔, 无药可治, 便立即斩杀。 是, 御灵军齐齐硬道, 在里面的杨宇并不知道, 外面的太子在打什么主意。 孟严熙对着众人叮嘱一声之后, 细白的指尖, 轻轻地放在杨宇的后背, 按压寻味。 他的温热的指尖, 细细密密地在杨宇的身上游走, 趴在床榻上的男人, 身上也跟着不自然地红了起来。 杨宇倒吸一口凉气, 极致地隐忍和克制, 身子也跟着变得僵硬起来。 他都要怀疑, 这个女人是不是借机吃他的豆腐。 就在他准备开口阻拦的时候, 一道银针快速地扎入穴位, 孟严熙地指尖离开银针, 只是那银针的针柄处还在缓缓地摆动, 就像是手扶船舵, 或左, 或右以正行, 向前一般。 贺天祥见过之后, 一脸看热闹的神情, 瞬间惊愣在其中, 他的步子下意识地往前迈了一步, 嘴里还小声地低难道, 不,不可能, 你怎么会这样的针法? 孟严熙全身贯注, 没有跟对方搭话, 随后拿起另外的银针, 将针碾入, 而后, 用中指轻轻地拨动针体, 使针左右摇晃, 再与上提同时进行摇震。 贺天祥看着孟严熙一系列的针法, 已经使完全确定他所使用的针法, 便是失传已久的飞金走气。 前面苍龙白尾, 白虎摇头等, 由四大针法组成。 贺天祥这才明白, 刚刚为何孟严熙会对着他们如此狂妄? 失真是需要全身贯注, 耗费很大精力的事情。 孟严熙伸手, 想要去拿一边的帕子擦汗, 一只手去率先将帕子递到了自己的面前。 他手上一顿, 顺着对方的手看去, 就见贺天祥此时正一脸谄媚地对自己的露出一抹笑容。 孟严熙的不用想都知道对方想要做什么。 他从对方的手中将帕子拿过, 将额间的汗水擦拭。 与此同时, 外面的太子剑里面一直没有动静, 以为是里面的人都被济石雨杀光了。 他声音红亮地对着身后那些御林军道, 把门砸开,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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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重的杂门声不停地在里面回荡响起。 济石雨听着那一声声咚咚咚的杂门声, 脑子开始嗡嗡嗡地作响。 孟严熙立马察觉济石雨不对之处, 忙对着管家道, 让外面的那些人不要吵, 若是他们有意为我, 想办法拖延十分钟, 我很快就好。 管家闻言快速地转身出去, 贺天祥的回头看向外面, 脸色也沉了下来, 大门被人从里面打开, 太子看着安然无恙的管家, 脸上的神情微微一愣, 随后露出担忧的神情问道, 三皇帝在里面可还好, 我见里面吃吃没有动静, 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情, 这才出此下策, 让人将门撞开。 管家对着太子行了礼, 慈禾道, 神医正在里面给三皇子施针, 还请太子殿下的人在外面能安静些, 以免扰乱神医的施针。 第九十三章, 调查, 太子往里面的看了看, 只见一道女子的身影, 正站在济湿雨的床榻前, 不知在摆弄什么。 前面听了杨宁柯说的那话, 太子一点都没有将眼前的那眼前, 所谓神医放在眼里。 三皇帝是不是病久了, 什么样的人都信。 方才已经听杨大师说过了, 那人不过是个女江湖骗子罢了, 何必将对方当成神医一样看待。 太子脸上多了几分的疑惑, 管家面上依旧维持温和的神情,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只要能将病治好, 便是有真本事。 太子殿下不是一直都很想希望三皇子能早日康复吗? 太子殿下碍于自己名声, 也不好将事情做做得太过了, 虽然他也很想早日得到济湿雨手上的那些东西。 但今日若是济湿雨,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出了什么意外, 这些事情传出去, 定是会影响到自己的名声。 管家一直站在门前挡着, 不让那些人冲进去, 扰乱梦言西施针。 太子殿下则是静静地守在门外, 一直耐心地等着济湿雨发疯。 只要他发疯, 动手了, 他便有了合理的理由将对方骑手给灭了。 只是又过去了许久, 梦言西已经将那些银针都一一地收好, 并且戴上围帽。 他声音温和地对着济湿雨道, 可以将衣裳穿上了, 只是你要在这里静躺半个时辰后, 才能离开。 梦言西一边说着, 一边将手中的耐药递到了济石雨跟前。 这些要吃了。 他的目光朝着外面的方向看了眼, 而后低头用只有两人能听清楚的声音对着他道, 看来那些人都是来者不善呢。 话落。 梦言西直起身子, 转身便准备离开。 我让管家送你。 济石雨看着他的背影道, 梦言西来时候便记下来了回去的路, 这里离赫山的家不远, 他想借此机会回去看看, 便拒绝道, 不必了, 我还要去别的地方, 管家还是留下来给你。 他说完抬脚, 便往外面走。 贺天祥一直等在一边, 早就按耐不住了。 把别人交代的话也都抛至脑后, 追上前一脸谄媚笑容地看着梦言西道, 在下有眼不识泰山, 方才多有得罪, 不知姑娘失出河门。 为何会那套真法? 梦言西的去路被人挡住, 他的绣眉微微促起。 那道灵力的目光从微帽中投了出来, 贺天祥的神情皆是一愣。 他不明白为何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身上会有如此的气势, 跟他的年龄看起来一点都不相符合。 梦言西眸光只是在对方的身上停留了半分, 而后收回。 直接从他的身侧绕过, 往外面走去。 他根本就不想跟那些人说得太多。 贺天祥好不容易寻到一位会那种真法的人, 他身为青师门的长老, 自然是不会放弃这个学习的机会。 若是自己的, 能将那个失传已久的真法, 寻回师门, 并且传承下去, 就算是百年之后, 他的名声依旧可以流传在世。 似即此, 他快速地追上前, 挡在孟言西的跟前。 姑娘, 只要你将那套真法交给我, 你随便说个条件,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都答应你。 在外面候着的那些人, 皆是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向贺天祥。 杨宁科见里面风平浪静的, 贺天祥又那样说, 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事情, 只当这一切都是李长云和贺天祥两人的功劳。 还不等孟言西开口说话。 杨宁科率先说道, 师父你为何要去求他? 他不是江湖骗子吗? 是啊, 本姑娘就是江湖骗子。 孟言西声音清冷地响起, 他目光看上一边的枣红色马, 看样子是个不错的, 他转身看着管家问道, 老管家, 那匹马可是你们府中的。 管家的目光, 下意识地朝着计时宇的方向看了过去, 想要解释, 是, 你骑走吧。 还不等老管家将话说完, 纪师宇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管家有些不可能置信地回头, 这匹枣红色千里马, 是纪师宇最为喜爱的马, 也是最通人性的, 平日的粮草都是纪师宇自己的亲自挑选。 未养, 一直都悉心地照顾, 更是有人看守。 除此之外, 纪师宇都不让别人随意地触碰这匹枣红色马。 今日孟小姐只是随意地问了一嘴, 纪师宇便将那马让他骑走。 管家突然有些看不透自家的主子了。 公子! 管家小声地唤了一句, 纪师宇将衣裳穿好, 便按照孟延熙的叮嘱, 躺下了。 等孟小姐合适, 用完再送回来便是, 若是孟小姐喜欢, 也可以直接带走。 纪师宇的声音淡淡地从里面传了出来。 孟延熙微微汗手, 路过太子的时候, 还是将李树坐拳, 朝着太子微微地扶身。 做了个告辞的动作, 而后背着药箱翻身上了马。 急迟而去, 风将孟延熙头上的帷帽吹开, 露出孟延熙那张美艳中带着几分阴气的脸。 看着对方洒脱的玉玛离去, 目光下意识地追随孟延熙离开的方向。 她在北国的勋贵圈中见过不少的贵女, 那些女子大都娇生惯养, 一口一个妇儒, 总是端着贵女的架子, 脚柔躁坐的。 跟刚刚的女子比起来, 索然无味多了。 太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女子, 她朝着管家的方向问道, 方才那女子是和人家的姑娘。 原本在静躺的济世语, 听到太子这么说, 脸色瞬间拉了下来, 声音低沉了几分, 神医从来都是来去无踪的, 对于那些她不愿意让外人知道。 太子闻言, 目光看向刚刚孟延熙离开的方向, 心中冷哼一声。 就算济世语不告诉自己, 只要她想要查到的人, 定能查到, 不过是费些时间罢了。 孟延熙并不知道那些人的想法, 只是心中感叹, 这匹马真是好用, 用不了多久的时间, 便来到了尸门。 她翻身下了马, 将那匹枣红色的马交到门卫的手上。 正在清扫的药童看到孟延熙回来, 将手中的扫帚直接往一边丢下, 而后欢快地朝着孟延熙的方向跑去。 延熙姐姐, 你可算回来了。 孟延熙抬手摸了摸她的脑袋, 那帮坏蛋, 又偷懒, 让你一人扫地。 药童摇了摇头, 是轻而自动要扫的。 第九十四章, 有事相瞒。 她拉着孟延熙的手往里面走去, 嘴里还欢欢喜喜地说道, 师父刚刚还在念叨着你, 要是看到你回来, 定会很高兴。 孟延熙被拉着进了院中, 只是看着院内空落落地, 秀眉微微促起, 有些不解地问道, 其他人呢? 都去哪里? 药童目光有些躲闪地垂下眼眸, 随后笑着对孟延熙道, 他们都去历练了, 过段时间就会回来的。 她抬手指了指禅房, 同孟延熙说道, 师父就在里面, 熙熙姐姐快快进去吧。 孟延熙抬手又是揉了揉眼前七八岁的孩童, 这才满心担忧地往里面走。 她将门从外面打开, 药王神医听到动静, 抬眸目光地淡淡地朝着门口看去。 看清眼前之人是孟延熙的时候, 眼底满是喜色, 而后又满是担忧地起身, 出门迎接。 声音慈爱地问道, 熙儿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孟延熙抬手挽过药王神医的胳膊, 她从小便跟着药王神医, 早就将眼前的老神医 当成自己的父亲一般看待了。 无事, 就是刚刚在这附近给三皇子治病, 熙儿想你们了, 便偷偷地回来看看您老。 药王神医突然将她的手推开, 脸色变得不是很好, 胡闹, 你如今是什么身份? 岂能像从前那般随意? 若是被人察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事情败露, 以搏功夫那些丧心病狂的人, 指不定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你如今又是只身一人在外面, 我们就算想要护着你, 也不能时刻守着你了。 孟延熙脸上洋溢灿烂的笑容, 熙儿知晓, 我回来的时候是抄着劲道回来的, 一路上都有流星, 不会被别人发现的。 实在不行, 不然师父也下山吧, 熙儿给师父在孟府的附近安置一处宅子, 这样, 熙儿也能借着学艺的由头, 日日往师父的院中跑, 既能掩人耳目, 又能在师父的面前静笑, 两全其美, 何乐而不为。 药王神医故作不悦地瞪了孟延熙一眼。 你若真心想要尽孝, 就不应该陪你抵解胡闹, 况且, 你的主意还这么大, 这等事情也不同我商量一声, 你自己便做了主张。 孟延熙自知理亏, 也不敢药王神医辩驳等他老人家, 絮絮叨叨地将新的那股不悦说出来后。 孟延熙撒娇般地开口道, 熙熙知道错了, 这不是已经将那许宴礼给修了吗? 从此我还是截然一身, 并不影响什么的。 药王神医气节, 但还是耐着性子, 不让自己超出鸡毛胆子抡他。 也怪师父平日给你教的那些世家贵女的规矩, 和礼教少了。 孟延熙笑了笑, 随后疑惑地问, 师父, 刚刚回来的时候, 没有看到其他人, 他们都去什么地方? 问了亲儿, 他不愿意说,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药王神医想了想, 还是跟孟延熙如实说道, 前两日受到了飞鸽传书, 说老男灵王病重, 让各门派的人一同前往想办法救治。 你知道那老男灵王的性子, 已经杀了不少的郎中和太医了, 你师哥和师姐这次去, 只怕是凶多吉少。 孟延熙的脸色沉了几分, 老男灵王的病, 不是都已经很多年了吗? 熬到现在已经算是强弩之末了, 就算离世, 也是很正常。 难道就没有办法推辞吗? 孟延熙问, 药王神医摇了摇头, 我们不过是医者, 被人需要的时候, 是受尊敬的, 可在那些帝王将相面前, 生杀大权, 还是掌握他们的手上, 若是惹得他们不快, 随便一个什么理由都能要了命, 既然他们已经放话出去了, 定是要派人过去的, 不然我们整个赫山的人都要遭殃。 好了, 你如今换了身份也好, 也是对你的一种保护, 日后就算是赫山出了什么事情, 也与你无关。 切记, 出门在外, 定要守好自己的秘密, 不可再轻易地透露自己, 还没有过明路的东西。 记住了, 孟延熙微微汗手, 乖巧地将药王神医的叮嘱都应下, 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盘算, 要如何帮着诗歌诗姐脱离危险。 两人又说了一会儿的话, 药王神医便催着孟延熙赶紧离开。 孟延熙只好起身对着药王神医告辞, 过些十日, 熙熙再回来看您。 药王神医摆了摆手, 将她送了出去, 眼中满是不舍。 等到孟延熙驾马离开之后, 药童才仰着头看向药王问, 师父, 您为何不跟师姐说实话? 药王神医抬手有些不悦地敲了敲她的脑袋, 谁让你偷听呢? 轻儿痴疼地摸了摸自己的头, 狡辩道, 轻儿也是当心师父, 这才, 药王轻叹一声, 随后对着轻儿认真地叮嘱一番, 此事, 不能同你师姐说, 日后再见她就要换她一生, 悦慈姐姐了, 不可再换她的本名。 见轻儿一脸懵懂, 药王又问, 可是记住师父说的话了, 日后不管谁问, 她都是孟悦慈, 就算是死, 也要守着这个秘密。 轻儿还是第一次见师父如此的严肃, 她忙不迭地点了点头, 是, 两人关了大门, 转身进了房子, 孟延熙玉马, 很快地回到了孟府的前面, 只是此刻的院外围了不少人, 自从孟府出了那等事情后, 就很久没有人来过来, 更不会出现那么多人在门口围观的现象。 她秀眉紧促, 玉马挤进了人群, 将马交到下人的手中之后, 快速地冲进了院子, 院中的东西, 被丢得乱七八糟的, 孟九招满是无措地站在院中, 已经不见了父亲的身影。 孟延熙心沉了几分, 快步地冲向孟九招, 担忧地问道, 怎么回事? 孟九招看到孟延熙回来, 毛子瞬间红了, 哑着声音道, 阿姐, 父亲的事情被定案了, 他们确定是父亲做了假账, 拿走了几百两的银子, 可父亲断然, 你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都怪我无用, 才没能护好父亲。 孟九招羞愧地低下头, 孟延熙抬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背, 这不怪你, 父亲被带去哪里了? 是谁带走的? 提及那人, 孟九招脸上的怒意更深。 第九十五章, 小心许燕礼。 是许燕礼, 他将父亲给带去了刑部, 孟九招满脸怒一倒。 孟延熙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在北国若是贪污受贿的银子超过百两, 便要受杖刑之罚, 一百两便是十五杖刑, 依照别人陷害父亲的数目, 他要承受的便是七十五杖刑, 就算不死, 也是半残。 你在府中好好背口,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孟延熙说完, 直接转身就要离开。 孟九招却是率先一步伸出手, 他拉住。 阿姐, 你要小心许燕礼, 他刚刚来的时候, 脸色不是很对, 还有意地将我们府中的东西砸了, 许是对你修复之事的耿耿于怀。 孟延熙这才想起许燕礼不是刑部的人, 他为何会有权利带走父亲? 他忙抓过孟九招的胳膊问道, 许燕礼来, 抓拿父亲的时候可有带抓拿令? 带了, 听闻他现在是刑部的私御司, 理应不该是他来抓拿父亲的, 是里面的人听闻我们两府之间的关系, 这才让他一同前来。 孟延熙来不及多想, 直接冲出门, 翻身上了马背, 朝着刑部的方向飞奔而去。 孟延熙外面那些看热闹的人也随着孟延熙的离开, 而散去。 等到孟延熙风尘仆仆感到刑部看望父亲的时候, 那些人却是将他拦在外面, 这个岂是你们随意进出玩闹的地方? 孟延熙眸光, 急冷地落在他们的身上。 北国有规定, 受贿赂贪污入狱亲者是可以有探视的权利, 皇城地下。 你们这般目无王法, 难道就不怕传到皇上的耳边吗? 另外的思域思目光落在孟延熙的身上, 突然笑了起来, 对他有几分不尽道, 这不就是北国修复第一人孟延熙吗? 我们告诉你, 此事正是许愿里让我们这么办的, 若是你舍得, 就去告, 与我们无关。 说完之后, 对方也不再理会孟延熙。 孟延熙吃了闭门羹, 目光在两人的身上扫过, 默默地将两人的容貌给记下。 而后声音急冷地对着他们道, 帮我将许愿里叫出来。 我有话同他说, 两人平日看守那些囚犯, 日子也是烦闷, 这下有热闹看, 两日内自然是愿意的。 不多时, 一人便去了里面将许愿里给叫出来。 只是许愿里出来的时候, 眼底带着温暮, 一身的戾气, 手上还沾染了一些血迹。 靠近孟延熙敏锐地捕捉到他身上那股浓厚的血腥味, 是新鲜的。 孟延熙赫然抬眸, 对上许愿里的目光, 直白道, 你对我父亲做了什么? 许愿里眸中带着几分得意之色, 醉沉到了牢狱之中, 还能做什么? 自然是要审理犯人啊。 许愿里的凑上前, 在孟延熙的耳边小声道, 像你父亲这样的硬骨头, 不用点手段是不会将这事情交代清楚的。 孟延熙的双手攥紧, 若不是因为许愿里今日穿着丝玉丝的衣裳出来, 他这一拳便打了上去。 许愿里看出了孟延熙的不快, 心中瞬间畅快了不守。 而后对着孟延熙道, 现在人在我的手上, 想要怎么样, 是我说了算。 若是当初你不执意要离开博公府, 现在就算你父亲再行步, 日子也会好受一些。 若是你现在跪下来求我, 我还可以让他在动刑前, 日后好过一线。 不然, 我记仇, 你从前边在我身上的那些鞭子, 我会一个不胜都从你父亲的身上讨回来。 这是私刑, 北国法部允许这么做。 孟延熙的脸色难看了几分。 许愿里冷笑一声, 此事就由不得你了, 你将我大好的前程毁了, 如今只能到这样一个地方, 当小小的私欲私, 都是因为你, 才会变成这样。 若是当初你能好好地在博公府待着, 博公府也少不了你吃穿用度, 与你与我都好。 许愿里的声音越发的疯魔, 继而道, 要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会成为全国国人的笑话。 好自为之。 孟延熙转身直接上马离开。 许愿里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谋中的音质, 毫不掩饰。 从刑部离开后, 孟延熙去寻了赵莫索的李长明, 听闻他是简洁正直的好官, 大公无私。 李大人管着刑部的照刷文券, 计算账款, 还有赎金之事, 父亲所做的那账本, 也是一同被送到了他的手上。 他得要想办法, 从对方的手中, 讨来害父亲入狱的那张本。 一路上孟延熙的脑子都在飞速地运转, 将之前父亲跟自己的说过的那些事情, 快速地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路过闹市区的时候, 经过一辆马车, 即使与掀开帘子看着御马而去的孟延熙, 他没语倾促。 对着管家道, 看看孟小姐去何处。 管着伸长脖子, 往孟延熙离开的方向又看了看, 这才回答, 看这个方向, 好像是往赵莫索的方向去的。 回来时候, 路上济世语一直在休息, 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 他眉语错得更紧, 声音有些嘶哑问道,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管家将刚刚一路上听到的事情想了一遍, 而后道, 刚刚在回来的路上, 听闻那些百姓说, 孟大人被许燕里抓去刑部了, 孟小姐应该是因为此事在奔走。 公子, 我们要跟上前去看看吗? 管家不解地往马车上看了一眼。 走, 即使与声音淡淡地带着几分慵懒。 马车上的人细细速速地坐了起来, 抬手轻挑开一边的帘子。 顺着孟延熙离开的方向看去, 应该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不然不会如此欲马奔走。 管家轻叹一声, 身为女子, 又是气腹, 在北国无依无靠的, 就算孟大人真的是被人冤枉的, 也很难为他申冤。 更何况, 他还是女儿身。 管家在一边叙叙叨叨地说着, 即使与没有说话, 两久之后, 才对着管家道, 去查看他孟大人是怎么回事。 以他的秉性, 此事中间定是有什么误会。 管家愣了一瞬, 随后不确定地反问, 公子要管此事。 孟小姐是我的救命恩人, 如今他遇到事情, 定是要出手相助的, 去查, 要快。 还有, 你派人去刑部敲打一番, 让那些人好好照看好孟大人, 若是有个什么闪失, 为他们试问。 第九十六章, 不对之处, 管家欲言又止地看向马车。 两久之后才到, 公子向来不爱管这些的, 今日怎突然管了起来? 去办。 计时宇的声音带了几分的利色。 是。 管家见计时宇有些不耐, 忙开口道。 计时宇他们赶到的时候, 枣红色的马正在门口站着, 看到计时宇从马车上下来, 头朝着计时宇的方向蹭了蹭。 计时宇抬手扶上了马头, 对着管家道, 你在这里候着, 我去去就来。 说完, 计时宇独自一人进去里面。 守门人看见来是计时宇, 都不敢拦, 直接带他到一边的休息茶室。 大人在隔壁有事, 晚些忙完便来。 下人对着计时宇道, 计时宇微微汗手, 下去吧, 去跟你们大人说, 若是孟小姐想要查看那账本, 就让她查看, 有什么问题, 寻我。 下人有些为难, 但活该是按照计时宇的所说的去办。 大人, 您将那账本拿来我看看, 便知道里面的问道所在。 我父亲一身连结, 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还请大人明察。 孟严夕有些急迫地看着李长明。 李大人也清楚孟大人的性格, 只是那账目, 他反复地看了好好几遍, 都没有寻到什么不对的。 地方, 他不相信眼前的人能快速地发现什么问题。 他轻叹一声, 你父亲的事情, 已经是定了案的, 那账本也已经收归档案卷宗了, 不是我不想将它拿来给你看。 只是不管你怎么看, 那里面的账目, 就是, 你父亲的有意为之, 确确实实地少了几百两银子, 这些是不会有错的。 孟严夕软磨硬泡, 李大人, 您让我看一眼, 那日父亲粗略地将里面的账目跟我说了一遍, 有些疑问, 还需在认真地看过账本之后才知道。 李长明被磨得一时有些于心不忍。 这时, 下人竟然附在李大人的耳边, 将继时语的所说的话, 跟他说了一遍。 李大人抬眸看了眼, 眼前的孟严夕, 对于北国那些事情, 他也是时常回去, 会听到府中的夫人, 说那些饭后茶余之事。 自然也听说了孟月慈修夫的事情。 对于眼前这样不等女子, 李长明还是很佩服的, 至少他敢于挣脱那些不舒服的生活, 就像今日, 他直接独自一人杀到了赵莫索, 大大方方地挑明自己的前来的用意。 即便没有许宴里的相助, 他也会将那账本拿出来给他一看, 去将东西拿出来吧。 李长明收回自己的思绪, 对着贴身的侍从道, 下人一言出去, 不多时, 那账本就被拿了上来。 孟严熙朝着李大人行礼, 李大人声音温和了几分, 得对着孟严熙开口道, 不必多礼,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 若是能发现什么问题, 给你父亲申冤, 这也是你自己的本事。 若是没有发现问题, 事情也只能如此。 孟严熙小心地拿过那账本, 放在一边的桌面上, 开始认真的翻看那些账本。 先是快速地将上面的账目 都逐一看了一遍, 孟严熙的记性原本就好, 现在快速地看了一遍记了个大概, 只是一遍看过去, 那账目做得滴水不漏, 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 孟严熙秀眉青醋, 全神贯注地再次翻看。 期间, 李大人去一旁的茶房, 对着季师宇忙行礼。 季师宇轻轻抬手, 摆了摆, 示意他不必多礼, 随后声音有些慵懒地开口, 那账本可否能让将其抄露出去, 让孟小姐。 李大人的面色凝重, 账本抄露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不被别人发现即可。 季师宇看懂了对方眼底的顾虑, 继而道, 此事, 交由我来办, 李大人什么都不知道, 有什么事情, 只管将我推出来即可。 是, 李长明硬下, 他也是有心要帮孟严熙的父亲。 两人早前一同围观的时候, 孟严熙的父亲还帮过李长青。 季师宇的目的达到之后, 便白手让对方离开, 自己则是站在门口, 静静看着孟严熙全神贯注地查看的模样。 一遍, 两遍, 三遍, 孟严熙的秀眉越粗越紧, 但他还是一无所获。 孟严熙的神情肉眼可见地慌乱起来。 若是自己的, 不能从这上面发现不对的地方, 父亲可能就要被活活地打死了。 李大人见孟严熙慌乱的神情, 有些不忍地上前一步, 对他劝说道, 你且回去, 你父亲动行之日还早, 要十日后才到他, 还有时间, 若想要知道事情的真伪, 可以去刘府打探一番。 孟严熙原本烦乱地心听了李大人的话, 有些不解地抬眸看着他, 刘府? 此事,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李大人言简意该地点名, 这些账本上所用到的东西, 最后都是往中书省里面柳大人所在的地方送去的。 孟严熙立马会议, 若是那些账目没有问题的话, 那便是用的东西中间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才会导致那几百两银子凭空消失, 定是有人蓄意要害父亲。 孟严熙已经将账本上的那些账目, 都记得差不多了。 他忙起身对着李大人告辞, 桃然您了, 臣女告退, 改日再同父亲一起来拜访您。 李长明微微汗手, 继时宇看着孟严熙离开后, 这才走了出来, 对着身边的下人吩咐, 将那账本抄一遍回去。 回去府中将账本上那些东西多用的清单, 和中书省所需的用品在脑海中一同过了一遍, 没有想到什么, 便想着回府去, 先将事情捋顺。 走到门口的时候, 突然看到管家, 孟严熙的神情微微一愣, 然后朝着管家的方向走去, 您怎么会在这儿? 三皇子呢? 他环视一圈, 马上的帘子被掀开, 里面空无一人, 疑惑问了句。 公子在里面, 孟小姐没有遇到, 管家不解地朝着里面看了看, 孟严熙摇头, 这马儿再借我用一日, 我便亲自将他送回祭府去。 管家没有多说什么, 叮嘱一声, 那马儿的吃食, 让孟严熙什么时候用完, 什么时候再送回去。 孟严熙告辞管家, 回到孟府的时候, 天色渐黑, 外面跑了一天, 滴水未尽, 孟严熙也是有些累了, 把手中的缰绳递到了下人手上。 刚迈入孟府的大门, 面前突然出现一道黑影。 第97章, 猜忌。 孟严熙抬手就要往对方的头上劈去, 贺天祥忙, 惊呼一声, 别打, 是我, 青尸门的。 话落。 贺天祥一脸谄媚笑容地出现在自己的跟前, 身边跟着有些不屑杨宁科。 孟严熙收回自己的手, 声音淡淡地开口道, 你们寻错人了。 说完直接往里面走, 不再理会对方。 贺天祥几经打听, 这才寻到了孟严熙的下落, 只不过让他疑惑的是, 那位从小就跟在药王神医身边的孟严熙前段十日突然抱病离世了。 若说要会那样针法的人也应该是孟严熙才对。 而眼前的女子则是北国闹得沸沸扬扬的修夫女, 孟严熙。 她一直身处后宅, 大门不卖, 二门不出的, 也没有听闻她学过医术那些。 只是前段十日药王神医痛失爱徒, 这才又收了孟严熙为关门弟子。 贺天祥还专门去打听过关于孟严熙的过往。 近来药王神医给了他一些药书医书, 虽然他有过人的记忆, 却从来都没有自己的出过诊。 诗珍又更不相同了, 每一针都是要精准地摸准对方的经脉所在, 手持银针还要稳,准,快慢有速。 对于医者的要求更高。 杨宁科看着如此高傲的孟严熙, 脸色不悦, 对着贺天祥道, 师父, 这孟小姐的过往您都看过, 这次应该是你们的法子, 起笑了, 或是孟小姐给的什么方子, 三皇子吃过之后, 误打误撞, 才让三皇子这次没有爆发。 连我们师门都没有的针法, 他怎么可能会? 我们还是不要求他了。 杨宁科脸上的不屑之色, 丝毫没有掩饰。 孟严熙停下脚步, 回头看着两人, 声音清朗地开口。 你们走吧, 这里没有你们要寻的人, 日后不要再来了。 贺天祥看着孟严熙身上锁穿, 还是给三皇子救治时穿的那身。 不会有错的。 至于那些什么, 贺天祥先抛开不提, 他将手上礼盒地上, 对着孟严熙道, 在下是替青师门特来, 邀请您到我们师门, 给那些弟子们指点针灸之术的。 贺天祥还不等孟严熙开口, 直接将手中的一个青龙标记的令牌递到了一边旭丘的手上, 而后便告辞离开。 杨宁科看着那青龙令牌被送了出去, 心都在滴血。 那可是自己的梦寐以求的东西, 他有些不甘地追上前, 问贺天祥道, 师父, 您为何要将哪个令牌给那个女人? 万一他拿着我们师门的令牌, 做什么坏事? 住嘴, 你身为青师门时日的掌门人, 怎么会连这点觉悟都没有? 贺天祥本想着, 杨宁科是在青师门中将针法学得最好最快的。 这次带着他出来, 一起寻找孟严熙, 是想要让他多历练一番, 看看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让他学着稳住自己的心性。 不曾想, 他竟然如此狂妄不自知。 贺天祥的脸上的怒意更深, 看着杨宁科满脸失望地开口道, 你可知那飞鲸走气, 是失传多久的真酒妙法了? 里面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青龙百尾, 第二白虎摇头, 其三苍规探学, 其四赤凤银元, 这次我也只是从前听闻祖师爷他们说过, 可日我是亲眼所见, 看着孟小姐施展这套真酒妙法, 若是他愿意将这套真酒之法传给我们青狮门, 日后便可以治疗更多的疑难杂症, 可以说是能让青狮门更上一个台阶。 杨宁科对于飞鲸走气的真酒妙法并不是很了解, 故此, 他没有像贺天祥对着这个真酒妙法的渴望, 可他只是一位刚刚开始学习中医的弃腹, 师父您是青狮的掌门人, 又何必要如此卑微地去求他? 杨宁科不解地反驳, 贺天祥气节, 自己跟他解释了半天, 结果杨宁科还是没有领会自己的话外之意。 虽然是真酒之法学得不错, 但如今来看, 对方的格局太小了, 根本就不适合当未来的掌门人。 贺天祥黑着一张脸, 不再理会杨宁科。 杨宁科不知道贺天祥心中所想, 只是一脸惋惜地继续道, 师父实在不应该将那个青龙令牌给孟小姐, 且不说他会不会拿着去胡作非为, 但是他刚刚都没有打算要拿那个令牌, 会不会我们一走, 他便让人将那块令牌直接丢了。 杨宁科一想到这里, 转身便准备往回走, 想要将那令牌讨要回来。 贺天祥忍无可忍地呵斥一声, 蠢货, 你去做什么? 杨宁科的脸色一僵, 有些不敢相信地回头看着贺天祥道, 师父, 您刚刚说我什么? 我说你这个蠢货, 你是准备跟孟小姐将东西讨要回来吗? 这么做, 你将为师的颜面往哪里割? 让别人怎么看待我们青师们? 贺天祥眉毛直接竖起, 恨不得将眼前之人狠狠地踹上一脚。 杨宁科也很是委屈, 自己不过是在为师门做打算, 师父却因为一位女子如此辱骂自己。 从前贺天祥都是夸着捧着自己, 到哪都说她是天资聪慧, 如今却怒斥自己是蠢货。 这两个词一直在自己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但看到贺天祥实在是生气了, 也不敢多言, 只能默默地跟在贺天祥身后回去师门了。 孟九昭见孟延熙回来之后, 跑着上前从她的手中接过帷帽, 关心到父亲的事情如何了? 孟延熙有些挫败地摇了摇头。 孟九昭见她满脸疲惫, 拿过一边的茶壶替她倒了一杯茶水。 孟延熙拿过茶杯快速地喝了一口。 这时孟九昭开口问道, 是不是情况不太好? 还是许燕里她有意地要去为难父亲? 孟延熙想到许燕里对自己的说的那些话, 眸中的冷意横生。 但很快她便收起眼底的沙意, 对着孟九昭道, 你不用担心这些事情, 我自有办法。 你先好好的备考就是了。 孟九昭微微汗手, 也清楚如今孟府的境地, 只有通过考取功名, 才能成为父亲和阿姐的依靠。 九昭知道了, 这次一定会拼尽全力。 孟九昭保证道, 孟延熙看着眼前俊朗的男儿, 微微一笑道, 不必太过强迫自己, 尽人是听天命。 备考的时候, 也要注意好劳逸结合, 切莫太过用尽, 伤了身。 第九十八章, 打架。 孟九昭也有自己的打算, 听着孟延熙的叮嘱, 鼻尖发酸, 对着孟延熙重重地点头。 想到外面那些关于孟延熙的传闻, 孟九昭的心底更是不好受。 他小声地开口道, 阿姐, 外面的那些传言, 您不必放在心上, 他们都是不清楚情况, 随意地胡周, 编排您的。 孟延熙这才察觉, 孟九昭的眼底微微发红, 想来外面那些人对他的言论, 定是不会太好的。 加上有朱氏, 徐老夫人, 还有柳如烟的他们的散播, 指不定外面都将自己的传成什么样的坏女子了。 但孟延熙并不在意啊, 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事情。 只要自己的过好他的生活,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变好。 那些传自己的不好话的人多半心思也是不好的, 要么是嫉妒, 要么有恨, 要么就是看不得自己, 冲出对女子的束缚, 见不得自己的好眼红之人。 孟延熙抬手轻轻地拍了拍孟九昭的肩膀, 声音温和地开口道, 非礼物事, 非礼物言, 非礼物听, 守好本心, 做好自我。 外面那些话阿姐是从来不打听的, 你也不听。 不要被那些风言风语扰乱自己的本心。 孟九昭见孟延熙不在意的样子, 这才放心了一些, 跟着重重地点了点头, 九昭知晓了。 孟延熙笑着汗手, 让她去忙, 自己则是转身回了自己的闺房, 将今日在那看到的东西都寄了下来, 再将中枢绳所需要用到的东西在脑海中快速地过了一遍, 并将里面常用的东西一一拿着笔写下。 续秋守在一边, 目冬从外面进来, 声音温和地对着孟延熙道, 小姐, 该吃饭了。 孟延熙将手中的毛笔放下, 舒展腰身, 这才缓缓地起身。 她抬手摸着有些干瘪的肚子, 里面传来细微的咕噜声, 才想起今日一直在外面的奔波, 滴水未尽, 这回也确实是饿了。 续秋端过水盆, 为孟延熙尽手, 目冬将一边的筷子拿起, 递到孟延熙的跟前。 少爷吃过了吗? 孟延熙接过筷子之后, 关心地问道。 目冬微微汗手, 少爷吃过, 已经去念书了。 小小姐和小少爷呢? 孟延熙提及, 这两个孩子眼底多了几分的笑意。 目冬满眼笑意地说着, 小姐放心, 小小姐和小少爷奶娘, 很早就让他们吃过东西。 现在应该睡下了, 您快吃, 饭菜做好有些时间了。 若不是看您在忙, 不敢打断您, 这才等到现在。 孟延熙也实在是感觉饿了, 拿过筷子便吃起来。 只是吃到一半的时候, 才发现, 那些是食物, 都是自己的爱吃的。 从前在孟府的时候, 下人给他准备的吃食, 都是抵解爱吃的。 孟延熙拿着筷子的手微炖, 而后抬眸, 看向眼前的两人。 你们怎么知道, 我爱吃这些。 目冬和续秋鼻尖微微发酸, 声音有些沙哑的开口。 从前大小姐在的时候, 时常听他提及小姐, 常常念叨, 等您回来做这些给您吃。 如今大小姐做不到了, 就让奴婢们, 替大小姐实现这个愿望吧。 续秋说话之时, 眼眸越发红了。 目冬同样忍着泪意, 每每看到孟延熙, 他们都替孟延熙惋惜。 明明就是最好的年纪, 却是为了大小姐, 护着两个小家伙长大成人, 变成外面那些人口中的毒妇, 额婆娘。 他们虽然替孟延熙做不了什么大事, 但这些小事, 他们还是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孟延熙的心底, 又何尝不是暖暖的。 烛火下, 孟延熙这才看清, 续秋的一边脸上前, 有些发青发紫。 他将手中筷子放下, 面容严肃地看着续秋问道, 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弄的? 续秋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手上的那半边脸遮掩起来, 对着孟延熙露出笑容, 忙摆手道, 小姐, 无事, 自己走路不小心磕道了。 这样的鬼话骗别人可以, 想要骗孟延熙根本就不可能。 他脸变得更加难看, 就算你不说, 我也可以查到, 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续秋捂着自己的脸, 支支吾吾到了半天, 见孟延熙实在是生气了, 这才小声地开口道, 小姐, 若是奴婢说了, 您不要生气。 孟延熙脸色这才缓和下来, 声音也跟着温和了几分, 道, 我生气是因为你们有意瞒着我, 你且便是。 得了孟延熙的保证, 续秋这才开口道, 是, 奴婢今日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 听到薄公府的下人在那说小姐的不是。 说小姐孝顺婆母都是假的, 现在许夫人生病了, 您也不去看一眼, 真是狠心, 冷心冷肺。 说之前您在薄公府所做的一切都是表面功夫罢了, 不过是为了图个好名声。 那些更加难听的话续秋没有说出口, 用余光小心翼翼地打量孟延熙一眼, 见他没有生气, 这才继续道, 奴婢就是气不过他们那等恶人先告状的样子, 还从到处散播您的不是, 坏您的名声, 一时没忍住, 跟人家打了起来。 你先打的人家? 孟延熙声音温和地问, 续秋以为自己的做不对, 将头埋得更低下, 小声道, 是, 小姐, 奴婢下次再也不这么冲动了。 打得好。 孟延熙突然补充一句, 续秋忙抬头看着孟延熙道, 小姐也认为奴婢该动手。 自然, 都不是薄公府的人何必还要受他们的气? 若是背后偷偷地没有听到便算了, 但既然听到了, 忍不过那就不忍, 换我听到了, 也会撕了她的嘴。 孟延熙的话, 瞬间让续秋打开了话匣子, 她脸上多了几分笑意, 小姐别看我脸上受了点伤, 那婆子伤得更加厉害, 奴婢将她的脸都挠成了大花猫, 血淋淋的, 最后那婆子还是哭着跑回府去了, 若是我会点功夫, 今日准将她打个落花流水。 续秋一脸得意地说着, 孟延熙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看着眼前柔柔弱弱, 平日文文雅雅的续秋, 没有想到干起嫁来一点都不含糊。 笑过之后, 孟延熙的脸上多了一丝担忧之色, 对着续秋道, 日后听到外面那些人的风言风语, 还是不要随意动手, 只当没有听见。 为何? 续秋不明所以, 孟延熙的目光在她细胳膊细腿上, 意味深长。 第九十九章, 伤害。 孟延熙收回自己的目光, 一脸认真地开口道, 以你这样的身子, 你认为来得粗壮一些的婆子, 你能打得过人家吗? 万一人家记仇躲在暗处, 什么时候将你给掳走? 做些坏事可如何? 你该如何办? 续秋这才有些后怕, 今日那婆子, 也就是因为比自己胖了些, 但好在不是很壮实, 这才让自己得了便宜。 今日忙着生气, 也没有来得及顾虑那些, 先不说自己会不会受伤, 但自己这番冲动, 定是会惹得众人说, 自家小姐的不是。 小姐如今在外面的名声, 本来就不是很好, 一点什么不对的, 那些人就会想着办法, 往孟延熙的身上烧, 恨不得往他身上多泼点脏水。 林妈妈休养了一段时间, 现在也能下床走动了。 刚刚在里面听闻他们的对话, 林妈妈的脸色沉了下来, 看着续秋的时候, 面色浓重地训斥道, 身为孟府的下人, 将家训都抛至脑后了。 我们这些贴身的婆子下人, 出门去的一举一动, 都是主子的映射, 事事都要小心谨慎, 切莫让人拿了把柄去, 不能给主子们蒙羞。 林妈妈在正事上向来都是严厉的, 故此, 续秋和慕东看着林妈妈的脸色 不是很好的时候, 心里也是犯处的, 多少有些害怕。 续秋对着林妈妈道, 林妈妈, 续秋知道错了, 日后不再如此冲动便是。 孟延熙笑着起身, 搀扶林妈妈到袖墩上坐下, 而后才声音温和地开口, 林妈妈我晓得, 大家都是为了我, 今日之事也不全怪续秋便是。 许伯公那些人, 就是有意要散布我们的不好的事情, 谁也挡不住。 林妈妈看着孟延熙满眼的心疼, 小姐, 你如今落得一个修夫的, 汉妇, 毒妇的名声, 老奴自当是认为, 亲者自亲, 不与别人辩驳, 日久便能见人心。 老奴只是想要在如今风口浪口之时, 我们这些坐下人的, 能稍惹些祸端, 将事情快些平复下来, 日后也能还小姐一份安宁。 孟延熙明白, 时间是可以冲淡一切, 久了, 此事也不会再被过多地关注了。 她声音温和地开口道, 我知道, 谢谢林妈妈。 这时, 院外响起小丝的声音, 木东转身出去, 将门打开, 看着外面的小丝疑惑道, 有何事? 小丝将手中的一本册子, 递到木东的手上, 对着木东道, 刚刚门卫那边送来的, 说是要小的将这个东西交到小姐的手上。 木东秀没轻醋, 看着他手中的册子, 接了过去, 何人送来的? 小丝摇头, 门卫说对方穿着不错, 应该是那个薰贵人家的贴身, 还说了不能声张, 小的才这个时候赶来送。 木东汗手, 好了, 我会将它它给小姐送去, 你解回。 孟延熙朝着木东看了看, 怎么了? 是什么东西? 木东快走两步, 把东西递到孟延熙的跟前, 而后将包裹的布袋解开。 孟延熙看着册子上面的两字, 毛子微眯, 而后又快速地将里面的东西翻看了几页, 确定就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才快速地将册子合上, 快速地往自己的房中走去。 林妈妈看着孟延熙急促的模样, 有些担忧地起身, 跟着上前问道, 小姐, 怎么了? 您的饭还没有吃完呢? 不吃了, 孟延熙的淡淡地说着一句, 快速地将手中的东西放在桌面上摊开, 认真地对着中书省需要制够使用的那些东西。 林妈妈站在一边见她一脸认真, 明白是在孟老爷的事情忙活, 林妈妈给旭秋低了个眼神。 旭秋会议从外面倒了茶水进来, 静静地守在孟延熙的身侧。 这一看, 孟延熙便忙到了后半夜, 外面突然冲进来了, 一只黑猫。 她直接跳到了孟延熙的腿上, 旭秋惊慌地要将黑猫给轰走, 却见孟延熙放下手中的毛笔对着旭秋摆了摆手, 无妨。 孟延熙认得出来, 这只黑猫是从前嫡解在伯公府喂养的那只。 之前徐老夫人发疯全身疼痛, 还是这只猫帮着把药粉带到了徐老夫人的身边, 不然自己也没有这么容易得手。 她抬手轻轻地俯上了黑猫漆黑柔顺的毛发,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对着旭秋倒, 去给她弄些肉来。 是。 旭秋出去之后, 林妈妈一脸惊讶地问道, 这是从前伯公府的那些野猫? 孟延熙微微汗手, 喃喃道, 这么远, 你自己是怎么寻不来的? 黑猫用自己的脑袋轻轻地往孟延熙的掌心钻去, 见孟延熙的目光在她的身上, 这才轻轻地翻了个身, 将身下的伤口露了出来。 孟延熙这才注意到, 黑猫肚子上有一块被人落伤的地方, 皮肉已经烫熟了, 还隐隐地露出一里面的肠子, 她的脸色大变。 难怪一向对自己有所设防的妈, 今日会如此地主动。 灵妈妈见孟延熙的脸色不好, 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一只一眼, 血淋淋的肚子便让灵妈妈感觉很不适。 脸上瞬间多了几分怒意, 到底是何人下手如此歹毒? 孟延熙来不及多想抱着妈起身, 忙对目东道, 将桌面上铺上一层软垫, 再将我的药箱拿来。 目东快速地按照孟延熙的吩咐来办, 灵妈妈将东西铺好, 孟延熙将黑猫轻轻地放在软垫上, 柔声细语地对黑猫说道, 别怕, 我会救你。 尿乌黑猫乖乖地趴好。 孟延熙则是飞快地将那些需要用的东西消毒, 期间又让目东去打了些热水过来。 准备好这些, 孟延熙让黑猫的肚子展露出来。 那猙獰的伤口, 让孟延熙和在场的众人都忍不住地倒吸一口气, 孟延熙的手紧了紧。 温和对着黑猫道, 会有些疼, 等会儿不要乱动, 很快就能好。 黑猫的灵动的毛子, 直勾勾地盯着孟延熙似是听懂了她的话, 任由旭秋和目东扶着她躺好。 孟延熙开始为猫清理, 伤口, 许是疼痛, 让黑猫身子瞬间挺直, 嘴里发出一声隐忍的喵污。 孟延熙轻轻地在她伤口附近完好的毛发上挠了挠, 缓解她的疼痛。 妈儿这才缓缓地放轻松自己的身子。 第100章, 习惯你的照顾了。 孟延熙看着那一块被灼伤的皮肉, 许是走得落太远了, 肠子顺着伤口往下面坠了出来。 即便看过很多受伤之人, 见到妈儿被人如此蓄意地虐待, 孟延熙还是怒红了双眸。 她调整呼吸, 将妈儿的肠子轻轻地往里面推了回去。 好在对方没有将她的肠道给弄断, 不然妈儿就要受更多的苦头了。 现在皮肤是被烫烂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将那些伤口缝合起来, 只能后面让她自己愈合。 孟延熙将药粉撒在了妈儿的伤口上。 做完这些, 孟延熙把药箱收好, 用篮子给黑猫做了一个小窝, 放在自己床边上, 抬手轻轻地摸了摸她的头。 黑猫感受到安全, 这才放松了身子, 许是走了太远, 也有些累了, 不多时便睡了过去。 孟延熙抬眸, 目光变得凌厉起来, 对着木冬开口道, 去查, 黑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木冬一言映下, 林妈妈的脸色也不是很好, 究竟是有什么样的血海深仇, 才能做出这样畜生不如的事情来? 会不会是薄公府的那些人拿着猫出气? 这才让她受了这么重的伤? 旭秋也在一边愤然地地说着, 孟延熙没有多说什么, 声音温和地开口, 时候不早了, 先去休息吧。 几人这才退了出去, 孟延熙的目光落在书案的那些东西上面, 突然想到什么? 在中书省最常耗费的东西, 应该就是文房四宝之类的, 加上平日那些官员的吃穿用度, 剩下的那些则是节假日的礼品。 不管用怎么算, 都是那些官员的俸禄, 才是大头。 可偏偏中书省在那段时日, 购买了一大批的文房四宝类的东西, 不得不让孟延熙有些怀疑。 孟延熙的脸色微变, 突然想到了什么? 脸上多了几分的喜色。 难怪之前不管他们怎么查, 都查不到那个账面上的问题。 那些人是中间物品上动了手脚, 只是让孟延熙想不到的是, 那些人为何要如此做? 还有许燕里跟此事到底有没有关系? 还有她一开始就是其一的陷害者之一, 拆着满心的疑惑, 孟延熙困意也来袭。 等她再次睁眼的时候, 是被暮冬唤醒的。 暮冬脸色不是很好的对着孟延熙道, 小姐, 您醒醒, 外面有人来寻你。 孟延熙睡眼惺忪的睁开眸子, 有些疑惑。 何人? 是伯公的人寻来了。 沐冬脸色微沉地说着, 孟延熙的困意瞬间全无, 面色淡淡地掀开被子, 下了床榻。 来做什么? 沐冬有些心疼地看了眼自家的小姐, 最后还是轻叹一声开口, 小姐还是前去看看吧, 奴婢实在没有办法了, 他们的人跪在我们孟府的门口, 引得很多人在那围观, 对着我们孟府指指点点地, 骂得很是难听。 孟延熙一听倒是不乐意了, 都把许愿里给修了, 他们怎么还有脸出来闹? 他让下人给他快速地梳洗, 换了一身软烟螺的淡色长裙, 这才转身快步往外面走去。 他们来到前门的时候, 只见红袖跪在地上, 满是泪意, 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孟延熙目光冷漠地 在那些人的身上扫过, 最后锁定在红袖的身上。 真是遗害万年的东西, 当初在伯公府的时候 就应该态度强硬些, 将他直接发卖出去。 红袖看着孟延熙出来, 哭得更加伤心了。 他哀求道, 少夫人, 您快回去伯公府看看夫人吧。 他这段时日劳累过度, 昨个夜里高烧起来了, 烧一直退不下去, 夫人嘴里还不停地念叨少夫人的名字。 奴婢实在没有办法, 这才来请少夫人发发慈悲, 回去照顾夫人几日。 慎言, 不要乱给我们小姐身上扣屎盆子。 你们伯公府的少夫人, 现在是柳如烟小姐。 林妈妈面带绿色地呵斥一声, 突如其来的话, 让红袖和在场的众人愣了一瞬。 红袖的脸色也跟着难看了几分, 而后扬声道, 新少夫人身子不好, 没有办法晋身在夫人身边伺候。 再说, 夫人这些年也习惯了孟小姐的贴身伺候, 奴婢也是, 看夫人实在难受。 这才厚着脸皮, 过来求孟小姐到伯公府小住几日。 等夫人的身子好些了, 再便是。 续秋听着红袖那不知廉耻的话, 瞬间暴怒。 你们也知道这是厚着脸皮来的孟府, 又为何要来让别人笑话? 既然生病了, 那就巡狼中看病。 我们小姐又不是要, 过去看看, 就能治好许夫人的病吗? 还有什么叫做, 习惯我们小姐贴身伺候? 把我们的小姐当成是什么了? 从前是伯公府的人, 在许夫人病榻前伺候, 是静孝。 现在好好的孟府小姐不当, 为何要跑去给你许夫人当下人使唤? 是伯公府请不起吓人了吗? 还是觉得我们小姐从前衣不解带在许夫人跟前静孝, 现在拿着我们小姐当冤大头来使唤了? 红袖的脸色被说得很是难得看。 孟严熙见旭秋将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完了, 这才开口故作不悦地呵斥一声, 旭秋不得无礼。 旭秋愤愤不平地朝着红袖瞪了一眼, 继而道, 小姐, 他们实在气人太甚了, 这不是明摆着要道德绑架您吗? 但凡伯公府有个民事里的人, 都不会让婢女出来做这等事情, 还说这样的话, 逼您, 原本在看热闹的那些百姓, 听了续秋的话, 也觉得有道理, 毕竟孟严熙如今已经和伯公府没有关系了, 他们还真是有脸说出这样的话。 刚刚他们差点被红袖给带偏, 都很气愤孟严熙对伯公府现在的冷漠和不闻不问。 孟严熙看着众人的情绪调动得差不多了, 这才缓缓地说道, 既然病了, 那就去巡狼中回去好好地诊治, 许夫人的病还是得要养。 既然你们少夫人身子不适, 不方便尽身伺候, 那你们这些当下人用些心, 只要细心照顾, 相信你们许夫人的病, 很快就能好转。 这话一出, 无非就是要让众人清楚, 柳如烟没有在婆母身前尽孝, 下人伺候不够用心, 更是将孟严熙的孝名往外面传。 然后若是有人在听到伯公府的下人说孟严熙的不是, 今日之事便是狠狠地打伯公府的他们那些人的脸。 红秀动了动嘴, 还想要说什么? 却见孟严熙语气极为冷淡的道, 日后伯公府再有什么事情, 不要往孟府来递消息了, 免得你们少夫人心中有想法。 第101章, 找茬。 孟严熙说完, 转身离去, 周边都是对红秀指指点点的。 红秀心有不甘地回到伯公府, 一进府便禁止前往柳如烟的居所。 柳如烟坐在贵妃椅上, 悠悠地看着归来的红秀, 诞生问道, 怎么样? 事情办得如何了? 红秀有些畏惧地跪在地上, 将所发生之事一五一十地禀报于她。 什么? 柳如烟从贵妃椅上坐了起来, 怒不可遏地看着红秀。 啪! 柳如烟抬手狠狠地朝着红秀的脸上扇去, 红秀委屈地捂着自己红肿的脸颊, 眸色发红。 少妇人奴婢真的是按照你说的来办了, 只是那孟月词如今口齿伶俐, 奴婢! 蠢货! 滚出去! 柳如烟满眼怒意, 随手将眼前的东西都扫到了地面。 次日, 众人皆对柳如烟的不孝之举议论纷纷, 此事迅速传遍北国。 徐燕里德之后, 怒气冲冲地去了孟府。 站在伯公府的跟前, 徐燕里德思绪颇多, 想要直接往孟府走, 却被吓人吓来, 徐公子, 且慢, 可有勤俭。 徐燕里抬头看着眼前熟悉的门卫, 冷哼一声, 怎么? 才多久没见着孟府进来, 还需要勤俭才能进了。 门卫看了徐燕里接二道, 这也是主子的命令, 若是没有我让人去去后院通报一声, 徐公子还是再次等着。 徐燕里怒意更甚, 抬脚狠狠地往门卫的身上踹了一脚, 自己直接杀到了孟月慈从前归房, 而此时的孟严熙也刚刚从书房内走了出来, 正好对上满身怒气的徐燕里, 他神情危愣, 而后眯了眯眼问道, 谁让你私闯民宅的? 徐燕里质问道, 燕儿只是身子不适, 不能近身照顾母亲, 你为何要那样说损害她的名声? 若不是从前帮你薄公府将母亲照顾得这么好, 母亲现在也不会身子这么的虚弱。 难道现在, 她生病了你, 不应该过去照顾她吗? 都是因为将管家全交到了母亲的手上, 才会她现在一病不起了, 红袖都过来跪着求你了, 你还想要怎么样? 孟严熙目光冷冷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突然觉得很是可笑, 还不等孟严熙开口辩驳, 徐燕里继续呵斥道, 母亲这也是, 再给你台阶, 让你回去薄公府。 你看看, 你如今, 除了我徐燕里不计前嫌, 还有谁敢要你? 你现在跟我回去, 给依儿跪下来, 好好地赔礼道歉, 让依儿满意了, 我还可以勉强考虑让你回去薄公府, 继续管家。 多心了, 我孟严熙这辈子宁愿去当姑子, 也不会回去薄公府那等地方的。 若是徐公子, 只是为了来跟我说这些事情的, 还请回去。 孟严熙说着转身, 徐燕里愣了一下, 他原本以为孟严熙会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或者承认错误, 但却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态度。 孟严熙接着说, 木东, 送客。 徐公子请吧。 木东语气不是很好的, 对着徐燕里道。 徐燕里看着孟严熙这般, 指着他怒道, 这是你自己的说的, 到时候别后悔回来寻我。 话落。 孟严熙突然想到什么, 对着徐燕里道, 慢着。 徐燕里脸上多了几分得意, 回头看着孟严熙, 等他求自己。 只是, 孟严熙看着他的目光, 似笑非笑, 让徐燕里感觉有些不妙。 徐燕里声音带着嘲讽的反问, 怎么? 现在后悔了? 孟严熙唇角微钩, 对着徐燕里问道, 少夫人身孕, 已经又三月有余了。 三个月前的那段时日, 我记得徐公子那段时候一直在忙, 并未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 不知道少夫人腹中的孩子, 可是月份确定错了, 还是另有其他的原因。 徐燕里不明所以。 你什么意思? 孟严熙将自己的目光, 从徐燕里的身上收了回来。 而后声音的淡淡道, 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关心一下是不是郎中没有耗对卖。 对于柳如烟的孕期的事情, 徐燕里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那次他身子不适, 是自己寻的, 府一位柳如烟耗卖。 当初一儿说, 那孩子是自己的的。 徐燕里为此对这个日期记得很是清楚。 若是没有人的提醒。 徐燕里不会想起, 三个月前的事情, 自己确实实在忙。 第一次碰柳如烟的时候, 是在两个月前的一天, 也是因为自己去刘府寻柳大人有事, 最后不知怎么的就喝醉了。 而后醒来便在柳如烟的房中, 两人也有了男女之时, 也就是那次让柳如烟怀上了自己的孩子。 这才让徐燕里一直想着办法要从江孟夫拉下水, 好让孟月慈给他的烟疼位置。 徐燕里突然想到什么, 脸色瞬间变得不是很好。 但看着孟严熙却是嘴硬道, 烟儿腹中的孩子就是我的没错。 孟月慈, 你好歹毒, 竟然想要用这样的手段, 害死燕儿腹中的孩子。 徐公子慎言, 我不过是被关心一下邵夫人罢了, 难道徐公子是怀疑邵夫人跟别人有染? 孟严熙笑着反问, 哼, 我不会上你的当的。 徐燕里冷哼一声, 直接甩袖离开。 孟严熙看着徐燕里离去的身影, 脸上的笑意更深。 灵妈妈不解道, 小姐, 你说的那些话, 徐公子会信吗?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就会越长越大, 最后变成参天大树, 一发不可收拾。 孟严熙眸子瞇了瞇, 声音急冷地继续道, 就算她现在不信也没有关系, 日后她总会相信的。 灵妈妈看了眼孟严熙, 见她这样, 突然也很期待那日的到来。 孟严熙转身进去房中, 而后从里面拿出一个小小的包裹, 递到了沐冬的手上。 面色凝重地对着她道, 将这个东西分别送给大理寺, 和李大人的手中各一份, 要快。 这是, 沐冬疑惑地问, 能救父亲的东西。 孟严熙声音严肃地说着, 快去吧。 沐冬拿着东西转身离开, 灵妈妈眉头微醋, 小姐, 找到问题所在的地方了。 孟严熙也不知道可不可行, 但目前只能如此, 先试试吧。 第102章, 践踏。 沐冬按照孟严熙的吩咐, 将东西送去了李大人那儿, 最后才到大理寺。 她离开的时候, 季诗语从不远处走来。 浩天满是疑惑道, 那不是孟小姐身边的贴身婢女吗? 她怎么会在这里? 季诗语目光顺着浩天的方向看了过去, 随后收回目光, 直接朝着大理寺里面走去。 大理寺里面的官员都是处理比较重大和紧急的事情。 季诗语进去的时候, 便看到孟副的深渊书被人随意丢弃在了一边。 其中下人拿东西的时候, 对方连带着把那张深渊书掉落在地上。 季诗语默不在作声地上前将的东西从地上捡起。 众人这才看到季诗语的出现, 都纷纷起身, 朝着季诗语行礼。 季诗语没有说话, 只是周身的气压变得很低。 为首的大人硬着头皮问道, 三皇子, 不知道今日到来有何事。 季诗语神情冷意地在他们的身上环视一圈, 而后怒道, 平日是不来这大理寺, 还以为你们都是些秉公办事之人, 可今日一来, 这么大, 深渊书, 你们一眼都看不到。 方才还遗落在地上, 是不是没人都可以踩上一脚, 而后便当成垃圾一般清理。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秉公, 还是说没这是你们一贯的行事方法。 大理寺内众人齐齐跪了一地, 而后对着季诗语道, 三皇子, 恕罪。 季诗语冷声继续发难, 北国一直都信奉大理寺最为廉洁的地方, 若不是今日亲眼所见, 我都不知道你们会如此。 为首的大人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三皇子, 微臣刚刚实在没有看到, 这是我们的疏忽, 一定先将此事办好。 季诗语这才将手中的孟府的深渊书, 交到了对方的手上, 声音带着怒意。 这件事情, 我会一直盯着你们, 若是办不好, 你们也不用在这大理寺待着, 犹如大理寺这个地方。 是, 微臣一定好好办。 为首那人颤颤巍巍地上前, 从季诗语的手上, 将东西接过。 明日, 我便要知道结果。 季诗语声音很冷地说着, 而后便拂袖离去。 看着季诗语离开的身影, 那些人这才缓缓地从地上起来。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季诗语发如此大的火, 众人一起围了上前。 七嘴八舌地问, 三皇子是想要我们办奶庄案子。 是孟府, 孟长青的, 这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孟长青的事情, 不是已经定案了吗? 为首之人的目光, 在那深渊书上扫了眼。 脸色大变, 三皇子要明日得知结果。 可这, 不好办。 众人这才快速地, 从孟年熙送来的东西上面, 开始寻找蛛丝马迹。 分工开始忙碌起来。 而许焰离从孟府出来之后, 脑海中不停地回荡着孟年熙所说的话。 要是日子不对, 那柳如烟腹腹中的孩子又是何人呢? 虽然许焰离喜爱柳如烟, 但是也不允许有人欺骗自己, 拿着别人的子嗣来糊弄他。 回去伯公府的时候, 许焰离还从外面寻了北国比较有名望的郎中, 直接到了兰亭居。 许焰离将郎中带到偏处, 郎中认真地开口道, 许公子, 邵夫人确实是已经有三个月左右的孕期了。 好, 有劳了。 许焰离给了他们诊惊, 回去兰亭居的时脸色黑沉, 清莲看着神情有些慌乱地想要对柳如烟通报, 却被许焰离呵斥一声。 你们都下去, 我有话要同你们邵夫人说。 柳如烟不解, 方才好好的怎么就突然变了脸, 以为是腹中的孩子有什么问题, 给下人递了个眼神。 清莲这才不放心地带着下人出去。 碰, 清莲前脚刚刚离开, 身后响起一阵巨响, 几人捂着心口吓了一跳。 邵夫人, 清莲小声地在外面唤了一句。 柳如烟的脸色很是不好地对着清莲道, 你们出去。 许焰离上前掐住柳如烟的脖梗, 对着他质问道, 你腹中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柳如烟的脸色疏然一白, 眼底闪过一丝慌乱, 但很快便又平静下来, 艰难地开口。 你, 你在说什么? 这孩子是我们啊。 柳如烟眸中带泪, 一副楚楚可怜地对上许焰离的视线, 一只手还小心翼翼地护着自己的肚子。 许焰离的眼底闪过一抹心疼, 但想到梦言兮话和刚刚那些郎中的证实, 徐焰离手上的戾气中了几分。 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 柳如烟的脸白如纸, 嘴巴微微张开, 眼眸带着一丝惊慌, 眼泪也顺着流了出来。 夫君, 放, 放开我。 柳如烟话还没有说完, 便晕了过去。 徐焰离将他揽入自己的怀中, 神志被拉了回来。 来人, 传府衣, 徐焰离对着外面换倒。 青莲冲了进来, 看到柳如烟搏梗上那清晰可见的手指印, 知道大事不妙。 府衣很快赶了过来, 少爷, 少夫人没事, 只是受了点惊吓, 晚些便能醒来。 好, 徐焰离目光落在柳如烟的脸上, 也有些自责。 府衣离开之后, 徐焰离也没有在房中多停留。 转身出去, 青莲站在窗前, 看着许焰离远去的身影, 这才将下人都打发出去, 轻轻地推了推他。 少夫人, 少爷离开了。 柳如烟猛然睁开双眸, 眼中划过阴质, 今日少爷都去了哪里? 见了何人? 少夫人, 少爷刚刚从孟府回来, 本来是要为您讨回公道的, 不知道那孟月词跟少爷说了什么了, 回来便怒气冲冲的。 青莲忧心冲冲地说着, 柳如烟眸色越发得很厉, 又是孟月词, 他是不是知道什么? 刚宴里问我, 那孩子是何人呢? 什么? 青莲的脸色惨白, 若不是刚刚我装晕, 就被他掐死了。 青莲有些慌乱地, 对着柳如烟问道, 少夫人,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柳如烟的双眸, 心红地开口, 晚些, 你将孩子的事情偷偷告诉那人, 若想要孩子平安生下, 就让他帮我把孟月词除去了, 最好就先毁了他的清白, 让人活活地给践踏死。 第103章, 威胁, 少夫人, 青莲想到, 那人脸色变得不是很好, 柳如烟呵斥一声, 不必多说, 依我所说去办。 是, 青莲一言道, 徐燕里从博公府出来之后, 心情郁闷, 路过钱庄的时候, 那掌柜的突然叫住他, 徐公子您来。 徐燕里疑惑地上前, 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空空如也的钱袋子, 眉宇微皱, 还是上前一步, 朝着钱庄走去, 何事? 掌柜的四下看了看, 见周边没有人, 这才小声道, 我们东家说了, 要是徐公子近来能将那笔银子还上, 所用的利息不必还了, 还在给你五十两银子的作为违约赔偿。 徐燕里眸中泛着光, 掌柜的见徐燕里一脸为难, 继而道, 柳小姐嫁入博公府的时候, 那嫁妆一箱箱的, 指不定里面都藏了什么好宝贝, 可以先拿来抵银子, 以我们的交情, 同等价值的银子给你, 想好明日前拿来便可。 掌柜的说道, 好, 徐燕里硬了下来, 从钱庄出来之后, 他直接去了大牢里面, 看着眼前之人, 徐燕里面容变得更加阴郁, 孟长青奄奄一息地抬头, 呸, 一口水口, 直接朝着徐燕里的脸上吐了过去, 徐燕里猝不及防, 脸上带着怒意, 他拿出汗精将脸上的口水擦去, 看着孟长青道, 你个老不死的, 早些承认那些东西, 就是你贪污的不就好了, 反正现在人证物证都齐全, 就算你想要地带也没有用。 孟长青冷哼一声, 徐燕里, 本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 不曾想你的内力竟然烂得如此透彻, 无德, 无行, 无品, 无忠, 无义, 没有自己的立场, 还如此草菅人命, 黑白不分, 没想到你从前是这么的能装, 当初将月辞嫁给你, 就是一个错误。 徐燕里听着孟长青对自己的数落, 不由地发笑起来, 哼哼, 孟长青, 你以为自己, 还是从前那个高高在上的中枢侍郎吗? 你如今是个阶下囚,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 对我指手画脚, 评头论足的? 我徐燕里, 现在是新一任的中枢侍郎的女婿, 是孟月辞现在高攀不起的人, 你就跟你硬骨头的女儿一样, 给脸不要脸。 徐燕里说着, 拿过一边烧红的烙铁, 在手中玩弄着, 她目光森冷, 嘴角擒着笑容道, 若是你现在画了鸭, 我就可以让你少吃些苦头, 不必再受那些皮肉之苦。 孟长青的双手手紧呸, 对着徐燕里又是一口, 我不像你如此没有骨气, 我上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下对得住百姓, 从未做过的事情, 我是断然不会承认的, 就算你今日将我打算, 我也是一样。 说完, 孟长青紧闭自己的双眼, 不再跟徐燕里多说一句, 徐燕里眸子心红, 拿过烙铁, 狠狠地朝着孟长青的身上烙去, 滋一阵肉香的味道传来出来, 孟长青的脸色疏瞬间疼得胀红, 唇角轻颤, 紧咬牙关, 不让自己发出一丝的声音。 徐燕里见此, 手下越发地用力, 叫啊, 你怎么不叫, 我倒要看看你多有多有骨气。 徐燕里说着, 又将另外一块的烧红的烙铁, 往孟长青的身上烙去, 牢房内不停地发出, 吱吱吱的声音。 孟长青的胸前已经被烫伤了一大片, 徐燕里愣是没有听到孟长青坑一声。 巡视的思域思看到到徐燕里这般, 立马上前一步, 从他的手中将东西夺了了过去, 对着他便呵斥道, 徐燕里, 你这样私自用刑是有为北国礼法的。 徐燕里不屑了看他一眼, 冷声道, 哼, 一位将死之人罢了, 就算现在不死, 到时候也是仗刑给活活地打死。 男子看着徐燕里, 脸色不是很好的开口, 上面有令, 孟长青的事情还未完全定案, 你不能私自用刑, 我会将今日的事情上报上去, 你好好反省。 随后, 他又叫来几人, 将孟长青带了下去, 请来郎中给他诊治。 徐燕里愣在其中, 久久不能回神。 两久后, 这才才意识到了什么, 他转身冲了出去, 往刘府跑。 刘大人黑着脸坐在高堂之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徐燕里道, 当之时间, 你来我这里做甚。 徐燕里朝着刘大人跪下, 岳父大人, 刚刚听思域思说, 孟老的案子还未全部定案, 不让动行, 是何意思? 柳大人猛然站起身来, 对着徐燕里呵斥道, 你难道对孟长青私自动行了? 徐燕里有些心虚地低下头, 小声道, 他不肯画鸭, 我便用了点手段, 但人没事。 啪! 柳大人急步冲到了徐燕里的跟前, 清脆的巴掌声瞬间响起, 徐燕里红肿着脸, 往一边侧去。 徐燕里抬手扶上自己的脸, 眼底闪过英智, 又狠力地杀意, 但很快恢复如常, 看着柳大人的时候, 眸中带着一丝的无辜。 岳父, 我是思域思, 打他又如何? 平日那些不听话的犯人, 哪个思域思不是动手打骂的? 徐燕里有些不服气地开口反驳。 柳大人指着徐燕里, 脸色更黑了, 蠢货, 真是扶不起的阿斗。 你也知道, 那些人是不听话的犯人, 可孟长青是谁? 虽说下了牢狱, 但也是从前在皇上跟前的红人。 你那般折辱他, 传到皇上的耳朵, 还有你的好果子吃。 柳大人也收到了密报, 说孟长青的事情有转机, 自己只怕是要被牵连出来了。 他的目光落在徐燕里的身上, 若有所思。 最后, 脸色不是很好地开口道, 日后无事, 你就不要往刘府跑了。 徐燕里也不傻, 他突然对着柳大人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道, 岳父, 怎么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若是我有什么事情, 您认为, 您就能脱得了身吗? 柳大人怒目, 你什么意思? 那时是我们一同参与了, 我本不是什么所谓的证人君子。 岳父还是好好地想想其中的厉害关系。 徐燕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柳大人的脸色瞬间白了几分, 看着徐燕里的时候, 眉宇竖起。 你敢威胁我? 第104章, 主动上门。 不敢, 只要岳父时刻想着我, 我自然什么都不会乱说, 更不会乱来。 今日无事, 便先离开了。 告辞。 徐燕里说完起身心情大好地离开。 独柳柳大人仍愣在原地, 久久不能回过神来。 孟严夕打探过父亲的事情, 有了回转之后, 一颗悬着的心, 这才稍稍放松。 林妈妈看着孟严夕从一女子的容貌, 最后一点点的翼容成了一位老妇。 换上婆子的衣裳, 有些忧心。 小姐, 您这是要做什么? 孟严夕将自己的药箱给收拾好, 抬眸对着林妈妈叮嘱道, 若是有人来寻我, 便说, 我生病了, 今日不见人。 我要出去一趟, 不能让别人知道我这份装扮。 林妈妈还是第一次见孟严夕如此严肃, 这才重重地点了点头。 小姐放心。 孟严夕背上药箱, 躲开人哨的地方到了城门处张贴榜上, 撕下那张悬赏单, 顺着上面的指引来到了南岭王府的前面。 门卫见她一身寒酸的老服穿着, 脸色有些不好地对着她驱逐道, 你这婆子赶紧走, 这里不是你能待的地方。 孟严夕将手中的悬赏单递到对方的手上, 我是为了此事而来的。 门卫看着上面的悬赏单, 目光再次落在孟严夕那身寒酸的衣裳上。 他们所见过的神衣大都是衣着体面, 哪里像眼前的老妇? 其中一人有些不悦道, 去去去, 老南岭王的病岂是你一个乡间老妇能治的? 赶紧离开, 免得冲撞了府里的主子, 窝了他们的眼。 另外一名门卫一直没有说话, 只是目光在孟严夕的身上看了半赏。 见他冷静沉着, 周身散发着上位者的气势, 他开口阻拦。 你在这里稍等片刻, 我让人往里面通传一声。 你跟他这样的婆子说这些做什么? 门卫不语, 而是让人直接到了里面通传。 听闻有神医亲自上门接诊, 杨培云很快从里面赶了出来, 看到门前站定的老妇神情划过一抹失望。 但碍于礼数, 杨培云还是上前对着孟严夕问道, 听闻你是那位接了悬赏单之人? 是。 孟严夕言简意该地应了句。 孟严夕朝着杨培云微微汗手, 继而开口道, 老男领王的病, 我有八成的把握。 我不要那些证经, 我这人只有一个请求, 便是不惜与其他的医者共治一病人。 若是要请我出诊, 便要将府中其他所有的医者都辞退。 杨培云原本想要寻个理由, 将眼前的婆子给打扎离开。 但是听着他如此自信的话语, 忽然间又改变了主意。 哦? 你可知, 若是治不好我祖父的病, 你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杨培云满是认真的对着孟严夕问道。 他看向孟严夕的时候, 总感觉他那双水眸, 跟他的容貌实在不符, 一双灵动剪铜, 似是猫的眼睛一般, 沉浸得如同鼓潭。 杨培云眉宇微皱地收回自己的目光, 感觉自己的有些不可理喻, 竟然会对一位老夫的双眸如此地喜欢。 来时, 已经听闻老男领王的病情, 他的身子可以算是游进灯枯了。 我不敢说能让老男领王恢复如常, 但至少可以让他恢复神志。 耳边传来孟严夕沧桑的声音, 将杨培云的意识拉了回来。 放肆! 杨培云突然对着孟严夕呵斥一声, 杨家上下最忌讳就是有人说这样话。 孟严夕站定身子, 丝毫没有畏惧的意思, 他微微抬眸, 对上杨培云满是怒意的脸。 他继而道, 若无所承诺的不能做到, 要杀药寡随你们处置。 杨培云也不客气地呵斥一声, 哼, 好大的口气, 你一个粗鄙的村妇, 若是耽误了我祖父治病, 就算砍你十次都抵不上祖父的身子康健。 眼底闪过满是失望, 本以为眼前之人是有些本事的, 但玄武门和青狮门的人加上药王神医那边的医者都来看过了。 众人想尽办法都只有四成的把握让祖父恢复神志, 可眼前老父却说自己的有八成的把握。 这让杨培云不得不怀疑, 眼前之人是哪里来的敌人伪装的? 他沉声呵斥道, 趁着我还没有反悔之前赶紧离开。 孟严希也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南陵府的人生性多疑, 再没有取得他们的信任, 是不会让自己见到老南陵王的。 他继而开口道, 老南陵王夜离子时便会醒来, 不用了半炷香的时候便会口吐鲜血。 若是你们到时候要寻我, 便在城门张贴悬赏的地方。 若是我撕了, 便会自己寻来。 孟严希话语笃定地说着, 而后转身离开, 走了几步, 突然又想到什么, 继而道, 记住, 要来, 定是要将那些医者都辞退回去。 杨培云看着孟严希离开的身影, 并没有将对方的话放在心上, 而是甩袖入了府对着门卫抖。 日后像这样的疯婆子就不必通报了。 是, 卫门一言应下。 杨培云进去之后, 那门卫对着另外一门卫抖。 我就说不用理会这样的人, 那疯子, 刚刚差点就害得我们一同被罚了。 孟严希从南陵府回来之后, 林妈妈立马迎上前, 满是忧心, 小姐, 你可回来了。 孟严希微微汗手, 一边将脸上的伪装卸下, 一边温声问道, 我离开的时候, 可有发生什么事情? 林妈妈的脸色, 有些不是很好。 孟严希将最后伪装卸下, 这才皱眉问道, 发生什么事情? 今日叙秋出府, 发现有人在我们的府外鬼鬼祟祟的, 不知道想要做什么。 林妈妈面色沉重地说着, 孟严希秀没清楚, 可这是何人在外面? 林妈妈不放心地开口, 不知, 许世见续秋察觉到了她, 后来便离开了, 不知道明日会不会再来, 小姐乔装出府的时候, 还是小心为妙。 这几日让穆东和续秋出门的时候, 多留心血, 还有九招那边也考考试了, 吃食那些都要多加小心, 无事, 就让她不要出府去。 是, 还有, 若是下次再见有人到我们孟府鬼鬼祟祟的, 便直接将对方追去送关。 第105章, 对付。 是, 穆东应下, 孟严希收拾一番, 吃了过东西, 便早早地先躺下休息, 睡下前, 对着林妈妈道, 害时一道, 务必要将我叫起来。 小姐那个时辰, 您起来做什么? 林妈妈不解地问了一嘴, 救人, 很重要, 务必记得。 孟严希面色严肃地叮嘱道, 林妈妈见状重重地点了点头, 老奴知晓了, 小姐快休息。 孟严希这才放心地合上双眼。 徐燕里从刘府回去之后, 便去兰亭居。 柳如烟还在昏睡中, 她脸色不是很好的, 看了眼床榻上的柳如烟, 而后对着她房中的青莲道, 去将你们小姐的库房钥匙拿来。 青莲脸色一白, 下意识朝着徐燕里跪下。 姑爷, 少夫人还没醒来, 那钥匙都是少夫人自己的收着, 奴, 奴婢也不知道在何处。 徐燕里半信半疑地, 开始在兰亭居翻箱倒柜。 柳如烟的眼皮动了动, 双手也在不停地收紧, 最后忍无可忍地睁开眼睛, 从床榻上爬了起来。 夫君, 你在寻什么? 柳如烟满是失望地看着徐燕里问道。 徐燕里目光落在她的脸上, 毫不掩饰道。 你的嫁妆借我一用, 只要两万两的银子, 便可让我们博公府将外面所有的欠债都还上。 钱庄那边还会多给我们五十两的银子, 之前的放兮的银子, 他们也不收了。 柳如烟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徐燕里, 声音颤抖道。 夫君, 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 徐燕里理所当然道, 当初月儿来博公府的时候, 那些嫁妆都是主动拿出来给大家用的, 反正都是一家人, 拿出来又如何? 现在博公府的当家权都在你的手上, 我们博公府不会亏待你的。 孟月慈是孟月慈, 我是我, 夫君为何总要拿他捅我来比较? 柳如烟气的脸色战红, 当初贪图孟月慈嫁妆的人, 你不也有份吗? 再说, 我们博公府给了你这么多的聘金和聘礼, 也是因为你娶你进门, 这才欠下了这么多的外长, 此事不用你的嫁妆, 能用谁的? 许燕里所说的理所当然, 见柳如烟不愿将钥匙交出来, 叫来吓人, 去将那处的库房门撞开, 柳如烟的脸色大变, 立马掀开被子, 从床榻上下来, 气到浑身颤抖, 小腹隐隐作痛, 她将外袍穿上, 直接拦在了库房的门口, 对着许燕里道, 今日要想弄开库房, 那就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柳如烟说话之时, 双手扶上自己的小腹, 脸色越发的惨白, 清莲上前搀扶, 少夫人! 姑爷, 少夫人的身子不适, 快请府衣过来, 清莲对着许燕里焦急道, 许燕里的神情有些恍惚, 对着柳如烟那决绝的心, 还是心软了, 她让下人去请了府衣, 给柳如烟开了安胎药, 还有迷香, 柳如烟院中的人都被迷晕之后, 许燕里这才带着人, 将柳如烟的库房门给砸开了, 看着里面一箱箱的东西, 心情瞬间好转, 她上前一步将其中一个箱子打开, 里面放着是一些普通的布匹, 随后又将另外的箱子打开, 里面放的是一些简单的用具, 再打开一箱, 里面所放的却是文房四宝, 许燕里的脸色大变, 快速地将那箱子重新合上, 又命人将剩下没有打开的箱子, 都一一打开了, 里面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东西, 并没有什么值钱的, 就连之前自己偷偷从孟月词架状中, 偷出去给她的金丝头面, 柳如烟都没有带回来, 许燕里的只感觉自己的天都要塌了, 她转身要去寻柳如烟算账, 可下人突然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 少, 少爷, 不好了, 不好了, 何事? 好好说, 如此慌慌张张做什么? 许燕里呵斥道, 下人指着自己的身后, 是, 大理寺的人来了, 他们说要抓拿少爷你, 话落, 一群身穿大理寺衣上的人出现在许燕里的面前, 他们面色黑沉, 为首的陈大人对着身后的下属道, 搜, 你们做什么? 这样是私闯别人宅院? 许燕里拦在他们的跟前, 陈大人拿出搜捕令, 有人秘密举报说, 孟长青的贪污案件, 与你有关, 东西就私藏在你们的府上, 许燕里想到, 刚刚在柳如烟那些嫁妆中的文房四宝, 突然想到什么, 脸色瞬间白了几分, 大理寺的人直接上前压住许燕里, 而后开始在有院中搜查, 不多时, 便从柳如烟的那些嫁妆中寻出了文房四宝, 大人, 东西都找到了, 官差对着陈大人说道, 陈大人显然松了一口气, 目光冷冷地看向一边的许燕里道, 带走, 赃物一并带走, 是, 那些官差压着许燕里离开, 那箱子的东西也被一并抬走, 许燕里不甘心地开口, 那些东西不是我的, 你, 你们凭什么抓我, 陈大人声音极冷道, 有什么话回去大理寺再说, 那些大理寺的人得知事情有了眉目, 这才得意回家, 孟严熙睡得迷迷呼呼听到外面的动静, 她猛然地睁开眼睛, 林妈妈守在一边, 听到动静立马起身关心道, 小姐, 离害时还有时间, 您在睡会, 她撑着床榻起来, 看了眼外面, 不解地问道, 什么声音, 林妈妈这才注意外面的动静, 老奴出去看看, 林妈妈再次回来的时候, 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小姐, 是许燕里被大理寺的人抓走了, 孟严熙掀开被褥下了床榻, 因为何事, 是老爷案子有了回转了, 具体老奴也不知是因为什么, 但刚刚出去, 听说那些人还从博公府抬走了一箱的东西, 林妈妈将自己知道的一一说来, 这是好事, 孟严熙低声呢喃了一句, 若是自己的没有猜错, 父亲今日便可喜情冤屈了, 只是他没有想到大理寺的人, 这次的办事效率竟然会如此之高, 孟严熙看向林妈妈, 武坚让人去刑部门口等父亲, 再备些好菜, 林妈妈愣了一下, 半信半疑的汗手印下, 外面响起骇石的提醒, 孟严熙快速地起身给自己一容, 第106章, 暗中相助, 林妈妈守在一边, 看着孟严熙如此手巧地将自己的从一位妙龄的女子模样 变成老妇的样子, 全套的妆容画下来耗费了孟严熙不少的时间, 最后, 孟严熙将白日所穿穿过的老妇衣裳套在自己的身上, 林妈妈看着很是惊奇, 林妈妈, 你先出去外面看看, 若是没人你, 便过来告诉我一声, 孟严熙叮嘱道, 是, 林妈妈快速地出去, 确认四下没人之后, 这才给孟严熙打个手势, 孟严熙身上套着黑色的夜行衣, 快速地飞升上了墙头, 翻身出了孟府, 月色下, 一道娇小的身影不停地屋檐上飞走, 孟严熙的脚步突然停在漆黑的街巷, 猛然回头, 就见身后一道黑色的影子撤离, 孟严熙的眸子微眯, 朝着另外一处的屋顶丢了一个石子, 自己则快速地躲了起来, 刚刚那道黑影顺着自己的丢石子的方向追了过去, 等人离开之后, 孟严熙从反方向离开, 在城门不远处的破庙, 把自己身上的夜行衣取了下来, 算了算时间还早, 这才坐下休息, 浩天从外面打探了消息回来, 孟严身子斜靠在座衣上, 一手撑着自己的脸颊, 一手轻轻地摇动手中的折扇, 浩天行了礼后, 走到孟严的身边, 公子, 你真是料事如神啊, 那些东西, 确实是在柳如烟的那些嫁妆中藏着, 还有, 您怎么知道许愿里, 他会为了省那些西银和那五十两的银子, 就去跟柳小姐要嫁妆拿来抵债, 即使与慵懒地睁开眼睛, 朝着浩天看去, 这么说, 事情已经办妥了, 是, 一切按照公子所谋划的进行了, 剩下的, 就是交给大理寺陈大人他们那边了, 浩天想了想, 有些想笑地继续道, 不过, 这才大理寺的人, 应该是不会这么容易放过许愿里的, 大理寺的那些大人, 围观这么久以来, 像今日这么晚回家的还是头次, 想来再办起案子来, 多少会带些私人恩怨, 即使与眸光锐利地看着外面, 不急, 这才只是一个开始, 浩天对上纪时与这样的眸子, 几被突然感觉发凉, 心中不由地替许愿里默哀, 去跟钱庄掌柜地说, 将许愿里跟她的交易, 想办法让柳小姐知道, 即使与声音如鬼魅般地响起, 浩天汉毛直立, 是, 即使与起身, 浩天快速上前搀扶她, 只是有些疑惑地问道, 公子, 您为何要帮孟小姐, 若是只是为了救命之恩, 大可从其他方面来弥补她, 这样实在是太过危险了, 一不小心就会败露你的身份, 浩天有些担忧地看着季时与, 不用管, 按照我所说的办即可, 即使与沉声呵斥, 浩天见她不愿, 也不敢多言了, 岭南王府内灯火通明, 王府上下的众人都守在老南领王的身边, 而各派的医者也都在外面候着, 杨培云一直牵着老南领王的手, 眼看着季时就要到了, 老南领王还是安然地熟睡着, 原本悬着的心, 这才舒缓了几分, 他起身对着众人道, 你们都回去吧, 今夜我在此处守着祖父便可, 屋中这些人早就熬不住了, 听了杨培云的话, 这才纷纷起身, 离开, 此时一到, 老南领王突然睁开了双眼, 杨培云见状立马坐回床榻, 脸上带着喜色, 问道, 祖父, 您醒了, 老南领王动了动嘴, 哦, 他大口大口地朝着一边吐血, 祖父, 杨培云立马慌了, 外面守着医者里面冲了进来, 房内兵荒马乱, 李长云在一边低难道, 怎么可能, 老南领王前面, 明明就吃过我专门研制的药丸, 应该是要好转才对的, 贺天祥也快速地给老南领王施针, 众人都使出了浑身的泄数, 老南领王还是没有要醒来的迹象, 反而, 脸色开始变得灰败, 孟严夕的师姐童星, 忙挤进了人群, 来到了老南领王的身边, 替他好迈, 童星的脸色不是很好的的对着杨培云道, 杨老的身子撑不了不多久了, 我可以用针法, 先将他老人的家气聚住, 若是能在一炷香的时间内, 请来高人, 杨老的身子, 还能有回转的余地。 杨培云叫来吓人, 取了自己的千里马, 直冲城门, 他赶到的时候, 远远地看见城门附近, 一位老妇的身影。 杨培云确认那人, 便是今日口出狂言的老妇之后, 抬手, 直接揽上对方的腰肢, 将他捞上自己的马背。 啊! 孟延熙猝不及防地惊呼一声, 回头看清来人是杨培云, 这才松了一口气。 杨培云一手紧紧地 揽着孟延熙的腰身, 一手御马急驰, 只是孟延熙的身子 靠在他胸前的时候, 杨培云的身子猛然一僵, 不明白为何一位老妇的身子 会如此地柔软, 腰肢也格外地纤细, 不似老人应有的身子, 从对方别的身上传来淡淡的梅花清香, 这让杨培云有些失神。 他用力地甩了甩自己的脑袋, 目光落在孟延熙那张苍老的脸上, 将自己那些想法快速地甩出脑海。 一路上孟延熙尽可能地僵直自己的身子, 尽可能地不要跟杨培云有肢体上的接触。 以至于到了南岭王府, 下了马之后, 孟延熙直接双腿发软地摔在了地上。 蠢。 杨培云脸色不是很好地挤出一句话, 孟延熙抬头, 清冷的眸子对上杨培云冷力的视线。 杨培云看着他那带着几分委屈的剪瞳, 进鬼斧神差地朝着孟延熙的方向走去。 他直接将眼前的老父从地上抱起, 大不留心地冲进了老南岭王的院子。 你们都出去。 杨培云看着一屋子的废物, 怒道。 贺天祥, 李长云众人闻言, 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立马背起身上的药箱滚出去。 拥挤的房内顺指剩下了孟延熙, 杨培云和床榻上的杨老。 杨培云将孟延熙放了下来, 声音极冷道, 若是你不能按照你所说的半道, 我便将你炖了, 丢出去喂狗。 孟延熙谋色平静, 丝毫没有理会对方的意思, 快步地来到了杨老的身边, 拿出一颗药丸往他的嘴里塞了进去。 随后, 对杨培云道, 让人下打一盆热水, 要快。 第107章 为难。 杨培云愣了一瞬, 孟延熙见他无动于衷, 粗催促道, 不想老男领王出事就快点。 杨培云目光在孟延熙那认真的脸上扫过, 转身按照他的吩咐去办。 下人将热水送到房中, 外面细细碎碎地传来不少质疑的声音。 孟延熙的目光依旧坚定地做着眼前的事情, 他将一套银针快速地消过毒, 手持银针。 抬眸对上杨培云的探究的视线, 杨公子竟然叫我请回来, 那边是姓我, 若是姓我, 请杨公子务必帮我看住外面的人, 我需要一炷香的时间, 不被任何打扰。 我为什么要姓你? 杨培云眸子微眯, 孟延熙挺直后背, 灵动的双眸满是坚毅。 我敢单枪匹马来你们领南王府, 难道杨公子连这一点信任都给不起? 话落, 孟延熙准备收拾东西离开。 杨培云还是第一次遇到, 敢如此跟自己的叫板的人。 他的黑眸, 看向一边脸色有些回转的老男领王, 双手紧了紧。 你的命都在我的手上, 你别想耍什么花招。 不敢。 孟延熙回头看着外面越发控制不住的场面, 对着杨培云道, 守住。 杨培云将信得过的下人留下来给孟延熙打下手, 自己在而是大步地朝着外面走去。 培云, 刚刚你带回来的是什么人, 怎么能让他独自一人在里面给你祖父看病? 是啊, 大哥北国所有的神医都在这里, 你将他们都轰出来, 带一个老婆子进去, 这是何也? 要是祖父耽误的诊治的时间, 这是你可担责任? 我担。 杨培云冷冷地道, 庞之的二婶一直都看不惯老男领王对杨培云那么疼爱, 加上杨培云在府中处处都压着他的儿子一头, 好不容易逮着机会, 自然是不会放过杨培云的。 也很想老男领王早日归西, 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好的都落入杨培云的头上, 明明他的儿子也是不差的, 若是他们两人挡路也能出人头地, 撑起岭南王府的门楣。 四级此, 他脸上不是很好的对着杨培云道, 培云, 平日你祖父便对你格外的疼爱, 你怎么能随便寻个人回来, 给你祖父诊治。 看那老夫都这个年纪了, 还默默无闻, 想来是什么乡下的别角郎中, 路过北国城, 对北国的事情不了解。 见那悬赏丰厚, 这才为了那些银子前来一世。 杨二婶见众人都没有反驳的意思继续道, 他是来是过了, 可你祖父的身子终究是经不起折腾了, 我看还是让那些神医进去守着, 就算有个什么事情, 也能第一时间发现不对之处。 杨培云的父亲杨月安听了杨二婶的话, 也不由担心起来。 他跟着在一边却说道, 培云, 你二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就算你想要那老夫救治你祖父, 但也不能独留他自己一人在那处。 杨月安说着, 就要去将外面等候的那些医者都请来。 杨培云的脑海中浮现了孟延熙的话, 和他那坚毅的谋色。 声音低沉地开口道, 不必, 有什么事情, 我愿承担所有的责任。 杨二婶见状也跟着杨生道, 大家伙可都是看着的, 我们都劝过了, 培云自己主意如此打, 若是老男领王有个什么事情, 培云自己担下所有的责任。 众人都清楚, 杨二婶心中那点小酒酒。 杨培云面色黑沉地, 在杨二婶的脸上扫过。 二婶不必如此, 祖父现在危在旦夕, 我们都很担心。 他朝着外那些医者的方向指了指, 继而道, 刚当那些医者的话, 你们都是听到了, 他们都是已经没有办法了, 一炷香的时间内, 要上哪里去寻的神医? 祖父的身子, 本来也是穷途末路了, 现在有人愿意, 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 来挽救祖父的生命。 不管对方最后能不能将祖父救回来, 但我敬他。 杨培云的话, 传入孟年熙的耳边, 他吻了吻心神, 开始为老男领王施针。 杨二神想要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这才小声道, 这些事情向来都是你们大方的做主, 我们二方的是没有权利的。 既如此, 你也不用这么的大脾气, 就当我们这些人是放了个屁。 杨培安目光看向杨培云, 还是很不放心。 他轻轻地将杨培云拉到一边, 问道, 那妇人你是从哪里带回来的? 他可有说有几成的把握, 救你祖父。 白人那上门来说, 自己有八成把握, 能救祖父之人便是他。 杨培云丝毫没有隐瞒地说着, 杨培安的脸色瞬间变得不是很好。 老男领王名下有一堆的赏赐, 二方基于很久了, 就想着等老人家离世之后分了家, 将那些东西也一并地讨要来。 刚刚二方那样说, 无非就是要让他们大方担起, 谋害老男领王的罪名。 杨培安轻叹一声, 对着杨培云开口道, 你当当实在是太冲动了, 你向来都行事谨慎的, 怎么今日就犯了这等糊涂? 杨培云紧了紧自己的手, 闽唇不语。 杨二婶时不时地点起脚尖, 想要往屋里面看去。 杨培云则是一直守在门口, 任何人都不让入内。 过了半炷香的时间, 显然大家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杨二婶看着杨培云小声地嘀咕道, 都过去这么久的时间了, 还不见那人出来, 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神医说了, 要一炷香的时间, 等着便是。 杨培云声音急冷地说着, 一炷香? 杨二婶突然拔高音调惊呼一声, 杨培云眸光犀利地落在对方的身上。 二婶, 大家都是耐心地等待。 你这样, 我会怀疑, 你是不是有意要制作出生意, 影响神医给祖父诊治。 杨二婶往后退了一步, 小声地嘀咕, 也就你将那样的妇人当成神医。 杨培云一记刀眼落在对方的身上, 杨二婶瞬间怂了, 但转念想到那些东西很快就是自己家的, 心情又大。 不, 不好了, 老男领王吐了好多血, 杨公子你们快速看看, 那老夫在老男领王的头上扎满了针。 房内的婢女突然跌跌撞撞地从里面冲了出来, 神情慌张地跪在地上, 他满手是血。 第108章, 质问, 杨二婶借机扬声道, 你个老夫我看你, 就是跟裴云合着, 来要老男领王命的。 杨裴云亏的你祖父平日如此疼爱你, 你怎么能做这样杀害你祖父的事情? 他一边说着, 一边带头往里面冲去。 孟严夕听到外面动静, 声音极冷道, 出去, 谁敢进来, 谁就是有心要杀害老男领王之人。 时间还没有到, 谁都不准进来。 杨二婶抬起的一腿, 将在半空, 听了孟严夕的话, 默默地退了出来。 杨裴云的目光看向就要燃烧殆尽的相助, 神情也跟着变得紧张起来。 大哥, 刚刚吓人都是祖父情况危急, 不如派个神医进去看看情况, 也好给对方打个下手。 杨二婶的儿子杨正宇担忧地上前一步。 杨裴云手持长剑, 守在门口, 一炷香的时间还没有到, 谁都不能进去。 杨二婶借机道, 难道你就不怕背上有意杀害祖父的骂名吗? 杨月安则是满脸焦急。 裴云, 你怎么就这么讲? 杨正宇垂眸, 眼底闪过一抹阴郁之色, 继而转身去将外面的各派的医者再次给请来。 他断定里面的老父是不可能将老男领王给救回来了。 为了能压过杨裴云的风头, 杨正宇拔剑, 跟他针锋相对。 祖父是大家的, 现在他生死攸关, 容不得大哥如此。 杨正宇义正言辞地开口, 兄弟两人针锋相对。 杨裴云的目光在那香珠上扫过, 他握紧了手中的长剑, 闽唇不语。 杨正宇继而道, 我平日敬你, 唤你一声大哥, 凡事都能听大哥的, 但今日为了祖父, 舒二弟冒犯了。 话落, 他抬起手中的长剑, 朝着杨裴云的方向刺了过去, 渐渐要害, 每一次都是想要置对方于死地。 杨裴云直手不攻, 杨正宇初见咄咄逼人, 明眼之人都清楚杨正宇在赌自己的前程, 杨二婶见状也跟着一同上前, 带着其他的人从侧边冲了过去。 在杨裴云猝不及防的时候, 杨二婶偷偷地溜进了老男领王的房内, 碰, 房内呼而发出一声巨响, 有什么东西重重地砸落在压地上, 紧跟其后传来了杨二婶的哀嚎声, 哎哟, 这个老妇杀人了, 众人蜂拥而来, 杨裴云一个飞身来到了孟严夕的身边, 他面无表情地将老男领王头顶最后一根银针给拔了出来, 慢悠悠地将东西全部收回自己的药箱里面, 这才眸光冷力地朝着杨二婶的看去, 谁让你进来的, 刚刚你差点就害死老男领王了, 杨二婶向来在岭南王府都是受人追捧的, 如今眼前的老妇竟然敢如此跟自己的说话, 刚刚还踹了他一脚, 瞬间气不打一处来, 他踉跄着从地上爬起, 走近些, 才看清床榻边老男领王吐了一地的血, 十分的瘆人, 再看看床榻上躺着一动不动的老男领王, 杨二婶更加确信眼前之人就是个骗子, 你个骗子, 好大胆子, 竟然骗到了我们领南王府了,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杨二婶说话之余给下人递了一个眼神, 下人立马上前, 梦言息冷嗤一声, 是不是骗子等会你们就知道了, 何必如此着急, 莫不是你心里有鬼, 还是本来就不想让老男领王多活, 放肆, 杨月安出言呵斥, 杨培云也跟着上前一步, 查看老男领王的情况, 也开始有些怀疑孟言息所说的之话, 转而看向孟言息问道, 祖父要什么时候才能醒来, 刚刚已经将他体内的毒血给逼了出来, 身子正在进入修复, 最快也要天明后才能醒来, 孟言息声音淡淡地解释一声, 哼, 我看他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为了寻个机会逃跑, 杨二神冷笑一声, 你们可以请外面那些医者进来看看, 是不是老男领王的气息平稳了, 若是如此, 我便先告辞了, 孟言息起身就要离开, 只是刚走两步路, 便晕了过去, 杨正宇趁着孟言息不备的时候, 将孟言息打晕了, 杨培云快速地来到孟言息的身边, 将他搀扶住, 杨月安声音低沉道, 将他先关到别院子去, 等明日看你祖父如何, 再做定夺, 杨培云也正有此意, 便让自己的身边的婆子将孟言息带了下去, 孟府, 林妈妈见孟言息迟迟没有回来, 心里七上八下的, 他让木东去探了消息, 大概猜到了孟言息可能是去了南领王府, 那老南领王早就断气的老东西, 为了能多活些时日, 四处让人将那些医者给弄回去王府, 若是这次没有将老南领王就回来, 只怕各门派的医者都要死人, 小姐的怎么会掺乎这趟浑水, 林妈妈心有余悸地低难着, 她突然想到什么, 对着木东道, 悄悄去祭府递个消息, 现在能救小姐的人只有三皇子了, 木东汉首离开, 柳如言醒来的时候, 发现库房门已经被人砸开, 而里面的东西少了一箱子的文房四宝, 他对着身边的青莲道, 青莲, 东西呢, 那文房四宝去了哪里, 他四处寻了一圈, 都没有寻到知晓的下人, 柳如言想到了什么, 他让人去刘府报信, 自己则是起身往朱氏的院中去, 此刻朱氏也已经得知许燕里, 被人抓入大理寺的事情, 他捂着心口, 剧烈地咳嗽起来, 再次抬眸时, 就见柳如言气汹汹地闯了进来, 徐燕里带着我的那些东西去哪里了? 柳如言毫不客气地质问, 朱氏气不打一出来, 要不是因为柳如言的那厢嫁妆, 徐燕里也不会被抓到大理寺, 你这个扫把星, 要不是因为你, 燕里也不会被人抓到大理寺去, 你现在还好意思问, 他气急败坏地起身, 扬起巴掌, 朝着柳如言的脸上扇去, 柳如言目入凶光, 抓住了朱氏的手腕, 恶狠狠道, 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都是徐燕里自找的, 日后你若敢再对我动手, 别怪我不客气, 华落, 柳如言将朱氏的手狠狠一推, 朱氏踉跄着往后推了几步, 跌坐在了床榻上, 朱氏面带怒意, 起身便要收拾柳如言, 上前抓过他的头发, 狠狠地往后一扯, 啊, 柳如言尖叫一声, 转身用力推了朱氏一把, 朱氏脚下没有站稳, 往对面的桌脚, 直直地撞了过去, 第109章, 走水, 朱氏的头被撞了一个大口子, 血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 朱氏颤抖着, 抬手捂着自己的伤口, 柳如言见状, 这才慌乱地想要含抚意, 但看着朱氏, 柳如言的眼眸突然变得阴质, 他带着青莲转身出去, 而后又对着洪秀警告道, 等我们都离开后, 你再叫抚意, 别人问起, 你就说自己的不清楚, 全当是他自己的不小心磕的, 红秀害怕地抓过柳如言的手, 少夫人, 万一夫人责怪奴婢, 怎么办? 柳如言抬脚狠狠地踹了他一脚, 目入凶光, 若是你不想死, 就按照我说的办, 说完, 柳如言转身往小道, 悄悄地离开朱氏所在的院子, 红秀见柳如言离开后, 慌张地回到了房内, 推开门, 就见朱氏倒在血泊中, 目自欲裂的模样, 朝着红秀使劲地伸出手, 不多时, 便晕了过去, 红秀脸色惨白, 小心地上前探了探朱氏的气息, 见还有出气, 这才, 转身连滚带爬地去换了府衣, 府衣为朱氏处理了伤口, 对着红秀道, 夫人这么一摔, 恐怕是摔了到脑子了, 具体要看夫人醒来后如何, 红秀脸白如纸, 芒不迭地点了点头, 府衣离开后, 他神情复杂地看着床榻上的朱氏, 柳如烟在蓝亭居内来回地踱步, 心烦意乱, 见清莲回来, 他立马上前一步问道, 那个女人怎么样, 还活着吗? 清莲微微汗手, 没有什么大碍, 府衣为夫人止了血, 只是撞到脑子, 恐怕会留后一阵, 没死就好, 柳如烟松了一口气, 让你办的时候可办好了, 柳如烟转念问道, 清莲微微汗手, 已经递了消息进去, 这两日便会回消息, 柳如烟摆了白手, 示意对方离开, 祭福, 祭石宇的房门外, 突然响起一阵打斗的声音, 祭石宇慵懒的凤眸闪现凌厉, 翻身穿上外衣, 朝着外面走去, 府中的暗卫, 将对方直接按压到他的跟前, 何人, 如此大胆, 要夜闯祭福? 浩天沉声问道, 说话间, 暗卫将对方脸上的黑布扯掉, 浩天看着对方的脸, 有些惊讶地朝着祭石宇看去, 公子, 祭石宇抬手, 示意那些暗卫松开那人, 木东朝着祭石宇跪下磕头, 声音中带着交集, 公子求您救救我们小姐, 祭石宇同谋微收, 你们小姐怎么了? 小姐被岭南王府的人给抓起来了, 夜离子拾去的, 到时候还没有回来, 岭南王府包围重重, 小姐在北国, 只认识您这么一位位高之人, 祭公子, 被车, 木东的话还没有说完, 祭石宇率先一步, 朝着外面走去, 公子, 浩天焦急地唤了一句, 祭石宇回头, 声音不容置疑道, 照办, 浩天攥紧手, 最后一跺脚, 飞快跑去准备马车, 南陵府内, 杨二婶趁着众人不备, 偷偷地溜了出去, 对着身边的下人嘀咕几句, 这才冷笑着, 转身回去里屋, 原本在闭目养神的孟严夕, 突然想到, 外面细细速速地响起一阵声音, 紧跟着便是门背上了锁, 孟严夕的脸色一沉, 立马起身, 走到门前, 开门, 筐筐筐, 门锁的声音撞得直响, 孟严夕环视房内一圈, 又到了一边窗户前, 依旧是纹丝不动, 谁在外面, 孟严夕沉声问道, 旁侧的窗户上突然多了一个小孔, 从外面扎进来一根小竹筒, 孟严夕立刻捂着自己的口鼻, 抬手, 将那竹筒堵住, 而后想到什么, 掏出身上的一包药粉, 往竹筒里倒去, 快速地对着竹筒的那头吹了一口气, 嗨嗨, 门外那人突然大咳几声, 孟严夕感觉身上有些发软, 传来一阵无力感, 感觉有些不妙, 这不是普通的迷药, 是软骨香, 孟严夕的脸色大变, 外面突然亮起几道火光, 朝着他所在的房外丢了过来, 火顺着梁柱开始燃烧起来, 孟严夕艰难地爬动自己的身子, 往药箱所在的地方爬去, 火势越烧越大, 屋内聚了不少的浓烟, 外面却无一人救火, 孟严夕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面前浓烟缭绕, 根本就什么都看不清, 可嗨嗨, 孟严夕凭着感觉摸到了药箱, 用尽全力这才将药箱打开, 孟严夕的手在药箱内翻找一番, 拿出里面的一颗解毒丸, 门外熊熊大火开始往里面烧了过来, 这才是外面才想起有吓人惊慌的声音, 走水了, 走水了, 孟严夕吃过药丸之后, 需要时间恢复, 他一边捂着自己的嘴鼻, 一边朝着另外一个角落爬去, 远离, 火海, 晨光展露, 老男领王悠悠转醒, 有些虚弱地看着眼前的众人, 他声音辞合道, 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杨培云见老男领王醒来, 心下一喜, 坐在他的床榻边握住老男领王的手道, 祖父, 你可算是醒来了, 杨二婶见状, 脸色瞬间难看积蓄, 在心中暗骂这个老不死的贵人真多, 不过转念一想, 那个老太婆一死, 也就没有人能救他, 离死也快了, 心中的郁杰之气, 这才稍稍减退几分, 杨月安上前一步回答道, 父亲您昏睡三天三夜了, 好在有个神医将您给救了回来, 话落, 杨培云这才想起被他们关起来的孟延熙, 他忙让人去请, 将那老神医请来, 不好了, 不好了, 外面的小厮慌张跑来报信, 杨月安脸色一沉, 呵斥道, 何事, 如此慌慌张张的, 下人正色道, 走水了, 好大的火, 神医还在里面, 老爷, 三皇子来了, 还, 还带了黑鸡君, 另外, 下人也匆匆来报, 什么, 还不等众人反应, 纪实雨带人直接闯了进来, 神医在何处, 他是我的人, 交出来, 纪实雨严谨一该道, 杨二婶听后, 脸色瞬间白了, 他本以为那老妇, 不过是个民间的跛脚狼钟罢了, 没有想到, 他的背后, 竟然是三皇子, 杨二婶朝着火光烧起的方向看去, 只怕现在过去, 那老妇烧得连骨头都不剩了, 杨培云神情带着几分慌乱, 对着下人道, 救火, 救人, 第110章, 火海, 纪实雨看着熊熊火光出意识到了什么, 慵懒的眸色瞬间染上星红, 抢先众人一步冲着那处着火的院中飞去, 外面的下人不停地朝着烈火处浇水, 但火势太大, 浓烟滚滚, 周边的另外一处房子也跟着着了火, 纪实雨抓过下人, 声音急冷地问道, 神医呢? 下人被纪实雨的气势给下微微颤抖, 指了指烧得最旺的一处房子道, 神, 神, 医在里面, 纪实雨将对方甩开, 又提起一桶的水往自己的身上浇落, 而后便要往火海中冲去, 下人和浩天忙将纪实雨拦住, 公子, 公子, 您别急, 这么大的火就算进去, 人也不一定还活着, 许是, 浩天感受到纪实雨周身的气压骤冷, 改口道, 我的意思是, 许是神医已经掀出来了, 纪实雨将浩天甩开, 直接冲进了火海, 公子, 浩天惊呼一声, 说吧, 他也要跟着一同冲进去, 杨培云正好赶来, 快速地抓过对方的衣领, 让下人将他捆上, 舅舅我们公子, 他在里面, 你放开我, 我要进去, 浩天雨无伦次催促道, 对着门口泼水, 快, 杨培云对着下人快速地吩咐一声, 下人集中水, 往门口的方向不停地泼水, 这才将门口的火势降了下来, 孟严熙躲在一处的水缸中, 隐隐中感觉有道身影朝着自己的方向冲了过来, 杨培云凑近看到孟严熙的容颜时, 微微一愣, 他有些不确定地唤了一句, 孟严熙, 是我, 杨培云上前一步, 孟严熙身子虽然恢复了一些力气, 但是吸入太多浓烟, 一直紧绷的神经也在一瞬间放松了下来, 身子往孟严熙的身上直接倒去, 孟严熙下意识地伸手将他抱起, 只是他的脸上的妆容有些毁了, 噼里啪啦, 一阵火烧的嘈杂声将孟严熙的思绪拉了回来, 孟严熙抱着孟严熙快速地寻求突破口, 头顶的房梁岌岌可危, 马上就要坠落, 杨培云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门口一身的开心, 手中提着水往屋内泼了进来, 快出来, 房子要倒了, 被泼过水的地方火势小了一些, 孟严熙抱紧怀中之人朝着火海冲了过去, 走到一半的时候, 梁柱从上面坠落撞到了孟严熙的后背, 嗯, 孟严梅雨紧促闷哼一声, 手上的动作紧了紧, 飞快冲了出去, 杨培云抬手想要将孟严熙从孟严熙的怀中抱过, 孟严却目光冰冷地在地方的脸上扫过, 此事我不给你们一个交代, 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说话间, 孟严的目光朝着周边的那些人的方向看去, 杨二婶心虚地低下头, 杨培云想要查看孟严熙的伤势, 却被孟严熙冷冷地躲开, 三皇子府内有各派神医, 不如将神医留下让众人替他医治, 杨培云见眉青醋, 面带担忧, 孟严眸子微眯, 刚刚他险些就要被人活活烧死了, 我不相信你们, 话落, 孟严熙抱着孟严熙大步往外面走去, 浩天被松绑后, 紧跟其后, 只是看到孟严熙那张老妇的装扮, 有些疑惑, 回到孟府, 御医已经等孟严的房中, 那些御医看着孟严怀中抱着一名老妇回来, 脸上带着几分震惊之色, 但他们很快地收起, 不动声色地开始打量着那老妇, 还愣着做什么, 向来温润的孟严, 难得怒道, 御医这才纷纷动身, 上前给对方耗慢, 御医的脸色大变, 看着孟严道, 他中了软骨烟, 不过奇怪的是, 那药效正在被一点点的清退, 除了之外, 就是吸入了大量的烟气, 这才导致这位老妇晕倒的, 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大碍, 三皇子且放心, 听了御医话, 孟严悬着的心, 这才放了下来, 一手扶着座椅, 习惯性慵懒, 往座位上靠, 死, 孟严倒吸一口凉气, 背后传来灼热的刺痛, 这才想起自己的身上的伤, 御医上前给孟严清理伤口, 见他将外衣吞去, 这才看清, 后背一大块的位置, 已经被灼伤的血肉模糊了, 身上的穿着的衣裳, 连用伤口粘着, 御医为季严清理, 他却快一步, 将身上的衣裳直接脱下, 连带伤口被扯开, 血水顺着他的后背往下流淌, 上药快些, 季严催促一声, 御医这才快速处理了季严的伤口, 御医走后, 季严让人将暮冬带了进来, 帮着孟严熙身上的衣裳换了, 次日清晨, 孟严熙悠悠转醒, 看着眼前的情景, 他猛然地坐起身来, 小姐, 目东关切地换道, 这里是三皇子的住所, 昨日要不是三皇子赶到的吉时, 只怕您, 嗨嗨, 孟严熙倾咳几声, 只感觉肺里灼伤的厉害, 他将自己的手搭在手腕上, 身上的软骨毒已经完全解了, 孟严熙掀开被褥, 直接下了床榻, 去岭南王府, 目东不解, 但也没有多问什么, 在一边伺候孟严熙梳洗, 药箱嘞, 孟严熙问, 目东将药箱拿了出来, 递到了孟严熙的跟前, 不多时, 孟严熙一副老妇的妆容, 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即使与陪同孟严熙一起前往岭南王府, 夜里起火的事情已经被查清, 杨培云起身, 率先开口道, 昨夜之事, 是杨二婶让人吓人众的火, 已经将那些人都带去送官了, 还请神医消气, 话说间, 杨培云示意吓人, 从外面抬来几大箱子的金银细软, 孟严熙微微一愣, 本以为要费些口舌, 却不曾想到, 对方竟然如此果断, 快速, 耳边传来杨培云的声音, 这些是祖父给神医的枕金和谢礼, 请神医务必要收下, 孟严熙目光淡漠地在那些东西上面扫过, 而后开口, 我可以不计较, 但我要寻一人, 对方的身上起了很多的疹子, 水泡一样的, 杨培云不明所以, 便让下人去寻, 很快, 那满是疹子之人便被带了上前, 眼前之人便是杨正宇, 孟严熙冷笑一声, 你们岭南王府真是好孝顺了, 第111章, 清白, 众人不明所以地看着孟严熙, 就见孟严熙拿出手中的一包药粉, 对着一边的婢女洒去, 很快, 对方的身上也开始出现了像杨正宇身上的疹子, 孟严熙眸色犀利地看着对方, 昨日, 你便是那往房内吹软骨烟之人, 杨正宇神色躲闪, 想要辩解, 他上前一步指着杨正宇身上的那些疹子, 你身上的这些疹子, 是我特制的, 只要沾上一点, 便是全身开始起疹子, 昨日我将那药粉吹入你喉咙, 若是没有解药你, 很快就会皮肤溃烂而死, 孟严熙说着, 拿出一个药丸, 塞到婢女的嘴里, 婢女身上的疹子, 肉眼可见的消退, 杨正宇身上那些疹子欺养男人, 他抬手去抓闹, 伤口很快便溃烂了, 这一下, 他是彻底的慌了, 对着孟严熙道, 解药, 把解药给我, 此话一出, 杨培云上前一步, 狠狠地将杨正宇踹倒在地, 紧跟着便是骂声四起, 孟严熙看着一片混乱的岭南王府, 转身离开, 出了岭南王府, 孟严熙对济世与谢恩, 告辞回了孟府, 到门口时, 孟父是被人抬着进家门的, 孟严熙快走进步, 来到父亲的跟前, 见他满身是烫伤, 孟严熙双手止不住地颤抖, 孟长青艰难地睁开眼睛, 对着孟严熙笑着伸出手, 孩子, 父亲的名声保下了, 孟府的轻欲没有在父亲的手中丢失, 苍天有眼, 孟严熙顺势拉过了父亲的手, 指尖搭在父亲脉搏时, 孟严熙的脸色大变, 强忍眸中的泪水, 声音沙哑道, 父亲回家了, 好, 回家好, 孟长青低难一句, 手缓缓地从孟严熙的脸上滑落, 泪水也在一瞬间滚落, 再次抬眸时, 孟严熙的眸色变得心红, 他对林妈妈道, 为老爷准备后事, 孟府的白灯笼被高高地挂起, 门前的宾客如云, 柳如烟也假模假样地前来上香, 孟小姐姐爱, 人死不能复活, 死了, 指不定也是一种解脱, 孟严熙眸色伶俐地对上柳如烟那得意的神情, 他附身在柳如烟的耳边开口道, 放心, 很快你们也死到临头了, 听着对方阴侧侧的声音, 柳如烟只感觉几倍一凉, 脸色惨白地往后退了退, 不明所以的丁看着孟严熙, 只见她的嘴角勾起轻蔑又病胶的笑容, 但却让柳如烟看着的神经紧张, 总感觉有大事要发生, 她带着下人转身逃一般地离开, 孟严熙目光紧随柳如烟, 直到她的身影消失, 这才缓缓地收回, 贪污之事被彻底查清, 是柳大人和许燕里两人一同联合, 将陷害的孟长青, 柳大人应该被隔出中枢侍郎的职务, 从此不得入仕途为官, 许燕里陷害岳父, 还私自动刑, 让其受同等刑罚, 臭名远扬, 被送回伯公的府的时候, 已经是奄奄一息, 许老夫人出门迎接, 满是是心疼地看着遍体鳞伤的许燕里, 声音哀气地问道, 我的燕里, 怎么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许伯公站在一边一声不吭, 但心里却也心疼得要紧, 脸色黑沉地吐出一句, 都怪孟月慈那个扫把心, 若不是他, 我们伯公府也不会被搅和成这般, 快快进去, 让府一看看, 门外围观的人, 不知道谁将一个臭鸡蛋 往许燕里的脸上重重地砸了过去, 紧跟着便是烂菜叶子, 发酸的饭, 像是有备而来, 蜂拥般地朝着伯公府几人身上砸, 诸事棚头垢面, 衣衫不整地站在府门, 对着众人不停地鼓掌拍手叫好, 第112章, 争执, 热闹的伯公府前, 静若寒蝉, 目光奇怪地看向诸事, 只见他痴痴傻傻地继续拍打都得双手, 时不时还指着许燕里骂道, 打得好, 坏人, 打死他, 忘恩负义的东西, 打, 好好, 嘿嘿, 诸事见众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憨憨傻傻地上前, 从地上捡起那些烂菜叶, 往许燕里的脸上丢去, 许燕里这才回过神来, 一脸不可置信地轻声唤了一句, 母亲, 诸事歪着头朝许燕里满是伤痕的脸上看去, 而后, 一脸嫌弃地对着许燕里道, 别换我母亲, 我的孩, 可是顶天立地的好狼, 他意气风发, 可比你这个臭东西, 俊朗多了, 诸事将手上最后的烂叶子, 往许燕里, 都得脸上狠狠地砸了下去, 许老夫人满是心痛地上前, 将那些烂叶子替许燕里拿开, 许伯公则是黑着脸, 对下人道, 让你们看好夫人, 你们是怎么看的, 还不快将他给我拉回去, 红袖低垂着头, 不敢多言, 上前去拉朱氏, 朱氏突然回头, 目光恶狠狠地盯着红袖, 啪, 朱氏抬手便狠狠地朝着红袖的脸上扇了过去, 你个狗东西, 是你, 你敢害我, 朱氏眼带绿色的怒斥道, 柳如烟匆匆赶来, 拿着一个糕点, 来到朱氏的跟前, 神情有些慌乱道, 母亲, 耶儿, 我给您做了最爱的吃的糕点, 我们回去吃好不好, 朱氏看着柳如烟愣愣了一瞬, 而后想到了什么, 脸色微变, 假意朝他伸出手, 趁他不备, 猛然扯过他的头发, 用力往后一拽, 啊, 柳如烟失声哀嚎, 双手按住险些被朱氏扯掉的脑袋, 朱氏一边拽着柳如烟一边, 大喊道, 是他, 他就是恶魔, 恶魔, 我打死你, 打死你, 就没有敢欺负我了, 话落, 朱氏将柳如烟拽倒在地上, 开始撕扯他的衣裳, 坐在他身上, 眸色越发狠力地盯着柳如烟, 他双手来回在柳如烟的脸上扇打, 啊, 柳如烟一声声凄惨地嗷嚎声, 从朱氏的身下传了出来, 看到周边的百姓解释, 倒吸一口凉气, 难怪众人有些时日没有见过朱氏了, 原来是疯了, 他们看着朱氏这般模样, 不用想都知道, 此事跟柳如烟脱不了关系, 徐老夫人见状, 满是焦急地指着下人道, 快, 快把人都拉开, 这般, 成何体统? 下人这才手忙脚乱地上前, 只是朱氏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红秀上前也被连带着一同挨揍, 原本清秀的小脸被朱氏抓成了大花脸, 红秀下的脸色苍白, 许伯公黑着脸站在一边, 看着眼前伯公府的乱象, 直接甩秀离开, 静止地去了祠堂, 许燕里忍着一身的疼痛, 想要爬起, 燕里, 别乱动, 你身上还有伤, 祖母去, 徐老夫人率先一步开口, 许燕里这才重新躺了回去, 柳如烟被当众这般对待, 顿时也怒了, 她将抬手朝着朱氏伸出手, 怪叫一声, 啊, 我跟你拼了, 随之便是两人扭打在一起的画面, 众人纷纷议论, 原来柳如烟的温柔贤的之名, 都是装出来的, 别打了, 你们还不嫌丢人呢, 叶儿, 你怎么能当众跟自己的婆母动手呢? 徐老夫人凑上前, 立声呵斥, 柳如烟怒火正盛, 听着徐老夫人这般言辞, 谋色欲发的心红, 抬手朝着她狠狠的一推, 徐老夫人一时没有防备, 亮呛着往身后倒去, 老夫人, 第113章, 报应, 碰, 伴随着一声巨响, 徐老夫人的倒地不起, 脑后赫然出现一大滩的红色液体, 不停地往外面扩散, 老, 老夫人, 容默默惊慌地上前一步, 抱过地上的奄奄一息的徐老夫人, 原本还扭打在一起的柳如烟和朱氏, 看到这一幕瞬间停下手, 柳如烟的脸白如纸, 你, 徐老夫人指着柳如烟, 目自欲裂, 话还没有说完, 抬起的手重重地摔落, 容默默颤抖着手, 将食指放在徐老夫人的鼻下, 叹了叹, 眼泪立马涌现出来, 抱着徐老夫人的身子哀声痛哭, 老祖宗, 他, 走了, 徐燕离忍着身上的疼, 亮呛着爬起身来, 身子晃晃悠悠地冲向了徐老夫人, 见他老人家面色灰败, 眼泪也在一瞬间涌现, 祖母, 周边的百姓看了之后, 对着柳如烟指指点点道, 杀了, 新来的徐少夫人杀人了, 跟自己的婆母当众私打, 此乃不孝之举, 刚刚还动手杀害了徐老夫人, 心思歹毒, 人群闹哄哄的, 徐燕离只感觉自己的天都要塌了, 还是容默默最先从悲伤中缓过来, 他轻轻地扯了扯徐燕离的衣裳, 压低声音对徐燕离道, 少爷, 还是先将老夫人抬到内府吧, 徐燕离这才意识到那些人目光各异地往他们所在的方向看去, 耳边还不停地响起那些人嘲讽的声音, 有些从前喜欢孟悦慈的街坊邻里, 听闻伯公府出了这等大事, 都纷纷凑上钱, 小声道, 瞧瞧, 这就是抛弃糟糠之妻的后果, 柳小姐这么好的一位女子, 却受他们那般对待, 看来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这些报应来了, 有他们好受的, 唉, 可惜了柳小姐嫁给这样的一个复兴汉, 嫁入这等家门, 修复是对的, 不然一窝子的吸血虫, 还不得继续吸着柳小姐, 如今, 离开博公府, 我前些日子见柳小姐, 可比从前在博公府的时候好看多了, 徐燕里听着众人的话, 双手不停地收紧, 她咬牙, 忍着满腔的怒意, 试图将徐老夫人从地上抱起, 可无奈, 她身上微微一用力, 全身的伤口便疼痛难忍, 碰, 徐老夫人的尸身被再次砸落在地, 容嬷嬷这才叫人, 将徐老夫人抬到了里面, 柳如烟也从惊恐中回过神来, 她满是自责, 愧疚地上前一步, 想要挽住徐燕里的胳膊, 徐燕里黑着脸, 眸光怒红地将她的手甩开, 冷冷地扫了她一眼, 滚, 柳如烟身子亮呛着, 往后退了几步, 青莲忙上前搀扶她, 少夫人, 我们进去吧, 青莲小心地扶着她往府内走, 朱氏疯疯癫癫地朝着另外的方向离开, 躲在暗处的人, 眸子微眯, 目光随着朱氏的离开的地方追随而去, 府中的人在为徐老夫人简单地操办丧事, 薄公府的名帐上没有银子, 为了弥补自己心中的愧疚, 柳如烟便拿出了自己私营, 给徐老夫人办了一个还算体面的丧事, 来的宾客也只是比较清静的几户人, 徐燕里拖着病体, 将事情办妥之后才意识到一直没有看到父亲和母亲, 不好了, 不好了, 容嬷嬷惊恐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何事? 如此慌张? 徐燕里沉着脸问, 第114章, 悔过, 少爷, 老爷他, 他在祠堂上吊自杀了, 容嬷嬷慌张地说着, 徐燕里的脸色瞬间白了, 他亮呛着往祠堂的方向冲去, 祠堂门大开, 许伯公的尸身就这么悬挂在祠堂中央的梁上, 双眼很是不甘的瞪, 眸中满是心红的血色, 徐燕里瞬间跌坐在地上, 府中除了红袖, 容嬷嬷, 下人只剩一位守门的男丁, 看着眼前的这番情况, 红袖早已吓得失了魂, 容嬷嬷更是不敢靠近, 他小声地在许燕里耳边道, 少爷, 老奴去请人将老爷给抱下来吧, 容嬷嬷上前搀扶许燕里, 许燕里忍着疼, 起身, 缓缓地朝着许伯公的方向走去, 最后颤抖着抱过许伯公的双腿, 哭嚎道, 父亲, 您为何要如此便了解自己的生命, 日后让孩儿怎么办可好, 许伯公的尸身冰凉僵硬, 许燕里缓和了半晌, 这才将许伯公的尸身从房梁上抱了下来, 只是, 许燕里周身疼痛, 体力不支, 抱着许伯公的身子往地上摔去, 许伯公的额头直接着地, 额脚瞬间被磕破, 凹下去一大大大的血窟窿, 许燕里跪着爬到了许伯公的跟前, 双手颤抖地扶上许伯公的额头, 颤抖道, 父亲, 孩儿不是有有意要让您受伤的, 对不起, 许燕里说着, 突然抬手狠狠地甩了自己的几巴掌, 啪啪啪, 清脆的声音在院中响起, 容默默从前面的帮着办理丧事的人中, 请来几位男丁, 让他们帮着将许伯公的尸身一同抬到正厅去, 许燕里无精打采地紧跟其后, 诸事从伯公府出来之后, 便晃悠到了城外的破庙, 里面的老汉目光紧紧地盯着诸事, 见他疯疯傻傻地, 便拿着吃的哄着他将衣裳脱下, 诸事痴痴地看着那些吃食笑嘻嘻地映了下来, 当着众人的面与那些老汉苟合, 其中一人突然惊呼一声, 我听闻, 这女人是伯公府的许夫人, 若是被许燕里知道, 你们可要遭殃了。 老汉看着眼前诸事满脸欲望地笑道, 以上是他自己拖的, 他自己爬上来的, 这怎么说也是他强迫我们的, 到哪里说也是如此。 众人相视一笑, 目光复杂地落在诸事的身上, 在破庙内一片淫泥与欢声, 暗处, 女子的眸子微眯, 见情况差不多, 上前一步将破庙的门给踹开。 破庙虽然在城外, 但往来路过的行人却是不少。 听到里面的东西, 路过的行人纷纷探头往里面看, 那些老汉也都害怕事情败露, 都停下了动作。 诸事正脱了束缚, 拿着发酸的窝窝头, 直接起身赤裸裸地往往外面走。 扫道之处, 众人都是对着诸事指指点点。 没有想到, 这许绍夫人竟然是如此奔放之人, 一丝不挂行走街头, 成何体统。 路上的百姓, 看到诸事都跟见鬼般地往一边别开脸, 嘴里还时不时骂上两句, 诸事却呆呆傻傻地见着谁都小。 看到一女子长得与孟月慈相似, 她上前一步去拉过对方的手。 月儿, 母亲知道错了, 来母亲给你讨了好吃的, 快吃了。 嘘, 别柳如烟看到, 她抢。 啊, 女子被诸事这一举动, 吓得脸色都白了, 她赶忙将对方的手推开。 第115章, 毁于一旦, 诸事抓着她的手, 越发的紧, 双眼发红地对着女子给跪了下来。 月儿, 是母亲从前不好, 日后不会了, 日后让燕林好好对你, 你不要丢下我们。 我的月儿诸事突然哭了起来, 女子何曾见过这样的架势, 双眸被吓得通红。 女子的母亲从不远处赶了过来, 看到诸事这般攥紧拳头, 直接上前狠狠地砸到地方的脸上。 啊, 诸事哀嚎一声, 摔倒在地上。 那些人对着诸事怒骂道, 现在知道孟小姐的好, 早些时候做什么去了? 这是我的女儿, 你离她远点。 说着, 妇人朝着诸事的脸上, 狠狠地催了一口老痰。 甜不知耻, 伤风败俗。 滚出去。 一时间, 众怒难平, 对着诸事拳打脚踢的。 诸事抱头, 蜷缩在角落被打得瑟瑟发抖。 孟严西躲在暗处, 目光阴致地盯着诸事所在的方向。 只感觉很是可笑, 狄姐都已经被逼死了, 才想起狄姐的好。 孟严西在诸事的跟前快速地缓过。 诸事错将孟严西认为孟月词, 她踉跄着爬起身, 追着孟严西的背影, 一路来到了城门外一处的河边。 四下无人, 孟严西这才停下脚步。 诸事看清眼前之人, 立马笑着上前, 将刚刚得来的窝窝头朝着孟严西递过去。 月儿, 母亲给你带了好吃的, 不好看, 好吃, 刚刚好多人想要抢, 我都没给他们, 给你吃。 听着诸事的话, 孟严西的眼眶瞬间红了。 她将诸事手中的东西打掉, 对着诸事怒吼。 她死了, 孟月词死了, 她为了你们累死了, 你却要那般逼她, 她再也吃不到你给的东西了。 诸事愣了一瞬, 看着地上滚落的窝窝头, 忙追着上前。 孟严西的眼泪, 却是止不住地流。 诸事捡起地上的窝窝头, 往自己的身上擦了擦, 献宝似的再次对着孟严西伸出手。 月儿, 你吃, 不脏的, 你不是好好的, 你怎么会死呢? 诸事起身, 眼底都是从前孟月词没有见过的词案。 孟严西推开对方, 若是你真心改过, 就应该从这里跳下, 才能证明的你的诚意。 诸事他有些犹豫地, 看了眼碧蓝的湖水, 再看孟严西那绝绝的双眸, 咬了咬牙。 扑通, 一声往冰冷的湖水中跳了下去。 孟严西背过身, 双手微微收紧, 而后转身离开。 身后的诸事, 对着孟严西的背影换道。 月儿, 母亲, 按照你说都得办了, 你可愿原谅母亲。 咕咚咚, 咕咕, 身后传来诸事溺水的声音。 孟严西咬牙飞快地消失在这处。 继时宇一直会在孟严西的身后, 看着他对付伯公府的那些人。 浩天问道, 公子, 可要出手相助。 孟府的去世, 对孟小姐的打击很大, 接下来便是许宴里了。 继时宇声音中满是心疼地说道, 继时宇回头看了眼狐中诸事已经下沉的身子。 转而对着浩天道, 安排人, 将诸事的尸身抬回伯公府去。 还有, 让掌柜的上门将许宴里钱庄抵押的东西, 公之于众。 是, 许宴里跪在许伯公和许老夫人的跟前, 一言不发。 外面突然来了一群的官差, 他们身后还抬着一个架子, 架子上面用白布盖着。 许宴里心中生起一抹不好的感觉。 少爷! 容嬷嬷脸色不是很好的将许宴里从地上扶起。 官差将架子放下, 面无表情地对着许宴里道。 有人报官, 说许夫人跳河了, 你辨认一番。 许宴里身子亮腔地往后退了退, 还是容嬷嬷地搀扶下, 才勉强让许宴里站稳。 他藏在衣袖下的手, 止不住地开始颤抖。 官差见许宴里迟迟不上前, 有些不耐烦地将白布掀开。 朱氏全身惨白, 发肿, 身上却是一丝不挂。 原本还伤心的许宴里, 看到这样的一幕, 只感觉颜面惊失。 他猛然地冲上前, 将白布重新盖回了朱氏的身上。 柳如烟见朱氏也死了, 心底长舒一口气, 假模假样地上前。 对着许宴里安抚道, 夫君, 人死不能不复活, 将母亲一同寝入灵堂吧。 啪, 清脆的巴掌声在空中响起。 柳如烟捂着自己的脸, 红着眸子, 看向许宴里。 夫君, 许宴里指着柳如烟怒斥道, 都怪你, 要不是听信你们的谗言, 我也不会落到如此的地步。 我只是离开几日的时间, 母亲被你逼疯了, 祖母也被你杀害了, 父亲也为此上吊自杀了, 柳如烟, 你就是个丧门星。 许宴里说着上前一步, 双手朝着柳如烟的的脖梗处掐去, 双手微微用力, 柳如烟的脸色变得脏红, 他抬手用力地 垂打着许宴里的手臂, 眼眸开始翻着白眼。 就在柳如烟要被掐晕的时候, 许宴里的身后突然出现一道身影, 许少爷, 许宴里听到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立马转身望去, 康庄钱庄的掌柜的拿着一张鞋意, 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许宴里看着身后跟着的一群看热闹的百姓, 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松开柳如烟, 而后将钱庄掌柜的拉到一边。 小声地问道, 掌柜的, 你今日带这些东西过来做什么? 掌柜的也不跟许宴里拐弯抹角, 扬言道, 当初你借的两万两的银子也用了这么久, 也该还我们一些了吧。 许宴里面色为难压低声音对着掌柜的说道, 改日再说此事, 等我府中丧事办完自然回去寻你。 许宴里说着便抬手推着掌柜的往外走。 掌柜的拿出手中的宣纸, 高高举起。 我们东家说了今日, 若是不能将银子拿回去, 那便按照这张宣纸上所说的, 拿许少夫人出来抵债。 当然那为约金, 我们一分都不会少你们的。 柳如烟脸色惨白地上前一步, 从掌柜的手中抢过那张协议。 看着上面的内容, 柳如烟的脸色越发惨白如纸, 转而看向许宴里质问。 许宴里, 你, 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许宴里有些心虚地别过脸。 掌柜在一边拱火道, 是啊, 我当初也就这么提一嘴, 没有想到许公子便答应了。 许宴里怒红双眸指责, 还不是因为你要天价的聘金和那些聘礼, 这都是为了你, 别逼无奈才会。 啪。 第116章, 金蝉脱鞘。 柳如烟气急, 狠狠地甩到许宴里一个巴掌。 许宴里的脸别过去一边, 脸上的巴掌印记更是清晰可见。 许宴里抬眸, 看着外面那些指指点点的百姓, 再看向灵堂躺着三具冰冷的尸身。 薄公府今日已经是名声全损了, 也不在乎, 多了一些。 许宴里怒红的双眸, 朝着柳如烟的身上, 看去。 眸色变得狠立了几分, 随后对着掌柜的冷冷道, 好, 人你带走, 违约银子, 还有欠下的账直接清了, 此后我们之间再无瓜葛。 柳如烟身子微微晃动, 不敢置信地摇头。 掌柜的冷笑一声, 将事先准备好的银子, 直接丢到了许宴里的手上, 给身后的随从递了一个眼神, 上前将柳如烟直接带走。 不要, 夫君不要叫我卖了。 柳如烟这才有些害怕的朝着许宴里摇了摇头, 哀求着。 许宴里却是连一个眼角都没有给柳如烟的, 掌柜带着人直接要离开, 许宴里却在后面开口叫住掌柜的。 柳如烟的脸上立马展露出欢喜的笑容, 下一秒却听到许宴里道, 账两清了, 协议也该撕了。 话落, 掌柜的对着许宴里轻蔑一笑, 随后拿过协议, 直接撕碎丢入火盆里面, 燃烧殆尽。 柳如烟心中燃起的希望, 也瞬间被浇灭。 对着许宴里, 癫狂地笑了起来, 许宴里, 你会后悔的。 许宴里黑着脸, 拂袖往灵堂里面走去, 对于外面那些不堪入耳的声音, 直接选择无视。 柳如烟诚惶惶惶惶的, 被带到了一间地牢里面。 地牢的四周, 都关押了看起来凶神恶煞的男人。 地牢的尽头, 摆放着一把太师椅, 男子面带银色面具, 慵懒都得依靠在座位上, 通声都散发着金贵。 柳如烟看着那熟悉的面具, 心中生起欢喜。 她正脱开那些下属的束缚, 快走两步, 来到男人的跟前, 声音中压制不住的喜意。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柳如烟一边说着, 一边抬手扶上自己的肚子, 笑着说道, 这里面有我们的孩子, 你可知, 为了保住孩子, 我在伯公府过得有多艰难。 说话间, 柳如烟的毛子微红, 朝着男子所在的方向走去。 来人, 将他往那些牢房中分别关押上衣日, 将他双手双脚捆绑好。 面具男子声音极冷地开口。 柳如烟的身子, 如坠冰枯。 你, 你不是他? 你是何人? 为何要冒充他? 柳如烟用力摇头。 下属已经逼近, 将他往第一个地牢绑去。 不多时, 一面溃烂的男子, 从角落的地方, 出现在柳如烟的跟前。 啊! 柳如烟尖尖叫一声, 吓晕过去。 再次醒来时, 身上一凉, 看着此刻自己的禁地, 柳如烟的气氛, 羞耻, 不甘, 惊恐, 瞬间充斥自己的内心。 啪! 面部溃烂的男子目露狠立, 巴掌一下下地朝着柳如烟的脸上扇去。 牢房内, 响起柳如烟的哭嚎声和求饶声。 面具男子看着对面出现的黑衣人, 飞身上前, 拉过对方的手。 事情办妥了, 你答应本公子的事情何时兑现? 黑衣人抬眸, 一双好看的剪童对上即时雨的灼热的目光。 夜里, 孟严夕的锁住的房间突然走水, 火势来得迅猛, 吓人赶到的时候, 孟严夕的房间已经被烧成焦炭, 而孟严夕平日躺的床上还有一具被烧焦的女尸。 吓人赶到的时候哭成一片, 孟九昭站在原地, 久久并不敢上前。 不, 不可能, 阿姐说过要一直陪着我们, 那不是阿姐。 阿姐, 你去哪里了? 孟九昭情绪有些激动地朝着人群开始喊道, 林妈妈上前将孟九昭拉过, 少爷, 别找了, 笑, 小姐她再也回不来了。 孟九昭将对方推开, 拼命地摇头, 阿姐从来都不会骗人的, 那怎么会是她? 阿姐最好看了, 那黑曲曲的怎么可能会是我的阿姐? 孟九昭一边说, 一边跪在地上, 抱头痛哭起来。 可是, 不管她怎么哭, 就是哭不出来眼泪。 孟府的夜空中, 季时宇将孟延熙揽入自己的怀中, 别难过, 过些十日, 我便带九昭偷偷你相见。 孟延熙微微汗手, 季时宇看向怀中人之人, 轻轻地为她湿去眼角的泪水, 声音满是柔情道, 此后, 你便是我季府的季夫人, 第一次为人夫君, 请多指教。 孟延熙破天笑, 微微汗手。 好。 第117章, 真相。 孟九昭将孟延熙的丧事办完之后, 季时宇突然登门拜访, 看着眼前的气色稍好的男子。 孟九昭神情威愣, 而后对着季时宇坐一行礼, 季时宇意味深长地轻拍他的后背, 拿出一张情简递到了孟九昭的跟前。 三皇子, 您这是? 孟九昭一声搞素, 有些错愕地看向季时宇。 孟府接连几人去世, 按照规矩是要为父守孝的。 孟九昭再次将目光看向手中的情简, 大红色烫金的喜简, 他不明白, 季时宇为何会亲自送来这样的情简。 季时宇眉眼慵懒透着金贵, 眸色却是无比真挚斗, 本公子要成婚了, 希望你能参加。 孟九昭忙将手中的情简塞回季时宇的手中, 摇头道, 此事不妥, 我是守孝之身, 不能给您婚事上添乱。 孟公子先别急着拒绝, 你虽然一同去个地方见个人, 再考虑此事。 季时宇声音温和地说着, 孟九昭站在府门, 朝着季时宇的马车上看了眼。 马车的脸色被轻轻地挑开, 察觉季九昭的视线, 很快又将那帘子放下。 他见眉微皱, 继而缓缓地点了点头。 随着季时宇到了自己兜的别愿, 季时宇让下人都退下, 自己则是随意地坐在一边的座位上。 长长地游郎出来一人, 他的脸上被面具遮挡着, 缓缓地朝着孟九昭的方向走去。 孟九昭看着眼前身形熟悉的人, 呼吸一致。 他快走两步上前, 又感觉不妥, 克制着心底的想法, 目光紧盯眼前的过来的女子。 等女子站定之后, 缓缓地取下脸上的的面具, 露出自己容颜。 你。 孟九昭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孟严熙闽唇一笑, 对着孟九昭伸出手。 你好, 我是孟严熙, 初次见面, 请多指教。 啊, 阿姐是你。 孟九昭的眸子瞬间红了起来, 她上前一步将孟严熙揽入的自己的怀中,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淌, 七尺的男儿抱着孟严熙的哭得一鼻涕一把泪。 孟严熙也跟着红了双眸, 她抬手轻轻地拍了拍孟九昭的后背。 在一边坐着的孟严熙, 见孟九昭抱上了孟严熙, 她脸色瞬间黑了几分, 从座位上弹起, 手中折扇也在一瞬间收起, 大步朝着孟严熙他们所在的方向走去。 好好的, 哭什么哭, 来坐下喝口茶, 好好说。 孟严熙一边说着, 一边快速地将两人分开, 顺势把孟严熙揽入自己的怀中。 孟严熙无奈地朝着孟严熙笑了笑, 而后拉过孟九昭道一边坐下。 孟九昭的脸色突然沉了几分, 声音中带着一丝埋怨的开口道, 阿姐, 你一开始为何不将你的计划提前告诉我? 我也能为您做些什么? 孟严熙拿出自己的手帕递到了孟九昭的跟前, 替她将脸上的泪水擦干。 事情发生得突然, 这才没有提前告知你, 况且要是提前让你们知晓, 容易露线。 这才寻了日子将你带到此处, 把此事告诉你。 孟严熙声音温和地解释道, 孟九昭汉手, 没事, 便好。 第118章 徐燕里的哀求 孟九昭从季府出来之后, 脸上带着几分笑意。 徐燕里一直偷偷地跟在孟九昭的身后, 见她面色合跃地从季府出来, 继而偷偷地跟了上去。 孟九昭很快察觉身后之人, 转身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孟九昭摇了摇头, 想来是自己最近没有休息好, 出现幻觉了。 她加快脚下的步伐, 回到了孟府。 季时宇目光柔和地看着孟严熙, 出去置办些东西, 可要随我一同前去。 孟严熙想了想, 微微汗手, 随着一同出府。 原本随着孟九昭离开的许燕里, 折返继府, 正好瞧见了孟严熙在孟严熙的搀扶下上了马车。 许燕里瞳孔猛然收紧, 她连滚带爬地冲上前, 放在了马车前面, 对着马车喊道, 月辞, 孟月辞, 我知道你没有死, 你下来, 我有话同你说。 孟严熙眸子微眯, 用折扇将帘子微微挑起, 慵懒的语气中带着不悦, 许公子要发疯到别处去。 许燕里没有理会孟严熙, 转而对着她身后的女子继续道, 孟月辞,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出来, 我有话同你说, 我知道错了, 从前都是我不好, 没有人清除柳如烟的为人, 我也是被她蒙骗了。 孟严熙脸色微沉, 起身想要出去, 却被孟严熙抬手拦住, 她轻轻地摇了摇头, 声音很低地对着许诗语道, 我来吧。 许诗语有些担忧地看着她, 孟严熙笑着解释, 迟早要面对。 话落, 孟严熙从马车里面出来, 目光落向许燕里, 只见她胡子拉叉, 头发凌乱随意地竖起, 衣上也是皱皱巴巴的。 孟严熙只是看了一眼, 很快将视线收了回来。 许燕里看清眼前之人后, 快速地理了理自己衣裳, 欢喜地朝着孟严熙道, 悦慈, 真的是你, 外面的人都说你葬身火海了, 我不信, 我就知道, 那些人都是骗我的。 许燕里说着, 上前一步就要抬手, 拉过孟严熙。 啪, 清脆的巴掌声, 在周边许燕里的耳畔响起。 许燕里痴疼地捂着脸, 不可思议地看着孟严熙。 但想到什么, 许燕里突然又笑了起来, 对着孟严熙道, 不是孟, 悦慈, 你可知这段时日, 我在梦里时常见到你, 可每次梦醒都是无尽的失望, 我终究什么都抓不住。 孟严熙淡默地看着许燕里, 声音清零, 许公子是吧。 薄公府的那些事情, 我也有所耳闻, 且不说你是不是真被人骗了, 但苍蝇布丁无缝地淡。 事到如今, 许公子还是没有悔过之心, 会变成这般, 难道不是你一手造成的吗? 还不等许燕里说话, 孟严熙既而说道, 抛弃糟糠之妻, 没有担当, 无得无品, 拿自己的妻而抵债, 无能又喜寻借口。 孟严熙的谋色变得凌厉起来, 身为男子, 没有一点男儿该有的气度, 换作是我早就, 没有颜面, 活在这世上了。 许燕里脸色变得惨白, 动了动嘴, 忙解释道, 月慈, 你听我解释, 从前是我一时糊涂, 做了不该做的错事, 现在我知道错了。 只要你愿意, 回来我的身边, 做什么我的都愿意, 我会真心实意对你好, 也不会在意你跟别的男子有了婚约。 月慈, 你回来我身边可好。 许燕里满是哀求地看着孟严熙, 孟严熙眼底快速地闪过恨意, 目光朝着天空的方向看了眼, 心中暗道, 嫡姐看到了吗? 你的仇, 我已经帮你报了。 他将自己的目光收回来, 声音急冷地开口, 徐公子, 我不是孟月慈, 他已经死了, 永远都不可能回来了, 我是三皇子的未婚妻, 日后不要再来寻我, 否则我们会将此事告到皇上那儿去。 许燕里听后, 脸色瞬间惨白, 看着眼前和孟月慈十分相似的女子, 徐燕里难以接受他说的那些话, 突然对着孟严熙发疯, 你骗人, 你从前最爱的我的, 是不是纪实宇逼你的? 还是你心里, 对我还有恨? 你恨我从前那样对你, 所以你, 才跟他合起伙来欺骗我? 纪实宇从马上出来, 与孟严熙齐劲而战。 男子俊狼挺拔, 女子秀美端庄, 站在一起狼才女貌。 徐燕里垂头看了眼自己乱七八糟的衣裳, 摸了摸许久未清理的胡子。 徐燕里有些自卑地摇了摇头, 即使与揽过孟严熙的肩膀, 声音柔和地他说道, 我们走吧, 不必理会这样的疯狗。 孟严熙微微汗手, 头也不回地上了马车。 徐燕里看着他们远离的马车, 眼中浮现一抹音质。 第119章, 完结。 日子平和, 很快来了纪实宇和孟严熙的婚事。 纪府大红灯笼高高地挂起, 全府上下一派喜气。 伴随着外面敲锣打鼓的声音, 迎亲队伍归来, 外面的百姓看着孟严熙身后的那十里红装, 不由地羡慕起来。 纪实宇一身喜福, 从马背上下, 来到孟严熙的轿子前, 对着他伸出手。 孟严熙唇脚微扬, 从轿子下来。 不远处, 突然冲出一道身影。 刀光闪过。 暗卫快速将对方按压在地面。 徐燕里一身狼狈地, 对着孟严熙怒吼道。 孟月慈, 伯公府被你害成这样。 你别想日后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你想用金蝉脱鞘的办法来糊弄我, 没门。 徐燕里脸上露出癫狂的笑容, 继而对着季实宇道。 三皇子, 你们知道, 你们这种行为是什么? 是欺君之罪。 众人看着徐燕里这般疯疯癫癫的模样, 对着他指指点点的怒斥。 没想到徐燕里, 还是这等不要脸之人。 自己当初非要降妻为妾, 如今又将所有的过错归结到一个已死之人的身上。 为了抵债, 他连自己的妻子都可以抵押出去。 这样的男子, 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人都被大火烧死, 听闻那孟月慈也是惨, 被烧成黑炭了, 如今死了, 也不得安生。 徐燕里现在是什么意思? 今日是三皇子跟蒙姑娘的大喜之日, 为何会来此处闹? 众人不明所以地摇了摇头, 紧跟着伸长了脖子对着花轿的方向望去。 徐燕里突然想起什么, 对着孟严熙的方向笑了起来。 我可以证明, 他就是我们孟月慈, 纪时宇, 你贵为皇子, 竟然敢如此欺骏。 纪时宇, 毛子猛然收紧, 下意识地看向孟严熙。 孟严熙自然清楚徐燕里所指何处。 他故作不解地开口, 这位公子, 你三番几次地来寻我, 说我是什么孟月慈, 如今又来我的婚事上大闹, 你觉得合适吗? 都说北国城中之人都是手里之人, 可你这等撒泼, 在你的身上一点都看不见公子该有的模样。 徐燕里今日过来, 就是为了揭开孟月慈的面目, 要将他们一同送入地狱的。 他根本就不在意孟严熙怎么说自己。 徐燕里看着他们脸上的神情, 只感觉痛快。 见孟严熙迟迟不敢回应, 徐燕里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猜测。 嘲讽道, 怎么? 是不是不敢让众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孟严熙将自己的盖头掀开, 目光轻蔑地落在徐燕里的身上, 赌,赌什么? 这位公子有什么可以值得跟我赌的? 徐燕里被孟严熙的态度给刺痛, 他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对着孟严熙道, 月慈的手臂弯的地方, 有一个红色的梅花痣。 你敢不敢将自己右手露出来, 让大家伙看看, 里面有没有痣? 孟严熙眼眸里面的光, 一点点地暗了下来。 身为医者的他, 对于这些虽然不是很重视, 可若是如今换作是敌解, 只怕他要羞愤地去死, 即时雨更是脸色黑沉攥紧拳头。 众人都认为徐燕里就是无理取闹, 想要看孟严熙怎么应付。 不曾想, 孟严熙眸色沉沉地看着徐燕里道, 我拿女子的清白跟你赌, 你要拿什么来赌? 徐燕里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无力之处, 他绞尽脑汁, 许久才缓缓地开口道, 若是你的右手上没有红色梅花质, 我就将薄公府都送给你。 孟严熙突然冷笑出声, 他抬手指了指了身后的十里红装, 对着徐燕里道, 徐公子, 您觉得我这十里红装里面上都装的什么东西? 东海最大棵的夜明珠, 红色珊瑚树, 名贵瓷器, 房器, 地器, 电器, 那些架状多道, 我连名字都记不住。 您认为一个小小的薄公府能让我心动吗? 还是说, 那就是, 你能拿出来最值钱的东西了。 徐燕里听着孟严熙的话, 脸色一阵红, 一阵黑的, 不停地变化着, 难看至极。 那些人都看着徐燕里, 一视一脸的鄙夷, 向来就要面子的徐燕里, 被孟严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如此羞辱, 脸色已经黑如墨, 他攥紧的拳头, 两久之后, 怒气冲冲地开口道, 我的命, 我拿我的命跟你赌, 此话一出, 众人的目光都是惊恶地朝着徐燕里的方向看去, 孟严熙的眼底闪过冷力的笑意, 他扬声应下, 好, 徐燕里继而补充道, 若是今日你的手上有那胎记, 你就要跟我回去薄公府, 季诗宇有剑眉, 微醋地看着孟严熙, 不必理会她, 即时快到了, 我们进去拜堂, 季诗宇拉着孟严熙就要往祭府走去, 孟严熙却是抬手拦下, 对着季诗宇轻轻地摇了摇头, 他郑重地开口, 若是我的手上有你所说的印记, 我就随你去薄公府, 若是没有孟严熙将自己的腰间的一把匕首, 直接丢到了许燕里的跟前, 继而声音极冷地开口道, 若是什么都没有, 你就自我了断, 徐燕里看着跟前的匕首, 毫不犹豫地捡起, 有大家作证, 谁都别想耍赖, 即时宇叫来下人, 将孟严熙围在其中, 等他将衣袖挽起, 婢女将孟严熙的手臂包裹起来, 露出右手臂弯处, 上面赫然出现一朵, 与孟月慈手腕上相似的红色梅花, 徐燕里的脸上里面闪过喜色, 对着众人欢呼道, 我就说他是孟月慈, 他是我的月慈, 他没有死, 即时宇有些不解地看着看着眼前这样的一幕, 众人也好奇地跟着点起脚尖, 朝着孟严熙的臂弯处看去, 不少的人也都看到了他手臂上的梅花印记, 徐燕里欢喜地开口道, 你说过的, 若是你的手上有红色梅花痣, 你就要随我一同回去博公府, 说着, 徐燕里便抬手朝着孟严熙的手腕上伸去, 孟严熙不着痕迹地躲开, 随后开口道, 且慢, 孟严熙示意自己身边跟着的下人开口道, 将帕子打湿, 下人不明所以, 但还是按照孟严熙的吩咐去办, 婢子很快将湿了的帕子, 拿到了孟严熙的手上, 而后道, 小姐, 徐燕里以为孟严熙是想要耍赖, 脸色立马不悦起来, 你什么意思, 刚刚我们的赌约大家伙都是听到的, 难不成你还想要抵赖, 孟严熙唇角微微勾起, 那倒没有, 这个不过是我想要用来讨好夫君用的, 既然给夫君招来了不好的名声, 不要也罢, 他一边说着, 一边将臂弯处的红色梅花, 轻轻地擦拭干净, 原本梅花的印记消失不见, 只剩下光洁的肌肤, 徐燕里一时难以接受, 他猛然地扑上前, 认真的盯着孟严熙的臂弯, 却是什么都没有, 连疤痕都没有, 徐燕里不明所以地摇了摇头,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 你明明就是孟严熙, 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你就是孟严熙, 我不会认错的, 徐燕里根本就不相信眼前发生事情, 徐公子这世上长相相似的人很多, 刚刚的赌约你答应了什么? 孟严熙冷冷地看着对方, 眸中丝毫没有要放过徐燕里的意思, 徐燕里的目光再次看向孟严熙的臂弯, 已经什么都没有, 他将目光移至孟严熙的脸上, 虽然他跟着孟严熙有着极为相似的容颜, 但两人的气质却是截然不同, 孟严熙的眉眼间温婉, 大气, 面容虽然温柔, 但脸上却是很少笑容, 唇角微微地下沉, 看着总是不太开心的样子, 而眼前之人, 夫如宁之, 眉间冷眼娇俏, 还有几分让人不能忽略的王者气质, 这还是徐燕里第一次认真的打量孟严熙, 徐燕里这才意识到孟严熙是真的不在了, 他踉跄几步, 朝着后面退了几步, 目光最后落在了刚刚孟严熙丢过来的匕首, 他的嘴里发出痴痴的冷笑, 此生已无牵挂, 还要苟活于是做什么, 还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徐燕里猛然拔开手中的匕首翘, 锋利的匕首狠狠地往自己的脖梗处用力割去, 血水瞬间喷涌而出, 见上了孟严熙大红色的喜袍, 碰, 徐燕里倒地, 目光却是紧紧地盯着孟严熙的方向, 看着看着, 徐燕里的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抹笑容, 最后彻底断了气, 人群一片哗然, 纪严熙上前一步, 将孟严熙的揽入自己的怀中, 他用一只手挡在孟严熙的眼前, 声音满是温柔道, 别看, 孟严熙将纪严熙的手, 从自己的眼前, 拿开, 他要看的, 若不是因为他的自私自利, 父亲不会这么早离开, 嫡姐也会病死, 可怜两个孩子, 早早就没有了母亲, 如今他大仇已报, 日后便是按照自己想要的生活而过了, 他收回目光, 对着纪严熙道, 夫君, 我们走吧, 纪严熙将他的盖头重新盖上, 携同他一起进入祭府, 拜堂成亲, 礼成, 婚房内, 两人喝下合景酒, 灭了房内的烛火, 开启夜夜叫睡的生活, 乤家里面之后, 乤家里美丽的烛火, 乤家里运家,